六百七十七集 可是当玉玉婷 一次又一次拒绝 和伤害威维恩的时候 她就再次又失去了 生活的目标和方向 虽然拍戏很辛苦 压力很大 但是最起码 可以让她 不再想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了 韩老太太想了想 她说道 既然这样 我建议你呢 还是先把这一部戏 好好演完吧 既然答应下来了 就努力先把这件事情做好 几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 等拍完的时候 你再认真的思考一下 到底对这一行喜不喜欢 如果实在不喜欢的话 最好还是趁早退出 毕竟这个圈子是很复杂的 你年纪小 很容易会走错弯路 我们呢 虽然身为长辈 也不能随时随地的 都在你身边保护你 万一真的要是吃了亏什么的 被你妈妈 还有姐姐知道的话 她们该会有多难过呀 你说是不 威维安有一些感动 看着韩老太太 半天之后 她点点头 嗯 韩奶奶放心吧 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远处两个身影 同样高大挺拔的男人 站在那 视线索对的方向 正好是片场这边的区域 阿珍 怎么样 这个广告植入的创业 做得很不错吧 齐称浩有些得意的介绍 这一部戏的女主 是从古代穿越回来的 在现代呀 她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网上购物 到时候就让快递员 直接穿着你们 韩太直销APP标志的衣服 进入镜头里 镜头和情节衔接都很自然 毫无广告植入痕迹 韩真穿着黑色的西装外套 里边白衬衫越发地 显得她眉眼干净 高挺的鼻梁下 薄瑞的双唇 微微地勾起一侧 双眼微微眯起 只看却并没有开口说话 一阵微信提示音 响过之后 她低下头 拿出手机来一看 啊对不起我家里有事 我得先走了 这么快 不去和韩奶奶打声招呼吗 齐成浩 挑了挑眉 有点惊讶 明明来的时候说好了 要在这视察一下拍摄进度 考虑下韩太的头子 到底值不值得 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 见韩真也不解释 竟然直接真的转身就往外走 她只好也跟上去 对了阿真 有件事情 忘记跟你说了 月底你和嫂子的婚礼 我可能去不了了 怎么了 韩真凝了下眉 清城的预产期就在这个月底 到时候我们得提前一周去医院里守着 走不开啊 齐成浩无奈地解释 见韩真的表情似有不满 他忙又补了一句 不过你放心 礼物和红包我早就准备好了 到时候让人送过去就是了 还有啊 如果需要兄弟们跟你撞气势的话 我可以让幼稚代替我过去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必了 韩真一口拒绝 到了车边 她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白色兵力迅速扬长而去 齐成浩站在那 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瑞园 韩宅 高晓晓吃完午饭之后 回到楼上 想着 要不要给韩真打个电话问问 谁知 刚拿起电话 卧室门 就被人家从外边推开了 韩真穿着早晨离开时的 那身黑色西装 外套都没脱就走进来 高晓晓略显惊讶地抬头望着她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看了一眼时间 下午刚过一点 韩真没有说话 微微地醋眉便直接朝她走过来 看着她俊雅又专注的脸庞 高晓晓不自觉地 便想到了 钟于红先前在书房所说的那番话 她说 最早知道这件事情的除了韩敏之 应该就是韩真了 高晓晓的心中就是意暖 在她走到自己跟前的时候 脑子发热 竟然直接伸手就搂住了她 韩真也不禁愣了一下 因为两个人身高差异 她又坐在沙发上 这么一抱 她就感觉到她的小脸 刚好贴在她小腹的位置 深吸一口气之后 她按耐心神 撑起大手在她脑袋上摸摸低声问 怎么了 媳妇 高晓晓双臂紧紧地搂住她的双腿 隔着一层布料 都感觉到大腿上那 蕴藏着肌肉的力量 阿珍 她的声音闷闷地响起 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 我妈跟冷氏君的事情了 韩真的身体一僵 高晓晓便松开双臂 抬头看着她 然后伸出手来在茶几上 拿过一张照片说道 这张照片是冷氏君在1991年的时候拍的 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韩真垂眼 接过她手里照片 只想看一眼便严厉地叮嘱她 这谁给你的 你先回答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件事情了 高晓晓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脸上的表情很是认真 韩真不说话了 眉头却是微微皱起来 过了一会儿 她将照片放回去 人也在沙发上坐下 伸手搭在她肩膀上 媳妇 你先不要激动 有关这件事情呢 我 原来 你真的早就已经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高晓晓直接打断了她 我说了你先不要激动 你肚子里现在有孩子 不能受刺激 韩真原本淡定的脸 慢慢呈现了一股担忧 生怕她因为激动动了胎气 于是她干脆利落地伸手 紧紧地搂住她 低下头 拨唇轻轻地 磨着她的额头和眼角 你放心 这件事情 奶奶还有爸妈 他们早就都已经知道了 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就是潘 你会东西西想嘛 至于妈和冷视君的关系 他们也都觉得无所谓 早已经都想开了 再说姐姐和她已经离婚了 我们和冷嫁也没有什么殷勤关系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他们不会因为这个 就对你或者对妈 有任何不好的看法 否则前一段时间 妈做手术的住院的时候 奶奶他们也不会那么急切 就跑过去探望 你说对吗 韩真解释得很仔细 生怕她因为这个有什么不好的情绪 她一边解释 一边小心地观察着她的表情 就怕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可是谁知道 高小小扑吹一声 笑了 将头枕在她的肩膀 双手圈住了她的后腰 看把你给紧张的 放心吧 我没有瞎想 我就是挺感动的 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除了最开始 我有些接受不了外 后来我很快就想通了 起初我担心的 是你们不知道 所以心里面很愧疚 也有点害怕 甚至是不安 但是当妈 刚才跟我说出 事情的真相后 我就没有一点的情绪了 我真的很感动 也很抱歉 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 包括奶奶 还有爸妈他们 没有想到的是 你们都这么大度 一点都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傻瓜 韩真 杨真松了口气 大掌一下一下地抚摸她黑发 嗓音低哑听起来特别温柔 在她的心里激起了一阵阵涟漪 高晓晓弯弯唇 眼角 撇了一眼 茶几上的照片 忍不住又开口说 对了 这张照片 是冷玉秋给我的 韩真的动作没变 唯有狭长的黑眸缓缓咪起 她怎么给你的 她从国外寄给我的呀 高晓晓笑咪咪的 韩真微微地促起了眉 还没等她开口 高晓晓突然抬头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我问你件事 你一定要老实地告诉我 什么事啊 韩真不动声色 高晓晓起身 站在她面前 双手放在她肩膀上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问她 等玉秋 是不是对你还不死心 韩真眯了眯眼睛 突然觉得她这样有点 像是在逼供犯人 既然不说话 那就是承认了 高晓晓望着她 突然有一点郁闷了 虽然她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 她知道 就算是冷玉秋真的对她不死心 可她从来没有回应过什么 可没想到真的 从她的反应中知道了事实之后 她的心头还是有些吃味 那次之后 你们没有见过面了吧 她不死心又说了一句 韩真就突然笑了 怎么 你怀疑我了 对 高晓晓倒是承认得很快 如果你们后来没有见过面的话 她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还特意从冷视君那里 拿了这张照片寄给我 好吧 前不久的时候 她的确来到公司找过我 但是 我没跟她说话 直接让警察把她带走了 高晓晓压抑地看着她 为什么 她去骚扰你了 是 你老公被骚扰了好几次 苦不堪言呢 韩真一本正经地说道 高晓晓还笑 随即又板脸问 那她有没有碰到你啊 没有 真的 高晓晓怀疑 我骗你做什么 韩真说着双手一拉 顺势压着她腰臀坐在自己的腿上 声音低唇在她耳边说道 我早就说过了 我的人 我的身体 包括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的 没有任何别的女人可以碰到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这还差不多 高晓晓 搂住了她 小脸温柔又柔顺地 搁在她肩胛骨上 闻着她的轻烈的味道 还有男人特有的那股阳刚的气息 她忍不住 抬起下巴 讨好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高晓晓下意识地搂紧了韩真的脖子 引得韩真身体上一阵狂乱的战力 想也没想 她便抱着她走到大床上压下去 并小心地避开了她的肚子 刚要亲 高晓晓又开口说 那她要是一直对你不死心 怎么办呢 她现在已经被送出国了 眼不见心微镜吗 不管她就是了 韩真无所谓地说着 高晓晓的脸慢慢地红起来 她问 她为什么会被送出国呢 不知道 韩真说完便直接低头吻了上去 高晓晓浑身一颤 瞬间伸手紧紧地抱住了她 军区大院御驾 随着天气变好 玉老太太的伤势也渐渐地转好 最近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了 只不过爬楼梯的时候还有一些吃力 于是她开始有事没事就在家里和大院里溜达 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带着孙媳妇去隔壁串门 尤其是长欢岩和韩敏夏的肚子开始慢慢地凸起来 只要是带出去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两个孕妇嘛 那种羡慕嫉妒恨的眼神 真是让玉老太太得意到不行 今天长欢岩一大早就出了门 所以中午吃完饭后 玉老太太就带着韩敏夏去了隔壁老周家做客 喝了茶水又聊天 话题无非都是在孙子 孙媳妇和虫孙子这些字眼上绕来绕去的 她也没嫌累 韩敏夏倒是没忍住打了好几个哈仙 直到玉老太太的手机突然响起 她看了一眼放在耳边接听 怎么了杨夕 也不知道杨夕在那头说了什么 玉老太太立刻没开眼笑挂短电话后站起身来 哎呀老周老周媳妇 不好意思啊 这家里头来人了 我得和孙媳妇先回去了 老周和她媳妇忙开口挽留 一阵寒暄客套之后 韩敏夏终于扶着老太太离开了 慢吞吞地走回家 一进大门便发现居然是韩老太太 带着涟漪过来 还带着一大包红灿灿的喜糖 笑咪咪地冲她说道 我给你们呀 送喜糖来了 玉老太太忍不住就板起脸 都是一家人 你给我们送什么喜糖啊 韩老太太当然不会说是因为在剧组里面没有送完 所以顺路带过来给她 她依旧笑呵呵地说道 哎呀那也得送啊 你们是笑笑的娘家人吗 然后没等玉老太太开口 她立马转移了话题说 哎对了 景川她不在家吗 景川搬出去住了 玉老太太说到这件事心头还有一些不太开心 虽然她也知道玉景川都是为了高知秋 可是 啊 那我就回头再跟她说吧 话这么说 韩老太太还是没忍住 把自己的想法给说了出来 哎呀 其实我想的是呢 等婚礼的那天呢 让她从部队里调个军用飞机过来 接个婚而已 还要调什么军用飞机呀 你是想上天吗 笑笑她现在怀孕了 坐飞机的话不太适合吧 玉老太太无不担忧地问道 你是不是摔断腿的时候 把脑子也摔坏了呀 韩老太太没好气地瞪着她 飞机是用来拍摄的 航拍懂吗 哎 你知道什么是航拍不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六百七十九集 航拍就是说 让摄影的人坐在飞机上 对着下面拍 你让 见韩老太太真的开始详细地讲解 玉老太太就直接打断她 行了行了行了 就你懂 别人都不懂 那你自个儿去外面买一架私人飞机得了 你们老韩家不是开公司 有钱任性吗 你看你这话说的 难道萧萧不是你亲孙女啊 不是锦川的亲女儿吗 又没有让你们操办婚礼 就是帮忙搞一架军用飞机怎么了 小家子气 韩老太太难得生气 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玉老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一听到这话也怒了 你这个老太婆 你说谁小家子气呢 说你 于是两个人一来一去 竟然直接在客厅里吵了起来 韩明夏听到二耳朵都疼 哎呀 你们两个老太太也真是的 每次见面的时候 说话不超过三句 保证会吵起来 可是不见面的时候吧 又时不时地相互提起 真是典型的相爱相杀呀 这种关系 简直堪比玉小二和玉小三两个人 奶奶 你们吵什么呢 说曹操曹操就到 玉婷挑着眉手里捏着车钥匙 一脸不解地看着客厅里 吵得面红脖子粗的两个老太太 游小乔站在她身后 大眼睛咕噜噜的 也是一脸茫然 玉成眼心头叹口气 干脆从沙发上站起身 老婆 为了我们儿女的良好胎教着想 我们还是先上楼去吧 韩敏夏这次倒是没有逆反她 她乖乖地跟着站了起来 奶奶 那我就先上楼去了 我有点困了 想睡会儿午觉 刚才跟玉老太太出去半天 早就困得不行了 两个老太太一听到这话 立马停止了争吵 一口同声说道 上去吧 等两个人离开之后 韩老太太直接拍了拍桌子 行了行了 我懒得跟你吵 既然景川她不在家 我就回去了 回头啊 我亲自打电话跟她说 只要是为了萧萧 别说飞机了 就算是坦克 她都得给我开出来 哟 这都跟我吵半天了 这会儿又说不跟我吵了 你吵不过我 那就直说 别不好意思 我又不会笑话你是吧 玉老太太嘴里不饶人地说着 直到玉玉婷猛地喊了一声停 停 什么飞机坦克的 你们到底吵什么呢 玉玉婷皱着眉头 看向两个老太太 小三哪 你来评评理 玉老太太见自家孙儿问 只觉得如虎添翼 立马把刚才的事情 给她说了一遍 韩老太太见玉老太太 添油加醋地瞎胡说 急忙也喊道 小三 你说我的主意好不好啊 婚礼当天 上面呢 用军用飞机航拍 下面呢 再有专业的摄影师跟拍 这样拍出来的效果才好啊 呼吸剪辑也好看 你说对不 玉玉婷听得嘴角只抽抽 韩奶奶 现在航拍都不需要用飞机了 网上就有那种智能的飞行器 设置一下 到时候就可以进行拍摄了 玉老太太一听 是吗 小三 我就说嘛 还是你懂 这个老太婆啊 啥也不懂 就在那瞎叨叨叨 虽然她并没有真正地听懂 什么叫做智能飞行器 但是只要能让韩老太太吃别 她就乐意附和 韩老太太冷哼一声 哼 那就上网买一个 但是军用飞机必须也得掉 到时候啊 我要让阿珍坐飞机来迎娶萧萧 那样才拉风 你这老太太 你说你 玉老太太话没说完 杨夕忙开口打着圆场 韩阿姨 有件事情我忘记问你了 婚礼的伴郎和伴娘 都找好了没有啊 伴郎伴娘 韩老太太果然 被瞬间转移了注意力 哎呦 还没有呢 怎么 您有好的人选吗 是啊 杨夕笑着 看向一表人才的儿子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就让小三和小乔当吧 也算是个好兆头 说不定 他们就是下一对结婚的了 游小乔一听这话 小脸立刻就红了起来 含羞待怯地 看向韩老太太 表情好像是在说 快看看我怎么样啊 能当伴娘吗 韩老太太两只眼睛发亮 先是从头到尾 看了眼玉玉婷 然后又看了看游小乔 最后满意地点点头 嗯 这个玉小三个头 比阿珍稍微矮一些 也没有阿珍长得近 这个小乔没有萧萧个子高 长得也没有萧萧漂亮 不错 等到时候站在阿珍和萧萧身边的时候 也不至于抢走风头 韩老太太开心地拍起手来 哎呀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三 小乔 回头啊 我就让裁缝过来 帮你们量一下尺寸 得做了身衣服 一套西式的 一套中式的 哎对了 你们什么时候能有空啊 择日不如撞日 我看不如就今天下午吧 你们待会儿不走吧 说着 她就低头打开爱马仕胯包 掏出智能手机准备给裁缝打电话 看着韩老太太这说风就是雨的架势 玉玉婷只好说道 那行 就今天下午吧 好嘞 韩老太太立马不同号码 直接就在那交涉起来 喂 小黄 是我 玉玉婷见客厅里面气氛烧好 这才带着尤小乔 过去在沙发上坐下 韩老太太笑眯眯地说完 电话之后 放下手机说 小黄说了 半个小时后就赶过来 服装款式呢 我也让阿振都选好了 待会儿呢 也带过来给你们看看 如果觉得不喜欢 或者需要修改的话 就跟小黄说 玉玉婷挑了下眉 不知可否地恩了一声 对了 还有一件事 玉老太太突然又有一些 别别扭扭扭地开口 剑韩老太太 看着她 不好意思地低咳一声 这才慢吞吞地继续说道 既然你今天过来了 我就把我的想法也跟你说一下 锦川不是在媒体面前 已经公布过笑笑的身份了吗 既然都已经认祖归宗了 这改姓的事情 韩老太太一听 瞬间皱起了眉头 哎呦 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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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提我都忘了 这萧萧的姓还没改回去呢 可不是嘛 玉老太太眼巴巴地看着她 声音恳切 萧萧是我们玉家的亲孙女 既然这都马上要举办婚礼了 总不能还在请帖上 写夜宵这个名字吧 到时候别人一看 还以为是谁呢 解释起来都费劲 所以呀 我看就趁这个机会 把相爷给改过来 我觉得玉萧听着也挺好听的 你觉得怎么样 嗯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玉萧 韩老太太念了念 嗯 这个名字的确比叶萧要好听 可不是嘛 那你回去就跟萧萧和阿珍商量一下 行吗 玉老太太笑着说道 行 韩老太太一下子就答应了 她拄着拐杖站了起来 这还有十来天就是婚礼了 所以呀 我得赶紧回去跟他们说说 他们俩答应了以后 你这边啊 就赶紧安排入户籍的事情吧 回头我好让他们把结婚证什么的也给改了 好好好 玉老太太听一句话就点一次头 口中更是好个不停 听话倒不行 玉婷在一旁看着都呆了 这俩老太太一会儿吵一会儿又那么好 真是让人看不明白呀 高小潇一觉醒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把事情说开了 心头里放松了感觉这一觉睡得人特别的舒服 她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发现房间落地窗的窗帘都被拉了起来 屋子里很暗 只有小客厅的一角开着一盏地灯 韩真正曲卷着长腿坐在沙发上 专心致志地看着面前的平板电脑 一只手还拿着手机 薄唇微眯 面容严峻 估计又在忙工作上的事 她抿了抿唇没有发出声音来 就这么躺在那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 橘黄色的灯光落在她头顶上 使得她的五官 仿佛笼罩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辉 棱角分明的脸庞也显得越发立体和深邃 侧面更是晃入上帝精雕细刻的一件艺术品 线条完美流畅 好看倒不行 不自觉地高小潇就想起了一句话 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 眼前的这一幕显然也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 高小潇正弯着唇角微笑的时候 原本坐在那儿看着手机屏幕的男人 突然转过头来 沉静内敛的眸子透出了一股子戏削 语气清潮 傻笑什么呢 高小潇立刻把嘴角放下来 然后平躺身子 先从被子里伸出手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之后 撑着身子就坐起来 韩真已经抬脚走过来 坐在床边 大手在他腰后轻轻拖了一下 便把他像抱小孩一样地 抱到自己腿上坐下 嘴唇被他亲了又亲 很是珍视 浅长遮掷 高小潇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有一点撒娇的语气说道 我肚子饿了 中午吃得不多 现在他就觉得一觉醒来 肚子里空到不行 嘴巴还特别地馋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三个月已经过了的关系 想吃什么 我打电话下去 让厨房坐 韩真一边说一边微微低头 他鼻尖在他脸上轻轻地蹭着 然后又贴到他温热的颈尖 一下又一下地袖着 高小潇想了想说道 突然特别想吃烤串 因为刚刚醒来 他的嗓子还带着点沙哑 可是那种刻意放软的语气 就有一种独特的勾人味道 韩真本来听到烤串这两个字 多少有点头疼 可又禁不住他那软绵绵的声音 只好继续哄小孩一样地说 你现在怀孕了 烤串这种东西是不能吃的 对孕妇不好 高小潇鼓起了嘴 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吃 不过就是一觉醒来 嘴里弹倒不行 想到常欢言前两天还跟他说 郁存玉给他买烤串的事情 鬼使神差的他也就想吃了 怎么不开心啊 韩真现在真的是见不得他受委屈 只要他眉头一蹴 韩真的心就宁起来 高小潇摇摇头 不能吃就不吃了吧 韩真低头看着他委屈的样子 因为半垂着眼睛 使得他的睫毛显得特别的浓密鲜长 再加上刚睡醒白里透红的小脸 微微嘟起了嘴唇 头发也有些乱蓬蓬的 整个脸看上去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年纪特别小 模样也特别可怜 韩真轻叹口气 真的那么想吃吗 偶然吃一顿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不是说孕妇要保持心情愉悦吗 他一边问 心里面开始思索 高小潇抬起了眼皮子 看了看他 然后使劲点点头 想吃 那我现在出去给你买 真的吗 高小潇一听到这话 双眼便立刻亮了起来 整张脸几乎都放亮了 见他点头 松开他就从床边站起来 他高兴地眯眯眼睛就笑着说道 谢谢老公 老公辛苦了 慢点开车哈 我不急 韩真无奈地摇摇头 过去拿起钱包车钥匙什么的 就往外面走 高小潇开心地又躺回到床上 觉得自己真是太幸福了 想了想 他忍不住借开被子起身 去旁边茶几拿起手机 然后又回到床上躺着 打开微信群发了条消息 欢言 阿贞也去给我买烤串了 常欢言说道 真的吗 哎 不错不错 如此可教也 宋削手说道 什么烤串啊 你现在是孕妇 不能吃烤串 高小潇眨眨眼睛弱弱地发了一跳 欢言说 大哥给他买烤串 结果我也想吃了 偶尔吃一次 没关系的吧 宋削手一连发了好几个愤怒的表情 你们一个个的真是不让人省心 烤串这种东西本身就得少吃 尤其是怀孕中的女人 万一你的孩子将来身体不好咋办啊 会这么严重吗 我第一次怀小白的时候 因为什么也不懂 而且生活条件不好 可以说是在糊弄中 就把孩子生下来的 结果小白不但聪明伶俐 还长得漂亮 怎么现在第二胎 就突然开始这么浇灌了 偶尔馋了吃吃也没关系的嘛 我就扯了 可能是看到宋削手说得那么严重 长欢言立刻说道 宋削手说道 两个傻闷啊 我告诉你们啊 将来啊 我可是要当孩子干爹的 所以啊 现在必须听我的话 不准吃任何煎炸烤的东西 听到没啊 高小小窘的发了个炸雷的表情 然后就不说话 退出了 我是少奶奶拳后 看到八面埋伏群 不知什么时候 又多了好几条未读的信息 她一个手键就点进去 只看韩真在里面说 快 谁知道哪有 卖干净一些的烤串啊 燕男生回道 哟 韩大寿这是改口味 吃起路边摊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六百八十一集 八面埋伏群里 韩真说道 是萧萧想吃 快说 哪儿的比较干净卫生 要有营业执照的那种 确保没有低沟油的 陆自衡说道 欺奴 燕男生说道 哈哈哈哈 这个词好 封尘安说道 简直是精妙啊 陆三 你这是形容你自己的吧 陆自衡说道 韩真也是呵呵两下 高小小看着群里的对话 只觉得迥到不行 真是的 买就买 干嘛还要在群里头问呢 搞得我跟个女报君似的 居然指使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出去给我买烤串 还要求的那么挑剔 还好玉玉婷很快发了一个店铺的地址 高小小才觉得尴尬缓和了一些 谁知道 她刚要点退出的时候 就看到玉玉婷又补发了一条 这上一次 大哥也跑出来 给大嫂买烤串来着 该不会萧萧妹妹 和大嫂是互相说好的吧 燕男生说道 为了考验自己的老公 封尘安说道 这女人心哪 真是海里珍哪 高小小此刻非常庆幸 常欢言不在这群里 几身敲门声 高小小忙抬起头来 妈 小小儿 啊 醒了是吧 钟余红笑着走了进来 刚才 她在楼下看到韩真匆匆出去 说什么给媳妇买吃的 她这才抽空 上来一下 小小儿 她走过来 慈眉善目地问 妈问你 刚才你把事情 都跟阿珍讲过了没有啊 高小小点了一下头 嗯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 那就好 钟余红笑了笑 壮丝不经意地又说道 对了 你让阿珍给你买什么吗 嗯 高小小的脸上尴尬 伸手摸了摸头发 含糊其词地说道 嗯 我让她给我买点吃的 是不是天天吃没味儿的 突然嘴馋了 钟余红笑着问 高小小一听这话 忙开口解释 妈 你做的菜都挺好吃的 我也喜欢吃 就是 突然 她自从怀孕之后 虽然有联谊和庸人 负责准备一日三餐 但是钟余红 也经常亲自下厨 给她做各种的补汤 她知道 这是老人家重视 她肚子里的孩子 没事 妈是过来人 可以理解 怀孕的时候呢 天天吃口味淡的 时间长了 是有些嘴馋 没关系 外面的东西 偶尔吃一点也没事 说完 钟余红起身 厨房给你熬了乌鸡汤 待会儿记得下来喝啊 谢谢妈 又吩咐了几句之后 钟余红终于走了 高小霄重新地躺回床上 一边摸着自己 依稀平坦的小腹 一边脑子里面东想西想 不禁又想到了 冷玉秋的事情 韩真跟她说 冷玉秋已经被送到了国外去 却没有告诉她 其中的原因 高小霄拿起了手机 从通讯录里 找出了冷视君的号码 立刻又拨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了 冷视君俨然已经知道了 这是她的电话 开口就问 小霄 找我什么事 我能问你一件事情吗 高小霄说道 你说 冷玉秋 为什么会出国 她是什么时候出国的 电话那头瞬间 陷入到了沉默 她被送出国 高小霄微微地皱眉 是不是因为 阿珍的关系 冷视君却是 答非所问地说道 小霄 总之你可以放心的是 玉秋她不会再回国了 关于照片的事情 我上午也打电话问过她了 没错 那张照片 是她从我这里偷走的 我也没想到 她会做出这样的事 沉默了一会儿 她又说 对于阿珍 玉秋她也只是单相思而已 冷这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你放心 她自己会慢慢想通的 冷视君最终什么也不肯说 高小霄也没办法 只好挂断电话 至于 冷玉秋到底会不会想通 她不知道 她只能在心中希望会这样吧 又看了一会儿手机 房间的门再度被人打开 高小霄抬起头来 就看到 韩真手里握着一大把烤签 烤串被塑料袋包了起来 随着她走近 一股浓郁带着 孜然味道的烤串香味 便立刻扑入耳鼻了 高小霄两眼一亮 揭开被子 快步地走到沙发前坐下 又抄了好几张面纸 放在茶几上铺好 韩真看着她激动的样子笑了笑 将串放了上去 长纸优雅地将火节打开 一边说 这家店玉婷介绍给我的 我看了一下 肉串板筋挺干净的 所以我就买了两种 你只能吃两串啊 剩下的都给我 只能吃两串 高小霄皱眉 那你买这么多做什么 让你闻闻 解解馋啊 韩真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过能吃就已经不错了 高小霄拿起了一串肉串 放在嘴里 讨好的站起了身 在韩真的脸上亲了一下 谢谢老公 你辛苦了 韩真挑了挑眉 似乎很受用 顺势将她的手 掐在了她腰上 再次申鸣 只能吃两串啊 好 高小霄快速地答应 刚吃一口 韩真唠叨的声音又响起来 还有 这次吃过之后 下一次不能再含着吃了啊 高小霄 看她担心的样子 一边享受美味 一边点头 唉 我呀 也是为你好 韩真说着 拿起纸巾擦擦她的嘴 虽然这家有银日执照 但是他们的卫生 不太干净 刷子都脏得不行 还有 那上面放了很多的调料 这些东西吃到身子里面 对身体不好的 高小霄 高小霄眼里这会儿只有烤串了 一边吃一边敷衍地嗡着 唉 对了 刚才妈是不是上来了 韩真又问 高小霄一边吃一边点头 来不及说话 立马又拿起了第二串肉串 韩真的视线 一直紧随着她手里的肉串在动 嘴里还不停地说 妈也是关心你 你之前怀小白的时候 家里人都不知道 虽然小白现在健健康康的 但是她总觉得 如果你怀孕的时候 应该照顾好一些 终归还是对孩子好的 所以你也别嫌弃她啰嗦 高小霄第一次发现 韩真是挺啰嗦的 她吃了两串 她就说了两串的时间 迅速地把手里第二串肉串 解决掉之后 高小霄伸手又要拿板筋 不能吃了 韩真立刻拨开她的手 嗯 本集拨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十二集 高小霄惊讶地看着她 我才吃了两串肉串 你不是说可以吃两串的吗 我还没吃板筋呢 我说了一共只能吃两串 韩真说着就拿起了板筋塞在了自己嘴里 那你怎么不说清楚啊 我以为每样可以吃两串呢 高小霄控诉道 早知道我就吃一个肉串 再吃一个板筋了 看着被她抓在手里的板筋 高小霄悔不当初啊 听话嘛 我这也是为你好 姐姐餐行了 这种东西吃太多 对咱们女儿不好 韩真说着好像是怕被她抢了一样 她简直是狼吞虎咽地在吃 干净整洁的白衬衣 挺拔修长的个头 一身金贵气场强大 此刻却是吃串吃得这么接底气 高小霄不禁怀疑 刚才她这副样子去买烤串的时候 旁边等待的人会不会都拿有色眼镜去看她呢 高小霄便想笑 一个不留神 烤串被韩真风卷残云地全部吃光了 漂亮而骨节分明的长纸 将竹签和塑料袋什么的全部扔到垃圾桶里 韩真倾咳一声 嗯 哎呀 真是猴的光 接下来 韩老太太齐开得胜地回到家里 虽然在剧组拍了半天戏 又在郁家折腾了老半天 这会儿因为高兴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反而刚坐下就气势如虹地喊起 阿真和萧萧他们人哪 赶紧的 我有事情和他们说 妈 他们在楼上呢 什么事啊 钟于红过来问 韩老太太笑眯眯地说 这不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吗 刚才呀 我在郁家和惠营聊过了 是时候给萧萧改回郁星了 我就想问问他们俩的意见 这名字是直接改回郁萧好呢 还是叫郁小萧比较好 钟于红点头赞同 妈 我先跟你说个别的事情 什么事啊 韩老太太端起了面前的花茶 喝了一口舒服地叹口气 钟于红皱下眉头 一字一句地开口说道 妈 萧萧她 已经知道知秋和世军 有过一次婚姻的事情了 啊 韩老太太就是已经 差点没握住手里的茶杯 匆忙将茶杯放回去 看着钟于红问 她是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她的 是知秋还是 都不是 钟于红一脸地凝重 我猜可能是冷玉秋 她不是前不久被送去英国了吗 谁知道她竟然偷偷拿了 冷世军的照片 然后从英国寄给了萧萧 照片上的人就是知秋 背面还有冷世军写的字 这个冷玉秋 韩老太太脾气上来了 一拍桌子气呼呼地说道 她怎么都出国了 还能搞出这么多事情 其实啊 最开始的时候 韩老太太刚知道这件事情 也是有一些不能接受 但是现在她转念一想 当初要不是因为玉老爷子 伪造了那份DNA鉴定报告 高知秋何至于把萧萧一个人丢在重城 又何至于那么匆忙地跟着冷世军出国呢 如果当初玉家人成见不是那么的深 肯放下姿态接受高知秋的话 玉锦川和高知秋也不用七拐八拐 遭那么多的罪 萧萧更不至于吃那么多年的苦 现在目已成舟了 韩老太太便想通了 自家孙子和萧萧的感情这么好 小白也五岁了 萧萧现在还回来二胎 她再计较 再纠结 都没什么用 况且这些事情早已是过去式了 真的说起来 冷世军和韩敏之也离婚了 两家人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韩老太太虽然平日离小孩天性 但是大事她一点也不糊涂 她现在唯一想法就是 一家人能够团圆就好 外边再风言风语都不算什么 现在的社会 谁家背后没有一两则不好的传闻呢 可是她已经出国了呀 怎么说她也是个女孩子 终于红有一些为难 那就让她一辈子都别回来 韩老太太直接说道 终于红脸上一致 妈 你的意思是 既然她能做出这种事情 肯定就是对阿珍还没有死心 知不定啊 想着把这事给揪出来 好让我们老韩家蒙羞 也让萧萧觉得对不起我们家 她才能有机可趁 她倒是想得美 我们老韩家可不是吃素的 你记着 回头就让郑明找点人 去英国找她 最好是把她看着 一辈子都不准她再回来 韩老太太平日里吃摘念佛 富有善心 可当下说出这种话来 可见她真的是被气坏了 终于红看着韩老太太气愤的表情叹口气 其实前一阵子我还挺同情她的 尤其是听到世君说她自杀的消息 我这心里头特别的不安呢 还接二连做了好几天的噩梦 生怕阿珍真的欠下一条人命 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 话还没有说完 韩老太太突然伸出手使劲地 在她胳膊上推了一下 终于红讶异地看看婆婆 却见她表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慈眉善目地看着自己身后 小白 睡醒了是不是啊 终于红忙转过头去 果然玩具房门口 高小白穿着一身连体白色小熊睡衣 正眯缝着眼睛看着他们 也不知道在哪儿到底站了多久 见两个人都回头看着自己 高小白微微地弯起小嘴 可能是因为刚刚睡醒 小肉脸上呆萌萌的 说话声音也是耐声耐气 奶奶 爱奶奶 自从韩正明给玩具房里 设了一张儿童床之后 高小白就经常在一楼睡午觉了 这会儿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们声音太大 把他吵醒 总之韩老太太说话的时候 还挺虚心的 生怕小家伙听到一些 不该听的话 但是见高小白脸上 特别天真无邪的样子 他又放下了心 等高小白走到跟前 搂着小家伙软软的身子就问 小白 肚子饿不饿 高小白眨眨眼睛 张开小嘴 打了个秀气的哈欠 小白饿了 好 那让奶奶去给你盛一碗汤喝 待会儿等爸爸妈妈下来 再一起吃饭好不好 韩老太太哄道 好 终于哄笑着起身走到厨房 高小白在韩老太太怀里窝了窝 突然张开小嘴说 奶奶奶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问吧 韩老太太笑咪咪地 看着怀里的小孩子 对这个虫孙子真是越看越喜欢 感觉天下就没有长得比他们家孙子还可爱的小孩了 太奶奶 你们刚才在谈什么呢 小白都被你们吵醒了 高小白歪着小脑袋可爱地说道 韩老太太就是一愣随即笑着说 没什么 我们正商量啊 给你妈妈改名字的事情呢 啊 改名字 高小白笑嘻嘻地点下头 韩老太太摸了摸她的小脑袋也笑了笑 钟余红很快就将汤碗端了出来 高小白不慌不忙地从沙发上挪了下来 跟着奶奶走进了餐厅 只是当钟余红一转身离开之后 她把小勺子放在碗里 纠结的小眉毛便皱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六百八十三集 高小白想着 原来外婆曾经和大姑父结过婚 妈咪现在又和爸爸结了婚 那我以后见到姨妈的时候 是叫姨妈还是叫姐姐 也不对啊 大姑父好像已经和大姑姑离婚了 那还是得叫姨妈 另外一边 于锦川在接到玉老太太的电话之后 激动地立刻给高小小回了电话 高小小正在浴室里洗脸 电话是韩真接的 等她洗完脸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韩真表情有些怪怪的 怎么了 刚才是谁的电话 她问道 她问道 爸打过来的 先确定一下名字 爸那边就帮你入一家的户籍了 办身份证 然后我们再去民政局重新办理结婚证 高小小小瞎瞠目心舌地看着她 那时间来不来得及啊 来得及 认识人的话两天就可以办完了 就是比较麻烦 说着 韩真伤身手搂住她 欲弃无奈 这次结婚没多久又要离婚 媳妇儿 你说我容易吗 高小小有点失笑 是啊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不折腾了 她还记得当时去民政局办理离婚之时 又结婚的时候 工作人员对他们两个人的闪离又闪婚 那是匪夷所思的 现在又得来这么一次 连她自己都觉得好笑 你还笑 韩真看着她危险的眯眯眼睛 怀孕之后 高小小基本上每天都早晚用温水洗脸 擦干之后不怎么擦护肤品 可是脸上的皮肤还是好到不行 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那种黄脸婆 这种超近距离来看 非但没有什么毛孔 还清秀中透着细腻 白皙中透着健康红韵 一眼看去确实比以前状态还要好 韩真的心中就是一阵的悸动啊 她将唇贴上去 只觉得就像碰在了剥了壳的鸡蛋上 白嫩嫩的细滑柔软 她的动作特别温柔 一下一下地亲吻着 流连浅泉 高小潇被她亲的脸都要红了 眼角瞥了一眼时钟 忙伸手把她推开 别亲了 下楼去吧 我肚子饿了 刚才那么小的两串肉串她根本没吃饱 可是谁知 我也饿了 韩真说着忍不住再次揉了一下她的腰 贴向自己慢慢地磨蹭 刚才都没怎么过瘾 你老公现在还憋着火呢 高小潇用双手推带她的火热胸膛之上笑声说道 那怎么办呢 韩真一双眼睛热腾腾地看着她嘴中 用力地把她的嘴巴吸一下低唇 嗓音说道 让你以后再撩我 我什么时候撩你了 正如韩真所说 郁家利用关系将这件事情办得极为神速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郁锦川便给她再度来了电话 让她有空去一趟郁家 拿户籍资料和身份证 赶紧把结婚证也改回来 因为隔天上午 刚好是高小潇去医院约产检的日子 和郁锦川商量好后 便决定产检完过后去医家吃饭 下午再直接拿着东西去民政局 上午九点四十分 一辆黑色缆胜缓缓地开进了军区大院 院子里都是一家一户的格局 然而现在每家每户外边的路边上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拉上了一次性的户篮 好像停车位一样 地面上还标着不同的数字 时光谱看了看 却没有多想 等车开进了御家大院之后 顾向北将车停好 一边提着银洋品 一边小心翼翼地扶着时光谱进了别墅 表小姐和表姑爷来了 五嫂热情地接了上来 拿出拖鞋放在时光谱的脚前 时光谱在顾向北的搀扶下 一边换鞋一边打量着客厅 五嫂 外婆她不在家吗 哦 老夫人带大少奶奶去串门了 一会儿就会回来了 五嫂笑着说道 时光谱猝眉 那其他人呢 这才不到十点钟 怎么家里面空空荡荡的 五嫂愣了愣 忙一五一时地说 哦 先生和夫人去派发结婚请天了 二少爷和二少奶奶在楼上呢 哦 时光谱淡淡地应了一声 关于韩真和高小小补办婚礼的事情 她也知道 只不过因为家里最近都忙着还债的事 玉璽园也很少过来走动 要不是今天送东西过来 她都快忘了过几天就是婚礼的日子 她挥挥手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那我坐着等外婆就是了 你忙你的去吧 好的表小姐 等五嫂离开之后 顾向北也挂好了外套和包 回来了 时间不早了 我要赶紧过去了 嗯 时光谱点头 待会儿少喝点酒 完事了就过来接我 好 顾向北笑了笑转身离去 时光谱慢慢地 过去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自己拿起了遥控器 将电视打开 客厅里面安安静静地 出了电视机的声音 再也没别的了 时光谱看了一会儿 玉老太太还没有回来 她有一些不耐烦地皱起了眉 刚要开口喊五嫂 眼角撇到了茶几下面 扶台上放着一个文件袋 因为茶几十玻璃的 扶台上除了文件袋 就没别的东西了 时光谱的视线盯上去就挪不开了 尤其是袋子上面 还清晰地印着派出所的字迹 女人的第六感让她莫名兴奋 迟一片刻之后 鬼使神差地低下头伸手 就将那文件袋给拿了出来 拆开 里面放着郁家的户口本 还有其他的资料 她全部都倒在了茶几上 一一翻阅 脸上的表情也慢慢紧绷起来 看着户口本上的 崭新一页的名字 不知道因为是气氛还是什么 她手都忍不住抖起来 哼 现在是把名字改了 户籍也入 就连身份证都给办好 简直是神速 她心里冷笑一声 将东西重新慢慢装回去 突然有人说话 声音游远极尽传来 时光谱的眼神一动 迅速将那张身份证 塞进了衣服口袋里 将文件袋盒上 放回原位 门口玉老太太拄着拐杖 笑眯眯地和长欢炎 一起走进来 待看到时光谱 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时候 她多少显得有些惊讶 哎呀 光谱 你怎么来了 时光谱若无其事地 站起身来对长欢炎点头 便看着玉老太太说 外婆我来看你的呀 你的腿现在已经没事了是吧 是啊 已经能下地走路了 玉老太太说完 看着眼前 久未见面的外孙女 关心地说道 怎么样光谱 你的身体都还好吧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这么看过去 时光谱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大起来了 它和长欢炎的运气差不多 可是肚子却看着比长欢炎那双胞胎还要大 人也比以前胖了些 原本尖尖地下巴这会儿圆润了起来 加上脸上带着笑容 使得它气质温和了许多 不如以往那般却有攻击性 挺好的 医生说孩子发育得很好 时光谱说着便主动去扶玉老太太的胳膊 外婆坐下来再说吧 她的举动让玉老太太暖心了许多 边坐下 边看着客厅 对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呀 向北人呢 啊 她今天中午有个公司产品的发布会 等结束了就会来接我了 时光谱解释道 那刚好 待会儿萧萧和阿珍也要过来 你应该知道的吧 他们下周六呀就要举行婚礼了 这不 玉老太太说着伸手指了指外边 你刚才过来看到外面的停车场没有啊 那些都是我让冬城弄的 免得婚礼当天来宾的车放不下 刚才我就带着欢言去挨家挨户送喜堂呢 顺便也发了下喜帖 时光谱却是眼睛猛眨两下 夜宵待会儿要过来 她的眼睛不自觉地看向了茶几下面的文件袋 迅速移开后 将手插进了口袋里 触到了身份证硬硬的表面 突如其来的慌张让她有一些坐立不安 以至于根本没听清楚 玉老太太到底在说些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之后 她突然起身 外婆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得去银行一趟 常欢言略为惊讶地看着她 玉老太太更是一头雾水 去银行做什么呀 而且向北也不在呀 没关系 我自己打车过去就行了 时光谱说着 已经走去了衣架旁 拿自己的外套和包了 那也不行 你现在怀孕了 万一要是发生意外 可说不准 这样吧 我让司机开车送你 说着 玉老太太就喊了五嫂 让她打电话给司机 时光谱没有拒绝 拿着自己的东西 忐忑不安地就离开了 等车离开军区大院的时候 她从口袋里 慢慢地摸出那张身份证 嘴角也勾了起来 虽然她也知道 这样做很是幼稚 但是那一瞬间 她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 就让叶小 你小小地着急一会儿吧 哪能什么事情 都让你那么顺 市区某大厦 一层宴会厅内 故事企业 夏季新品的发布会 成功地落下了帷幕 发布会后 主办方准备了 西式的自助餐 水晶灯下 整洁的长桌台布 上面摆着各种饮品和餐点 空气中更是弥漫着 淡淡的酒香和食物的香气 齐木瑶穿着一件 鹅黄色的漏肩小礼服 走进场内 乌黑柔亮的头发 婉成了一个俏丽的发际 并肩佩戴着钻石头饰 趁着她一对大眼睛 星光熠熠 樱桃红 勾勒精巧 匆匆一撇 她就看到了 人群中一抹熟悉的身影 她红唇一勾 也顾不上身边的助理 抬脚 便迅速地走过去 顾向北正和一堆老总 在一起谈事情 这阵子 因为和齐力集团的合作 外界对故事企业的发展 都普遍看好 更有不少慕名而来求合作的 正在侃侃而谈的 她这个时候 向北 一道娇俏的女生传来 同时也伴着 一阵乡风徐徐袭来 顾向北的胳膊 被一双柔软的小手给挽住 齐木瑶抬起头来 舔笑着看着她 原来你在这儿呀 怎么没和我说一声呢 周围的几个老总见状 心照不宣地互相对视 皆是纷纷照借口离开 服务员经过时 顾向北顺势 抬起她抱着胳膊去拿酒 不露痕迹地脱离了她的控制 齐木瑶的眼神动了动 虽是不满 但也将手放了下去 伸手从服务员手上 也接过了一杯红酒 便说道 怎么 光扑没有一起过来吗 她怀孕了 不太方便 顾向北淡淡说道 嗯 齐木瑶点下头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上次看她 好像都怀孕四个月了 却怎么还不嫌怀呢 顾向北端起了酒杯 喝了一口 齐小姐 今天一个人过来的 项北 你怎么还叫我齐小姐啊 齐木瑶咳咳咳嘴 韵铁的黑色西装 趁着她身材修长挺拔 她发现自己明明穿着七寸的高跟鞋 却也只能到她的肩头位置 面容沉俊 手指修长 她光是站在那儿 修长的手指优雅地握着高脚杯 无须开口就已经是宴会里最惹人注目的一个存在了 虽然此刻在她的脸上 很明显带着一层巨人鱼千里之外的疏离感 但是在齐木瑶的眼睛里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觉得这样的男子 才会让女人有征服欲 齐木瑶目光浅全和她对视几秒 随即 似是有一些害羞的低下头 细声说道 向北 过几天呢 我们合作的新项目就要在C市启动了 到时候 可能需要合作方都过去一趟 你方便吗 月底 具体是什么时候 顾向北淡淡开口 齐木瑶则是勉了一下唇说道 二十三号 也就是后天 可能得去个五天左右吧 加上后面两天周末的时间 刚好是一周左右吧 这么久 顾向北微微的脸眉 她的嗓音低唇性感 属于比较有此性的那种 齐木瑶听着 更觉得如暮春风 嘴角也不自觉地勾了起来 我知道二十八号那天 是韩家和郁家的婚礼 爸妈他们早就接到了西铁 两个大家族联姻 他们肯定得过去的 大嫂肚子要临盆 大哥又走不开 所以只能让我去C市 代表公司参加了 你呢 我记得韩大嫂 好像还是光蒲的表妹吧 是不是你也必须要过去啊 表妹 顾向北的嘴角 慢慢地勾勒出一抹苦笑 随即说道 没关系 我可以去C市 公司要紧 齐木瑶的脸上顿时焦笑更浓了 那你待会儿回去的时候 记得和光蒲好好说 为了项目 可能要让他稍微孤单几天了 干杯 顾向北用杯子和他轻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产检过后 韩真便开着车载着高小霄 来到军区大院 可是谁之一进门 就听到玉老太太欢天喜地的声音 哎呀 都客气什么呀 不用随理 到时候直接去金圣就行了 都是街坊邻居的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高高兴兴地就行了 眼瞅着高小霄和韩真来 老太太立刻声音更大了 我的孙女和孙女婿来了 小霄儿 阿震 快过来见见你李爷爷 周爷爷和胡阿姨 高小霄眨了眨眼 挂上笑容和韩真走了过去 礼貌地一一开始叫人 那几个老人都是大院里来做客的 高小霄以前都见过 除了那个叫胡阿姨的 应该是第一次来家里 她上上下下对着高小霄打量一番 嘴里嘖嘖又声 哎呀 玉姨啊 你这个孙女 真的跟景川很像呢 没雨间就有股英气 嗯 不错不错 说句实话 她自认为自己和玉锦川长得并不像 如果单论外表的话 可能更像高知秋一些 那可不 不然怎么都说 女儿随父亲呢 玉老太太却是高兴到不行 笑得两只眼睛都快眯成缝了 那几个人又坐着聊了一会儿 眼看时间到了中午 美人便拿了洗铁和洗糖离开 口中都答应婚礼的时候 一定都过去凑凑热闹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685集 韩真扶着高小潇在沙发上坐下 玉老太太便说 啊 资料什么的都在那个袋子里 阿贞 你都拿过去就是了 下午把结婚证什么的都给办好 回头签户口的事情就不用那么着急了 好的 韩真伸手 把茶几下面的文件带拿了出来 高小潇坐在她的身边 都看到了户口本里属于自己的那一页 尤其是上面清晰地印着妇女两个字 让她的心头一时有百感交集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 她觉得自己经历了时间最最复杂 也最反转的种种遭遇 开心的糟心的 还好现在一切回归于平静 我也已经跟景川说好了 婚礼的前一天 按照习俗 新娘子得住娘家 到时候 小小就住二楼的房间就可以了 之前那 景川早就帮你准备好了 玉老太太又笑着说道 好的奶奶 高小潇点了头 也没有在意什么 玉老太太看着坐在那儿 眉眼干净的孙女 又想到几天后的婚礼 心里特别开心 还想到开口要再说什么 却突然听到韩真说 奶奶 这里面怎么没有 悄悄的新身份证啊 玉老太太眨眨眼睛 不会呀 这是景川的部下昨天亲自给送过来的 说东西都在里面了呀 你再仔细找找 韩真 微微醋眉 又翻阅了一遍 没有啊 高小潇在一旁也一张一张仔细地翻招 确实没有身份证 怎么会这样 老太太着急了 起身就过来 将文件袋里的东西都倒在了茶几上 一件一件的茶 最后巴掌一拍说道 哎呀 是不是景川忘记弄了呀 这个孩子真是不靠谱 你们先别急啊 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韩真点了下头 看着玉老太太拿起手机 拨打了玉景川的电话号码 喂景川啊 你托人送过来的材料里面 怎么没有肖肖的身份证啊 没身份证的话 他们怎么去办结婚证啊 这里面真的没有身份证 其他东西倒是在的 你是不是给弄忘记了 高小潇微微醋眉看着玉老太太 虽然觉得玉景川的性格 是不可能犯这种小差错的 可是 我骗你做什么呀 阿珍和潇潇都在这儿呢 我们三个人都找了一遍啊 他们是要拿这东西 去民政局办事来的 现在怎么办呀 可是玉景川那边始终不信 玉老太太干脆 直接把手机递到韩真面前 阿珍 你跟景川说 他竟然不相信我 韩真只好接过手机 又把话说了一遍 结果玉景川在那头说道 我昨天亲眼看过资料 确保无误 才让我的部下送去家里的 你们再仔细找找 或者问问家里的佣人 是不是谁没有注意 给拿走了 韩真无奈地抿着博唇 那行吧 我再问问 将手机送回去 韩真直接开口 奶奶 爸说里面的资料 他都是看过的 什么都不缺 只是那文件袋 放得这么明显的地方 是不是被谁拿走了 他虽然还客气有理 但是语气听起来并不好 一息 有指责的意味 玉老太太当然也听得出来 一脸着急地说道 不可能呀 我 我这不是想着你们今天就会过来吗 所以昨天晚上才给放在这茶几下面的 我也跟家里人说过了 谁会没事动这东西呀 见韩真表情始终凝重 玉老太太冤枉又说道 真的没人拿 刚才那几个老头老太太过来 也就坐这儿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我都亲眼看着呢 那现在没有身份证 我们怎么去民众局登记啊 韩真这话直接就带了不满的情绪了 玉老太太被她这么一腔直接语塞 高小潇看着玉老太太吃瘪的样子 也知道韩真是真的心里着急 她自己感觉还好 不过就是结婚证上的名字换来换去而已 可她更是知道 韩真对这种事情很忌讳的 毕竟来回要改两次 她总觉得这样预示着不好 明明对任何事情都是稳操胜券 淡定把握的样子 偏偏在这种事情上有点近乎于迷信了 不过此刻 看玉老太太一脸尴尬的样子 她只能拉拉她的胳膊说 身份证明天让爸再补办一张不就好了 你先别急 韩真听到这话划着眼珠子 用眼尾拟了她一眼 感觉好像是在说还能不能长点心了 玉老太太眉头就是紧皱 奇怪 明明东西都放在这里的 不可能有人动过啊 家里的人都对婚事乐见其成 谁会做这种作作剧呀 而且这两天也没人 突然脑子里一阵电光火石划过 玉老太太双手不自觉地钻进 但是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 光普她没事拿这东西干嘛呀 她张张嘴突然又忍住了 改口说道 是啊 也只能这样啊 阿朕 萧小 你们先别急啊 最多只要一天 明天 锦川肯定就会办好了 高小萧乖巧点头 没关系奶奶 我们不急的 韩真眼睛一横 语气清潮 你真的不急吗 高小萧囧得 只好使劲地拉她胳膊 用眼睛给她使眼色 韩真冷哼一声 骄傲地抬起下巴 玉老太太尴尬地 小萧只好说道 不早了 你们一定饿了吧 五嫂 准备开饭了 去楼上把欢颜和夏夏 都喊下来吃饭吧 哎 好的老夫人 席间 韩敏夏不明所以 一边吃黑一边开玩笑地说 大哥 小嫂子 你们这是第几次闪魂又闪驴了 照你们这速度 我看啊 都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吧 韩真心情不好 冷眼你她一眼不说话 啊 我说错话了吗 韩敏夏弱弱地看向高小萧 后者呢 在她的求助下 只好呵呵一笑 啊 放心吧 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 韩真立马 微微地眯眼看向她 虽然没说什么 但也看得出 她心情很不好 如果韩敏夏此刻 还看不出韩真是不高兴的 那她也太傻了点 她也不再敢乱说话了 低头猛吃菜 唉 大哥真是的 性格阴阳怪气的 估计啊 也只有小嫂子 能受得了你了 承欢眼也觉得 气氛有些怪怪的 她不过是回楼上一趟 但是玉老太太脸上 那种喜上眉梢的 高兴劲已经没了 再看韩真 简直就差点 把我不爽三个字 刻在脸上 她眨了眨眼睛 算了 还是回头再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唯一丝毫不受影响的 可能就是玉成眼了 她事无巨细地 帮着韩敏夏拨虾 挑鱼刺 盛汤 夹菜 完全是好男人的典范 一顿午饭 就这样安静有怪异地 吃完了 吃完饭过后 韩真立刻就提出告辞 玉老太太虽然有些不舍 但是因为心虚 也不敢多说什么挽留的话 等夫妻两个人双双离开 她爱声叹气地回屋 常欢颜回到楼上 立刻拿出手机 给高晓晓打电话 晓晓啊 你们不是要下午去办结婚证呢吗 怎么这么早回家去啊 高晓晓此时正坐在车上 听到这话 迅速地看了一眼 旁边表情严肃的韩真 开口说道 暂时办不了了 再等一天吧 常欢颜点头 怪不得韩真刚才吃饭的时候 心情不好 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吧 你们缺什么资料吗 她随口就问 身份证 高晓晓轻声说道 常欢颜就是一愣 身份证 这个怎么会没有呢 玉锦川可是部队首长 怎么都不像是能犯这种低级小错误的人了 我也不知道 爸说东西都是好好的 放在文件袋里的 什么都不缺 可是刚才我们看的时候 就是没有身份证 常欢颜皱起了眉头 会不会是被人给拿走了呀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奶奶说 没有人去家里 高晓晓说完又补了一句 没关系 好事多磨吧 也不唱 这一天两天的 常欢颜眉心却是瞬间紧皱了 她思寸了片刻 略显迟疑地开口 晓晓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必要告诉你一下 虽然我也不太能确定 什么事啊 今天早上我和奶奶从外边 串门回来的时候 家里边只有时光谱一个人在 她给我的感觉 挺奇怪的 本来说是要过来探望奶奶的 可是奶奶一说 你和韩正瑶过来的时候 她立刻就说有事 匆匆地就走了 所以 陈怀炎言 敏了一下 添又说道 我怀疑是不是她把你的身份证给偷走了 高晓晓在那头顿了一下 语气迟疑 不会吧 除了她今天上午就没别人来家里了 当然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你现在是郁家的亲孙女儿 她只是个外孙女儿 再加上你之前和顾向北有过一段感情 我想 会不会是她在无意中看到你 入郁家户籍的资料 所以就心里产生嫉妒了 想故意把身份证拿走好气气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常怀炎想了想又开口说 这样吧 晓晓 我建议你直接把事情告诉叔叔 让他直接去找时光谱问问 如果是真的 也可以借他的身份去警告一下 让他以后不要这么有事 没事在背地里搞小动作 简直是太不如流了 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以后还抬头不见低头见呢 高晓晓恩了一声 我知道了 怀炎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常怀炎笑了笑 不客气咱俩谁跟谁啊 那你就赶紧打电话给叔叔吧 说不定还能马上把身份证给要过来 你省得再跑去补办 这一来二去的多麻烦 好 高晓晓挂断手机之后 没有立刻给玉锦川打电话 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 思考着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 虽然他也觉得 偷身份证这种事情 多少显得有一些幼稚可笑 但是从常怀炎那话中的推测来说 他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去确定 这件事情就是时光谱干的 只是这些终归都是他的猜测 没有真评实据 就算是玉锦川真的去问了 时光谱也只能死不承认 那也只是没办法的事 最怕的就是万一 时光谱把身份证给偷偷销毁了 再来个反咬一口 说他存心诬陷和诽谤的话 高晓晓眉头瞬间尽中 这可不能怪高晓晓小人之心 确实是经过了几次交锋之后 对于时光谱这个人 他也长了记性 不得不多点留心 免得到时候得不偿失 反而会惹祸上身 媳妇 媳妇 突然旁边传来韩真低沉的声音 高晓晓回过神来 才发现车正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 韩真则是微微侧过头去 眼神带着某种探究 想什么呢 喊你几声都没反应 没想什么 高晓晓一脸若无其事 你叫我什么事啊 韩真望着他 双眼渐渐地眯了起来 刚才谁打电话过来 欢言 他问我身份证的事 韩真点下头没再说什么 绿灯亮起 他修长大手 搬下挡位 快速地将车开出去 回到了瑞园 韩老太太颇有一些意外地看着他俩 哟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结婚证都办好了吗 看了看时间 这才下午一点多呀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现在还没有到明镇局上班的时间吧 韩真没有说话 向外套随手 往沙发上一扔 满脸的不高兴 怎么了阿真 发生什么事了 终于红也看出了不对劲 忙问 高晓晓看了韩真一眼 笑着安抚道 奶奶 妈 没事 我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还是明天再去明镇局 明天的日期比较好 显得竭力 是吗 那也行 反正还有几天才是婚礼呢 不急 韩老太太也没多想 笑咪咪地说道 韩真则是不冷不淡地看了他一眼 满脸都是嘲讽 高晓晓心里那个无语啊 感觉自己也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到了楼上 高晓晓便说要睡午觉 韩真的脸色稍缓 走到他身前 抬手慢条丝里地 给他戒着衬衫的扭扣 这个时候 他又恢复了昔日那种霹雳脾气的模样 嘴角 懒洋洋地勾起 一条眉 一个眼神都是风华无限 高晓晓看着他英俊的脸刚要开口 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韩真皱了下眉 低头掏出手机 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之后 便走到一旁去接听了 高晓晓也没多想 一边把衬衫解开 一边听他在那边说 如果生人不了的话 明天就换一个人过去 因为那略显严厉的声音 他转过头来 看了一眼男人修长挺拔的背影 黑色的西装裤 浅灰色的衬衫 袖子半晚露出一截 精瘦的小臂 那骨感好看的手 正握着手机 姿态竟然好看到不行 韩真没说几句话便挂了电话 过来后直接打开衣柜 从里面拿出一条棉质的睡裙 谁的电话 高晓晓忍不住开口问 啊 工作上的事 高晓晓傲嗷了一声 虽然他说得漫不经心 但是他却不尽相信 不过他也知道 以韩真的脾气 好像就算是天大的事 也不愿意让他知道 比如冷时君和高之秋那段婚事 比如冷玉秋去韩太骚扰他的事 工作忙的话 你就去公司吧 我就在家睡觉 哪也不去 高晓晓伸手将睡裙套在头上 一边说道 难不成你还要去哪儿啊 韩真立刻看了他一眼 没有啊 高晓晓笑得尴尬 我现在怀孕了 我能去哪儿啊 韩真挑了一下眉 在高晓晓的低头 要把他裙摆拉下去的时候 他大手突然往下 在他翘臀上捏了一下 不要脸 韩真一脸泰然地拿起车钥匙 我先去公司一趟 很快回来 好 高晓晓脸红点头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87集 等男人奇长的身影离开房间之后 他立刻过去 从包里掏出手机 给长欢妍发了一条微信消息 欢妍 能请你帮个忙吗 长欢妍几乎是秒回 嗯 你说 下午两点多钟 郁存玉被妻子的一则短信叫回家里 长欢妍的短信是这么说的 老公 我突然肚子好疼 你快回来 人家好害怕 匆匆回到家楼上 一打开卧室的门 就发现长欢妍穿着那件粉红色的小碎花睡裙 坐在沙发上 白皙的小脸笑得特别温柔 声音更是软软的 嗯 老公 你回来了 郁存玉 一双漆黑深沉的眼睛看着他 关上门后抬脚走过去 肚子还疼吗 嗯 不疼了 长欢妍立刻说道 郁存玉走到跟前 属于女人特有的那种心香 便扑面而来 她的脸上 依然波澜不惊 在沙发上坐下去的时候 却是直接顺手将她抱在腿上坐着 长欢妍只穿着一件睡裙 裙摆还稍短 被她这么一抱一蹭 两条白皙皙长的大腿 便立刻露了出来 灯光之下 迎白如玉 粉嫩可人 她有一些不自在地 伸手拉了拉裙板 感觉到屁股下面的大腿 有力的肌肉和力量感 她顿时吞吞口水才笑着说 刚才是孩子太动了 所以把我给吓到了 现在呢 郁存玉说着 大手直接抚摸着她的双腿 你手太凉了 长欢颜色缩了一下 郁存玉低声地笑了一下 大手在她细腻的皮肤上 慢慢地划过 男人略带粗利的指腹 使着她的肌肤 迅速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 长欢颜的心头就是一栋双腿 不自觉地站立起来 还有待她开口 那只大手已经更快地移到她 柔软的小腹上 怀孕期刚过五个月 此时她的肚子 微微地凸起一块小肉 摸上去的时候 软乎乎的手感特别好 郁存玉摸着摸着脸上的表情 便渐渐平缓下来 过了一会儿 她的手想要再往上摸时 却被长欢颜给拉住 你身上怎么这么臭啊 不行 你先去洗澡 郁存玉皱了一下眉 我今天一整天都待在办公室 长欢颜愣了愣 随即绝了绝嘴说道 不行 你先去洗澡 不然我不让你碰 郁存玉看着她难得撒娇的模样 眼色一深 随即点头 便将她抱在了一旁 起身脱掉外套车钥匙和手机都拿出来 放在茶几上 这才迈着长腿朝浴室走去 等浴室的门关上 长欢颜便迅速地伸手过去 拿去她的手机 紧张地划开屏幕 却发现四位数的开机密码 该死 长欢颜咬下唇 先是输入了郁存玉的生日不对 输入了她的生辰年份也不对 想了想 厚着脸皮输入到自己的 呃 也不对 我靠 长欢颜忍不住标出这句脏话 可没办法全都不对 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 御室的门 咣当一下被推开了 这么快 长欢颜一惊吓意识地 想把手机给放回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 手一滑手机竟然掉在了地上 虽然地板上铺着厚厚的长毛地毯 听不到任何声音 可是 怎么了 郁存玉低冷的声音无波响起 长欢颜弱弱地抬起头来 我 我 我没注意把你的手机弄掉地上了 她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浴巾 健硕胸膛 性感的人鱼线 还有那若隐若现的黑色毛发 长欢颜只要看一眼 脸红的就移开了视线 也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害怕 郁存玉走过来 弯腰捡起了手机 手指上按了几下 然后递给她 想看什么 随便看 高小霄并没有睡无觉 她躺在沙发上看了一出家庭伦理肥皂剧 直到常欢颜的微信终于发了过来 小霄 这是时光谱的手机号码 1681891817 好 高小霄将号码存下 然后直接就拨打过去 同时按下了面提键方便录音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 传来了时光谱略微冷淡的声音 喂 哪一位啊 是我 高小霄开口 电话那头很明显地顿了一下 似乎很意外她会打电话过去 随即时光谱吃得笑出了声 哟 哟 原来是玉大小姐啊 怎么 打电话找我有事 当然是有事才会找你 高小霄也笑了一下 直奔主题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去大院了 怎么 难道我不能过去吗 时光谱语气很冲 外婆的腿终于好 所以我这个外孙女 就去给她送点营养品 孝敬孝敬她老人家 难道 这你也有意见 没意见 你当然可以过去 我不过 就是想问你个事情 爸给我弄的户籍资料 你是不是都已经看过了 我的身份证 也是被你拿走的吧 什么户籍资料 什么身份证 我听不懂 时光谱立刻说道 我问过奶奶他们了 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去家里 当时也没有别人 也就是说 偷拿我身份证的人 只能是你 叶孝你不要欺人太甚 没错 我今天是去看外婆了 当时家里面 也的确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你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是我拿的 你有人证吗 还是有物证 或是有录像 如果都没有的话 就请你闭上嘴巴 不要血口喷人 否则 我可以告你诽谤 给你寄律师信的 时光谱异常地愤慨 他说道 这么说 真的不是你拿的 高小小的语气稍缓 还带上了一些怀疑 当然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你的什么户籍资料 再说了 我拿你的身份证做什么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 高小小叹口气 可是现在 唯一的嫌疑人 就只有你了 将来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那我也只能找你了 毕竟 身份证 这种东西很重要的 万一 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 拿走了 可以去做很多 不好的事情 对了 我听说 你们十家的公司 前不久 刚刚宣布破产了是吧 好像你们家 还欠了很多的债 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拿我的身份证 去办一些 违法乱计的事情呢 万一到时候 真的有高丽带什么的 追上门来 那我只能 让他们去找你了 话还没说完 时光浦的声音 就凶巴巴地打断他 叶香 你不用恐吓我 无凭无据的 你以为谁都会相信你吗 别人相不相信 我是不知道 但是爸 还有奶奶他们 肯定是会相信我的 更何况 还有我夫家这边 如果 我真的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的话 你觉得他们 是会相信你 还是会选择相信我呢 一个是亲女儿 一个 只不过是外甥女 你自己说 你能拿什么 跟我比信任 哼 终于说出自己内心的 真心话了是不是 时光浦冷笑 脱口而出说道 没错 你的身份证 的确是我拿的 而且已经被我 丢在垃圾桶里了 就算你让舅舅和外婆 他们来找我的话 找不到任何东西 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可以证明是我拿的 他们再相信 又有什么用 你真的把我的身份证 丢垃圾桶里了 高晓潇带着一次 惊讶地问 当然 那种破玩意 我留着有什么用 时光浦不屑一鼓地说着 好 我知道了 你好自为之吧 高晓潇说完 便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她一伸手 按下了一旁 录音笔的红色按钮 她自认为不是圣母 虽然现在 她是玉锦川的女儿 时光浦又是她表姐 都是一家人 以往她不计较 也不想撕破脸 为的就是 不想让玉家长辈们 在中间难做 可是现在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时光浦的所作所为 一次一次地还要过分 她如果再不做点什么 难保下次 可能会发生 更可怕的事情呢 嗯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 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实家的别墅 时光浦放下电话后 纷纷地扫落了梳妆台上所有的东西 因为怀孕 卧室里铺着厚厚的长矛地毯 各种瓶瓶罐罐摔下去 也没什么太大动静 她耳边绕来绕去 始终还是高晓晓刚才那得意又炫耀的话 如果我真的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话 你觉得他们是会相信你 还是会选择相信我呢 一个是亲女儿 一个只不过是外甥女 你自己说 你能拿什么跟我比信任 好一句 你能拿什么跟我比信任 果然是马上就要举办婚礼的人了 现在这说话的语气可真够狂的呀 这才是你最真实的嘴脸吧 在外婆 舅舅和韩家人的面前 表现得就像是一朵不染淤泥的白莲花 私底下 却不过就是个爱慕絮荣的女人罢了 现在更是嚣张跋扈 连我这个表姐都不放在眼底了 时光谱紧紧地咬着嘴唇 精致五官已经扭曲到不行 嘴里更是尝到了血腥的味道 突然一阵手机铃响了起来 他转过身去 抬脚走到茶几旁 拿起了手机看了一眼 便按下了接听键 向北 光谱 你是在哪 顾向北在电话那头问 时光谱愣了愣才说 我在家里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跟我说一声 不是说好了我去大院见你吗 顾向北的语气似乎是有些埋怨 听着他的埋怨 时光谱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 有一些撒娇意味地说道 我忘了吗 对了 你现在还在外婆家吗 在 那家里还有别人在吗 时光谱又问 没有 怎么了 顾向北的语气有一些起疑 没什么 时光谱安心地笑了笑 那你赶紧先回来吧 我在家里等你 好 先挂了 顾向北淡淡地说完便挂断电话 韩太集团 总裁办公室 烟波汇报完最近的项目进展情况之后 便小心翼翼地开口 韩总 您放心 伦敦那边我已经换了几个人在守着 保证这次不会再出任何的差错 韩真点了下头将笔记本一盒 还有别的事吗 有 烟波的表情突然有一些小心翼翼 还伸进了西服口袋掏出了手机 韩总 冷小姐让人录了一段录音 说是要让您亲自听一下 不必了 韩真 稍稍皱了皱眉头 修长的手指揉了揉太阳穴便起身说道 你只要负责让人看好它 其他的不用理会 是 韩总 烟波立刻又将手机塞回到口袋里 到了地下停车场 坐进车里 韩真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 便将车开出去 三十分钟之后 白色宾利在郁家大院门口停下来 他并没有开车进去 而是推开车门 静止抬腿走进大门 院子里 他碰到了正在那晒床单的吴嫂 吴嫂 男人声音低沉又富有雌性 吴嫂回头 有一些惊讶地看着身姿挺拔的韩真 他忙擦擦手迎过来 呀 姑爷您来了 老夫人正在屋里午休呢 那个 要不要我去楼上把二少爷叫下来 因为家里面今天只有郁成衍一个男丁在 他便想当然地说道 啊 不用 吴嫂 我有个事想要问你一下 哦 姑爷您请问吧 我想问的是 今天家里都来的是什么人啊 吴嫂眨眨眼睛 有一些拿不定她的意图 但还是一五一十地禀告 啊 上午的时候 表小姐来过了 坐了一会儿很快就走了 中午的时候 隔壁的 话还没说完 韩真便打断她 表小姐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吗 啊 是表姑爷送她来的 但是姑爷没进屋就走了 表小姐和老夫人说了会话 说是有急事要去银行一趟 所以老夫人就让我找司机送她离开了 哦 韩真挑了下眉 司机人现在在哪呢 哦 您是说老周是吗 我问问 吴嫂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对着那头说了几句话 便笑着说道 姑爷 老周现在正在车库里擦车呢 您看 好 我去找她 韩真说完 只留下了一个高大的挺拔背影 时光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颇为不耐烦地喊 谁啊 光谱 醒了没有 二哥和妈过来了 说想要见你 玉璽园的声音从外头传了过来 舅舅和外婆要见我 时光谱眨眨眼睛 知道了 赶紧起床收拾一下 都在楼下等你呢 快点啊 玉璽园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时光谱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 先是换了一身舒适的家居服 照镜子见气色不太好 又去浴室里洗了把脸 擦了点乳液 这才推门往下走 楼梯间安安静静地 时光谱心里奇怪 等转弯下去便看到客厅沙发上 除了玉璽川和玉劳太太 还坐着另外一个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人 时光谱的双手紧紧地钻住 没想到夜宵你这么不要理 明明一个小时前还在电话里哄自挖苦工 这会儿就和舅舅外婆一起过来 是要来送结婚洗铁的吗 存心想要来借此机会炫耀一把是不是 时光谱越想越是气愤 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想要转身就走 可是谁知道 光谱下来了 玉璽园眼前看到女儿立刻开口说道 起身笑着宠她说 光谱快点过来 外婆都等你老半天了 时光谱将嘴角挂上了一抹甜甜的微笑 实实然地走过去 外婆小舅舅 你们怎么来了 她故意不看也不搭理高小潇视同空气 你是孩子 潇潇也在呢 不会喊人呢 玉璽园笑着打趣 时光谱呵呵笑了一声 走过沙发旁坐下 顾左右而言她的说道 我刚才正睡觉呢 医生说现在宝宝特别需要休息 我每天都感觉睡不醒 还想再说点什么 玉璽川便直接开口说 不用再废话了 光谱 今天我们过来 是想要问你一件事情 舅舅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因为玉璽川的表情略显凝重 时光谱看着她 心里头也慢慢地产生了一丝忐忑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六百八十九集 玉璽川没有废话 开门见山地便问道 你老实告诉我 小潇的身份证 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时光谱整个人磨得一惊 俨然没有想到 高小潇竟然真的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玉璽川 而他们这么兴师动众地过来 就是为了来替她 主持所谓的公道吗 玉璽园和石振宁 都在旁边愣了一下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见玉璽川的表情 严肃认真 玉璽园便笑着打圆场 二哥 什么身份证 光谱 他应该不知情的吧 是啊 什么身份证啊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拿 石光谱顺势说道 高小潇抿着唇 似乎早已预料到 他会这么说 脸上始终 表情很淡定 玉璽川的脸 却是越发地黑沉 声音里面更是 隐藏着一股怒气 他紧盯着石光谱就说道 到现在 你还想要撒谎是不是 因为他严厉地声音 石光谱的心里便咯噔一下 不知道是愤怒还是紧张 他紧攥着双手就反驳道 舅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没有拿 我骗你做什么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检查我的包 我从回家后就扔在那 动也没有动过 说着就要起身 过去拿自己的包 不必了 玉璽川则是不耐烦地看着他 语气硬冷 你只要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拿 肖仙儿的身份证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实话 石光谱只好又坐回去 咬了咬牙就说道 没有 我没有呢 他觉得 反正无凭无据 他只要死不承认 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一旁的玉老太太健壮 忍不住开口说道 王婆 你就说实话吧 你真的没有拿 肖仙儿的身份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玉璽川神色紧绷 声音更是冷到不行 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 半个女儿在疼爱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疼爱 反而是害了你 上一次 你在那么多人的场合 对五岁的小孩子 口出恶语 你告诉我 那是因为你一时太气愤了 以至于失去了理智 那么这一次呢 你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如今帝氏 小有名气的律师 居然能做出偷东西 这样的下作行为 难道 你就不觉得羞愧吗 你这么多年的教育 你和休养 都去哪儿了 时光谱的脸上 顿时一阵红白交替 重重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六姐 我知道小小是你的亲生女儿 可我也是你的外甥女 你就这样听取 她的一面之词 真的好吗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为什么你就是 不肯相信我说的话 玉璦川冷笑一声 转过身去 直接对高小小说 小小把东西拿出来 高小小看了看时光谱 咬了咬嘴唇 低头直接从胯包里 掏出那支录音笔 然后便按下了播放键 两个人的对话瞬间清晰而出 别人相不相信 我是不知道 但是爸 还有奶奶他们 肯定是会相信我的 更何况 还有我夫家这边 如果 我真的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的话 你觉得他们 是会相信你 还是会选择相信我呢 一个是亲女儿 一个 只不过是外甥女 你自己说 你能拿什么 跟我比信任 终于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心话了 是不是 没错 你的身份证的确是我拿的 而且已经被我 丢在垃圾桶里了 就算你让舅舅和外婆 他们来找我的话 找不到任何东西 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可以证明是我拿的 他们再相信你 又有什么用 你真的把我的身份证 丢垃圾桶里了 当然 那种破玩意儿 我留着有什么用 时光谱的表情 由最初的淡定 到惨白 到震惊 只用短短的 不到一秒钟时间 他怎么也没料到 高小霄 竟然会有这么一招 在时光谱的眼里 高小霄 不过是一个 从乡下来的 小地方的女人 就算长得漂亮 可是一 没有上过大学 二 没有光鲜的职业 就像一杯无趣的 白开水 又像一朵 乏味的小白花 他看不起她 所以自然 也从来不给她好脸色 也从未将她 放在眼里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外表柔弱无害的 高小霄 竟然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 在他没有注意 疏于防范的时候 竟然活生生地 给她下了个套 让她钻了进去 他真的是太大意了 下午被高小霄的电话 这么一刺激 她竟然脱口 把实话都说出来 现在听着那录音 她只觉得全身的血液 几乎在身体里已经凝固住了 耳边嗡嗡作响 全是她自己在录音笔里发出的声音 难堪 悔恨和羞辱 在她的脸上呈现交替状 她浑身上下更是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录音终于播放完毕 玉锦川一张脸已经阴沉了一片 尽管先前已经在手机里听过一次了 可是现在听来还是满腹的怒火 忍都忍不住 他看着时光谱 目光犀利如此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 时光谱低着头 放在膝盖上的双手 也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 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光谱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玉老太太一拍大腿 悔恨地看着眼前的外孙女 亏我先前还觉得这种事情 不可能是你做的 所以才没有说出来 没想到啊 现在的录音 真的当场给他狠狠一巴掌一样 玉锡园和石正林 也是一脸的惊讶 尤其是玉锡园 她已经千叮宁万嘱咐过 让女儿千万不要再和高小小做对了 没想到 现在居然做出这种 偷窃别人身份证的事 光谱 小小是你的妹妹 你为什么要拿她的身份证 你拿她的身份证 做什么呀 玉锡园怒气不争地吼道 石光谱咬着唇 终于抬起头来说 我错了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拿 身份证你放哪儿了 玉锡园可懒得听她解释 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把身份证拿回来 石光谱眼神一动 我 我在半路上就丢了 丢哪儿了 高小小忍不住也问 她并不相信 石光谱真的会把身份证丢掉 万一要是以后拿去做什么坏事 石光谱下巴微微一颤 咬着后槽牙便说 不清楚 半路的时候 我随便找了个地方就丢了 玉锦穿一双深沉的眼睛 看着她 似乎在分辨她这话的真假 石光谱不敢看她的眼睛 低下头连声 说出了保证 真的 我没有骗你们 我就是 就是想要跟萧萧开个玩笑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的 既然如此 趁今天大伙都在 你现在 就向萧萧儿亲口道个歉 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保证 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 玉锦穿再次打断她 石光谱一听这话 原本有些苍白的脸 一阵地恍神 什么 让我亲口对她道歉 还当着这么一家人的面 这让我以后在家里 还怎么抬得起头 做错事就应该认 更何况萧萧儿是你的妹妹 都是一家人 你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玉锦穿语气很是严厉 态度也很是坚决 石光谱低着头 浑身颤抖 如秋风里的落叶一般 道歉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玉锦圆看着玉锦穿 山雨欲来的脸色 她忙拉了拉女儿的胳膊 劝道 光谱 这件事情 的确是你做错了 都是一家人 快跟萧萧儿道个歉吧 都说开了就没什么事了 听话呀 乖 客厅里面 是持久的沉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 石光谱终于抬起头来 表情僵硬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小小对不起 我不该拿你的身份证 是我错了 以后我不会这么做 高小小看着她 也没有客气 希望你能 说到做到 哦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 和你们明天见咯 他看着高小小 从容淡漠的一张脸 两只手已经紧紧地攥在一起 指甲尖锐 抠得手心阵阵发疼 她必须死死地忍耐 才能不让自己的脸上 露出类似愤怒的表情 小小二的度量大 原谅了你 但是 你这次一定要长记性 到底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玉锦川说吧 便从沙发上站起来 过于的话 我也不想再说了 西元 正林 石正林和玉锡元 忙从沙发上站起来 二哥 光谱这件事情 做得不对 但是你们为人父母的 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他已经二十多岁了 马上就要做母亲了 可现在 居然连最基本的 是非观念都不分了 今天他能在家里 做出偷东西这样的事情 这很难保证 哪一天不会做出 更可怕的事情来 听到这一番话 石正林和玉锡元 纷纷低下头 脸上已经烫到不醒 所以这一阵子 你们都不要再来家里了 都好好的在家里 反省反省 还有 玉锡川的脸部线条 紧绷又严肃 再过几天 小夏和阿珍的婚礼 马上就要举办了 为了避嫌 那天你们也都不要过来了 玉老太太边听边点头 出了这种事情 让她觉得时光谱对高小小 没有恶意 她绝对不相信 所以一切都听从 玉锡川的安排便是 她也没什么意见 石正林也只顾羞愧着低头 不敢有什么二话 倒是玉锡元 惊讶地直接抬头喊着 二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萧萧的姑妈 婚礼我是必须要过去的呀 忽然的话 外面人还以为我 哎哟 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是一道计窍的男生 突然从门口传来 打断了玉锡元的话 众人抬头一看 韩真穿着一件 裁剪合体的西装 淡墨金贵 眉眼清秀 手中还拿着一个文件 带款款地走进来 他笔直的长腿边上 还跟着一只 全身雪白的拉布拉多 果冻 高小小惊讶地喊出声 韩真的双眸 落在了他略为惊讶的脸上 他薄唇微微一勾 媳妇儿 来这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他还没想到 韩真竟然会来这儿 而且还带着果冻一起来 至于为什么 没有把事情告诉他 他觉得 一来是唯恐 他的性格太过冲动 很容易再和以前 一样惹出得不愉快 二来呢 也是因为时光谱 终归还是玉家的外孙女 都是一家人 有些话 还是让玉老太太和玉锦川 他的身份去说会比较好 韩真没有探究 狭长双眸 缓缓地扫视了眼全场 玄机说道 看来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 对吗 高小小省眨眨眼睛 就看他突然弯下腰 一手摸摸果冻的头 一手拿着文件袋 装模作样地 放在果冻的鼻子面前 让他嗅嗅 声音波澜不惊 我呢刚刚已经问过了老周了 他说今天上午 离开大院 一路就来到这里 半路并没有停过车 时光谱的脸色就是一白 还不带他反应过来 就听到旺旺两声狗叫 果冻便撒了花一样地 朝着楼梯跑去了 虽然现在果冻才几个月大 但是因为拉不拉多 本身就是中大行犬 腿脚灵敏 不消几秒钟楼梯上就看不到狗的影子了 韩珍直起身子 声音再度淡定地响起 都说狗是这个世界上嗅觉最过灵敏的动物 果不其然啊 看来身份证应该在楼上藏着呢吧 时光谱脸色猛地就变了 随即坚声喊道 爸 爸你快上去把那只死狗带下来啊 他突然后知后觉地想起 刚才下楼的时候卧室的门没有关 他怕万一被那只死狗冲进去 弄得一团脏不说 还染上寄生虫什么的 那就糟了 当然他并不相信这只狗 真的能找到什么身份证 楼上已经传来了果冻兴奋的叫声 看来是发现了 韩珍一本正经地说道 过去握住高小小的手 媳妇 要不要跟我上去看看 高小小整个人突然有一点 在风中凌乱的感觉 时光谱已经忍不住了 一咬牙直接抬脚就冲到了楼上 光谱 你慢点走啊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玉西元就是一惊啊 忙起身跟了过去 搀扶着女儿朝楼上走 其他人健壮 也都纷纷地赶紧跟上去 除了玉老太太 因为脚腿的伤刚好不方便爬楼梯 只能继续坐在沙发上眼巴巴地看着 然后她就听到楼上传来时光谱歇斯底里的叫声 玉老太太头皮就是一麻呀 忙伸手捂住胸腔 压了压惊 楼上卧室的房门果冻已经推开了 时光谱一走到门口就看到果冻正在沙发上来回地乱跳的 搞得他的抱枕和毛毯一团的乱 死狗 你给我滚开 听到时光谱的声音后 果冻哼哼唧唧地跳下来 找到一处墙角 抬起后腿就开始撒尿 不远处的地板上 丢着她刚才临时脱下来的蕾丝睡衣 原本漂亮精致的睡衣 已经惨破不堪 变成了一块碎布了 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件睡衣 死畜生 你滚滚开 时光谱尖叫出声 刚想要冲过去 玉玺源又一把把地拉住 光谱 你冷静一点 小心肚子 时光谱感觉自己真的快要疯了 当看到这只狗撒完尿后 竟然又跑到了床边的长毛地毯上 在那来回地开始打滚的时候 她终于忍不住开口喊道 我把身份证拿给你 赶紧让这只死狗滚出去 考小潇就是一愣 玉锦川美好气地看着她 阿珍 把狗叫回来吧 韩珍撇了撇唇 无奈地说道 果冻是小白痒的 我叫他他恐怕不肯听啊 果冻打滚扣了 叫起了身 爬起来 张嘴咬住了大床垂下来的鹅绒背脚 果冻 快过来 高小潇见时光谱脸色已经难看到 快要崩溃 赶紧喊了一声 听到他的声音之后 果冻转过小脑袋 还想要拖着被子往这边走 还好 他只走了两步 因为被子太重 他果断放弃了 吐着舌头 屁垫屁垫就跑过来 只是还没有走到高小潇的脚边 就被韩珍抬脚 给挡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691集 你现在怀孕了 不能随便碰狗 知道吗 韩珍说完 不顾时光谱脸上精彩分成 直接问 身份证 身份证在哪儿啊 时光谱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咬牙切齿地说道 一架上 那件大衣的口袋里 石正林听到这话 立刻抬脚走过去 伸手摸了一下衣兜 果然拿出了高小潇的身份证 他走过来 一脸尴尬地递给了高小潇 小潇 这个还给你 不好意思啊 高小潇伸手把身份证接过来 只觉得今天晚上这一切 简直就像一场闹剧一样 谢谢 他将身份证握在手里 轻声说道 玉锦川看看时光谱 神色难看又失望透顶 最终 他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就离开了 一行人到了楼下 玉老太太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脸担忧地问 怎么了 没什么事儿吧 没事儿 妈 事情啊都已经解决了 我先送你回去 玉锦川走过去 伸手扶起母亲 果冻好像是大功臣一样的 汪汪汪地跑在队伍最前面 高小潇叹口气 拿起自己的包 和韩真一起往门外走去 没想到刚到别墅的门口 刚好碰到了从外边回来的顾向北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正装西装 眉眼英俊 仪表堂堂 可能是没料到居然会在石家看到高小潇 顾向北的脸上满是意外 只是还没带他开口 韩真已经直接说 媳妇走了 好 高小潇迅速地一开视线 被韩真拉着往车库去了 玉锦川则是对他点点头 一言不发扶着玉老太太也离开了 直到看到那辆白色兵力和吉普车 一前一后的开走 大门也缓缓关上 顾向北依然站在那一动也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阵凉风吹过 他这才缓缓地抬脚进入到别墅 楼上依稀传来了石光浦发疯一般的尖叫声 他的眉头不自觉地尽重 换好了室内拖鞋 又将外套拖下来慢吞吞地朝楼上走去 妈 他是故意的 他一定是故意的 石光浦站在卧室门口 一脸扭曲地疯狂喊着 行了行了 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还说别人是故意的 光浦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自我反省一下 玉璽园有一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反省 石光浦直指脏乱不堪的房间 妈你自己看看 他们竟然带了一只脏狗过来 还故意把我的房间弄得这么乱 他就是故意的 还有韩真 他们夫妻俩一起来欺负我呀 我是个孕妇 那只狗那么脏 万一我的房间 要是被感染上什么寄生虫 要想到我肚子里孩子的话 我这辈子都 够了 石正林实在忍不住了低吼出声 偷拿别人的东西也就罢了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还敢撒谎 光浦 这么多年我都白教你了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家人的关系 你现在的行为 就等于是犯了盗窃罪 石光浦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爸 既然这么说我 到底谁才是你的女儿啊 再说我 什么盗窃啊 我明明 已经把东西都还给他了 我不管就是想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玉璽远 烦恼不堪 他捏着额头再次抬起头来 满脸的痛心疾首 多余的话 我们真的不想再多说了 总之以后 没有你舅舅的允许 你就不要再去大院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下去 回头 我会让佣人 上来把房间收拾一下 再消消毒 你先别碰就是了 说完 他转身 却发现顾向北挺拔的身影 站在楼梯口 顾向北抬脚走过来 看着卧室里一团糟的场景 清俊的眉头微微猝起 发生什么事了 玉璽远叹口气 懒得再说了 他直接和石正林两个人就下了楼 向北 石光谱靠在门边 眼底星红看着他 玉璽更是埋怨加委屈到不行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顾向北则是抬起手 慢条丝里地 截着脖子上的领带 你又做了什么事情啊 石光谱别别嘴 什么叫我做了什么事情 明明就是他们 皮大帮人的过来 还带了一只恶心巴拉的狗 你看把我们的房间给弄得 又臭又脏 简直是恶心死了 顾向北 面了脖唇 也懒得再问了 他抬脚走进卧室 先将领带扔在沙发上 伸手要去捡地上那件睡衣 还别动 石光谱喊道 刚才那只死狗进来了 屋子里全都被他给搞乱了 等你用人收拾一下 你再碰吧 顾向北将手缩回来 卖长腿到衣柜旁边 一拉开衣柜 里面拿出了一件浴袍 一边说道 我后天要去一趟C室出差 郁家和韩家的婚礼 我可能去不了了 石光谱点下头 要去多久 其实本来 他就没打算 要带顾向北去参加 韩真和高晓晓的婚礼 现在刚好 也不用说不能去的理由 省得再去县长 看他们闹心 一个星期 顾向北淡淡说道 这么久 石光谱猛地瞪住他 跟谁一起去 公司新合作的项目 要在那里启动 我带刘伯一起过去 顾向北说道 刘伯是顾向北 顾氏的特别助理 今年三十五岁 性别难 嗯 顾向北点点头 等顾向北的身影 消失在浴室之后 他看着一团乱的卧室 尤其是那一滩小便 他闭了闭眼睛 强忍着半天 才忍住了尖叫的冲动 时间是下午四点多钟 车外 黄昏日落 金色的余晖 从车窗洒了进来 高小小低头 看着自己手上的身份证 突然抬起头来 看向旁边 自上车之后 就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 你什么时候去大院问老周的 亏我中午的时候 还隐藏得那么辛苦 没想到 你竟然早就开始怀疑 是有人偷偷 把身份证拿走了 我还没问你呢 为什么偷偷跟爸爸来到施加 还不告诉我 韩真挟拟他一眼 便转过头去 继续专心开车 他高挺的鼻梁 萧博儿形状完美的嘴唇 下颚的线条 也是无可挑剔的 高小小看着他 略显清冷的侧脸 便开口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最后他又补充道 我想的是 事情解决之后再告诉你 毕竟时光谱 是郁家的外孙女 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 还是让奶奶和爸爸 都知道的比较好 让他们警告一次 以后 他也就不敢在背地里 做这些小动作了 韩真扯了下唇 不知可否 高小小见他 似乎还是不太开心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自己 没告诉他真相的缘故 想一想 便扬扬手中的身份证 微笑说道 身份证已经拿到手了 我们明天上午 就去民政局结婚吧 行吗 韩真修长的食指 握着方向盘 语气清朝 之前 不是不着急吗 高小小瞅瞅了他一眼 半天后才笑声说 小心眼 我那不是为了安抚你吗 女人的声音 娇柔而又温柔 韩真受用地轻笑一下 将右手从方向盘上挪下来 习惯性地去握他小手 谁知道 高小小的身子 往前一靠 一脸嫌弃的 脏不脏 你刚刚摸过果冻了 这一下子 轮到韩真说不出话了 正安静的时候 果冻可能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迅速从后车位上 抬起了狗脑袋 汪汪的连叫几声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韩真先开车去了一趟湘西园 将果冻放回去 临走的时候 看着果冻蹲在别墅外面 汪汪地冲他叫的情景 高小小都有点不太忍心了 自从他怀孕之后 果冻就被隔离在这儿 不能带去韩宅 连小白都只能偶尔过来陪他玩一次 以防万一嘛 等孩子出生以后 再把果冻带到老宅子去 好吗 韩真坚持说道 高小小也知道 他对自己这二胎很充实 盼得那么久的女孩 不想有任何的差池 没办法 终归也只能狠下心 来抛下他 回到瑞园 吃过晚饭过后 高小小陪陪高小白在玩具房里 做幼儿园的家庭作业 和家长一起用废旧的纸盒做个玩具 材料都是韩真提供的 两个iPhone的手机盒 一个iPad的电脑盒子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零件 高小小只需要陪在旁边坐着 一会儿帮递个螺丝 一会儿帮递个透明胶带 不一会儿 高小白就将一辆拉风的大卡车 做了出来 完全不需要韩真动手 不得不感慨 自家儿子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实在是太赞了 家庭作业完成之后 时间还不到九点 高小小打了个哈线 准备上楼睡觉 最近她变得特别容易失睡 尤其是今天下午 又没有睡午觉 还跑去实家折腾了那么长时间 整个人已经困到不行 到了楼上的时候 韩真去卫浴室里 给她放了洗澡水 高小小坐在沙发上无聊 看了会儿电视 就觉得眼皮子都抬不起来了 等韩真出来之后 她穿着纯手工打造的白色衬衫 松松垮垮地解开几颗扣子 袖子半晚 身形高调又挺拔如松 修长又显得一丝不够 她过来把她一把抱起来 水放好了 先泡个澡再睡 高小小小现在已经习惯她那十无俱细的伺候了 只不过依然还是抬起头来亲亲她下巴作为奖励 谢谢老公 韩真便立刻调调眉 呃 一起抱 高小小看着她一脸期盼的样子弱弱说道 可是我很困 我又没说要干嘛 说着 韩真直接抱着她进了浴室 几下就将她脱了个金光 放在浴缸里面坐着 紧接着 她也快速脱了衣服 抬起长腿就迈进来 直接把她抱到了腿上坐着 高小小特别乖巧 窝在她怀里 不说话 更是不敢动 生怕她真的 韩真大手轻抚她滑腻的肌肤 短发下英俊的脸庞 表情温柔又透着一丝专注 热水逐渐在浴室里 蒸腾出阴晕的雾气 望着她 闭着眼睛躺在自己怀里 小脸清秀 恍若出水浮容 白皙中透着自然健康的红韵 韩真眉头一动 最终她还是没能控制住 长指扶下她下巴就亲了过去 高小霄的身子一软 被她一只手搂在怀里 口鼻呼吸 铺天盖地 全都是她情力又熟悉的气息 高小霄睁开眼睛 看到近在咫尺的五官 略带慵懒 又长又浓密的睫毛垂下 性感又美好 她试探地回稳一下 男人的呼吸声便急促起来 终于一吻完毕 韩真贴着她唇说 你又撩我是不是 高小霄微微地喘息 瘫倒在她怀里 双甲飞红 微张着红唇 唇半喘息着 话都说不出来 见她手又往下的趋势 高小霄头皮一麻 忙开口 我好困呢 我想睡了 才九点钟 韩真说着 勃烫的手掌在水中下滑 贴在她柔软的小腹上 我今天下午没有睡午觉 高小霄 现在真的觉得眼皮子非常重 虽然在和她说话 却也有一种眼皮子 要睁不开的感觉 完全靠意志力在支撑 本来想说 因为明天要领证 所以她还想在今晚 庆祝一下的 不过看她那么可怜兮兮的 马上就要睡着了 想着今天折腾了那么久 她实在是不忍 终于按耐住了冲动 又泡了一会儿 见她快要睡着 韩真便起身带她 淋浴简单地冲洗 然后抱着她回到大床上 高小霄柔软地躺在被褥里 一句话都懒得说 几乎是闭上眼睛 立刻就睡着了 她呼吸细微 一张紫白透明的小脸 安静又美好 韩真看了一会儿 勾了勾唇 便抬脚走到一旁的小客厅 打开电脑 忙会儿公示 第二天早上 韩真也是醒得很早 四月的季节 白天已经很长了 天亮也非常早 她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早上七点钟 被子下面 高小霄侧着身子 整个人在被窝里 躺在她的怀中 她脖子下面 枕着她一只胳膊 后背贴着她的胸口 她的一只手 还放在她的小腹上 保护得姿势 无比地契合 韩真 微微地醋眉 昨天晚上九点钟就睡觉了 现在 已经是早上七点钟了 这都睡了快十个小时了 媳妇儿 七点了 该起来 到明镇军领这儿了 高小霄困倦地睁开眼睛 跟赶苍蝇一样地 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然后把她推开 看着她 没心没肺地 香尘的小脸 韩真的心里 慢慢有一些不平衡 要知道 重新换结婚证后 她这几天 挺激动的 尤其昨天 又搞丢了一次身份证 真的让她觉得好事多么 她心烦气躁 现在好不容易一切顺利了 结果她自己又那么不上心 好像只有韩真自己在激动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693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韩真眯了眯眼睛 手偷偷地往下 掀开她睡衣就窜进去 摸到了她一侧的绵软 梦中高小小只觉得 心口越来越紧 都快呼吸不过来了 她微醋眉心把眼睛睁开 就意识到是某人在作怪 她恩了一声 伸手把她的手抓下去 却反而被她又握在手里 慈哑的嗓音 带着一点埋怨在她耳边说道 终于醒了 高小小转过头 你干嘛呀 我干嘛 今天可是我们去明镇局领证的日子 你赶紧起床好吗 高小小看着她 也有一些不以为意 又不是第一次领证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韩真眼睛微眯 是谁昨天说今天早晨 要和我去明镇局的 嗯 是要去 但是 高小小最怕这种危险的眼神了 她紧张地吞下口水解释道 不用着急呀 这才几点钟啊 明镇局不是九点才上班吗 现在都已经七点了 起床洗漱换衣服吃饭 折腾一番也都九点了 万一路上再堵个车什么的 到那中午再下班了怎么办 韩真一脸严肃地认真说道 她最后还补枪 你能不能长点心啊 结果 两个人匆匆赶到明镇局之后 时间才是上午八点多 人家还没上班呢 高小小正要言辞讨伐她一番 韩真却是拉着她东拐西拐 也不知道她从哪知道的后门的地方 竟然大大咧咧就走进去 在人家还没有上班的时候 就顺利办理了闪离 又顺利办理了闪婚 等时间到九点整 明镇局正式上班 他们俩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从大门口再度出来时 两人手里已经又多了一本 崭新的小红本了 高小小已经没有上次那种激动的感觉 倒是韩真 好像比上次还要开心 不但她拿在手机里面拍了好几张照片 还直接发了朋友圈 坐上车之后 高小小掏出手机来 点进微信 看到她所发的一条朋友圈 上面写着 和媳妇领证了 文字下面附了好几张图片 有结婚证的照片 特写两个人的名字的照片 甚至还有两个人傻呵呵笑着镜头的照片 全部都被她一并发出去了 那条信息下面 还有不少熟人开始留言 风尘安说 哟 恭喜二哥二嫂领证 上官燕说 恭喜二哥二嫂领证 齐承昊说 恭喜阿珍 恭喜萧萧 燕南生说 你们俩今天才合法吗 玉玉婷说道 楼上是傻缺 燕南生回道 我去 玉婷 你儿子骂谁呢 玉婷又回 我骂楼上呢 陆子恒说道 可能是因为结了婚 心情好 再加上过几天就是婚礼 韩真竟然心血来潮 开车来到了圣约翰幼儿园 美其名曰要带儿子和小儿媳妇 一起吃午饭庆祝一下 自从怀孕之后 高小小的确是有段日子 没有见过锦安久了 说实话倒还真挺想的 没想到打完电话后不久 竟然有四个孩子 呜呜呜呜呜地从幼儿园里出来 包括高小白 锦安久 锦延熙 甚至还有 陆消遣 韩真一见这群熊孩子嘴角猛抽凉下 你们都不用睡午觉嘛 怎么都出来了 锦延熙热情地跑过来抱着韩真大腿 语气谄媚 韩叔叔 听说你要请我们吃大餐 我当然就不午睡了呀 陆消遣则是歪着小脑袋 一脸思索加嫌弃 韩叔叔 你是不是不太高兴啊 放心吧 我小叔叔是开酒楼的 我请客 你们随便吃 这孩子 真是花小叔叔的钱不心疼啊 韩真呵呵笑了两声问道 都想吃什么呀 肯德鸡 锦延熙大声喊道 肯德鸡不行 换个地方 韩真一口拒绝他 为什么呀 我就是想吃肯德鸡 我就是为了吃肯德鸡才出来的 锦延熙便委屈地撅起小嘴 哼 有个暴君老爸就是不好 想吃什么就不给吃什么 言言哥哥 因为阿姨的肚子里怀小宝宝了 所以不能吃肯德鸡哦 锦延熙在一旁 乖巧地解释 哼哼 九九真乖 高小小弯腰摸摸他黑黑软软的头发 实在是非常喜欢这个乖巧 又漂亮的小姑娘 啊 锦延熙睁大了眼睛 看了看高小小不明显的肚子又说 那就吃逼上课吧 嗯 这不是一样吗 最后因为有四个孩子 坐车什么的也有一些不太安全 韩真便没换地儿 在幼儿园附近找了一家有名的粤菜馆就餐 点菜的时候也挺费劲的 高小小是孕妇 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韩真都是如数家珍 看到每道菜他都要具体问怎么做的 过程是怎样的 放哪里的调料 搞得服务员有些不耐烦了 要不是看他衣着金贵 谈吐不俗 尤其是那几个小孩子都是一身名牌 他真的不想赚这份费劲钱呢 最后还是高小小看不过去了 也怕几个小家伙等得时间太长再饿了 赶紧先点了些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这才叫点菜的进度加快一点 吃饭的时候 消遣突然提问 阿姨 你的肚子里怀的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 高小小看着他笑咪咪地说道 是小妹妹 韩真看了他一眼 表情好像是在说 这么肯定吗 高小小也不管 反正他有强烈的预感 自己这胎一定会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太好了 消遣一高兴 便直接把鸡腿放下 两只小手一拍 那样我就有小女朋友了 韩真本来正在给小儿媳妇 解鞍酒拨虾 一听到这话 直接把虾放回去 黑着脸瞪他说道 想说什么呢 小白哥哥都有小女朋友 所以我也要有 我观察好长一段时间了 都没有发现 周围比小白哥哥的女朋友 还要好看的 消遣笑咪咪地说道 所以啊 阿姨长得那么好看 生出来的女儿 肯定也是很好看的 我仔细想了一想 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将来我就娶她吧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大伙说着说着 还羞难地低下了小脑袋 小脸上红通通的 别提都不好意思了 同样脸红的还有锦安酒 不过韩真的脸却是越来越黑 等消遣小嘴一闭上 她直接来了一句 不行 你没戏啊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呀 消遣虽然只有四岁 却长得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 当场就掰着小手 一五一十地说道 韩叔叔 你看我的条件多好呀 第一 我长得帅 第二 我家里有钱 第三 我太爷爷太奶奶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他们都疼我 将来也一定会疼我的女朋友的 第四 我 商量不正下量歪 你爸妈那副存在 我可不放心把闺女交给你 韩真撇了她一眼 语气嘲讽 连东北话损赛都飙出来了 高小白不禁挑了挑小眉头 上量不正下量歪 咦 这一句话 为什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高小小的脸就是一尴尬 忙在桌子下面推了一下韩真 趟着这一群小孩子的面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孙晒是什么意思 消遣似乎真的没听懂 但是见韩真不与理睬的样子 他鼓起了小肚子气势如虹地说道 总之 阿姨的肚子 我定下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消遣的这番话 接下来的时间里 韩真的脸是一直有些臭 吃完饭付了账 直到回幼儿园的途中 几乎连话都懒得说了 还好四个小孩年纪都很小 没心没肺的 并没有意识到某人的心情不太好 依然自顾自地聊得特别开心 等送完四个孩子回到幼儿园上课之后 夫妻两个人回到车上准备回家 半路上 高小小看他依然紧奔的样子 开口说道 消遣他还小呢 都是开玩笑的 你不会真放心上了吧 韩真从鼻子里冷冷地吃了一声 没回答 高小小忍笑看着他 你真放心上了 小心眼 高小小立刻说道 你终于也能体会到 有女儿的感受了吧 而且你这副模样 简直是比井木针还可怕 这女儿还在我肚子里没有生出来呢 你就这么宝贝了 连消遣开个小小的玩笑都忍不住 等到时候真的生出来以后 真是不敢想象 你会每天疼爱成什么样子 都说爸爸是女儿奴 现在看来 果然不假 高小小想着想着 就忍不住无嘴笑起来 韩真握着方向盘的手 突然抖了抖 往右一打 便把车靠在了马路边上 高小小还没反应过来 只听到巴搭一声 安全带解开的声音 随即她的身子便往自己身上靠过来 一只手扶着她的脸颊 另外一只手放在她腰上 压着她的嘴唇 舌尖一挑 滑腻地湿如便叹了进去 高小小吓吓了一跳 本想推来着 见她不为所动 反而更加强势 便也没再反抗 韩真气势汹汹地 将她里里外外吻了一通 这才喘着粗气松开 只是依旧压在她身前没有离开 灼热的呼吸喷洒在她小脸上 看着她双唇红肿 双眼迷离的模样 呆萌又无辜地看着自己 没忍住又低下头 在她柔软的唇盘上 接连吸润了好几口 这才开心地说道 说谁小心眼儿呢 啊 高小潇脸红心跳看着她 你啊 我怎么小心眼儿了 韩真说着 修长的手指蹭在小腹前 轻柔地摸摸 你见过陆南城和冉童吧 也就是小潜的父母 见过 他怎么了 高小潇记得之前 听陆老太太和韩老太太提过几次 这两个人确实已经离婚了 可是她觉得 消遣的性格 开朗又活泼 一点都不像她父母离异的样子 陆南城和冉童她也见过 不像是传说中那种离婚的怨偶 反而各自都活得很潇洒 堪称春风得意 她觉得 别说是消遣现在只有四岁而已 就是将来她真的要追她女儿 那也是将来的事 现在没必要这么较真 跟个孩子说这些有的没的 高小潇不以为然 惹得韩真更加不悦 她冷着脸 一脸正经 外加严肃地就说道 这两个人实在是不太靠谱 这样不靠谱的父母 他们的儿子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 所以 她绝对不可能当我女婿的 高小潇忍不住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半路突然停车 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个事啊 她推推她肩膀 行了行了 快点开车吧 再不走 一会儿警察要来开罚单了 她注意到 马路前方挂有禁止停车的牌子 万一要是被罚了呢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韩真突然挑挑眉 表情突然变得有些贼贼的 什么事啊 高小潇脸红到不行 赶紧伸手按住她 不敢让她乱来 韩真则是吸口气 今天是我们领证的日子 所以 你要亲我一下 你放心 外面看不见的 可能是见她 有所退缩 韩真立马解释道 实在拿她没办法 推又推不动 一双薄烫的唇 一个劲地凑在她脸前 高小潇只好抬起双手 捧着她的脸旁 刚要把嘴巴凑过去 她右侧的车窗 突然被人猛敲几下 高小潇吓得头皮发麻 赶紧松开她 转头 看见一张过分放大的警察的脸 靠在窗户旁边往里看着 头上还戴着警帽 这么一眼看去 确实很吓人 韩真也立刻松开她 嘴里嘀难一句 啊 乌鸦嘴啊你 明明是你乱停车 做错了事情 怎么还怨气我了 高小潇坐在车上 一脸尴尬地 看着她推门下车 然后从警察手里 接过罚单 虽然不知道警察在说什么 但是 看她手一直点来点去的 表情严肃 也猜到应该是说什么 注意交通规则 此处不应该停车之类的 韩真虽然一直抿着脖唇 没开口 但显然表情已经带上了不耐烦 没风 也皱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不断拉长 高小潇一度怀疑 她下一秒可能就会甩脸子了 还好最终警察可能也是说够了 挥挥手 就转身走了 等韩真回到车上 高小潇伸手拿过罚单一看 弱弱地问 你没事吧 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大厅广众之下 竟然被一个警察指着脑门 教训了大半天 能有什么事啊 放心吧 你老公 现在有老婆了 有孩子了 不会跟以前一样胡来了 以前 你是什么样的 高小潇忍不住问 韩真没说话 拟了她一眼 便将车开出去 高小潇 却是在心里 起了好奇心 想想自己 跟她差得有七岁 在她十几岁 年少轻狂的时候 估计她还在家里 玩泥巴呢吧 想想那画面 倒也挺可笑的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695集 回到家后 一进大门 钟于红就已经笑眯眯地迎上来 都办妥了 高小潇低头从包里 掏出结婚证垫头 嗯 都已经办好了 太好了 钟于红接过两人的结婚证 一边走 一边不停地看着 嘴里还连声说道 这回我总算是可以放心了 这正领好了 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哎 昨天晚上的时候 韩真把时光谱 偷拿高小潇身份证的事 简单地和家里人说了一下 所以这会儿 见到结婚证上 清清楚楚 欲销两个字 钟于红和韩老太太 都是真真的大松口气 对了 上午你们不在的时候 锦川呀 又托人送了一些东西来 等高小潇在沙发上坐下来 韩老太太便说道 高小潇顺着她的手一看 果然客厅一角放着 十几个各式各样 不大不小的礼盒 不用打开也知道 礼盒里面 无非就是三样东西 一 孕妇吃的营养补品 二 珠宝首饰 三 给小白的玩具 隔三差五 他们就会收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虽然每次打电话过去 说到别送了 但是俨然说了也等于白说 他也知道这些东西 是玉锦川为人父的一番心意 如果这么做 能让他开心一些的话 他只有赵丹全收 刚坐了一会儿 韩真接了一桶电话 起身去书房忙了 钟余红又是一脸关切地问 小潇儿 中午是不是在外面吃过饭了 如果没吃的话我让人 妈 我们都吃过了 高小潇忙说道 引完证之后 我们去了趟幼儿园 和小白一起吃过午饭才回来的 那就好 钟余红点点头 韩老太太则是看了一眼 书房笑着说道 这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阿珍现在也能这么顾家 公司都不乐意去了 是啊 小潇儿现在怀孕了 阿珍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沉稳了 这是好事 钟余红笑呵呵地附和 高小潇想到刚才路上的事情 便开口问 奶奶 妈 妈 家里有阿珍以前的照片吗 韩老太太的眼神 顿时变得有一些促暇起来 小潇啊 突然想看阿珍小时候的样子了 可能也看出她有些不好意思 韩老太太立刻说道 有有有 阿珍以前的照片呢 都存着呢 余红 快去把相册拿来 给潇潇看看 好 我这就去拿 钟余红起身 便上楼去了 很快地 她便抱着几本厚厚的相册下楼来了 放在茶几上 一边打开一边给她解释 看 这旁边都是我做的记录 相册做得很专业 几岁几岁在哪里 在做什么都被墨水笔在旁边的空白处记录下来 一眼看去真是满眼的回忆 高小霄先前也曾看过韩真四五岁时候的照片 的确是和高小白长得很像 现在再看这些照片 尤其是四五岁以后 总是觉得像是可以预感高小白未来的长相一样 那感觉很是微妙 小的时候 韩真还是一个萌娃 和高小白拍照时一脸淡定冷漠的模样不一样 她在照片里面特别喜欢笑 几乎每一张都在各种各样的扭造型 一看就是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孩子 笑脸无忧无虑的 看着就特别讨喜 可是谁知 韩老太太却说 你别看阿真小时候和小白长得这么像 其实她上学的时候 可没小白这么乖巧 这每一次考试几乎都是班级里的倒数 她还有那个景家的老二 陆家的老三 他们三个从小关系特别好 年纪呢也最接近 所以从幼儿学 小学 高中 全都是念的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年级 这每次呀 也都是他们三个把全年级的倒数三名给包揽了 那时候我们几家还都住在大院呢 每天晚上啊 肯定都有他们其中一个 被老子拿着鸡毛胆子追着满院子的跑 哎呦 就因为他们学习不好 还总爱做坏事 他们三个里面呀 书锦木琛的年纪最大 也最闹腾 什么坏事啊 都是由他牵头的 我记得有一次 他们几个人 在大院的一棵树下 还要桃园结役呢 哎呀 这一个人手里呀 拿着把刀 把手指头都给割破了 还要拜香磕头 结果呀 差点把树都给烧没了 嘿 当时真是把我们吓坏了 结果一问 你猜怎么着 那个 井木琛说是 看什么三国演义了 于是就要学着里面的好兄弟 一起拜把子 必须煞血为盟 回忆起往事 韩老太太越说越激动 她赶紧拿起杯子 喝口水润润嗓子 又赶紧说道 所以后来呀 我们特别担心 毕竟我们老韩家 可不能跟井家和陆家相比 他们家都生了好几个儿子了 可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独苗了 于是他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让郑明 立刻把阿珍送去国外了 不然呢 还不知道被那两个人 带坏成什么样子 高小小的脑子里 立刻想到了 井木琛和陆自衡的样子 虽然一个喜怒不省于色 一个沉默寡言 偶然喜欢群巢 可是实在很难想象 小的时候 他们竟然都是 无恶不作的小霸王 倒是韩真 他早就猜到 他小时候一定会很闹腾 见孙媳妇在那低着头偷笑 韩老太太眼睛一眨 可能也意识到 自己似乎说得太多了 孙子不好的坏话 他忙有改口说道 这不过呢 阿珍很聪明的 小白的智商啊 就是随着他 这从小到大呀 他学什么东西 都特别的快 呀 这就连玩牌呀 下棋什么的 都特别精 连正名都玩不过他呢 而且等他上了高中以后啊 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每次考试啊 基本都是全班第一呢 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连每年呢 都拿最高奖学金呢 你毕业回国就把公司的生意 做得特别的好 是啊是啊 他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 性格越来越沉稳了 中于红眼盲说道 他性格沉稳 明明还是像个小孩子似的 动不动就闹小心眼 还喜欢发脾气 尤其是在亲热的时候 总喜欢说一些路股 又不着边的话 一点都没有沉稳的样子 不过在外人面前 阿芝也的确是风度翩翩 谦逊有礼 再加上 无样长得好 事业成功 确实特别有长辈和女人缘 这边一家人 极乐融融地 相谈甚欢的时候 另外一边 顾家的别墅 却有人在大发雷霆 餐桌上 高真宁把快递小哥 送过来的生日蛋糕 放在餐桌上 还没带他开口说话 啪的一声 蒋梦仪便将手中的筷子 猛地摔在了地板上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老真宁吓了一跳 也不敢再说什么话了 走过去低头将筷子捡起来 默默走进了厨房 光扑今天没有过来 为什么呀 蒋梦仪尖锐又不满的声音 在她身后响起 以前不回来也就算了 可是今天是我的生日 难道她作为儿媳妇 就不能回来给我这个婆婆庆祝一下吗 妈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光扑她最近心情不好 家流忙着还债的事情走不开 顾向北开口淡淡地解释 走不开 公司还债 需要她一个孕妇做什么呀 蒋梦仪咬牙切齿的 为了今天你们回家帮我过生日 这一大早的 我亲自去菜市场买了一大堆最新鲜的菜 又让厨房忙活了一上午 才做出这么一大桌菜 你看看啊 全是依照她孕妇的口味做的 结果你现在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你让这一桌菜给谁吃啊 我忙活了一整个上午 就是想让一家人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地一起吃顿饭 结果现在 全都白忙活了 顾立青掀起眼皮子 看了一眼蒋梦仪 冷不滴地说道 她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有什么好生气的 此话一出 蒋梦仪脸色更怒了 向北 你们心自问 她哪一次回家 我不是好生好气地伺候着啊 这么久了 我怕你不开心 所以有些话 我都没有跟你明说 但是妈这心里呀 真是压抑的慌 自从你们结婚呢 你就一直住在她家 连大年三十都没有回来 现在结婚半年多了 可她呢 才回这个家几次呀 有超过五次吗 你爸病发住院的时候 她有去探望过吗 出院回家后 她回来有去房间 见过她吗 感情以前的好 都是装出来的 结婚后就原形毕露了 是不是 我知道她是千金大小姐 从小到大 被人给宠坏了 但是 这基本的礼仪和孝心 应该还是知道的吧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我们顾家 得被多少人在背后笑话呀 你都不知道 现在我每次回娘家的时候 你外婆还有姨妈她们 就老在背后说闲话 说什么 你是去给石家 当上门女婿的 还说 蒋梦怡深吸口气 难听的话也不愿意多说 直接给她下了道令 向北 你现在呢 就给光谱打个电话 让她马上坐车过来 人家都说了不过来了 你打电话有什么用 说到底呀 还是没有把我们顾家 放在眼里 顾立青说着 伸手就要去解生日 蛋糕上的蝴蝶结 一脸都无所谓 蒋梦怡一排桌子 我呸 她家现在都已经破产了 郁佳人还不把她放在眼里 她现在有什么本事 对我们狂啊 总之你现在 赶紧给她打电话 让她来我这里 不然的话 这一顿饭我就不吃了 顾向北听到这话 直起了身子 既然妈你不想吃的话 那我也不吃了 说完 她直接抬脚 就往外走 向北 向北你去哪儿啊 蒋梦怡脸色大便忙追出去 顾立青冷笑一声 拿起刀叉自顾自的 开始切蛋糕吃了 客厅里面 顾向北走到茶几旁 拿起车钥匙便说 我明天要去C市出差 可能要一个星期 等回来后再来看你 对了 她伸手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 妈 这是光谱给你的礼物 生日快乐 说完 顾向北直接转身就走 向北 向北你给我回来 蒋梦怡脸色底里地叫着 等高真宁端着一碗热汤出来的时候 她浑身气就不打一出来 使劲地一推 高真宁连人带汤 整个人摔在地上 滚烫的汤几乎瞬间便倒在了她的手上 高真宁疼得眼泪都飙出来 呦 没事吧 烫都没有啊 顾立青闻声出来看了看 便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高真宁颤抖着双手从地上爬起来 一句话也不敢说 跑回到厨房就开始使劲地冲着凉水 客厅里还传来蒋梦怡骂咧咧的声音 高真宁吸吸鼻子 委屈 疼痛 让她的眼泪不停地落在水槽里 她真不知道这样痛苦又糟心的日子 到底还有多久 顾向北开车走出小区并没有回家 她将车开上了三环高架 落下了左侧车窗 她修长手指 拿着烟 一边抽着一边慢悠悠地开着车 直到突然有一个电话打过来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顾向北微微粗眉 几秒钟后她将烟掐了 接通了电话 喂 向北 是我啊 现在你有空吗 齐木瑶甜美的声音迅速地传过来 什么事 顾向北不打反问 和几个合作方在茶府这边小聚 顺便商量下 三室项目体动的事情 怎么样 你能来吗 齐木瑶问道 半个小时之后 顾向北开车来到了茶府 跟着服务员走到包厢外的时候 她却突然站在那儿 迟迟没去敲门 不知道过了多久 包厢的门自动打开 一道风姿绰约的身影 从里面走出来 顾向北不禁一睁 眼前的齐木瑶穿着一身白底蓝花的贴身旗袍 乌黑的头发随意地编了一个麻花辫 软软地搭了在肩头上 白皙小脸妆容清淡 就好像没有话一样 五官甜美 却又带着一股子清新 明明和时光谱的年纪一样大 看上去却像极了大学校园里的女生 她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眨了两下 便略带娇臣地问 向北 我都在里面等你好长的时间了 怎么这么久啊 来了也不敲门 顾向北看着她 淡淡开口 今天家母生日 刚刚陪她吃过饭才过来 嗯 阿姨的生日吗 齐木瑶两眼发光 歪着脑袋说 啊 那光谱应该和你一起去的吧 怎么她没有和你一起过来 顾向北看了一眼里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说和几个合作 放在这里商量事情吗 啊 这不时间太长 所以他们都走了吗 齐木瑶半真半假地说着 既然来了 就进来坐坐吧 房门打开 顾向北跟着她往里走 包厢正对着一片湖光山色 暗戟上摆着茶具 还有一些餐点 一旁有一张四方桌 上面放着笔墨纸燕等东西 顾向北喜欢喝茶 这一点 他以前一直是随他们家顾老爷子 就算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他也会买上一整套的上等紫砂茶具 附庸风雅 让他没想到的是 齐木瑶这个豪门千金大小姐 居然也对喝茶这种事情很讲究 要不要乘乘 刚泡得上好龙锦 齐木瑶的声音响起 她的手端着一杯刚倒好的茶 双手白皙干净 没有像儿时小女孩那样做美甲 反倒修剪得非常整洁 手腕上带着一只 质地温润的白玉镯子 顾向北伸手将茶接了过来 背身上会有肃静的兰花图案 很是雅致 恰好和他身上这一套 白底兰花的旗袍相得一张 顾向北没有喝 只是低头闻了闻说道 很香 齐木瑶娇俏地笑了几下 怕我给你下药吗 不敢喝啊 顾向北还没开口 她又说道 我开玩笑的 对了 她的眼睛突然间发出了点点星光 我记得你以前读书的时候 还是学校书法社的吧 我现在也挺喜欢写毛笔字的 但是写得不太好 所以想向你讨教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六百九十七集 你也连毛笔字 顾向北有一些掩饰不住自己的压抑 我也就是我二抄抄佛经 不是说可以修身养性的吗 齐木瑶说道 就抬脚走去了四方桌旁边 顾向北看着她俏丽的身影 脸上渐渐地陷入到争松 她想起了第一次 跟着时光谱去郁家败寿的时候 她费尽心思 跑遍了整个地势 给郁东辰买了一块上等的端燕 那个时候 时光谱也如她这般兴奋的语气 介绍说她的毛笔字写得很好 然而现在短短不到数月的时间 人还是那个人 感觉却都好像是变了 向北 要不要试一试 齐木瑶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站在方桌后面 一边磨磨 一边抬起头笑容奄奄地看着她 我已经很久没有谢了 故乡被淡淡说道 哎呀 那有什么关系 比墨直言都在 外加还有我这个美女亲自淹磨 小心伺候着你 不过就是写几个字嘛 你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齐木瑶半开玩笑地说道 顾向北抿着薄唇 深随的眼瞳之中 晦暗不明 最终她将手中的茶杯放下 抬脚走了过去 一阵笔墨的香唇 伴随着女人身上百合花的青香 营绕在一起 当她拿起毛笔的那一颗 只感觉到那颗心 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微风拂过 午后的阳光从外边直接透了进来 男人的脸庞半艳在淡黄色的光线里 清俊的眉眼 完美的下额弧线 棱角分明的五官轮廓 她专注而又安静 她没有脱西装外套 只是将袖子往上捞了一捞 露出了半截尽瘦的小臂 以及左手上的名表 她在写字 而她在看她 清透甜美的小脸上满是甜甜又浅淡的笑 在顾向北将笔割下的时候 她眨眨眼睛突然抬脚就走过去 清脆绵软的娇声在身侧响起 哇 向北 你的字写得真好 还骗我说很久没有写 你太谦虚了 她的胳膊似有似无地在她身侧蹭过 顾向北低头就看到了她正仰着头看着自己 她的脸直到自己的胸口 小小的 白皙的一张脸柔和又亲切 双眼笑成了月眼状 穷鼻红唇 有骨子少女的活泼和俏皮 她的这种毫无忌惮的爱恋眼神 也使得顾向北久来尘封的心 突然起了一阵触动 恍惚间一时竟有些争住 齐木瑶的嘴角笑意渐渐加深 突然她眨了一下眼睛 便踮起脚尖 脸庞几乎是凑到了她的眼前 距离不过几公分 她闭着眼睛 就像是小狗一样的 在她脸上和脖子那儿秀了两下 顾向北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她已经迅速地往后退 脸上的笑容 突然显得有一些脚侠和恶作剧 啊 原来你用的是 她想了想说道 松百味的香水呀 晚上 齐木瑶哼着歌回到了位于城北的七家别墅 诺大的别墅里空空荡荡毫无人气 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对庸人点下头 静止提着东西上楼 来到卧室将门关上 她走到书桌旁 从带回来的袋子里 拿出了一副表好的字 这是今天下午她和顾向北在茶府写的字 一首李清照的《如梦令》 她先前抄了半段 剩下的一段则是让顾向北写的 女人的字 娟秀小巧 还带着一些稚嫩 男人的字则是刚进有力 带着一丝不羁和潇洒 很难想象是由那么矜持 又冷傲的男人写出来的 虽然两种字迹的风格不一 但放在一起的时候 她觉得是那么的协调和好看 齐木瑶双手握着下方 看了一会儿 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一抹微笑 她在屋子里看了一会儿 最终选择将表字 放在了梳妆台旁边的空处 正对着大床的位置 将东西摆好 她站在那儿 忍不住就开始摇头晃脑地堵起来 昨夜雨书风筝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 就在这个时候 几声敲门声突然传了过来 将她的颂毒打断 齐木瑶郁闷地皱起眉头 随即将转身过去开门 谁啊 站在门外的是齐承号 她手里还提着个行李箱 一副行迹匆匆的架势 大哥 有什么事吗 齐木瑶抿着脚嘴问 木瑶 这几天我都会在医院里陪着青城待产 五天后 就是玉家和韩家的婚礼 爸妈他们会过去 你如果有空的话 就跟爸妈他们一起过去一趟 因为我和幼稚都有事情去不了 免得伯父他们 觉得我们不重视 齐承号说 二十八号 齐木瑶想想 皱起眉头 可是那天 我还在C市出差啊 可能也去不了 出什么差 齐承号瞬间也蹙了眉 我们公司最新的合作项目啊 要在C市启动 我已经跟爸说好了 到时候 我和合作方过去就行了 他和妈去参加婚礼就行 齐木瑶解释道 那也行吧 齐承号也没多想 正要转身离开 突然他又回过头来说道 对了 青城说给你请的老师被你开了 怎么回事 齐木瑶眨眨眨眼睛便说道 因为我找到另一个更好的老师 所以就让他下岗了呗 齐承号这个妹妹 一个多月前突然抽风说要学什么毛笔字 还买了一大堆的茶海 茶具什么的 下班回来就在家里看书学习 还让他们帮忙给请了写毛笔字的老师 虽然有一些附庸风雅的嫌疑 但是起码要比以前那样天天在外边 夜夜声歌要来得好 齐承号没有再说 点了下头便转身离开了 一日 顾向北一大早上就起床 洗了个澡出来之后 站在更衣镜前穿衣服 大床上 时光谱 睁开眼睛 微微地侧着身子躺在那 他单手拖着腮 看着他动作优雅 在那穿衣服 挤扣子 打领带 脸上挂着一抹 近乎痴迷的笑 等顾向北全部收拾完毕之后 转过身来 俨然已经是一身 金贵而又优雅 偏偏贵公子也不过如此吧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时光谱看着他那副 英俊帅气的模样 他突然开口 有一些称怪说道 向北 这是你第一次出差 这么长的时间 顾向北 抬起眼皮子 看了他一眼 又低下头 将西装的领子 理了理 他的声音 更是平淡无波 这几天 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反省 哪儿也别去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 不要再搞出什么乱子 时光谱 撅着嘴 本来很好的心情 因为他这句话 顿时又全被破坏 我还能去哪儿啊 舅舅连大院都不让我去了 真是过分 不过也好 免得我去了 看到不开心的人 婚礼我更不想去 看着他们在那秀恩爱 秀珠宝 简直小家子气 顾向北深吸口气 过去提起昨晚 收拾好的拉杆香 他表情冷漠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跟夜宵早已经是过去世了 他是你的表妹 也就是我们的亲戚 这种话 我今天只说最后一次 信不信有你 说完 他拉起了拉杆香 买着长腿 步入到门口 向北 这个时候 时光谱猛地喊住他 拉开被子 紧穿着单薄的睡衣 就走了过去 睡衣是丝制绸缎的布料 随着走动 紧贴在他这身上 清晰地勾勒出 他欲加丰满的 身材和微图的小腹 并不怎么好看 时光谱 到了跟前 伸手搂住他的腰 脸贴在他胸前 一副诚恳认错的语气 我知道了 以后我不会去大院了 我也不会再见他了 他愿意得意 那就让他自己 在那得意好了 只要你的心在我这 我其实谁都不在乎的 我最在乎的只有你 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 向北 鲜柔手掌 在他胸前缓缓拂过 伴随着女人 真挚又缠绵的告白 我爱你 顾向北低头 脸上的表情渐渐缓和 你能这样想就好 时光谱笑了笑 踮起脚尖红唇 在他的脖唇上 吻了又吻 一路顺风 我等你回来 顾向北扯了下唇 拉开房门 拖着行李 匆匆离开了 时光谱将门关上 慢慢地呼出一口闷气 对于夜宵 虽然他的心里 依旧有些不痛快 但是现在的想法 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之前是他太傻 也太轻敌 经过身份证 这件事情之后 他才意识到了 他从前想法 有多么地大错特错 二十多年的疼爱 又算什么呢 现在有一个残酷的现实 就是夜宵才是 郁锦川的亲生女儿 是他奶奶的亲孙女 好不容易认回来 自然会给予 最为极端的宠爱和弥补 而他不过是一个外侄女儿 加上家里的公司又破了产 对郁家而言 估计只是有 摆不脱的厌烦感了 之前之所以那么受尽宠爱 是因为郁家没有女儿 现在如果他再这么 明目张胆地欺负夜宵 他们也只会对夜宵 更加上心而已 所以为了以后的日子好过 目前他只能先按耐住冲动 让夜宵得意一会儿了 时间如白居过西 顾向北出差的第五天 四月二十七日 也就是韩家和郁家 大婚典礼的前一天 除了郁家和韩家 所有的亲戚 婚礼邀请的宾客 基本上都是地势的名人要事 而新娘子是郁家 二十多年失散民间的女儿 这个消息早已经在地势散开了 除了先前那一次 媒体上的匆匆曝光 关于郁霄这个 一月上枝头的名门辉姑娘 众人也只能闻其名 却很少见其人 无数吃瓜群众唏嘘感慨 而他们更为津津乐道的 则是郁家和韩家二度 政商联姻的事情 更有传闻 有了郁家的庞大政治背景后 韩家的商业帝国 也必将更加的恢弘远大 前途将不可限量 更有可能一跃成为 八大家族的龙头产业 当然 这些都是媒体和网络上的谈资了 作为身在其中的高小潇 心中却只有对这场婚礼的期待和向往 按照帝氏嫁女儿的习俗 这一天新娘子是必须要住在娘家的 也因为郁老太太先前就和郁锦川沟通过了关系 所以这一天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是 她得在郁家大宅睡一晚上 虽然之前已经去过了很多次 可还是第一次要住在那儿 感觉多少还是有些奇妙 中午吃过午饭之后 郁老太太就兴奋地拿起手机 给韩老太太打电话 喂 老太婆 这都一点钟了 赶紧把我的孙女儿送回来呀 韩老太太坐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慢条字里地说着 急什么呀 这才几点钟 明天才婚礼呢 那你是打算什么时候送过来呀 是 我知道明天才是婚礼 那萧萧儿今晚上不得好好休息 明天才能容光焕发 做个漂亮的新娘子呀 郁老太太已退为进 而且呀 明天一大早子 服装师 化妆师 就得赶过来了 所以你赶紧让阿珍把萧萧儿送过来 晚上也能早点休息 对吧 韩老太太想了想 也是 自家孙子那么粘人的劲儿 可不得早点送去安心吗 行 那待会儿啊 我去跟阿珍说 说完 韩老太太不忘嘱咐 对了 今天晚上萧萧儿住你们家 你们可得照顾好啊 瞧你这话说的 萧萧儿可是我的亲孙女 我当然会伺候好她了 你就放心吧 她的房间我早都让人收拾好了 屋里都是地毯 浴室里也铺了防滑垫 我两个孙媳妇都怀孕了 我心里有数 郁老太太保证道 韩老太太点点头 那你们就在家里等着吧 我现在就去跟阿珍说 谁知道 郁老太太这么一等 就是整整一个下午 在韩宅吃过晚饭 又磨蹭到八点钟 韩珍这次开车 载着高小小 来到了郁家 外边看着没什么感觉 一进到客厅 就看到墙壁之上 到处都贴着大红的喜字 桌上还放着红色的果盘 里面全部都是 外边涂抹红艳艳的花生 白果开心果之类的 直到高小小今天晚上 要住在这里 客厅早已经坐得 满满当当的 郁锦川解释 明天早上 我会去节之秋 一起去庄园 高小小点头 在楼上和众人说了几句 韩珍便提着行李箱 送她上楼 她的那间卧室 还是一如既往 粉红色公主风 只是墙上贴着大红喜字 床单被照 换成了一套 大红色的喜背 韩珍将电视打开 她和高小小一起 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综艺节目 一副不打算走的架势 周五晚上 综艺节目一放 就是近两个小时 等一集节目完毕 早已经是九点多钟了 高小小瞄瞄了一眼时间 伸出手指 戳戳韩珍的胳膊 九点多了 你该回家了 韩珍一进门 就将西装外套 脱了丢在旁边 此时她身高腿长地 坐在那儿 黑色衬衣 解开了几颗扣子 袖子更是挽到了手肘部 手臂上结实的肌肉 随着她拨瓜子的动作 紧绷着 看着特别随意性感 就像是在自己家一样 听到媳妇的这番话 她将拨好的瓜子 放在嘴里 不冷不淡地说 再等会儿嘛 时间还早呢 不早了 都快十点钟了 高小潇 想也没想就催促到 韩珍转过头去 深邃的黑眸 静静地看着她 然后说 就这么想让我做 见她眉宇间略有不悦 她眨眨眼睛忙说道 明天不是一大早 就要来接我 去婚礼现场吗 我怕你回去得太晚了 睡不好 明天精神不好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699集 见她还是一副 不以为然的表情 高小潇又说道 今天是周末 晚上会比较容易堵车 现在都快十点钟了 你回去怎么说 也得十一点多了吧 这么晚了 我不放心 回头我也睡不好 明天有黑眼圈怎么办呢 韩真没有说话 但是将手中的瓜子放回去 说实话 这还是两个人 从好上以后 除了她出差 第一次晚上不再一起睡 别说自己 从怀孕以后 她每天晚上都必须抱着她 摸着她的肚子才能睡着 尽管现在的肚子 还没有突出来 但是不摸到 心底就不踏实 一想到待会儿 回去就是自己 一个人睡那冷冰冰的床 明天起床后 怀里空空荡荡的 她就有一股冲动 想要留下来算了 此时 此刻 她也真是后悔 当初居然会答应 玉老太太提议 让高小潇在婚礼前 回娘家睡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她不甘心地 站起来之后 韩真看着紧跟其后 站起身的高小潇 突然说道 我帮你洗完澡 再做 高小潇脸上慢慢红了 不用 我自己洗就行了 刚才一进屋 她就私下转悠了一下 房间里面 都铺了厚厚的长毛地毯 卫浴室里 也是防滑店 更别说 脱鞋都是戴防滑的 玉家的工作 真是做得很到位 估计也是因为家中 有两个孕妇的原因 不行 你自己洗我不放心 韩真坚持说道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不用了 高小潇有点窘 说在家里 自己累得 她伺候一下也就算了 她也习惯了 可是 这是在玉家呢 楼下一大帮子人 估计还等着 再送她这个准女婿走呢 结果 韩真则是已经走了过去 静止打开了 带过来的拉杆箱 从里面找出她的睡衣 又走了回来 高小潇无奈地看着她 僵持半天 只好张开双手 搂住她的肩膀 就像小孩一样 被她拖着屁股 抱进了浴室里 楼下 随着时间渐晚 长欢妍和韩敏夏 都起身回屋了 又过了一会儿 玉锦川也起身离开了 玉老太太坐在沙发上 不停地抬头看着墙上的钟表 看着到十点了 可还不见韩真下来 忍不住开口 杨夕 你过来一下 妈 怎么了 杨夕忙 往玉老太太身边凑了凑 你去楼上看看 顺便问一下 阿真她什么时候走 这都十点钟了 太晚了 玉老太太低声说道 杨夕尴尬地眨眨眼睛 妈 这不太好吧 人家小夫妻俩 可能是不舍得分开 尤其潇潇又怀了孕 阿真肯定不放心呢 我这么上去 算是怎么回事了 帮她鸳鸯啊 没事 你一上去随便说几句话 阿真看到肯定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不然都这么晚了 新郎官还不走 这不符合习俗呀 玉老太太坚持又急切地说道 那我也不能上去赶人呢 杨夕无奈 妈 您要是累了 就先歇息吧 我在这儿等着 那不行 玉老太太立马板上了脸 她不回去 我不放心 我得在这儿守着 楼上 帮高小小洗完澡洗完头发 又帮她把头发吹干之后 时间已经到了十点四十分 韩真 将毛巾和电吹风丢到了一边 然后伸手抱着高小小绵软的身子 低头在她身上绣了好几下 好像 你还不走啊 高小小忍不住打了个呵线 实在是因为她的按摩手法太地道了 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她睡觉的时间 困到不行 韩真不悦地看着她干脆地说 要不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吧 高小小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 伸手推她 不行 你快回去吧 奶奶他们肯定都在下面等着呢 都这么晚了还不走 他们该怎么想我啊 虽然他们这一次只是不办婚礼而已 确实也要要求 什么都要按照普通的习俗来 婚礼前夜 按照理来说 新郎和新娘不应该见面的 韩真想了想又说 那我晚点再走 我等你睡了 高小小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明天就是婚礼了 我们又不是见不着面了 至于吗 快点回去吧 爸妈他们都在家里等着你呢 又过了一会儿 高小小看了一眼时间 语气无奈 你再不走 都十一点了 韩真搂着她 又往自己身上贴了贴 她的睡衣里也没穿内衣 这么一抱 难免有些心缘一马 再抱一会儿 这个房间她也没睡过 这会儿 见她一身肃静 白色的睡衣 躺在那么诱人犯罪的 大红被褥里面 看得怎么看怎么诱人 为了迎接婚礼 他们也是一个多星期 都没有亲热过了 想着想着 韩真另外一只手 就忍不住摸下去 高小小一把 将她的手打了下来 别闹了 你再这样 明天我真的起不来了 到时候婚礼 你就一个人参加 那 你请我一下我就走 韩真立刻交换条件 终于 高小小叹叹了口气 伸出手勾着她的脖子 将唇缓缓地 印在她脖唇上 一问完毕 两个人都有一些 气喘吁吁的 尤其是高小叹 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红韵 嘴唇更是又肿又红 好半天才换过神来 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韩真怎么觉得 她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 撵她走呢 深吸了口气之后 韩真最终还是松开双手 从床边站起来 那你好好睡觉 我走了 明天见 明天见 高小叹说完 见她过来 拿起车钥匙和外套 忙又补了一句 哎 你慢点开车 路上注意安全 韩真点点头 等到了门外 突然转过头去看她 媳妇晚安 我走了 高小叹也只好柔声地说道 老公晚安 韩真对她温柔笑了笑 伸出手将房间的灯关掉 随着啪她一声脆响 房间里面顿时一片漆黑 房门也被慢慢地合上 遮住了走廊上传来的 最后一次光亮 高小叹躺在 满是玫瑰香味的大床上 黑暗中她抿了抿唇 突然觉得 鼻子有些酸酸的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本集也没有什么感觉的 就是被韩真这么来回折腾一下 刚才又见了她一个人 孤零零地离开 尤其是灯一关眼前一黑 仿佛世界都变了天一儿 高小小深深地吸口气 在心中强烈地鄙视了一下自己 这才将眼睛给闭上 韩真来到楼下的客厅 发现只有玉老太太和杨夕 还在客厅里坐着 一看到她 立刻都激动地站起来 哎呀 阿真哪 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玉老太太一脸地假笑 心里头却想的是 真不容易 总算是舍得回家去了 杨夕也忙过来说 是啊 时间还早呢 要回去了是吗 韩真抬起了左腕 一问正经地看了一眼时间 哦 是啊 我也觉得时间有点早 那我再坐一会儿 万万没想到这个人 还会顺杆往上爬 他们真的只是客气一下而已 哦 阿真也在呢 这个时候门口一道戏谑的声音 打断了众人的尴尬 玉成眼 西装革履地站在悬棺处 骨节雅致地手里提着个大西瓜 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四方小盒子 隐约传来了一股臭豆腐的味道 韩真看了她一眼 才松口说道 奶奶 时间不早了 我得先回去了 明天见 明天见 玉老太太说完 心里头松了口气 等韩真离开之后 她望着玉成眼手里的东西说 成眼 你买的这什么东西呢 那么臭 玉成眼则是抽抽嘴角 臭豆腐 恰恰突然想吃了 玉老太太一听这三个字 就皱起了眉头 这都怀孕了 不能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玉成眼点了一下头 知道 我就让她吃一块 不对老婆好 怎么会有老公的幸福呢 玉成眼突然笑得 有些老奸巨滑 到了楼上 韩敏夏已经洗好澡 换好了睡衣 躺在床上 一看到玉成眼手里的袋子 就像小狗一样地 绣了几下 随即伸手招呼她 快快快 拿过来给我 玉成眼嘴角一抽 随即便微笑地走了过来 韩敏夏从床上跪着坐起来 一把抢过盒子 打开一看 却发现里面居然只有一块 啊 她眨了眨眼睛 大眼睛讨伐一样地望着她 其他的呢 又被狗吃了 是啊 玉成眼脸不红心不跳 哪怕被称为狗也无所谓 韩敏夏白了她一眼 懒得拆穿她 将叉子 插下了那唯一的一块珍贵的臭豆腐 然后塞到嘴里 一边吃一边满意地发出了一声声音 哦 啊 好好吃啊 老婆 玉成眼将西瓜放在地上 过去抱住她 现在都第四个月了 我们 啊 韩敏夏脸一红 还不太反应过来 人便被她带着躺在了她床上 玉成眼伸手解开西装钮扣 脱下 随手一扔 又伸手去解衬衫的钮扣 再随手一抛 望着她渐渐露出精壮结实的胸膛 韩敏夏满脸潮红地煽动着眼睫 啊 我 我困了 困什么 明天又不是我们结婚 玉成眼说着 伸手握着她的小手 放在自己的皮带上说 你来动手 待会儿她会轻一些的 韩敏夏反应了半天 才知道她说什么 抿了抿唇 脆了一句 你 手不要脸 玉成眼笑了笑 戴着她的手 将皮带解开 然后拉下了拉链 韩敏夏脸颊发烫 火速地移开了眼睛 一阵稀稀缩缩的声音之后 玉成眼在她身边躺了下来 温热地呼吸一下又一下地在她耳后轻浮 哪怕放松一些 别那么紧张 韩敏夏怎么能不紧张呢 真正算起来她和玉成眼也就发生过两次关系 一次是自己喝醉了酒 另一次自己被下了药 所以她对那种事情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唯一记得就是清醒后浑身酸痛 疲惫不堪 现在她又怀了孕 医生说这种事情能不做就不做 最好不做 玉成眼也的确一直都在忍耐 直到她肚子现在已经四个月孕期了 刚才让她去外边买吃的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暗示让她给些好处 经过了这么久 韩敏夏也习惯了 她每天晚上抱着自己睡觉 而习惯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思绪混乱之际 玉成眼的手也顺着她的后背 慢慢地往下 然后从腰的地方往前 最后停在了她微秃的小腹上 低声地说道 乖女儿哟 闭上眼睛 把耳朵也闭上 大手往下轻柔地将睡库连同小裤全部脱掉 韩敏夏紧闭着眼睛呼吸起伏 微颤起来 床边的地毯上 女人的衣服一件一件被丢下 和男人的衣服混乱纠结在一起 不一会儿 屋里便只剩下了男人和女人抑制不住的喘息之声 韩敏回到家里 找出烟和打火机在阳台上点了一根 夹在嘴里 慢条丝里地抽着 这也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在家里抽烟 跟高小潇在一起的时候 她连打火机和烟盒都不带 本来觉得烟影挺大的 应该会很难戒掉 没想到后来习惯到成了自然 卧室的角落里摆放着许多精致的礼盒 这都是别人提前送过来的结婚礼物 房间四处都贴着红色的喜字 大床上的被褥也被换成了大红色的喜背 靠枕也都是粉红色的 床头的墙壁上还挂着她和高小潇拍摄的巨幅婚纱照 照片里两个人脸对脸 额头贴额头 鼻子贴鼻子笑得有点傻 不过韩敏看着看着 忍不住便勾起了博春笑起来 想到拍照的那天的情形 抽完烟之后 她去了浴室冲了个灶 独自一个人回到了空空荡荡的被褥里 果然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脑海里全都是高小潇那张秀美白皙的小脸 她拿出手机干脆给高小潇发了一则微信 媳妇儿 我睡不着 如果她说她也睡不着想她了 她便会立刻起床下楼穿衣服 去郁家陪她 结果半天没有任何回复 韩真心里想啊 这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女人 这么快就睡着了 本来想打电话过去 但是看了眼时间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怀孕之后 基本上每天十点多就睡觉了 刚才在郁家见她都困到不行 想想还是算了 把手机重新地搁回去 刚把灯熄灭 却突然传来了微信提示音 立刻将手机拿回来 点开一看 不是靠小潇发来的 而是八面埋伏微信群 燕南生说道 喂喂喂 有人在没 风尘安说道 别人不知道 二哥他肯定在 齐承昊说道 阿珍明天就要当新郎官了 肯定睡不着啊 燕南生又说道 阿珍啊 你呀快出来 快出来 我要讨伐你 太不好意思了啊 晚上我在金地 给你摆的单身宴 为啥不来 风尘安说道 就是 结果就我们几个单身的去了 太没意思了 陆自衡说道 果然是单身宴啊 去的都是单身狗 玉玉婷说道 哎呀 行了行了 都早点睡吧 明天谁迟到 以后就永远逃不到老婆 燕南生说 我去 别咒我 风尘安说 玉婷你太毒蛇了 燕南生又说 有女朋友了不起啊 玉玉婷回道 就了不起 有本事你也找啊 韩真看到了最后 眉头皱得 仿佛能夹死一只苍蝇 他直接点了退出 关机 然后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 高小小在一阵敲门声中 醒了过来 大床上只有他一个人 身上的大红被褥 粉色却有陌生的房间 让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这是玉家 今天是他的婚礼 高小小忙揭开被子起床 过去把门打开 杨夕穿着一身光鲜亮丽 粉色的裙子 笑眯眯地对他说道 醒了吗 来楼下吃早餐吧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杨夕离开之后 高小小走到了落地窗边上 拉开窗帘往下看 楼下已经停了不少的轿车 依稀还能听到客厅里传来阵阵的欢声笑语 高小小呢 弯了弯唇 转身走进了浴室里洗漱 吃完早饭过后 服装师化妆师还有造型师们 都在杨夕的带领下到楼上来 开始帮高小小做新娘造型 因为都是提前打过招呼 新娘子现在有身孕 化妆师就给高小小上了一个淡妆 用的也都是孕妇专用的无刺激产品 化完妆后 发型师给他挽了一个韩式的新娘盘发 露出了他白皙标致的瓜子脸 再戴上涂纱 搭配精致秀美的五官 营造出了一份浪漫梦幻的美感 终于折腾完毕了 高小小悄患上那身婚纱 挺挺欲力地站在镜子前面 房间里除了工作人员 也慢慢地开始挤满了人 都是大院里一早来看热闹的 还有的都是郁家帝氏的亲戚 专门过来参加婚礼的 边看边对高小悄发出 惊险的赞叹 新娘子长得真漂亮 这一生好美啊 哎呦就是啊 新娘子身材真好啊 高小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不知道害羞还是开心 脸也慢慢地红润了起来 玉瑾川也带着高之秋走了进来 他头上戴着个帽子 穿着一身水粉色的得体服饰 当看到镜子前身穿婚纱 美得不可方物的女儿 高之秋虽然没说话 却是瞬间热泪盈眶 玉瑾川也是有些眼圈红了 就在不久前他从没想过 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亲眼看到 并送女儿出嫁 瑞园 寒宅 一大早上 众人便准时来到寒家 虽然平日里每个人都对坐驾有各自的喜好 比如玉瑾婷就喜欢双座的跑车 跑起来比较带感 燕南生则是喜欢卡宴 位置宽敞开着舒服 丰尘安则是喜欢舒服些的轿车 去哪都很方便 不至于太过高调 可是今天因为是韩甄的大婚 之前他们再三交代过 所以今儿个大伙都开来了各自最拉风炫酷的豪车 除了玉瑞婷是伴郎其他的亲友团以疑虑 被要求必须是单身 所以锦木琛 陆自衡这些已婚男人自然被排除再败 他们也乐得轻松 不需要一大早上就赶过来 于是玉瑞婷 燕南生 丰尘安 陆南城 包括几个年纪相仿的好朋友 一共十个人 乌乌泱泱地便将车队停在了外边别墅的马路崖子上 一排一溜 就算是瑞媛的住户大多非福即归 这么一眼看绝为师太过震撼 等韩甄做完造型之后 风神俊朗带着一身粉红色小西装的高小白走出来 两个人坐进婚车 带头领着后面的十辆车上了路 瑞媛到军区大院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其中有一段路要经过地势最中心的位置 这么一大队拉风的世界级名车开在路上 惹得其他车都躲得远远的 根本不敢靠近 一是看车上都围着红色丝带和玫瑰 一看就知道是在办喜事 自然给他们让路 二是因为每辆都是世界级的名车 哪怕他们开得再快 也没人敢过来挡路或者是强行插入 万一要是擦呀碰呀的那怎么办 车队就是这么的霸道 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军区大院 一靠近玉家大门 玉老太太已经站在门口 身边还有不少的老头老太太在那看热闹 见到这场景都纷纷开始说 哎呀老夫人 你家孙女啊 驾得可真够好 就是啊 这么多豪车呀 都排成牌了 哎呀 比上次你家成岩娶媳妇的时候 还要气派的 玉老太太听着 心里头那叫一个满足 面上却是谦虚地说道 低调低调 院子里面 因为除了造型师 还有几个亲戚的车 根本就割不下了 韩真所在的婚车开进去之后 其他的车就被迫停在了院子的外头 还好先前玉东辰已经和别家打过招呼 也围了个临时的停车场 十辆车挤一挤 倒也看看能放下 等所有的车都停好之后 韩真和高小白从车上下来 各自整理身上的西装 带着一众身高腿长的亲友团 就往大门走去 可是谁知道 刚到门口就被杨夕 还有几个亲戚拦住 韩真抿着嘴唇 撇了一眼后方 作为伴郎的玉玉亭 立马递上了几个红艳艳的大红包 也是醉了 明明是自个儿家 却还得给红包才能进门 第一关倒还好过 毕竟杨夕他们都是长辈 只是做做样子 图个好彩头 谁知道进了客厅之后 楼梯口那儿却又有人守着 两把太师椅往那儿一坐 刚好把楼梯口给堵住 韩敏夏长欢炎 一人一把 脸上都化了淡妆 打扮得也很漂亮 脸上更是带着看好戏的笑 虽说肚子还没有突出来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俩女人是孕妇啊 尤其旁边还一左一右 站着玉成眼和玉存玉 保护意味十足 于是众人根本不敢硬闯 上前来就坐一刻讨地说 两位美女 手下留情啊 对对 有什么要求啊 尽管提 别动了胎气啊 长欢炎伸出小手 翘翘直透 玉婷立马心理神会地 递上了红包 四个人一人一个 玉存玉和玉成眼道 也不客气 拿到手里就各自 给到媳妇手中 韩敏夏开口说道 嗯 这结婚嘛 要有结婚的规矩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也不会太为难你们的 话没说完呢 韩真就冷声打断她 说谁长辈呢 啊 长欢炎那个炯啊 玉成眼则是立刻 义正言辞地说道 今天你要取消消 我们自然就是你的长辈 少废话 还想不想上门了 韩真则是瞇了眯眼睛忍了 由老公称妖韩敏夏立刻又嘚嘚嘚嘚地开口说道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四个 你们只要能做到 就可以上去接新娘子 怎么样 说吧 保证都能做到 玉玉婷有些不耐烦了 韩真用言尾拟了她一下 说吧 韩敏夏则是扬了扬眉吗 嗯 第一个要求嘛 请用身体摆出一个心形 其实这四个问题都是韩敏夏前天在网上搜出来的 她认为难度不大 谁知道才第一个要求 那几个人就不说话了 半天都没什么表示 啊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哇 韩敏夏怒了 凶巴巴地拍了拍椅子的把手 喂 刚才不是说了都能做到的吗 韩真转身 长指指了两个人 你们俩呗 燕南生和风承安立刻目瞪口呆 喂 凭什么是我们俩 你们俩年纪最小 这种丢人的事情 你们不做 谁做 陆南生在一旁冷冷地抛来一句 就是就是 为了二哥的幸福啊 你们俩赶紧的 其他人也开始催促了 燕南生和风承安无奈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面对面 弯腰低头 再翘起屁股 总算把这个心子给摆了出来 过关 长欢颜笑着说道 第二个要求呢 韩敏夏今天有一种 翻身浓奴把歌唱的感觉 他小手挥着就说道 就是 每个人做一百个俯卧冲 我去 夏夏 不带你这样的啊 这不是折腾新郎官 这是折腾我们呀 燕南生已经忍不住反抗了 就是啊 一百个 我靠 我今天好不容易把发型吹得这么帅气啊 风承安也是一脸的不满 谁让你们是亲友团呢 做不做啊 韩敏夏则是一副 你能奈我何的表情 不做的话 现在就回去 别想接新娘子了 韩甄 攥了攥拳头 继续忍 他把西装脱掉 领盖松开 又解开了衬衣的袖扣 捋到了手肘的位置 一百个佛城是吧 对啊 牛牛他们负责数数 来来来 韩敏夏说着对那三岁多的小丫头招了招手 立刻一帮孩子叽叽喳喳地涌了过来 其他人见状 也都纷纷地把名贵帅气的西装外套给脱下来 一个挨着一个地开始在客厅里坐起了俯卧城 周围的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在那数数 不过有些数得快一些 有些数得慢一些 又惹得某人怨声载道的 哎呀 小祖宗 我都做了八十个了 你怎么还数十个呀 这是燕南生的哀嚎声 叔叔 我就会从一数到十 小丫头怯生生地说道 最后 就这么半糊弄的情况下 终于把一百个佛城做完了 等常欢言终于喊了一声 过关 他们一个一个穿西装的穿西装 喘气的喘气 脸上的表情都有一些不爽 尤其是玉玉婷 她发誓 如果下次她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让奶奶把韩敏夏给带走 不 最好去外国捋个油什么的 这都是想的什么损招啊 好了 第三个要求 韩敏夏笑咪咪的 大哥 唱一首欠腹的爱吧 玉成眼则是立刻从兜里掏出手机 长指滑了几下 先前下好的伴奏就放出来 这次不许代替啊 只能自己唱 韩敏夏立刻补充一句 韩甄嘴角抽了抽 半天之后 换手歌 这么恶俗又接地气的歌 简直不符合她今天高贵俊朗的形象 不行不行 刚才都说了保证能做到的 韩敏夏立刻喊了起来 玉婷在一旁 冷不滴地又被韩真狠狠地弯了一记眼刀 清了清嗓子 韩真有一些尴尬 那 女生部分怎么办啊 那你自己看着办咯 韩敏夏笑咪咪的 长还眼在一旁 忍笑 忍得很辛苦的 韩真咬着牙说道 那 我就唱男生部分啊 女生部分我不唱 不行 必须唱 韩敏夏不依不饶 这还是她亲妹妹嘛 要不是看她怀孕的份上 真的有种掐死她的冲动 韩敏夏看着韩真 脸上铁青的脸色 巧笑倩兮地说道 大哥 谁让你以前老是欺负我 今天知道后悔了吧 韩真冷笑两声 你今天不放过我 以后没你好果子吃啊 韩敏夏吓得 立刻抓住了玉成岩的手 老公 大哥他恐吓我 玉成岩立马皱起眉头 哼 老真啊 你还想不想上去接萧萧了 旁边几个长辈一边看一边笑 反正今天大喜的日子也随着小辈们折腾 于是韩真就真的开口唱了几句 欠福的爱 高小霄听到楼下传来响亮的歌声 她忍不住扑吱一声 然后立刻又伸出手来捂住嘴 这还是她第一次听韩真唱歌 没想到还是唱了一首这么接地气的歌 虽然她没有半尖嗓子唱女声部分 也没破音 更是没走调 其实除了歌词恶俗一些之外 她唱得还算挺好听的 可是一想到她这会儿西装革履 风华灼然的模样 竟然唱了这么一首歌 她就觉得滑稽到不行 终于 歌声在一片哄堂大笑之中停止了 随即 她就听到游小乔在门口喊着 小乔小乔 新郎瓜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好这扇门的 不给红包 不告白 谁要不给他们开门 说完啪的一声 就把门给关上 有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因为她充满兴奋的声音 高小霄的脸上一愣 随即吸上双手 便不自觉地攥紧起来 新娘子别紧张哦 一旁的化妆师笑眯眯地开解她 待会儿 新郎瓜肯定会对你告白的 高小霄真的囧的话都说不出来 都老夫老妻的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就是 有点期待而已 楼下一群人听完了一首 欠夫的爱 早已经都乐得不行了 韩真唱完最后 一个字黑着脸说道 行了吧 长还言 捂着嘴 忍笑很辛苦 半天之后才点点头 过 过关了 韩米夏又开口了 第四个要求 韩真嘴角一阵地猛抽 怎么来回地折腾呀 时间都快过去半个小时了 实在是忍不住她板着脸 一双黑毛 一双黑毛 一双黑毛分外地严厉 使劲地瞪着她 怎么还有啊 韩米夏被吓得缩了下肩膀 也知道 韩真耐心本来就不多 忙开口说道 说过是四个要求的嘛 不过大哥你放心 第四个要求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哦 就是待会儿 你抱着新娘子的时候 千万不能让她的脚落地 韩真听到这个心情烧坏 金贵地点下头 当然 这是必须的嘛 韩米夏也偷偷地松口气 笑着说道 哼哼 我说了很容易吧 大哥 以后可别再说我欺负你啊 哎呀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你赶紧让路 韩真一脸都不耐烦 韩米夏抿了下嘴 没好气地从太师椅上起身 被玉成衍扶着走到一旁 长欢颜刚从座位上站起来 一旁的玉存玉便立刻伸手扶住她 玉玉亭燕男生很有默契地走过去 一人一个把两个太师姨给脱开了 小白 上楼 韩真喊了一句 沙发上 原本坐在那悠哉悠哉 喝香蕉牛奶 看好戏的高小白 则立刻滑了下来 一路小跑过来 牵着爸爸大拇指 泡到了楼上去 笑笑 最后一个要求 你好像说得不对吧 身后 长欢颜压低了声音和韩米夏悄悄说着 这些问题他们先前都通过气了 他记得第四个要求 明明不是什么抱住新娘子 不能离地 而是 韩米夏目光闪躲 怕什么 楼上还有小桥呢 他那准备了好多关卡 大哥啊 没有那么轻松过关的 等着瞧吧 长欢颜看着韩米夏 猜到他也是怕要求太过分 回头再被韩真惦记穿小鞋 于是笑了笑便也无所谓了 楼上高小小的卧室房门紧闭 至于有小桥嘛 早就搬了把椅子坐在那等着了 他脸上画着精致的春天妆容 一身粉红色的抹胸短款小李裙 衬得他整个人又可爱又俏皮 只是因为衣服的领口有些低 露出了半边美美的胸 白皙细嫩 铤而饱满 勾人眼球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703集 玉玉婷看到那白花花的地方 眼睛立马就瞪直了 是 赶死的 那天看半娘服装的时候 明明没有这么暴露呀 刚黑着脸要过去 韩真一把拉住她的胳膊 玉婷 去扇门交给你了 赶紧给我搞定 卧室里面 高小霄坐在床头 只听到 门外头传来一声 艳难声浮夸的声音 手下留情啊 小乔妹妹 然后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正疑惑的时候 房门突然 传来啪的一声 就被人从外边给撞开了 韩真牵着高小白的手 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地走了进来 她一身名贵鼻挺的黑色西装 胸前 口袋里戴着胸花 白皙俊雅的面旁 戴着一丝热气 嘴角微翘 眼神浅全 迈着大长腿 风滑满身的 便走了进来 至于身后 玉玉婷怀里抱着尤小乔 小泥子脸红红地 窝在她的胸前 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哪里还有先前 那一幅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呢 高小小无奈地摇摇头 真是个不靠谱的姑娘 喂 大哥你太过分了 你 竟然使用美男计 身后 韩敏夏已经在 玉成衍的搀扶下上了楼 一看到尤小乔 被玉玉婷抱在怀里的画面 气呼呼地大叫道 长欢眼眼神满脸的黑线 不过她爱莫能处了 房门都开了 尤小乔听到 韩敏夏的话 顿时脸上爆红 低着头 就把头塞进了玉玉婷的怀里 别动 耳边传来玉玉婷不悦的声音 再动衣服就要掉了 游小乔一愣 忙低下头 随即没好气地抬头 瞪了她一眼 哪有掉啊 老板 你不要吓我 反死人呢 第一次穿这种低胸式的小礼服 她真的挺担心会掉下来的 这件衣服太危险了 看着眼前那圆润又诱人的胸 虽然很扬眼 但是玉婷一张俊脸还是皱得像个臭菊一样 走 我带你去换一身 说着 她就抱着她 转身到自己的卧室去了 身后传来了伴郎团 乱成一团的叫声 喂 玉婷 你压的干嘛去啊 不是 今天是二哥结婚呢 不是你结婚呢 玉婷 你小子 赶快给我站住 韩真浑然不理身后一团乱潮 进了卧室之后 松开小白的手 旁若无人地走到高小小的面前 低头 看着她乖巧羞涩地坐在床边的模样 一颗烦躁的心 立刻软到不行 脸上的表情也是如沐春风 嘴角的弧度 温柔得不可思议 媳妇 我来了 便见高小小蕭脸上一红 一抿嘴唇 脸颊两侧还露出了两颗小小的梨窝 可爱到不行 郁锦川则是倾咳了好几声 按照习俗 新郎官必须得先跟新娘的父母打招呼 还得进茶呢 等他们答应了 才能进来见新娘子的 结果韩真倒好 不但把儿子丢了 岳父岳母也完全不放在眼里 高小蕭眨眨眼睛 也顾不上害羞 抬起头来看着她说 你先去给爸妈敬杯茶 快点 韩真皱了下眉 只好转身走过去 叔儿上 茶杯里面早已被倒上了茶 只需要她意思意思 做个样子即可 见韩真过来 玉锦川的脸上 这才挂上了舒心的笑 高知秋也是一脸的欣慰 但韩真 再将茶杯分地到他们手中 叫了声 爸 妈 请喝茶 两人端过茶 笑盈盈地一口同声说道 好 一人一口抿了口茶 韩真便立刻转身 再度来到了高小小的身旁 她也不说话 过去就伸手 缓住了高小小的肩膀 另外一只手 穿过底下层层裙摆 稍稍用力 便将她整个人 从床上抱了起来 高小小戴着蕾丝手套的 柔软双臂 缓住她的脖子 听到周围所有人鼓掌的声音 脸上的羞翼顿时更加明显 突然 不知道是谁 又开始在那起哄了 新郎新娘亲一个 对呀 亲一个再走 二哥 亲一个 亲一个 韩真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女人 乌黑的头发 全部挽在脑后 显得那张瓜子脸 愈发的精致小巧 因为上了淡薄的淡妆 皮肤细腻又显得清透 脸颊上浸出了 红韵搭配眼底的星星点点 再配上那一身 洁白如雪的欢纱 就像是一朵 绽放刚刚好的玉兰花 淡雅又清新美好 她低下头 脖唇便贴在了她的梨窝 轻轻地吻了一下 屋子里的人欢笑声 顿时更加热烈了 高晓晓低着头 感觉自己的脸上 已经热到不行 韩真抬眼 看着众人说 我媳妇比较害羞 别闹了 既然韩真都说别闹了 加上一堆伴郎团开道 韩真立刻便抱着高晓晓 往外走 婚纱的后白很长很长 因为游小乔不在 只能化妆师们 忙成一团 拖着裙摆往外走 也因为高晓晓身怀身孕 家里头有两个孕妇 不但下楼没有人放鞭炮 连礼花都没敢放 但饶是如此 欢乐热闹的气氛 可是一点都不见 尤其是等到了楼下客厅 大堆的孩子和亲戚们 都涌上来要看新娘子 七嘴八舌地恭贺 燕南生他们忙着开道 免不了口中发出怨言 这个玉婷 怎么还不下来 吊美人窝里 爬不出来了呗 哇靠 鸭个没出息的 好不容易开完道 蹬到外边 还得风尘安 一路小跑到车前 把后车门打开 韩真这才抱着高晓晓上车 等一身粉红色的高晓白 也上了车之后 韩真将车门一推 大手一挥出发 一辆接着一辆的世界顶级名车 便依次跟在婚车的后边 就这么浩浩荡荡的朝着普罗旺斯庄园的方向开去 婚车里一家三口坐在后面的位置 高晓白坐在最中间 一身粉红色的小西装 把它装扮得格外粉嫩 如果不是那可爱的西瓜头 真的像个漂亮的小女孩 虽然韩真脸不红气不喘 但是想到刚才她抱着自己 从楼上一直走到外边 再加上被阻拦的关系 足足大概有二十多分钟 高晓晓不免关心地低声问了一句 手酸不酸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没事 不算 韩真的脸上一直挂着满足的笑容 说完这句话 便将博春凑到她耳边又补一句 高晓晓原本焦红的小脸 这个时候像猴屁股一样 趁着高晓白不注意 伸手在她肩膀上掐了两下 口型无声地说出三个字 不要脸 高晓白坐在中间默默地降低存在感 至于司机呢 也是两耳不门窗外室 一心只顾开好车 玉老太太她们收拾完毕之后 就依次坐到车里往婚礼现场赶去 只不过等车开出了玉家大院 她一眼就看到了玉玉亭那辆蓝布金尼 还停在路边并没有开走 车身上围着玫瑰花和彩带 一看就是也要去现场的样子 哎呀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丢了一辆车啊 玉老太太一惊一乍地问道 杨夕一愣 忙拿出电话来打玉玉亭的电话 电话响了几声被接通了 玉玉亭的声音带着一些喘息声传来 妈 怎么了 小三 你人在哪呢 车队都出发了 怎么你的车还停在外面呢 杨夕火急火了地问 电话里顿了一会儿 随即玉亭说道 我们马上就下来 电话被挂断 杨夕也先纳闷 什么叫马上就下来 随即明白过来之后 气得猛拍大腿 哎呀 这个小三 谈恋爱以后真是惊虫上脑了 是不是啊 老蛋无事 楼上卧室里 大床上 玉亭翻身从尤小乔的身上下来 掏出纸巾 帮两人擦拭干净 大手拍拍他小屁股 好了 别回味了 快起来 车队都出发了 游小乔的脸蛋朝红 像是要窒息过去 口红被吃光了 原本完好的发型也被弄乱了 现在还浑身没力气 我不去了 我这样审的 人家一看就知道 我刚才做过啥事 都怪你 说完还不解气 抬起小脚朝着玉亭的身上踹过去 哎 干嘛呀 玉亭大手一抓 脸带尴尬 语气却还无辜 谁让你穿得那么暴露呀 我哪知道 穿出来是这种效果呀 游小乔也是很委屈 其实先前两个人就量过 伴郎伴娘的服装尺寸 但是没有试穿过 她也是心大 看着伴娘服的样子 感觉还算正常 并不算暴露 没想到游小乔一上身 竟然会这么波涛汹涌 刚才她的确是要带她来这里换衣服的 谁知道衣服刚脱下来 一个没忍住 她就压了过来 玉亭轻咳了几声 打断脑子里起立的画面 没事 先换衣服 等到了那边 我让人帮你补一下妆就行了 见游小乔还闷在那儿 头都不肯动弹 而她的手机却已经再度 欺而不舍地响起来 玉亭烦躁了 拿过来一看 果然 燕男生打过来的 她只好凑过去 搂着游小乔的肩膀又轰道 宝贝 乖 听话 今天 你是要去跟咱妹妹做伴娘呢 你要是不去的话 待会儿 奶奶得多生气啊 对吧 自从两个人从确定了恋爱关系以来 游小乔也经常会跟着她 回大院里吃饭 玉东辰和杨夕都比较客气和善 只有玉老太太 因为本身气场就够足 不说话时更是不怒自威 说句实话 游小乔的心里一直挺触她的 听到玉亭这番话 她自然心里头更加忐忑 考虑再三只好小媳妇似的说道 那你妈溜的 把我衣服拿过来 哼 得嘞 玉亭一跃而起 一边套上裤子 一边过去打开衣柜 拿出另外一件前一阵子 她给她买的小礼服 虽然也是粉色的 但是样式保瘦多了 全身上下 只是露出胳膊和小腿 闪亮亮的金粉色 穿着也挺漂亮的 游小乔在那试穿的时候 玉亭接通了电话 哎哎哎 玉亭 你娘的裤子穿好了没有 担紧的呀 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半了 十二点钟 你要是赶不下来 那什么迟到的 娶不到老婆的话 就自己用了吧 燕南生在那边 嘚嘚嘞嘞地催促道 先考虑你自个儿吧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玉亭亭没好气地挂断电话 见游小乔已经将衣服穿好 拿取自己的外套和车钥匙 立刻过去 拉着她就往外跑 我包我手机 游小乔大叫 不拿了 玉亭不管不顾 几乎是飞一般地 拉着她朝楼下奔去 这辈子娶不到老婆 开什么玩笑 这种事情才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等到了普罗旺祀庄园 高小乔就被送进了别墅里面 休息室里做准备 韩老太太韩正明 钟余红等一家韩家的亲戚 则是一大嫂就来了 此刻都是衣着光鲜满面笑容 站在门口和现场的迎宾寒暄 因为中午举办的是西式婚礼 来的宾客又特别多 干脆就把场地也搬到了外边的露天场地 四月底的天气 薰衣草刚好开得烂满 一片紫色的花海中 白色的座椅前后排排了很多 中间留了一条红地毯的路 上面铺满了厚厚的玫瑰花瓣 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薰衣草和玫瑰花的花香 再加上蓝天白云 阳光微风 一香并饮 整个现场都弥漫着浓浓的浪漫和喜庆 高小白一下车就开始蛮长跑找自己的小伙伴 直到韩老太太笑咪咪地带着她进了休息室 她这才和小花童锦安九正式地见了面 小丫头正站在高小小身边看她化妆 她身上穿着和高小白同色系的粉色公主裙 乌黑的头发扎成了一个漂亮的花苞头 小脸白嫩可爱 发间还戴着一个香碎钻的公主皇冠 一眼看过去真的像极了漂亮的小公主 阿姨你好漂亮 锦安九一边看一边不遗余力地夸奖着高小小 高小小看着她也笑咪咪地说 九九 你也很漂亮 九九 高小白喊了一句 微微笑着走了进来 小白 锦安九听到这个声音立马转头跑过去迎接 因为正在补妆 不能回头 她仅能从镜子里看到两个人手牵手在说话 简直就把身边的人都当作不存在了 新郎休息室里 韩真抬起左腕看了下时间 眉头微醋 玉婷这家伙到哪儿去了 怎么还不来啊 燕南生一脸坏笑地走了过来 二哥 玉婷和小乔他们估计还得玩会儿啊 不过你别急 哥几个都比他长得帅 不会丢你的面 韩真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他无所谓 主要是小乔 伴郎团有十个人 伴娘只有游小乔一个 所以少了玉婷倒是无所谓 可千万不能少了伴娘啊 打电话 快 韩真下令 那十个人不得不拿起手机 拨打了玉婷的电话 结果始终都没有人接 等玉老太太他们坐车赶到现场的时候 知道玉婷和游小乔还没有来的消息 立马也拿起电话联系二人 距离十二点钟还有十分钟 韩老太太实在忍不住了 气呼呼地冲着玉老太太发起火来 瞧瞧你这不靠谱的孙子 自己不靠谱也就算了 这还把伴娘也给拐走了 现在怎么办呢 这婚礼马上要开始了 玉老太太有苦难言 又自知理亏只好拿起手机接着拨打 哎 来了来了 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只见一辆兰博金尼 风一般地开了进来 等车停下之后车门打开 玉玉婷拉着游小乔跑了过来 等车停下之后车门打开 玉玉婷拉着游小乔就跑了过来 哟 衣服都换了 看来战况够激烈的呀 燕南生在身后 渐兮兮地来了一句 游小乔一听这话 顿时将头低得更低了 只露出了红到不行的脖子和耳朵 要是如此 一众人等也看出不对劲来了 尤其是玉老太太 板着脸将拐杖使劲地往地上一阻 真是不像话 赶紧的带她去补补状 杨夕忙走上前去 拉着游小乔往休息室走 玉婷呼了口气 看了一眼时间还好 还有几分钟才到十二点 赶上了 正庆幸的时候 胳膊上突然被玉老太太 死命地掐了一下 感情不是你结婚就给我乱来 是不是呀 臭小子 看你下次结婚的时候 还敢不敢迟到了 玉玉婷刺牙咧嘴地 心里想得确实 下次谁办婚礼 谁是傻叉 一切终于准备妥当 随着现场管弦乐队 奏起了庄严神圣的婚礼进行曲 韩真和伴郎团都已经率先走了出去 帅气又拉风地站在了红毯的最前端 等待着新娘的到来 玉锦川也来到了休息室的门口 带门打开 高小霄便走了出来 他微抬着右胳膊 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女儿 都准备好了吗 高小霄微笑地点下头 他伸出左手轻轻地挽住父亲的胳膊 红毯从别墅门口 一直往前延伸到了场地最前方 随着一下一下富有节奏的音乐声 玉锦川带着高小霄 缓缓地走上了柔软厚实的红毯 高小白和锦安九两个小家伙 在他们前面 每个人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小花篮 时不时地抓起玫瑰花瓣 往半孔中随意地抛几朵 可爱的动作和精致乖巧的五官 惹得宾客们都移不开眼睛 高小霄一边走 一边透过半透明的头纱 看向了红毯彼端 站在那儿的寒针 这会儿 他穿着一身鼻挺的黑色礼服 白色的衬衫 领口挺阔正洁 微微地侧转着身子 若雕像一般长身玉立 英俊温润 不用看 也知道她的表情 必将是专注的 而又深情宽宽 红毯很长 越往前走 韩珍的脸就越来越清晰 高小霄的心里 渐渐地涌起了一层感动 尽管两个人 这一次是补办婚礼 但不得不说 当音乐声响起时 郁锦川带着她 一步一步地走过去的时候 她的心里 还是有百感交集的 五年前 如果不是那一晚的 阴差阳错 她怎么可能会和 韩珍这样的钻石级男人 发生交集呢 又怎么可能 在二十三岁的那一年 突然知晓了自己的身世 摇身一变 变成了帝氏玉家的亲孙女 找回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一切就像是影视剧 或者是小说里描述的那样 虽然离奇又狗血 但是却真真实实地 发生在了她的身上 她甚至有一种 很奇妙的感觉 好像她和她 这辈子注定会成为夫妻一般 否则为什么偏偏是她 两年后 又会被韩老爷子看重 并嫁给韩珍为妻呢 高小小的脸上 渐渐浮现着一层柔柔的笑 看着眼前风神俊朗 优雅又美好的模样 她的心里头 幸福也满得快要一一出来了 以至于她根本就听不到 周围宾客的窃窃私语 也看不到宾客们 面前桌上精心准备的 各种不同颜色的玫瑰花 与香氛卡片 她更没有注意到 在半空中还盘旋着 一辆军用直升机 玉瑾川终于带着高小小 到了韩珍的面前 她威严 沉郡的脸庞 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温柔地执起女儿的手 将手放在了韩珍的手里 高小小省眨眨眼睛 便听到玉瑾川 低沉又有力的声音说道 阿珍 我把我唯一的宝贝女儿交给你了 请你一定要好好对她 让她幸福 高小小有一些惊讶地看着玉瑾川 她心里头仿佛进入到一道暖流 鼻子酸酸地眼眶也有些疼 韩珍紧握高小小的手 对着玉瑾川慎重地点了下头 声音同样低沉有力 爸 放心吧 我一定会对萧萧好 然后她低下头 温柔注视着高小小 嘴里却喊着萧萧 这么久以来 高小小第一次听到她如此慎重地 面对面喊她的小名 她的心底多少有一些忐忑 眼睛也微微睁大了一些 惊讶地看着她 怎么了 韩珍的嘴角往上扬起 英俊完美的五官 仿佛神柱一般 嫁给我 高小小只是愣了不过一秒 随即婉儿 眼睛都笑得弯弯的 感动又窝心地回了一句 好 这算是求婚吗 她心里悄悄地想 好像他们之间的确没有求婚这个环节 虽然婚礼现场求婚有点怪 但是她的心里还是非常感动的 当她的手被她紧紧握住的时候 高小小瞬间感觉到她的掌心一如既往的温热 和那份坚定不移的深情 两人对着玉锦川点点头 便转过身去 一起肩并着肩 朝着台上走去 周围的宾客们已经尽数站了起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诚挚的笑脸 都是满心满脸的祝福 为二人鼓掌庆祝 等到了台上 牧师用法语开始宣读诗词 现场一片的安静 高小白、锦安九如同精童玉女一般的乖巧地站在一侧 虽然今天的阵仗很大 宾客也很多 高小白却是一脸淡定 锦安九可能是因为有小白的陪伴 也一点都不怕生 白嫩的小脸蛋上一直甜甜地笑着 薰衣草的花海中 牧师沉稳却浪漫地将诗词读完 韩珍转过身来 雅致地长指捏住她头杀的两边 缓缓地往上掀起 看着眼前渐渐出现的这张脸 只觉得她好像比刚才在郁家的时候更加漂亮 精致却淡雅的新娘装 睫毛浓密微翘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炼焰而又明亮 时值正午 一缕缕春季阳光 给她的周身镀上了一层金芒 一身洁白似血的婚纱 贵气优雅中又透着一丝低调 本来就白皙的肌肤在阳光的照耀下 郁家银润动人了 整个人清雅婉约 干净美好 高晓晓看着她脸上的微笑 也忍不住翘起了嘴角 露出了一抹淡雅又幸福的笑容 台上的两人相视微笑 而台下鼓掌声 以及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也历时此起彼伏的响起 牧师一脸和善地看向韩真 再度张口用流利的中文说道 新郎 请你以爱情的名义宣示 你愿意娶面前的这位女士 让她做你今生的妻子吗 韩真牧师前方 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说道 我愿意 无论顺境或逆境 富有或贫穷 健康或者是疾病 你都愿意和她终生相伴 永远不离不弃 爱她 珍惜她 直到天长地久吗 我愿意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六集 新娘 请你以爱情的名义宣示 你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一位男士 让她成为你今生的丈夫吗 我愿意 无论顺境或逆境 富有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你都愿意和她终生相伴 永远不离不弃 爱她 珍惜她 直到天长地久吗 高小小弯起唇角 我愿意 既然你们都用心灵 做出了爱的承诺 那就把你们各自爱情的象征 赠予所爱的人吧 请新郎新娘 交换佩戴的结婚戒指 当你们把这枚小小的指环 套在爱人的手指上 就意味着 你们从此 把自己的心和一生 交到了对方的手中 愿你们互敬互爱 美满一生 从现在起 你们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还等什么 把你们最真心的拥抱 和甜蜜的吻 献给自己的爱人吧 朋友们 祝福他们 让我们一起分享 这美好的时刻吧 当牧师祝福的话语 说完之后 直升机轰隆隆地 在半空盘旋而过 紧接着突然 撒下了漫天的七彩玫瑰花味 仿佛一片浪漫的花海 洋洋洒洒 轻轻柔柔地落在了 高小霄和寒珍的身上 当台上的一对新人 终于拥吻在一起的时候 台下第一排的位置 高之秋吸了吸鼻子 脸上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刚要抬起手来擦眼泪 右手却突然被人握住 这种温热的感觉 让他心底一出 转过头 便看到身边玉瑾川 一脸深情又执着地看着他 他想要把手抽回来 谁知却被他抓得更紧 快放开我 高之秋低声又尴尬地说着 不放 玉瑾川的声音 压得滴滴的 语似承诺 这一辈子 我都不会再放手了 仪式结束之后 担心高晓晓会累 所以没等拍几张照片 韩真便带着他 回到别墅休息室了 先换了一套 比较宽松的礼服 然后又帮着他 换上了一双 更加舒服的平底线 外面的场地 设有西式自助和各式美酒 等两人换好衣服再出来时 身为伴郎团的代表玉瑞亭 便和伴娘游小乔 跟在后面 陪同过去敬酒 两家人关系久远 对于敬酒也没什么讲究 韩真于是带着高晓晓 先敬了玉老太太 玉锦川和高之秋 然后又敬了韩老太太 韩正明和钟于红 长辈们都是 一字一字抿了一口 韩真和高晓晓手里端着的 也都是矿泉水 做做表面功夫即可 将一圈长辈敬完之后 剩下的 韩真便不愿意去了 只过去敬了锦慕琛 玉存玉 以及陆南城 这几个比他年岁稍长的朋友 其他的人便留给玉玉亭和游小乔 对伴郎伴娘团去招待 因为伴郎伴娘先前姗姗来迟 燕南生他们心中可是记着仇呢 上来就说要自罚十杯 可把游小乔给吓得够巧 他本来不怎么会喝酒 哪须十杯啊 一杯他就醉了 可是那群人虽然在外边人磨人样的 有头有脸的 这会儿一点都不估计形象 说着说着 就一个一个解开扣子 捋着袖子气势汹汹的 似乎要大干一场 最后 结果就是游小乔刚喝了两杯 便被灌趴下了 整个人软绵绵地靠在玉亭的身上 小脸涂红 双眼迷离 都已经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哟 怎么这么快就醉了呀 小乔妹妹 你是假装的吧 风尘安端着酒杯 几眉弄眼的一副顽固子弟的嘴脸 游小乔确实真的醉了 但是一听到这话 立马不服输地抬起了头 立把山西地大喊一声 滚毒子 鸡鱼喝 一杯酒再度下肚之后 玉亭脸都黑了 直接把杯子从游小乔手里夺了下来 都别闹 晚上还有一场呢 急什么 是啊 急什么呀 距离晚上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先喝够了再说嘛 醉了也有时间能醒酒啊 说着 燕南生 见兮兮地端起酒杯 嘿嘿 小乔妹妹 要不咱俩来喝个交杯酒吧 行啊 游小乔眯缝着双眼笑眯眯的 燕南生 刚 闲着笑的脸凑过去 滚 玉亭 催了一声 大手一搂直接带着游小乔 就往别墅里走 哎呦 别走啊 新郎新娘走了 伴郎伴娘也走了 这酒 这啊 这谁来敬酒啊 燕南生大叫 玉亭也不管 几乎是连拖带抱 动作纳叫一个粗鲁 燕南生挑眉 笑了笑 将就一饮而尽 真有意思 就是啊 小乔妹妹太逗了 哎 阿商 等下次玉亭和小乔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闹她个够劲 风尘安在一旁 出着馊主意 这还用说吗 燕南生 敏敏搏唇 笑得有些贼贼的 我已经想好了 九九八十一招 闹洞房的手段 真的吗 风尘安立马 满眼都是星星 那今天晚上 先弄几招 在二哥的身上 练练手啊 那还用说吗 陆南生在一旁 淡淡地摇一下头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闹腾 还是以前好啊 他瞇了瞇眼睛 瞬间沉寂在了 一泥曼妙的往事当中 休息室里 高小霄坐在 柔软的沙发上 韩真蹲在他身边 长指捏着他的小腿 肚子不停地揉着 一边说 媳妇儿 腿还酸酸了 不酸 高小霄摇了摇头 从头到尾 他都是走了一圈而已 而且先前的仪式 他穿的 也是泼根皮鞋 现在不是觉得特别累 反而心里头 非常的满足和幸福 这时候突然有人 敲向了休息室的门 韩真放下他的腿 又将他的裙摆 往下拉了拉 这才走过去 把门打开 他哥 门外站着的是 锦木琛 他一身墨色礼服 浓黑的眉毛 微微促气 我得先回去了 久久人呢 因为普罗旺斯庄园 距离市中心 有些距离 考虑再三 他最终还是没有 带着苏若婉过来 只带了 景延熙和景安九 这一对儿女 过来祝贺 韩真挑了下眉 呃 他不在外面吗 不在 锦木琛 往里边看了一眼 随即便问 你家儿子去哪儿了 此时别墅的后花园里 有唐仪 有鞦韆 有甲山 溪水 和漂亮的鸟笼 这时 几个孩子 正在那儿玩呢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707集 景安九坐在 腾治的小秋千上 身后 消遣一身 黑色的小西装 打着工整漂亮的领结 一边使劲地推着 一边耐声耐气地说着 小白哥哥 我已经想好了 等我将来结婚的时候 我要坐直升飞机 去娶我的媳妇 小家伙对刚才那直升飞机 撒花瓣 记忆深刻 满脑子都是那 轰隆隆的声音 以及在空中盘旋 那帅气的场景 高小白 收回了 红毛鹦鹉的眼睛 转为淡淡地 看了一眼他 声音 更是淡定到不行 你先找到 小女朋友再说吧 我有小女朋友呀 我的小女朋友 就是你的妹妹 阿姨还没有生出来呢 消遣立马笑咪咪地说道 景延西挺着小肚子 一脸不服气地说 我 我等上小学了 就找小女 小女朋友 事实证明他真的在上小学之后 就立马找到了漂亮的小女朋友 只不过这话很快 被一个软糯的女娃娃声音给打断了 小白哥哥 小白哥哥 妞妞穿着一身白色的公主裙 胖嘟嘟的小脸满是委屈 为什么刚才 你不和我走红毯呀 小丫头还记得上一次的时候 也是婚礼 是她和小白哥哥一起走红毯的 别人还夸她长得可爱 可是为什么今天就换成了那个 漂亮姐姐了呢 高小白随口解释了一句 因为她长得比你高 那为什么上次你可以带我走 小丫头虽然才四岁 脑子可清楚着呢 高小白凝着小眉头 只好又解释道 因为那时候九九她不在呀 妞妞咀嚼小嘴 看着坐在秋千上 一身粉红裙子 漂亮得像公主一样的九九 大眼睛眨了眨 立马扭着小屁股 跑到秋千的旁边 嘴甜地喊道 姐姐姐姐姐 我也想要做秋千 锦安九听到这话 立马停了下来 从秋千上下来后 还伸手抱着妞妞上去 可是谁知道 妞妞真的太胖 她又很瘦 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抱了半天也没能成功 反倒还累得个气喘吁吁 高小白摇摇头 爷爷 你抱妞妞上去做秋千吧 锦安熙立刻跑了过去 施出吃奶的力气 将妞妞抱到了秋千上坐着 等小丫头 等小丫头哥哥笑着 开始荡秋千的时候 锦安熙突然反应过来 瞪着高小白说道 为什么你不抱她 高小白弯起小嘴 笑眯眯地说道 因为男女瘦瘦不亲呀 你也是男生啊 她刚要开口反驳 一道低沉的男声突然传了过来 九九 爷爷 爸爸 爸爸我在这儿 锦安熙和锦安九两个人 立刻开心地喊起来 金木铮迈着长腿 走到了小花园 狭长的双目 略显严厉地扫了一眼现场 随即过去抱起锦安九 转身就走 爷爷 跟上 锦安熙听到这话 立马说了一句 小白笑钱 我先跟爸爸回家咯 拜拜 小白拜拜 锦安九只来得及说了那么一句 就被锦木铮抱着离开了花园 高小白坐在那儿 小脸上原本灿烂的笑容立刻就没了 不一会儿 她也从椅子上站起来 小浅 我们也回去吧 好嘞 小浅立刻跑过来 也不顾秋千上的小胖丫头 妞妞先是一愣 随即张开小嘴嚎啕大哭 小白哥哥 小白哥哥别走 我害怕 晚上的婚宴 是摆在市中心的金盛酒楼 六点整 当八台大叫在唢呐声声中 来到了金盛门口的时候 简直称得上是全程瞩目 这个年头毕竟没有几个人举办一场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式婚礼了 最多也就是意思意思 新娘穿上凤冠霞配 派上一套婚纱写真照 过过瘾也就算了 可是韩真这次不但找了古装戏的导演 还把剧组的人都请来 尤其是韩真 他还一身长袍马挂的新郎官服 身骑白马 风度翩翩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再加上脸上的灿烂又俊朗的笑容 简直是闪瞎了所有人的双眼 新郎和新娘的红色龙凤挂 都找了最专业的采访 纯手工一针一切地缝制的 简直是极致奢华 极致浪漫 极致风光 到了酒店正门口 韩真 潇洒地勒江下马 走到轿子前 揭开轿帘 将凤冠霞配的新娘子抱在怀里 周围所有人的眼中 都是充满着羡慕和嫉妒 唉 瞧把二哥给嘚瑟的 真没出现 不就是结个婚吗 就是 有什么好得意的 小娇子气 十个帅气英俊 穿着黑色长袍马褂的帅哥 一排五个分别站在了门口 在那负责开道 身高腿长 外加颜值爆表 本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每个人嘴里 却说着不符合身份的风凉话 而且越说越来劲 九楼的主人陆自衡 忍不住轻咳了一声 能不能不要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是酸的 都成熟一点行不行啊 韩真抱着高晓晓心无旁骛地 朝着正门走进去 一米八五的身材 奇长挺拔 新娘子被抱的姿势 也是越发称的小鸟依人 韩真呢 俊脸上笑容 那叫一个春风得意 伴郎团也停止了议论 虽然有保安也在维持秩序 但也个个昂首挺胸 给开出一条道 围观的群众 个个踮起脚伸起脖子 都也只能是在外围 看个热闹 也有不少人拿出手机 再拍照 再拍视频 顺便发个朋友圈 或者微博炫耀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强风挂了过来 好巧不巧地 把高晓晓头上的 红盖头给吹掉 事发突然 高晓晓也是吓了一跳 凤冠上面一双大眼睛 黑白分明 无辜又纯净地睁大 白皙的脸颊上 也慢慢地透出了 浅浅的红韵 漂亮到不行 等她忍不住低头的时候 韩真却拿嘴 琴了一抹 宠溺地笑 停下脚步 将她的头 往怀里带了带 一身丫鬟打扮的游小桥 匆匆忙忙地 将红盖头捡了起来 用力地甩甩 再重新帮高晓晓带回去 韩真这才抱着她 走进阵门 等新娘新娘身影一消失 现场本就议论纷纷的声音 顿时更加嘈杂起来了 你看到没有啊 原来新娘子长得那么漂亮 就是啊 简直就是天之娇女啊 难怪能找到这么帅气 有这么有钱的老公啊 新世版的王子和公主啊 狼才女貌 羡慕死个人哪 我好喜欢新娘子身上的那件风袍啊 伴郎团的十个男人顿时嘴角一阵的猛抽 他们强烈表示怀疑 今天下午突然刮起着三级北风 是不是韩真打电话 给气象局提前安排好的 不然的话 怎么好巧不巧地就吹掉了红盖头呢 进入酒楼里面 就没有那么多的围观群众了 晚上这场婚宴邀请的都是八大家族内 亲戚朋友兼好友们 但饶是如此 婚宴还是摆了将近一百桌 一眼看不到头啊 最前面还搭建着一个临时的戏台 请了专业的司仪在那主持婚礼 为了搭配身上的这套凤观侠配 高小小穷穿着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平底踩着很舒服 虽然头上有红盖头 但是因为红盖头是丝绸制的 有些透明 再加上和韩真的手里还互相拉着一条大红绸 就更不怕看不到路了 玉老太太韩老太太也都硬劲地 换上了一身大红色的糖妆 发型也都完成了古式的发际 插着宝石簪子 一眼望去 倒真的挺像旧时富贵人家的老太君一样 坐在那儿就是气势十足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知秋嘛 知道婚宴日期的时候 她特地定制了一条改良的旗袍 颜色是淡雅的粉 历领 中袖 裙摆开叉恰到好处 并不会太显暴露 她坐在那儿 头上戴着帽子 一张白皙俊秀的瓜子脸 始终戴着一抹柔和的微笑 虽然已经年过四十 脸上却依然没有皱纹 身体曲线也依然秀美婀娜 年岁和历练摆在那儿 硬是将这旗袍穿出了一道 别样的风情和味道 而她身边的玉锦川 则将视线一直都落在她身上 往日叱咤风云又不可一世的男人 此刻却没有一点的攻击性 一身鼻挺的灰色西装 白衬衫 领口整洁 表情更是温润柔和深髓双眼 染着温柔浅犬的笑 但是高知秋的眼中 这会儿却只有女儿的身影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随着思宜生避 韩真和高小娇 在台上正式地拜堂仪式结束 就立刻被护送着回到了休息室 请来的戏台班子 开始在台上唱起了京剧 这都是韩老太太 提前选好的喜庆段子 逗得起大家族的老爷子老太太们 边看边笑得合不拢嘴 气氛极好 正开心的时候 哎哟 荣华 你来了呀 燕老太太闻声回头一看 就见到韩老太太一身喜庆 拄着拐杖朝她笑呢 燕老太太忙起身 也是笑眯眯地开始恭喜她 欣雅 今天这场婚礼 办得真不错 恭喜 恭喜啊 韩老太太笑了笑 又伸手拢了拢耳边的丝发 这才洋装叹口气 哎呀 这没办法嘛 谁让我们老韩家 就这么一个独苗呢 可不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嘛 倒是你 那几个孙子 都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呀 燕老太太支支吾吾地 不说话了 呃 这个 哎呀 那个 哎呦 我差点忘了 你家大孙子 还没有出对象呢吧 哎呀 这要我说呀 找媳妇这种事啊 就得靠缘分 哎 你看我们家阿珍 以前呀 也没少给她安排相亲 结果一个都没成 这最后 还不是自个儿和萧萧好上了 哎呀 现在呀 都有重孙子了 韩老太太说着 就无嘴自顾自地笑起来 燕老太太脸上那个尴尬 但是碍于婚礼的现场 也不好冷脸 只好也陪着笑 心中却把燕男生 骂了个千遍万遍 等韩老太太一走 她直接看着桌上的 儿子儿媳妇就吼道 回头赶紧催催阿生 上次给她介绍的姑娘 怎么就没联系了 明年 不 新年 一定要让她给我 娶个孙媳妇回来 好的嘛 是 妈 燕老太太刚坐下 哎呀 荣华 你们怎么坐这儿啊 可让我一阵儿好找 燕老太太嘴角 一阵儿的猛跳 回头一看果然 玉老太太也被 玉东辰搀扶着过来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见燕老太太不说话 脸上的表情 还有一些不悦 玉老太太立马笑眯眯地说道 是不是担心孙子们的婚事呀 哎 作为过来人的 我告诉你一声 不要急 千万不要急 你看我们家那三个孙子 我之前呢 也是急得不行 天天催都没用 这不 存宇和成岩都前脚后脚地结了婚 孙媳妇也怀孕了 就连最不靠谱的小三啊 现在也有女朋友啦 哎呀 忘记跟你说了 小三的女朋友就是今天的伴娘啊 你看到没有 长得很漂亮吧 燕老太太撇撇嘴敷衍道 嗯 还行吧 可是心里却是想 哼 你们两个老太婆 是说好了 轮番来给我接受的是不是 还能不能让人 好好地吃顿喜宴了 玉老太太寒暄完毕 立马就让玉东辰掺着她 到别桌去刺激别人了 结果这一晚上 婚宴还没吃过一半 风家 燕家 还有陆家的老头老太太们 都纷纷开口提出要告辞了 长辈要走 小辈们自然也得跟着 于是乌乌泱泱的 一百桌的酒席 瞬间空了一大半 搞得高小小以为 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宾客们散得早 作为新郎的韩真 倒落得轻松 因为这意味着 她可以早早地 带媳妇回家过洞房了 谁知回到瑞园韩宅 刚把车停好 手机铃便疯狂地响起来 高小小乖巧地 坐在一旁的副驾驶上 手里还揪着她的红盖头 就听到韩真 对电话那头吼道 滚 一个都不准来啊 三十分钟之后 伴郎团带着 唯一的伴娘 游小乔迅速赶到 将二楼的新房 挤了个水泄不通 喂 阿真 你说你难得结一次婚 兄弟们安前马后 为你忙活了一整天了 晚上闹个洞房怎么了 就是 二嫂怀孕了 我们都知道 你放心 绝对不会让二嫂累着身子 二嫂快坐快坐 阿真 你也坐下 闹洞房 现在开始 韩真沉着一张黑脸 坐在床上 知道这帮兄弟 今天晚上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放过自己的 此时此刻 他唯一后悔的就是 为什么当初锦木琛 结婚的时候 他那么容易 就放过了这个大哥呢 不应该呀 容不得他细想 风尘安已经 搓着双手走过来 一脸兴奋地 看着燕男生 快点啊 第一个是 什么来着 燕男生捋起袖子 走过去 在茶几的 波及里 精挑细选地 选了一个 最小的红枣过来 用一根牙签 戳在中间 贼兮兮地 晃了两下 声音更是 讨厌到不行 所谓 枣生贵子 鉴于 嫂子的肚子里 现在已经有了身孕 所以 这一颗枣 你们两人 就一起吃了吧 吃 吃 周围的几个人 迅速地 兴奋地 大叫起来 高小小红着脸 虽然不想 当众表演 可是 也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和寒针 嘴对嘴 把那颗枣给吃了 接下来 燕男生又用牙签 戳了西瓜 圣女果 红苹果 草莓 樱桃等等 一切屋里面 红色的水果和食物 让他们两个人 当众表演 其实这些也都还好 翻来覆去 百遍不离其宗 高小小也从最开始的不好意思 到后来慢慢放开了 直到有人埋怨一句 喂 我说阿生啊 你能不能来点刺激的呀 就是 看得我都快睡着了 对嘛 二哥二嫂的 放得这么开了 我们可不能对不起 他俩的表演啊 燕男生 双眼一眯 好 新娘子 猜一下 新郎官今天内裤的颜色 高小小小伸手无嘴 要不要这么重口味啊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709集 这个好 二哥二嫂 你们俩是夫妻啊 应该知道 彼此最喜欢什么颜色的吧 就是 这道题 简直就是送分题 别磨叽了 赶紧回答 高小小抿了抿唇 厚着脸皮说道 黑色 哎阿振 黑色的啊 对不对啊 燕男生立刻 看向了韩真 韩真则是皱下眉 不对 啊 这回轮到高小小纳闷了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韩真平时 只穿黑色的内裤 怎么会不对呢 想了想 只好说道 那是 白色的 韩真的表情 顿时更加古怪 也不对 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燕男生在旁边提醒 如果二嫂还猜不出来的话 阿振啊 你必须喝掉 这一整瓶的茅台啊 韩真则是猛地 一记眼刀射过去 一整瓶茅台白酒 她今天晚上还要洞房呢 高小小也是一愣 看着燕男生手里的酒瓶 心里头压力顿时更大 喂 你瞪我也没用啊 赶紧的 嗨 前面那么多题 都给你放水的 这是今晚最后一道题了 猜对了 我们立马就闪人 让你们两个洞房怎么样 燕男生皮皮地颠着长腿说道 一瓶酒有些过分了 陆南城作为年纪最大的伴郎 有些看不下去了 多嘴说句公道话 可是谁知道 陆哥 我们都相信阿振的酒量 是啊陆哥 你忘记上次阿振把你喝趴下了 往事不堪回首啊 陆哥 陆南城摸了摸鼻子 走到最角落 坐壁上关了 赶紧猜吧 现在已经 风尘安 抬起了左腕 看了一眼明表的时间 晚上十点过时分了 春宵苦短呀二嫂 高小霄抬头看向韩真 皱着眉头 眼神可怜 好像在说 是什么呀 快给我点提示 韩真也是一脸真挚地 看向高小霄 一双桃花眼 灼灼逼人 似乎看着她 她就能够猜出来一样 可是高小霄 真的实在猜不出来 心里既紧张又茫然 一方面是心里 已经有了一个 灰色的答案 另外一方面 又怕万一再错 那韩真岂不是要 整瓶白酒都要喝 那也太吓人了 快点呀 嫂子 随便说一个答案吧 反正这一瓶酒啊 估计迟早都要喝 燕南生在一旁 幸灾乐祸地说道 游小乔中午喝醉了 好不容易经过了 一下午缓了过来 刚刚在喜宴上 又被灌得有点懵 自从进门之后 她就一直坐那儿不说话 眼前也是一阵阵地犯晕 可能是听两个人 半天猜不出来 忍不住就开口说一句 这该不会是红色的吧 高小小省眨了下一眼 见她白皙俊雅的脸庞 慢慢浮现出了一层红色 她尝试地开口说道 真的是红色的吗 韩真紧皱眉头 然后尴尬地点了下头 我靠 真的是红色 我不信啊 检查一下 燕男生横眉怒眼 过来就要扒韩真身上的长袍 我自己来 反正一屋子都是男人 韩真示意了一下 玉婷立刻伸手捂住 游小乔的眼睛 高小小脸红地看着她 撩起长袍解开长裤 果然露出了一小截 红色的内裤 高小小这会儿在风中凌乱 连去寺庙 让她拜拜菩萨 都不愿意的大男人 居然在婚礼这天这么迷信 还穿着红色内裤 玉婷带头鼓起掌来 好了好了 都十点多钟了 洞房也闹过了 内裤也看过了 散了吧散了吧 所有人终于离开心房之后 韩真将门一关 房间里总算是清静下来 依稀听到外边嘈杂的声音 越来越远 直至听不到 她勾了勾唇咔嚓一声 将门锁落下 这才放心地转过身来 红色的大床上 高小小正一脸乖巧地坐在那 一身红色的嫁衣 娇艳似火 衬托着脸上那抹羞难的红韵 怎么看 怎么招人疼 她的脑中突然想起了一句词 棉杖里低语偏浓 银竹下细看句号 高小霄呢 刚松了口气一抬头就看到 韩真浓烈深邃的桃花眼里 她一身红袍加身站在那也不说话 整个人挺拔灼然 又透着一丝古代美男子才有的贵气和风华 双眸更是一顺不顺专注又透着深情 高小霄眨眨眼睛 只觉得脸上突然就更烫了 思思哀哀开口问道 你怎么了 韩真这才慢慢地抬脚过去 等到了她的跟前 半蹲下身子与她平视 嗓音滴滴沉沉 媳妇儿 累不累啊 高小霄点下头 折腾了一整天 刚才又闹了半天洞房 的确是有些累了 只不过 除了累之外 她突然有些紧张 韩真就这么半蹲在自己的跟前 两个人身上都穿着一身红 再加上床单被褥也都是红色 总觉得房间里的氛围特别地暧昧 那你先泡个澡吧 韩真继续低柔地说道 好 高小霄抬起手来 开始解脖子上的扭扣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低头轻声说道 你先帮我放洗澡水吧 这身的缝袍 可是韩老太太找最专业的裁缝 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 虽然高小霄知道自己以后 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穿了 但是因为这份心意实在太过珍贵 加上衣服又精致漂亮 她很想留着做纪念 所以借扣子的时候特别仔细小心 可是谁知道韩真 却是直接把她的小手拉了下来 高小霄压抑地看着她 不明所以又有一些忐忑 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你能不能有点情绪啊 韩真握着她的手 语气埋怨 高小霄明明跟她在一起 也不是一两天了 关于亲热这事 什么姿势 什么地方 也都似乎试过了 可是看着她那肋骨 又直接地眼神 高小霄使劲地 咽了下口水 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口干舌燥 脸上也慢慢地热起来 来不及她反应 韩真已经伸手拖住她的臀腰 就这么直挺挺地像抱小孩一样的 抱她到卫浴室里 到了卫浴室 她先把她放在了戏台上坐下 然后又在浴缸里面放水 因为先前那番话 高小霄老是芭蕭地坐在那 等着她将浴缸 冲洗了一下 又打开水龙头之后 任由她回来 开始在她身上折腾 精致修长的手指 将她的发间 金玉簪子一抽 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瞬间如瀑布一般地倾斜垂下 指尖在她的长发中心随意地拨击下 便松手 伸到她脖颈处开始解盘扣 一颗一颗直到最下面 然后便将衣襟拉开 身前的凉意让高小霄先是一愣 待她低头一看 脸上立马就红得像是被煮熟的瞎子 她忘了 她是一身新娘装里面穿着一件中式的红色肚兜的 因为彼此靠得很近 呼吸相对 她瞬间也感受到了 她有一些急促的呼吸声 果然 再抬头时 就看到韩真正双眼发光直勾勾地盯着她身上 手上的动作便是僵住一样 虽然两人已经坦诚相见很多次了 可这还是高小小第一次穿这种衣服被看到 而且还是在浴室里 嗯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高小霄有些手忙脚乱的伸手 就想把衣服拉起来 却被韩真的大手迅速地又给控制住 大红色的肚兜 面上用金线绣的类似白鸟嘲讽的土样 很是精致 也很贴身 恰好勾勒出了她凹凸有质的上身曲线 虽然包裹的还算严实 可是那脆弱的红线绕在她白皙细长的脖颈处显得双肩越发的骨感了 再配上那精致细细的锁骨曲线 乌黑亮丽的长发 红色黑色和白皙的肌肤形成了最强烈的视觉冲击 韩真的大手俯上她细腰 将自己的身子贴过去 薄唇琴笑 这件衣服很满意 高小霄则是被迫搂着她的肩膀 脸红红地轻声说道 都是奶奶让人准备的 奶奶她让人家总算是做了件好事 韩真立刻一本正经地夸奖道 肚兜后面是镂空的设计 高小霄靠在她身上 直觉地她两只薄烫的大手不停地 在她后背上磨蹭着 似乎摸到脖子后面的位置 像是要解开扣子 然后却又很快放回去 正疑惑呢 韩真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说道 先别拖 我去拿手机拍下来 说着她松开她转身就往外走 高小霄可是吓了一跳 忙伸手拉住她 不行 不准拍 高小霄皱眉 再一次说道 她觉得穿这么少 万一照片被别人看到 那多不好意思 韩真却是真的很想拍下来留个纪念 高小霄 穿衣风格一向都比较寒实和休闲 就算是内衣和睡衣类的贴身衣物 也都是很安全又保守的款式 颜色更是单衣到不行 白色粉色或者黑色 唯一几件稍性感一些的 还都是她买的 所以难得看到这红艳艳的肚兜 真是让她有种惊艳和幸福的感觉 想了想她低声又哄道 放心 我手机收密码的 别人看不到 那也不行 高小霄死活不肯答应 她记得网络上隔一阵子 就会有某个女艺人的艳照和视频被爆出来 据说都是被前男友亲热时拍下来的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就流落到网上 虽然她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什么名人 更知道韩真不可能将照片放到网上去 可毕竟这年头黑客盛行 防不盛防 只要是被拍下来 她觉得心里头怪怪的 以防万一最好还是不让她拍 韩真俊眉微调 见她一脸坚持 便转身求其次 行 我不拍 但是以后 你要经常传给我看行吗 高小小半天之后只能没办法点点头 好 先答应下来 不让她拍照再说 至于穿不穿以后再说嘛 高小小的心里默默地想到 韩真则是拉开她的手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仔仔细细地又欣赏了半天 直到高小小提醒她 浴缸里的水已经放满 她这才依依不舍地过去关了龙头 然后高小小就看到她特别小心地解开她脖后的活扣 再将那件肚兜给脱下来 长纸优雅又温柔叠好 小心仔细地放在一旁的衣架上 她这种真实和保护的态度简直了 高小小一脸黑现家无语地看着她 以前每次洗澡的时候 都没见她对衣服这么宝贝过 有一次甚至还是因为嫌麻烦 直接把她整条漂亮的裙子给撕了 真是区别对待 好早吧 韩真抬起她细软双臂圈在自己的脖上 抱着她朝玉刚走去 高小小的脸蛋在她的肩膀上轻蹭 撒娇说道 我都困了 折腾了这么半天 早就过了她睡眠的时间了 跑完早再睡吗 韩真缓住她的腰低声哄到 怀孕后 她的肌肤比以前更加地细腻柔软 爱不释手地将她背部轻轻地摸着 韩真的嗓音变得有一些暗哑 待会儿 我再帮你按个膜 好不好 高小小点下头 突然问了一句 要一起泡吗 韩真现实一顿 随即笑声更加低唇 媳妇 你是想要和我一起泡澡吗 行啊 微夫答应你便是 高小小没好气地掐她后腰 她只是见她没脱衣服 所以才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毕竟以前她每次都要求 两人一起泡的 而且 今天晚上还是新婚之夜 她虽然有点累了 也知道 她绝对不可能会就这么放了自己 结果她倒好 搞得像自己热情邀请她一起泡澡似的 韩真被掐得却笑得更加得意 博纯在她耳边轻轻说道 媳妇真乖 高小小就是一头的黑线 算了吧 她敏敏纯 她这么爱占口头上的便宜 就让她占去吧 浴室里渐渐 蒸腾起了一层薄雾 水温被调制得刚刚好 四月底的晚上不冷不热 浴室里面还设有通风设备 累了一天 这会儿泡着澡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高小小慵懵懒地躺在韩真的怀里 身下有她当垫背 肩膀和后背 还有她不停地帮忙按摩 不知不觉就有些昏昏欲睡 她享受地闭上眼睛 在她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 她却发现身上大手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高小慵懒先是尽力地忽视 然后微微醋眉 最后终于忍不住抓住她的大手 可怜兮兮地说道 老公 我困了 韩真拖着她的身子翻了下身 让她改坐在自己的腿上 双手从后面搂着她的腰 媳妇儿 今天我们新婚之夜啊 高小慵眼睛微微地眯着 脸颊和身上的肌肤都被热水泡出了一层粉色 浅薄的肌肤细嫩如水 睫毛微颤 声音更是柔媚 可是我 我 男人的谋色越发加深了 手托着她的下巴往后转 薄烫的双唇瞬间便找到了她的小嘴 一上一下用力地吸着 高小慵被她吻着吻着 忍不住开始回应起来 透过迷蒙的视线 看到她有一些模糊的 棱角分明的脸 从眼神到表情 无一不散发出一股 热烈而又沉迷的气息 七百一十一集 高小慵这会儿心 砰砰跳个不停 以为她会有进一步举动 可是谁知道 韩真却松开了她 然后抱着她从浴缸里站了起来 困了是不是 她五官柔和 语气更是温柔加关心 高小慵点点头 便听她低哑的嗓音 继续说道 那我带你去冲一下 冲完睡觉 高小慵惊讶到困意都有些没了 被她抱着 站在淋浴下面 还有一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看我干嘛 韩真突然将她 面对面地抱起来 高小慵一下使劲地 圈住她的腰帕掉下去 高小慵脸就是一红 阴晕的热气 在玻璃门上 形成了一层厚重的白雾 而浴室里的温度 已经越来越高了 顾家的别墅里 顾立青洗完澡之后 围着浴巾出来 就听到桌上手机 发出了一阵阵 微信提示音 她走过去 一边摘下浴巾 随意擦着身子 一边拿起手机 掀开被子躺进去 手指滑开手机 就看到姐妹 微信群里 几个人正在聊天 你们有没有看到 晚上发的朋友圈啊 看到了 没想到 你今天居然也在现场 是啊 我运气特别好 刚好在金圣附近逛街呢 就听到我妈说 看人办婚礼 还骑马抬轿子呢 我就跟着一起去看热闹了 怎么那些伴郎 都长得那么帅啊 你有没有认识她 哎呀 我哪能认识她们呀 不过听人说 都是第一十八大家族的成员 丽卿的叔叔不是和郁家的外孙女儿结婚了吗 丽卿她肯定认识吧 哎 对对对 丽卿应该认识 丽卿 快出来 给我们讲讲 哎呀 顾丽卿 出来 顾丽卿皱着眉头 没有理会 直接点击退出微信群 把手机随手一扔 她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说 韩真和夜宵的婚礼 哟 真行 还举办中式婚礼 还去今生那么人潮汹涌的地段 真是够招摇的呀 她深吸口气 本想置之不理 奈何心里面 却像扎了根刺一样 怎么都压不下这口气 过了一会儿 她突然又坐起来 拿起手机点开朋友圈 往下一滑 果然 看到了好友A 在四小时前发的朋友圈 傍晚偶然路过金盛 撞到两大豪门 举办中式婚礼 叹为官职 看到照片也拍得非常清晰 韩真一身新郎官服 身起白马气宇轩昂 一溜 十个长袍马挂的帅气伴郎 拉风的吧台大叫 还有高晓晓凤官侠配 一脸娇羞的 窝在韩真怀里的样子 孤立青双眼疏的一眯 她嫉妒在内心 一点一点地啃食着 精致的五官 也渐渐地扭曲起来 看了看时间 晚上十点半 她点开了那些照片 一一保存 然后以自己的名义 发了条信息出去 看着自己朋友圈显示的那条新消息 她的嘴角慢慢地泛起了一丝冷笑 C市是国际著名的沿海旅游城市 齐立集团的新项目启动 在今天下午成功地举行 晚上的庆功宴后 在与会嘉宾渐渐退场后 回到度假村内 各自休息了 基本上 后面这几天都是用来 做交流沟通和放松用的 主办方也将整个度假村 全部包下来 美丽别致的度假村风景 以及顶级至尊的设施 将提供给宾客们 最极致的享受和放松 顾向北的房间号是1007 设在度假村主楼的十层 也就是顶层 而这一层住户 基本上是齐立集团 最重视的贵宾或者是合作方 回到房间之后 顾向北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掏出手机来看了看 没有电话 也没有任何短信 他挑了下眉 仿佛早就已经预料到了一半 随即随便点开了微信看看 然后他就看到了 朋友圈里顾立青发的那条信息 哎呀 献煞旁人 下面附带着每张照片都非常喜庆 但是配上顾立青发的那几个字 怎么看都像是讽刺 他扯了扯唇 然后就将手机扔到了一边 拿起了遥控器电视上播放着 是每周都有的喜剧综艺节目 电视里的人哄堂大笑 而他思绪早已飘远 今天是他和韩真举办婚礼的日子 果然排场很大 转见了眼球 已经十点多了 这个时间点 他应该跟韩真再过两人的新婚之夜吧 顾向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到那个方面几乎抑制不住的 就在这个时候 几声清脆的敲门声突然传入耳朵 顾向北皱了皱眉 虽说有一些不悦 却还是起身过去开门 站在门外 齐木窑特别助理小杜 他一脸憨厚的笑容 顾总你好 那个打扰了 请问顾总现在是要休息了吗 怎么了 顾向北淡淡地问 哦 是这样 小杜伸手指了指隔壁 这有两个老总来找齐副总打牌 不知顾总有没有兴趣啊 时间有点太晚了 顾向北委婉地拒绝了 就玩几局 齐副总让我来问问你 他怕他一个人扛不住 而且这时间这么晚了 他一个女孩子的 小杜说着说着有些吞吞吐吐 顾向北觉得有些可笑 但是 麻烦顾总了 帮个忙吧 小杜又是一脸地恳切说道 见顾向北还有一些不为所动 他眨眨眼睛便说道 顾总晚上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顾向北的神情瞬间有一些恍惚 半天后他点头说道 稍等我一下 好嘞好嘞 谢谢顾总 小杜开心不已 点头哈腰的就回屋了 顾向北回到房间拿起手机 套上西装外套 这才抬脚朝着隔壁1009号套房走去 房门没关 走进去就能听到里面传来 震震爽朗的笑声 两个肥头大耳的老总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旁已经摆了一个自动麻将桌 哎哟 小顾总来了 挨了K石油集团的王总 舔着肚子站了起来 既然现在人来齐了 我们就开始吧 好呀 齐木瑶笑眯眯地答应 短短时间 她已经换了一件红色的卫衣 还卸了妆 头发柔软发黑 随意地搭在肩上 明明刚才宴会上的时候 还是一副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模样 此刻全是摇身一变 变成了亲切可爱的妙龄少女 齐木瑶坐在顾向北的上间 柔软白皙的小手摸着麻将 取牌扔牌的时候 都会不停地晃进她的视线 顾向北甚至还能闻到 那股淡淡的兰花香味 就像是那天下午在茶府所闻到的味道 顾向北脸了脸眉 突然他就有一些心不在焉了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虽然是个男人 却在一旁不停地忙活伺候着 一会儿添茶送水 一会儿切水果放在那儿 只不过因为刚刚吃过庆功宴 两位老总对这些东西碰都不碰 倒是很想抽烟 但是碍于房间是奇木瑶的 也不敢随便点烟污染空气 只能生生憋着 小杜见众人都专心打着麻将 便走到一旁沙发上坐下 拿出手机低头滑着 奇木瑶白皙细长的手指 捏住一张麻将牌摸了一下 两道秀眉微微促起 很快便拇指一松 脸上绽放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我糊了 新手一拨牌推倒了 引得两位老总夸赞和赞叹 哎呀呀呀呀 奇小姐这个手气啊 也真是没谁了 就是就是 这才出了几轮呢 就自摸了 哎呀 还是对对胡呢 奇小姐还说自己玩得不好 原来啊 都是唬人的吧 顾向北勾勾勾伯 似笑非笑不及眼底 奇木瑶倒似乎挺开心 皱皱鼻子 又伸手捋了捋卫衣的衣袖 声音清脆 就像是十几岁的少女 再玩一把 好嘞 哎呀 我们今天呢啊 就舍命陪美女了 哈哈哈哈 顾向北一抬眼皮 英俊的脸庞更是有一些晦暗不明 奇木瑶摸牌的动作行云流水 随意却又熟练到不行 一看就是长玩 顾向北始终打得很随意 可以吃也可以碰的牌 一律不接 众人起手排落 一时静好久都没有结束 可越是这样牌桌上的气氛才越紧张 一圈一圈地下来 越到后面赢得那才叫大 突然奇木瑶扔出了一张七条 七条 顾向北没有很快摸牌 却是抬一眼看了她一眼 奇木瑶弯着唇角笑盈盈地看着她 语气轻松 胡了 见她也没什么反应两位老总紧张到不行 纷纷道 顾总 真的假的 真的糊了 顾向北微微眯起了眼眸 将那张七条拿回来 又扔了张三桶 便将面前的牌 平平地推在桌上 这把可大发了 青衣色 这得多少番啊 顾向北笑了笑 表情松弛 玩玩而已 我用算账 诶 那可不行 奇木瑶开口 壮似无意地也将手里的牌推出去 一家人还得明算账呢 更何况 这么点钱 谁也没放在眼里 对吧 顾向北 瞄了一眼她的牌 眼神很快闪了一下 对对对 奇小姐说得很对 哈哈 算 当然得算了 两位老总的面上 打着哈哈 心里头却郁闷不宜 今天先是启动项目发布会 又是庆功宴 好不容易大晚上回到房间 想早点休息 却被奇木瑶一个电话 叫过来打麻将 结果才完了两局 就输了上百万 简直是亏大发了 可就算是心里头再不痛快 面上也不能多说什么 否则也难免太小架子气了 于是让小杜拿过支票 那两人便一咬牙 写了金额 面上还笑呵呵地 递给顾向北 哎呀 时间这么快 都十一点多了呀 奇木瑶仿佛这个时候 才注意时间 输完之后 秀气地伸伸懒腰 难怪有点困了 哈哈 那个七小姐困了吗 王总立刻笑着问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不打扰七小姐了 七小姐早点休息吧 奇木瑶皱眉 有一些为难 可是都说好了 要玩几局的 这才两局啊 两位老总脸上一愣 随即再三表示 七小姐身体要紧 打牌可以改日再约 两位老总 陶冶似的离开后 顾向北也起身 开口提出告辞 晚安 奇木瑶对他笑笑 等顾向北转身走到门口时 突然背后传来他的叫声 对了向北 你明天有空吗 顾向北转过身来 怎么了 啊 听说 C市的文房四宝 特别出名 可是我刚刚接触书法 实在不清楚 哪些材质会比较好 也不会挑选 所以 你明天能陪我一起去吗 奇木瑶温柔地问 顾向北想了想说 可是明天下午 我和周成的周总有事情要谈 一早就和他约好了 哦 周成庄业是吗 带顾向北点头 奇木瑶立刻说道 我刚好 也有一些产品的细节要问他 这样吧 下午回来后 我亲自约他出来 大家一起见一面 如何 顾向北 看着他勾魂的眼睛 好 第二天 顾向北起得很早 收拾完毕后 一早出门 就看到隔壁的房间也打开 奇木瑶穿着一身 荷叶绿的修身小西装 米白色的雪纺衬衫 黑色的九分裤 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肩上 脸上的妆容精致淡薄 脚上还踩着一双恨天高 满脸笑容地朝他走过来 向北 可以走了吗 顾向北看看他脚上那双鞋 提醒道 到那儿可能要走很远的路 奇木瑶先生愣了一下 随即说道 没关系 我习惯了穿高跟鞋走路 见顾向北的表情 似有不赞同 奇木瑶眨眨眨眼睛 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红韵 主要我 我没带运动鞋过来 顾向北了然地点头 那好吧 到了度假村口 小杜开着一辆全新的宝马七夕过来 下车后将钥匙恭敬地递给奇木瑶 奇总 您的钥匙 奇木瑶开车载着顾向北一路无阻来到了市中心的某条文化老街 这条街 这条街古香古色 建筑 城 灰派风格 一看便是有很多的奢侈品品牌的旗舰店 顾向北就算是以前没有来过C市 一眼也知道这地段非富即贵了 租位肯定非常抢手 而且里面的东西自然也都是天价 下车之后他简单地观察了一下 便随着奇木瑶往街里去 因为是周末 街上行人很多 两人并排往前走着 并没有怎么说话 只不过男人高大帅气 英俊沉默 女人名利干练 又气质甜美 两个人走在一起 画面实在太过养眼 终究还是引来了路人频频侧目 甚至还有人拿出手机 偷偷拍照的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终于来到了一家 卖文房四宝的店面 顾向北帮忙挑选好了 需要买的东西 时间才过去不到半个小时 奇木瑶站在柜台那 一边刷卡 一边有意无意地观察顾向北 他长身玉力站在那 微微抬头 看向墙壁上的一幅 血液山水画 背影安静沉默 又仿佛透着一股寂寥的气息 奇木瑶眨了眨眼睛 他的嘴角突然勾起了一抹微笑 离开了文房四宝店之后 奇木瑶便提出要到隔壁的店面去逛逛 顾向北的态度虽然没有那么热络 但也好脾气地跟在他身后 奇木瑶一尖接着一尖地进去看 不时拿起一件衣服或者是首饰 在身上比一比 项北 这个好看吗 顾向北呢 面容沉静 最多微微点点头 也并没有表达过过多的意见 奇木瑶看得多了 买得却少 也从不适 直到在一家上下两层的新品店 才买了几件衣服 楼上试穿的时候 有店员笑着低声说道 小姐 您的男朋友真好 那么帅还对您那么体贴 顾向北彼时正在不远处 单手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 另一只手则是拿着手机在看 侧脸 温润安静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奇木瑶脸红收回视线 笑着说了一句 谢谢 向北 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顾向北放下手机 好了 嗯 奇木瑶抬起左腕 看了一眼时间 快十二点钟了 我们先回去吃饭吧 不要耽误了下午和周总的见面 好 两个人走到楼下 奇木瑶却突然说道 呀 我的包丢楼上了 顾向北刚要开口 他忙又说 向北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上去拿一下 很快就好 说着 他踩着恨天高 蹬蹬蹬地重新上了楼梯 顾向北站在一楼楼梯口那 看着外边的大街 听着身后又传来的声音便回头 奇木瑶拿着自己的包 一脸雀跃地从台阶上下来 谁知 快要到跟前的时候 突然脚下一碗 随即身行一个亮枪 直接向前倒去 小心 顾向北一步上前 刚好伸手扶住他 一只手 搁在他柔软的腰部 另外一只手 则是抓住他纤细白细的手臂 将他整个人都抱在怀里 而奇木瑶的双手 也顺势按在了他的西装外套上 透过布料 手下的温润触感 十分地结实 两个人紧贴的身体 瞬间有些颤抖 尤其是奇木瑶 他几乎能听到 自己的砰砰心跳声 手下也清晰地感觉到 男人沉稳而强健的心跳声 奇木瑶眨眨眼睛 微微地便脸红了低下头 将手收回来 身体也离开了他的怀抱 谢谢 顾向北掌心一空 也立刻站直了身子 只是下一秒 呃 刺 奇木瑶的身形一晃 表情似乎很痛苦 双手也再度抓上了他的胳膊 怎么了 崴到脚了 顾向北声音低沉中 带着一丝关心 嗯 好像是 奇木瑶点点头 一脸委屈家无助 怎么办 我的脚好疼啊 顾向北皱皱眉说道 我牵着你走吧 回头 我来开车 先送你去医院看看 嗯 只能这样了 奇木瑶将手放在他的手上 被他带着尝试着走了这么一小步 又痛呼一声 啊 啊 奇木瑶这回连额头上冷汗都冒出来了 他拼命地摇头 啊 不行 特别疼 顾向北无奈 他将手里的购物袋 往他手上一塞说道 你提着东西 我抱你走 他善善地抓紧手中的购物袋 只觉得腰上一紧 随即整个人便已经被顾向北拦腰抱起来 大步往前走去 他看着近在咫尺那男人 英俊立体的五官 只觉得心跳 砰砰砰地跳个不停 呼吸间 是他身上松柏味的香水 还有一股轻烈又陌生的男性气息 地势 瑞圆 高晓晓一觉醒来 已经是日上三杆了 房间里没有人 大红色的薄备下 他的身上依然是不着寸侣 两条腿也有些酸 懒洋洋地翻了个身 还是不想起床 直到不停地传来手机微信的声音 他才撞过身去 揭开被子 又捞过床尾的睡衣 披在身上 过去拿手机 滑开手机屏幕 上面显示着 有好几条未读的短信 还有微信 因为昨天是婚礼 从早起 他的手机就被没收了 这会儿 看看也快没电了 高晓晓一边重新躺回床上 一边将信息一个一个点开 有苏若婉的 染雨的 染铜的 还有送销手的 都是因为 昨天没有赶到结婚现场 所以 才给他发来了 祝福的短信 有些比较简短 有些则是比较浮夸 但是高晓晓都看得很开心 最新的一条信息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发过来的 姐姐 我是威维 祝你和姐夫结婚快乐 百年好和 高晓晓立刻回复 谢谢威维 最近什么时候有空 姐姐 想请你吃饭 信息发过去之后 却始终没有再回复了 她皱皱眉 只好把号码存下来 存储的名字是 妹妹 又将其他的祝福消息 一一都回避 只听到房门一响 随即 有人从外边推门进来 韩真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衬衫 下身是黑色西装裤 凌厉的裁剪勾勒出了 她奇长笔直的大长腿 醒了 她走到床边 便看到她手里还拿着手机 原本温润的脸庞 立刻戴上了一丝不悦 赖在床上看手机啊 高小小省眨了眨眼睛 便立刻把手机放了回去 韩真满意地伸出大手 被子一揭开 伸手把她从被窝里拉起来 走吧 我帮你洗手 好啊 高小小懒洋洋地 抬起了胳膊 圈住了她的脖颈 就这么被她抱着去了浴室 韩真先是伺候着她 把牙耍了 联系了 然后又抱她回到床上 去衣柜里拿了要穿的衣服 手抬起来 高小小便抬起了胳膊 将袖子穿进去 把腿抬起来 高小小又抬起腿 把裤子也穿进去 过了一会儿 胳膊再抬一下 外面风大 你得穿个外套 韩真拿着一件 柠檬黄的博款西装外套 说道 高小小看着她表情认真 突然扑车一笑 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总觉得她这样站在自己面前 手里还拿着衣服 就好像是在家伺候自家闺女穿衣服一样 胳膊抬起来 笑什么呢在那儿 韩真 微微地眯着眼睛 看着她很是严肃 高小小忙憋住了笑 把胳膊抬起来 乖乖地穿进了外套的袖子 韩真又回去 找了一双脖的棉袜过来 一只脚一只帮她穿上 虽然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 但是高小小从小体质不好 一年四季都是手脚冰凉 再加上现在又怀孕 所以保暖工作更是需要做到位 高小小坐在床边 心安理得地让她伺候着 她觉得 谁让她昨天晚上 那么折腾自己的 尽管知道她现在身子 不能坐得太激烈 可是她越是那么缠绵 匪测地挑逗 反倒让她动情更强烈 再加上两人 确实好久都没亲热 于是最后 堪称是狠狠地放纵了一把 到这会儿 她都觉得自己 两条腿酸到不行 抬脚都嫌费劲 等从头到脚都收拾完毕 高小小双手 放在她肩膀上抬起头 像立一般地 亲亲她的嘴唇 老公 你真好 韩真看着她 甜笑卖乖的小模样 她的心里软到不行 露着她的腰 回亲她一下 兔子阿伯 高小小点头 昨天婚宴 基本没吃什么东西 再加上那么一通折腾 这会儿真的是 饿到鸡肠碌碌了 韩真笑着 等她下床穿好拖鞋 这才带着她下楼吃饭 吃过饭之后 韩真电话约了私人医生 带高小小去做运见 本来应该是昨天去的 结果因为举办婚礼 就生生地推迟了一天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没想到的是 到了医院 两个人刚走到主楼的门口 就听到有一道 清朗温润的男声 从后面传来 二哥 高小小一回头 男人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翩翩而来 看着很年轻 白皙干净的面旁 英俊扬眼 可是 她身边却是扶着一个 大富翩翩的孕妇 看到她的时候 脸上也是一愣 随即便弯唇 微笑了起来 上官宴同样也将高小小 打亮了一番 然后看了一眼韩真 漂亮的眉眼 仿佛瞬间又亮了一层 这个就是二嫂吧 二嫂好 我是上官宴 以后啊 你喊我阿宴就行了 对了 她介绍她自己身边的孕妇 这是我老婆莉莉 老婆 这是二嫂 二哥她呀 刚刚找回来的媳妇 以前一直只在群里说话 这回看到真人了吧 二嫂好 吴莉莉笑眯眯的 她五官名利 可能是因为怀了孕身形 有点丰润 女人味十足 看着好像比上官宴 要年长一些 高小小忙对她 也点了下头 你们好 韩真将手圈在了 高小小的腰上 轻壳一声 你们怎么也来了 二哥 我媳妇这不是快生了吗 所以啊 我们最近都在这住院了 刚刚吃过午饭 我陪她呢 去花园里散步来着 这么巧就看到你们了 说完 上官宴突然瞄了一眼 高小小的肚子 二嫂也是来做产检的吧 高小小点点头 是啊 本来昨天是要过来的 但是因为昨天 刚好要办婚礼 对了 昨天我没能去参加婚礼 不过呢 我爸妈去了 二哥 你应该都看到了哈 礼物也都送了哈 上官宴笑呵呵地说道 众人就这么边聊边说 一边走进了电梯 高小小这是第一次 见到上官夫妇两个人 第一印象是 上官宴还真年轻 才二十五岁的年纪 难怪脸上满满都是胶原蛋白呢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 她老婆确实已经怀孕 真不敢想象 她这么年轻 居然愿意结婚生子 明明跟其有之一样的小鲜肉啊 至于吴莉莉 性格特别地开朗大方 难怪会和苏若婉 成为最好的朋友 到了运检室的门口 两队人马这才分道扬镳 运检室内 医生让高小小躺在床上 韩真则是一直守在旁边 医生看了她一眼 似乎也习惯她的厚脸皮 便也不管她专心地开始工作 韩太太 医生一边看着电脑屏幕一边 细声细语地说道 您现在的孕期已经过了第十三周了 胎儿现在发育得很好 您可以放心了 这个时间段呢 因为孩子正在迅速生长 所以要提醒您 一定要保持充足的营养吸收 当然也不是让你吃得越多又好 而是要有选择性的 营养要搭配均衡 最好能采用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 另外体重也不能太超标啊 否则生孩子的时候不容易 这生完孩子更难再减下来 医生巴拉巴拉地说了半天 话音刚毙 韩真便开口问 医生 现在可以看出来孩子的性别吗 医生有一点无语 他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现在孩子的形状还没有完全成型 所以还很难看出到底是不是女儿 您再等一个月吧 哦 是吗 韩真俨然有一点不太相信 说完这句话后 他皱了皱眉 一双黑眸则是一顺不顺地 盯在屏幕上面动来动去的画面上 仿佛看着看着 就能看出性别似的 等取完毙超的片子后 韩真因为不放心 又带着高小小去做了 其他方面的各项检查 确定身体的各项指标 都在孕妇的标准线之内 胎儿的情况非常稳定 这才放下了一颗心 两人从检查室出来 谁知那么碰巧又碰到了上官眼 这回是他一个人 双手插着裤兜站在那 看着墙上孕妻需要注意的事项 白衬衫整洁 干净 转身回来 一瞬间像极了韩剧里 那些个干净又斯文的韩国偶爸 二哥 二哥 上官宴一说话 语气却是兴奋到不行 你们这一摊 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干嘛要告诉你啊 韩真扶着高小霄 姿态可谓是敷衍 可是上官宴 还是一脸灿烂的笑容 因为我老婆怀的是儿子啊 我想啊 如果你生的是女儿的话 将来可以让我儿子跟你女儿结亲家啊 我们订娃娃亲好不好 韩真一听这话 立刻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看不上 不都是好兄弟吗 这拒绝的也太直接了点吧 而且医生刚刚明明才说过 暂时还看不出来是男孩女孩呢 哎 别这么说嘛 上官宴似乎一点都不生气 俊朗的脸上笑容从头到尾都没停过 你看看啊 我这颜值 再加上我老婆的颜值 将来我的儿子肯定也不会差吧 所以考虑考虑呗 不行啊二哥 啊 韩真微扬下巴 脸上的表情竟然一时间挑剔嫌弃到不行 二哥 呵呵是什么意思啊 上官宴挑了挑眉 你自个儿摆肚去呗 韩真搂着高小潇说完这话 便静止走向电梯 电梯门关上的刹那 高小潇还能听见上官宴的声音 在外边的走廊上喊道 二哥 你跑那么快干嘛 我又不会吃了你 等电梯到了一层开门后 高小潇一边走一边忍不住 你刚才对阿燕说话是不是太直接了 这样不好吧 媳妇 你不懂 韩真单手提着她粉色的胯包 嘴里头却是婆婆妈妈的话 有的时候不直接一点的话 她听不懂人话的 再说了 一看她就找大哥结亲没成功 所以才来找我的 大哥不答应 我怎么可能答应啊 高小潇眨眨眼睛 这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韩真 韩真 微微地 醋眉 看了她一眼 这还不明白吗 高小潇摇摇头 难道因为 井木真是老大 因为他不答应 所以阿真 在兄弟里排行第二 也不能答应吗 这是什么逻辑啊 韩真紧了紧在她腰上的手 这才一本正经地说道 论颜值 我们两人加起来 肯定要比大哥和大嫂高 他们都不答应 你说我能答应吗 高小潇后背一阵的恶寒 过了一会儿 没好气地说道 你就是舍不得女儿吧 还找出那么多理由 什么颜值不颜值的 明明九九和燕燕 都长得那么漂亮 第二胎 肯定也会很漂亮的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15集 韩真低头 她迅速地在高小潇的唇上 啄了一下 吃货者 媳妇也 高小潇脸刷一下就红了 这里是医院 周围还有不少的路人呢 好不容易回到车上 坐进车里 高小潇系好安全带 忍不住把毕朝片子 又拿了出来看了一下 虽然她看不懂 但是还是很努力地 想从阴影中 分辨出孩子的头 脚 胳膊 韩真将车发动 见她一直盯着毕朝照片看 笑了笑也凑过去 看着那黑乎乎的毕朝照片 嗓音低沉 在看咱闺女呢 是啊 高小潇点头 白皙的手指在上面摸着 叹口气说道 为什么现在才四个月 好想快一点把它生出来呀 她觉得到时候 韩真一定会特别疼 这个宝贝女儿 高小潇几乎 可以想象那幅画面 必定是温馨又充满爱的 真是想想就有一些 忍不住激动 急什么 韩真将手放在她小腹上 她的小腹摸起来软软的 虽然快四个月了 却没有很明显的凸起 一眼看去 也不像是怀孕的样子 韩真嘴角勾起 声音温柔继续说道 反正女儿在你肚子里 她又不会跑 因为她这番话 高小潇忍不住也笑 等车开动之后 她看着窗外的街景问 现在回家吗 先去买点东西再回去吧 嗯 好 正值下午两点 午后阳光从窗外 暖哄哄地晒进来 而街上的行人 都已经穿上了博衫 有些女人 甚至都开始 穿着露大腿的短裤了 高小潇想着自己的肚子 也要慢慢地开始大了 考虑待会儿 买东西的时候 顺手买一些宽松些的衣服 免得到时候大肚子穿不上 等到了市中心的某个大型购物商场的时候 没想到韩真直接带她去了一家知名的妈咪用品店 这家店的代言人是现在正走红的一个辣妈女明星 高小潇以前还挺喜欢看她的节目的 一听说购买衣服到了一定标准 就可以获得女艺人的最新唱片 激动地一连买了四五件裙子 韩真倒是没说什么 身高腿长站在她身边帮忙提东西 怕高小潇太累 买了一些春夏季的孕妇装后 韩真便带着高小潇回到车上 车开得很慢 高小潇听着舒缓轻松的胎脚音乐 就一时有一些昏昏欲睡了 她皱了皱眉 拿出手机登录微信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信息 果然一进去 看到我是少奶奶群里有几条未读的信息 点进去一看 脸上不近就愣住了 宋小首发了一张不知道从哪拍的照片 照片里面顾向北西装革履 正和一身靓丽春装的齐木瑶走在一条街上 照片也看不出是哪 只觉得这条街古香古色不像是地势 虽然两个人只是并排走路 顾向北的表情甚至可谓堪称清冷 动作也不亲密 但是因为先前高小小在阳台上听过他们两个人的谈话 再加上宋小首也说过他们之间的绯闻 所以心里头一时有些古怪起来 常欢言问 哪来的照片 宋小首说 我每天看着那个时尚街拍博主 他中午刚发的微博就被我看到了 怎么样 我就说了吧 这两人啊一定有貌腻 这一回让我说中了吧 常欢言说 说中什么 人家不过是在一起逛街而已 宋小首又说 哎哟 孤男寡女还在C市逛街呢 如果我跟你这样的话 你觉得你老公会信吗 常欢言发了一个微小的表情 当然相信了 谁让你这么娘跑 宋小首说道 死丫头 说谁娘跑呢 看什么呢 耳边韩真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 高小小一愣 下意识一抬头 没什么 韩真眼尾闲闲闲地看了他一眼 坐车的时候别看手机 一会儿头晕了 哦 高小小点点头 乖乖地把手机放回去 只是心里却一直淡定不下来 反而还有一些隐隐的不安 C市 某公立医院二楼 外科门诊外面的走廊上 接完刘伯的电话 顾向北立刻打开微博端 他点击进入了一个微博博主的微博 也看到了发表于一个小时前的一条微博 配图四张 其中一张正好是他和齐木瑶在一起的画面 看着下面那几条热瓶 他瞬间紧绷下额 这个男的是模特吧 哪有路人长得这么帅的 就是啊 不但帅 他很有气质 尤其那白色衬衫 搭配深灰色的西装 简洁又优雅 好会搭配哦 他女朋友长得也很漂亮啊 有点像赵丽颖 真是男才女貌 两个人好般配啊 刘伯已经迅速地将博主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顾向北推出微博 然后直接拨通了那个人的电话 一听到顾向北让他删掉那条微博 那个人有些迟疑地说道 嗯 这么说不太好吧 我是一个很专业的街拍摄影师耶 看到好看又洋眼的照片自然就要拍下来了 而且你们男的帅女的美 衣服搭配得也很好耶 删了多可惜 当然啦 如果你是想要报仇的话 话还没有说完 顾向北就不耐烦地打断他 你发的这张照片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权以及肖像权 如果你拒不撤销的话 我的律师马上就会和你联系 那个人一听这话却有一些不太高兴了 先生 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吧 我是一个很专业的街拍摄影师耶 而且我的照片发出去就没有再收回的道理 否则你让我微博上的几百万粉丝该怎么想 再说了 街拍摄影杂志已经决定用这张照片做狭气的封面了 到时候 顾向北懒得在听着娘炮婆婆妈妈的干脆直接挂断电话 又迅速拨打给刘伯 让他去找公司的公关部 再联系微博运营人员 不管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手段也一定要将这条微博删掉 挂完电话之后 他伸手解开衬衣领口处的纽扣 心头隐隐生腾起了一股烦躁 冷峻的浓霉皱在了一块 虽然发微博的时间才短短一个小时 但是网络上传播消息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一张照片又拍得那么清楚 要是没人认到还好 可是一旦被人认出来 再传到十家人的面前 就算他和启木耀之间并没什么 不过以时光谱的个性 恐怕会闹得很难看 顾向北眯了眯眼睛 忍不住从兜里掏出了烟河打火机 点燃了一根放嘴里 窗外 本是晴空万里的天空 突然就有一些暗下来 灰沉沉的 就好像他此刻的心情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机铃声终于再度响起 顾向北接起电话 听到那头刘伯兴奋地说 顾总放心吧 我已经找人将那条微博删掉了 也让律师警告过那个博主了 照片不会再流传出去了 嗯 顾向北淡淡地应了一声 便挂断电话 再度点开微博刷新 果然有一条微博已被删除 他将手机塞回口袋 俯瞰着楼下匆忙的车水马龙 脸上的表情也终于渐渐地缓和下来 啊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116集 齐木瑶提着医生给开的药 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诊室 一转头 他就看到顾向北正站在走廊的窗边 一身暗色调的深灰色修身西装 并不打眼 但却几乎瞬间就将他的视线抓过去了 不得不承认 顾向北真的是长着一副 男模的标准身材 肩宽 窄臀 身高腿长 就算是扔到人堆里 也是一种鹤里肌群的出条感 此刻 他单手插在西装裤口袋里 仿佛正低着头看着窗外 右手的手指尖夹着一根香烟 鸟鸟生起的烟雾 很是细 很是柔 却趁着他有种寂寥的感觉 齐木瑶靠着墙站着 一时没有出声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直到轰隆隆一声 天空中突然一阵惊雷划过 哎呀 怎么突然下雨了 有护士经过时说道 齐木瑶眨着眼睛 抬起受伤的脚 刚想要走过去 却突然改变主意 他拿出手机 拨打了顾向北的电话 看着他低头掏出手机 看一眼屏幕后便转头过来 四目相对 他立刻仰起了嘴角 对他挥了挥手 顾向北按断电话 立刻抬脚朝他走过来 他清冷的五官 依然没有太多表情 虽然在看着他 目光也很深邃 却是仿佛 没什么温度似的 齐木瑶看着看着 嘴角慢慢地放下 莫名就红了眼眶 等到了跟前 顾向北低头望他 微微粗眉 怎么了 脚很疼吗 齐木瑶点点头一脸 委屈和无助地说道 怎么办 是不是耽误了 你和周总的事情 现在已经 他抬起了左腕 看了下时间 都两点多钟了 没关系 顾向北 低沉而又磁性的声音逼近 温热的大手 扶住他手臂 医生怎么说的 齐木瑶叹口气 医生说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这几天 让我尽量卧床休息 不要走动 顾向北看了一眼窗外 外面下雨了 齐木瑶惊讶地看过去 果然 楼下行人都已经撑起了雨伞 雨室看着还挺大的样子 到了楼下 顾向北让齐木瑶站在一楼的走廊那等着 自己先冲进雨雾当中将车开了过来 当齐木瑶再度被顾向北抱着 一路小跑送到宝马后座位的时候 他脸红润羞涩 卷翘的睫毛开始微微颤抖个不停 顾向北将车门关上之后 绕过车头 也迅速走进了驾驶室 车门阻挡了窗外 戚风冷雨还有喧嚣 封闭在安静的车厢内 齐木瑶轻声开口 向北 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顾向北扯了扯唇 声音一如既往地平淡 不用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齐木瑶微笑一下 微微侧过头去看向窗外 车厢里也顿时安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 齐木瑶突然转过头去 看着他侧脸说道 向北 能放点音乐听吗 我记得 车里好像有存放唱片 顾向北没说话 却是抬起右手 打开了车载音箱 点了播放 舒缓的音乐过后 歌声在车厢里缓缓流淌 明明是一首纪念 和缅怀好友的悲伤曲目 齐木瑶却是觉得很适合 用来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他和顾向北 却何尝不是多年后的 See you again 第四 石家别墅 石正林回到家里 将身子丢在客厅的沙发上 背着眼睛 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阵子 为了还公司的欠债 他可谓是亲力憔悴 每天往返不停地奔波在各家公司 如今 却依旧没有太好的成效 他也曾亲自带着厚礼去景家 想要赔礼道歉 结果景木琛 连小区大门都不让他进 去景阳也是 但是在一楼就被前台给拦下 连电梯都进不去 咬着牙 刚趁着中午的时候 舔着脸皮去了趟军区大院 谁知道 刚进大门就被少兵拦住 还说玉锦川已经吩咐过了 最近不让石家人进去 石正林这几十年 何曾受过这种待遇呢 他觉得再怎么说 他也是玉家的女婿啊 平日里也没少走动啊 这次若不是实在走投无路 他又怎么会落得如此狼狈 没办法 他只好打电话给玉东辰 四月底的天气 大中午太阳白花花地晒着 他只等了一小会儿 就觉得虚拖撑不住了 还好玉东辰见他一筹莫战 答应再借一笔款项 帮忙他渡过难关 也算没白走这一趟 老公 玉锡园走过来 端起桌上的茶壶 帮他倒下了杯清茶 你没事吧 多注意身体啊 石正林点点头 这才睁开眼睛 拿过杯子喝了一口 玉锡园坐在旁边 虽然身上衣着光鲜亮丽 脸上却多少有一些颓挠 经过了这番打击 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数十岁 就在夫妻两个人哀声叹气的时候 时光鲁挺着微秃的小腹 从楼上走下来 开口就是一句 爸妈 家里的佣人都去哪了 厨房有吃的没有啊 我饿了 石正林看着他 想到刚才军区大院门外被拒 而这一切的根源 不都是因为这个嘴无遮拦的女儿吗 若不是他当初 祸从口出 出言侮辱人家小女孩 他的公司何之于被锦木琛弄到倒闭 连玉家的人都不愿意出手相助 现在更是因为他对玉霄所作所为 导致玉锦川居然连亲戚的面子都不给 连军区大院的门都不让他进 石正林忍着怒气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家里都快走投无路了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还有上次 说让向北帮忙的事怎么样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七百一十七集 石光谱皱了皱眉头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向北太也没办法呀 故事的财政大权不在他的手里 不在他手里 这是什么意思 玉锡园诧异地看着女儿 你公公不是已经中风了吗 故已成又坐牢了 现在故事不就是向北在坐镇吗 公公中风前找了律师 好像把遗嘱给改了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石光谱撇撇纯道 遗嘱改成什么样子了 向北不会没有财产了吧 玉锡园急躁躁地又问 当然不可能了 顾氏现在就是他在管 继承财产 不过就是早晚的事情罢了 石正林这会儿一脸地不解 你的意思是 得等顾老爷子撒手人还了 向北才能掌握顾氏的财政大权 石光谱看了他一眼 可能吧 点头敷衍说道 其实他对顾向北 能不能继承财产并不在乎 他喜欢的是顾向北这个人 其他的东西都只是附带的而已 再说了 他自己也能养活自己 他更相信顾向北的才华 就算是拿不到顾氏的财政大权又能怎样 他相信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客厅里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石正林开口问道 对了 向北怎么还没回来 他出差要去多久 他公司的新项目在C市启动 所以要去一周的时间 石光谱说着 忍不住开口喊了庸人的名字 胡阿姨 你帮我下一碗塑鱼面吧 不要放辣椒哦 哎 好的小姐 等庸人离开之后 石正林又忍不住说道 光谱 回头你打电话催催向北 让他尽快想想办法 前一阵子呀 我看新闻 好像故事这回的新项目 还拉拢到了不少大企业呢 其中还有个 奇力集团 有那么牛的公司投资入股呀 区区几千万 还应该很容易拿出手吧 石光谱一听这话 猛地皱进了眉头 爸 你刚才说什么 奇力集团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奇力集团 那好像是奇家的家族产业 奇木谣自毕业以后就进去工作了 上一次生日宴会的时候 还得意洋洋地说 自己现在已经坐到了副总裁的位置 石正林点点头 面色有些不悦 光谱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石光谱这阵子是因为怀孕 每天很少上网看新闻 再加上本身就对公司管理方面没什么兴趣 所以他不怎么关注故事的事 玉西元叹口气劝道 光谱 我知道你现在怀孕了不能太操心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找机会多关心关心下老公 他现在做这么大的案子 你身为妻子却不知道 这也太不像话了 时间一长 他很容易会以为你不关心他 问题会越来越大的 他还记得当初收到的那几张亲密照片 尽管顾向北发誓他没有做过对不起石光谱的事 可是玉西元的心中归根结底是有点不踏实的 谁知石光谱眨眨眼睛便抬着下巴说道 谁说我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齐力集团是齐家的家族企业 上次就是我介绍向北和齐叔叔认识的 不然你以为齐力会和故事合作吗 这回轮到玉西元和石正林愣住了 回头我就打电话问问向北 爸妈你们就放心吧 石光谱一脸巨傲地说道 一阵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卧室里突然响起 高小小虽然早已经醒了 可此刻却还有一些慵懒 推了推身前胸膛就说 老公去接电话 韩真闭着眼睛敷衍地恩了一声 双臂依然懒洋洋地抱着他的腰 声音沙哑慵懒 不见 一会儿他就不想了 高小虽非常无语 是我的手机在响 见他还是闭着眼睛不肯动 他只好拉开他双臂 想要从床上起来 腰上大手迅速将他又拉回来 行了 你好好躺着我去接 韩真皱了下眉头 一副臭脸的表情 高小虽眨了下眼睛 忍不住就翘起了嘴唇 韩真走到茶几旁边 拿起手机一看 那张脸顿时更臭了 眼底没烧 还都是不耐烦 谁电话呀 高小虽问 娘娘枪打过来的 韩真过来之后把手机递给他 居然乖乖地没有接听 高小虽白了他一眼 接着按下了接听键 喂 小手 怎么了 我去 姐妹 你怎么不上微信啊 看到我刚才发的消息了吗 宋小手在那一头 一轻一炸地说道 我午睡呢 没看到 发生什么事了吗 高小虽被他吓得困一拳 小脸上也满是惊疑 韩真看了他一眼 抬脚走到衣柜开始穿衣服 中午的时候 我不是给你们看了那张顾向北 和齐木扬的绯闻照片吗 你猜 现在怎么着 宋小手 深吸口气 立马噼里啪啦地说道 我刚才呀 就是随便去看了一下 谁知那条微博居然没有了 没有了 懂不懂 被删掉了 我就觉得奇怪 我实在忍不住自己内心的好奇 于是我就给他发了私信 问他为什么那条微博没有了 结果微塞的回复 说是顾向北给他打电话了 说他必须把微博删掉 如果不删的话 就要找律师告他 微塞的开始不想删的 没想到顾向北 居然找到了微博的管理员 强行把他那条微博给删除了 非但如此 还警告他 不能把照片外传 否则就要告他 高晓晓皱皱了皱眉 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随即 松消瘦说 再见 韩真这会儿已经换好了衣服回来 看着他有一些呆愣的脸 问了一句 怎么了 高晓晓摇摇头 立刻点开微信群进去 果然宋消瘦正在 那里面和长欢眼讨伐他呢 只气死我了 一场热情跟你们分享八卦 你死活不信就罢了 萧萧的反应也那么冷淡 你们怎么也不想想 顾向北要不是坐在心许 能让微博的伤微博吗 我看他俩一定有猫腻 你们说 我要不要匿名发个微博 把照片再发出去啊 反正照片我已经存了 对不对 我这我去给八卦杂志报个料 拿一笔爆料奖金怎么样 喂你们两个能不能给点反应啊 晚上看时间过了九点 时光普遍拨通了顾向北的号码 顾向北的作息时间一般都是晚上十一点 早上七点 他觉得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回到酒店了吧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 谁知那头却传来了一道 娇俏又熟悉的女声 光普 早上没有事吗 时光普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双眼直勾勾地睁着 满嘴的话顿时梗在了喉咙处 他有一些不相信的放下手机看了看 没错呀 屏幕上是显示着老公两个字 可是为什么却接电话的是齐木瑶呢 难道齐木瑶也去随时出差了 可是现在都已经夜里九点钟了 这么晚他们怎么还会在一起 而且顾向北的手机为什么会在齐木瑶的手里 光普 怎么不说话了 喂 光普 能听到吗 阿尔庞 齐木瑶的声音继续响起来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时光普捏着电话的手 瞬间用力到几近泛白 他必须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才能忍住对着电话那头破口大骂的冲动 可能是听到时光普始终没有说话 齐木瑶自言自语的 嗯 怎么回事 就把电话挂了 听到听筒里传来嘟嘟的盲音 时光普一眼前瞬间 各种信息走马观花地掠过 脑子里更像是混乱成一团麻绳 为什么齐木瑶会接向北的手机 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地喊我的名字 时光普一咬牙拿起手机 快速地点了重播键放在耳边 他想着如果还是齐木瑶接的话 他就 喂 光普吗 电话那头传来的竟然还是 齐木瑶那嗲声嗲气的声音 时光普深吸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淡定 木瑶 怎么会是你啊 向北他人呢 光普 刚才是你那边的信号不好吗 我说话你都没听到吗 齐木瑶确实问了这么一句 时光普眯了眯眼睛嗚了一声 继续淡定说道 刚才我打过去的时候没有声音 突然就被挂了 不过我倒要问你 为什么向北的手机会在你手里 哦 是这样的 光普 真是对不起啊 齐木瑶揉着嗓子在那头道歉 时光普不觉心里一紧 对不起什么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齐木瑶叹口气 晚上的时候 向北突然食物中毒了 现在在医院里面洗胃呢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食物中毒 时光普猛地抬高了音量 人从沙发上站起来 着急地连声问 怎么会这样啊 严不严重 她是吃了什么东西啊 怎么会食物中毒呢 呃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就是度假村的晚餐 但是别人也都吃了 可是却没事啊 刘助理送她来的医院 然后才带电话告诉我的 所以我也是刚刚才赶过来 现在她还在里面没出来呢 刘助理去缴费了 就把向北的外套和手机都放在我这里 我是看到电话是你打过来的 怕你太担心 所以才接了电话 想把事情告诉你的 齐木瑶解释清楚又明白 最后又诚恳地说道 不过光普 你放心吧 医生说洗完胃后 消了炎症 再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你现在怀了身孕 不要太担心哦 我已经让医院里 安排最专业的医生看过了 今晚也会有专人照顾向北 你放心吧 时光谱点了点头 稍稍放下一颗心 谢谢你 木瑶 别客气 咱们俩谁跟谁啊 再说了 毕竟我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邀请的嘉宾发生了这种意外 本来就应该是我来负责的 所以还是要跟你说声抱歉 对不起啊 齐木瑶很谦逊地说道 时光谱看了一眼时间问他 那向北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 嗯 这样吧 齐木瑶思考了一下说 待会儿等他出来了我告诉他 让他给你回个电话吧 好 时光谱只能答应 挂断电话之后他靠着沙发背 直接点开了手机上的浏览器 搜索出故事和奇力的合作方面的消息 慢慢地看着 大约半小时之后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看着屏幕上显示老公来电 他立刻按下了接听键 喂 向北 你现在怎么样了 好点儿没有啊 我好多了 顾向北声音低沉又显得有些虚弱 说完这句话 喘了口气才说 你打电话给我有事吗 我没事 时光谱敏了敏唇心疼道 我就是 就是这几天都没给你打电话 想你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怎么会食物中毒呢 有没有找做饭的厨师问问 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不能算是食物中毒吧 可能是海鲜吃多了 我以前就有胃病 所以突然发炎了 放心 现在就没什么事了 顾向北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没事就好 时光谱伸手 摸着他突出的小腹 细声细语地说 那你好好休息 这两天就别出去应酬了 让刘伯给你买点小米粥喝 养养胃啊 挂断电话之后 时光谱还是有一点不大放心 又找出了刘伯的电话号码打过去 刘伯在那一头频频称事 最后再丧向他保证 一定会照顾好顾向北 时光谱这才放心地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每天早中晚都会给顾向北打一通电话 问问他身体恢复状况 等顾向北终于从C室回来的那一天 时光谱更是提出要去机场接他 不用了 顾向北拒绝 从家到机场那么远 你现在肚子里还怀了孩子 不能这么折腾 可是我都一个星期没有看到你了 我担心你啊 我想马上就能看到你 时光谱难得表现出 这般柔媚的小女人语气 也许是因为顾向北突然发生意外 他好像一下子回到了 以前两人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 特别想每天都能看到他 对他好 甚至讨好他 顾向北突然在那头轻笑一声 欲气轻跳 就一个小时也等不了 等不了 时光谱认真说道 那行 晚上你让小刘开车送你过来 我大概是晚上六点钟到 你五点半出发就行了 到机场的时候刚好是六点半 顾向北在那头说道 好 时光谱微笑着答应 挂断电话之后 他过去打开衣柜 挑三拣四挑了半天 最后挑了一条 眉红色及西丝制长裙 裙摆成半圆形 走路的时候会飘起来 外边再搭一件 蜜白色的针织衫罩着 这样的天气穿着刚好 将衣服都放好之后 他才下楼吃了午饭 C市机场 VIP候机室 一对外形出色的男女 坐在最角落的位置 齐木瑶看着顾向北 脸上的笑容 带他放下手机之后 开口问 光谱打过来的 嗯 顾向北点点头 他晚上会去机场接我 齐木瑶眨眨眨眼睛 随即了然地说道 好 我会从另一个门 单独提前走的 顾向北没有看他 说话的语气 也是一如既往地清冷 这样最好 否则容易引起误会 齐木瑶咬了咬唇 描绘精致的大眼睛 楚楚可怜地看着他 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 再说了 你都已经拒绝了我的表白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一十九集 齐小姐 顾向北立刻打断了他 你和光谱是大学同一个宿舍的社友 还是多年的好朋友 光谱他现在已经怀了孕 我不想刺激他 齐木瑶点头 声音很轻 轻到飘渺 我知道 其实 我也没有别的想法 就像那天晚上 我在医院里所说的那样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我这么多年的心意 我喜欢你 我一直都喜欢你 甚至 我比光谱喜欢你的时间还要早 只不过那时候我太懦弱了 所以才让他杰作先登了 他有一些自嘲的笑了笑 呼了口气后 又壮死洒脱地说道 不过你放心吧 我齐木瑶 不是那么放不开的女人 我也不会对一个有夫之夫 死缠烂打的 喜欢你是我的自由 至于接不接受 那是你的自由 顾向北表情沉静 淡然 几乎没有一丝的波动 齐小姐能这样想最好 说完 他抬起了左腕 看了一眼时间 我去抽根烟 好 齐木瑶看着他起身 奇长优雅的身形 慢慢地走进 吸烟室 齐木瑶呢 抿了抿红唇 眼神中突然有了一些讳莫如深 晚上六点 飞机准时落在了地市机场 齐木瑶和顾向北坐的都是头等舱 紧挨着前后 但是下飞机的时候 两个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一句话也没有说 等到了外边 齐木瑶更是如他所说的那般 直接迅速地从后门离开了 连行李都是助理帮着拿的 顾向北坐在座椅上等着 等刘航和小杜分别将行李箱带出来之后 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六点二十分 小杜打过招呼就率先离开了 刘航呢 推着行李和顾向北慢慢地往机场外边走去 向北 向北 时光谱的声音很快便传到了耳朵里 顾向北寻声望去 英俊的脸上随即露出了一抹温和的笑 时光谱的脸上笑容顿时更加灿烂 他快步走过来 远远地张开双臂 直到跟前一把把他搂住 向北 他柔情蜜意地喊道 脸上在他胸前蹭着 抬起头来 关切地问 你的身体都没事了吧 胃还难不难受 我没事了 顾向北说着 大手在他背上轻轻拍两下 便转为牵着他的手往外走 怎么没有看到齐木瑶啊 时光谱一边问 一边四处 引颈不停地张望着 顾向北挑挑眉淡淡说道 我太清楚 我和他的座位不爱在一起 这样 时光谱点头 随即便扬怒看着他说道 你也真是的 怎么不跟他说我来接你了 我还想跟他当面说声谢谢呢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顾向北轻描淡写地说着 嗯 那好吧 时光谱冲他笑笑 随即便将头 靠在他健硕的胳膊上 小鸟依人一般 刘伯推着行李走在后面 看着眼前姿态亲密的两个人 暗自摇头 这天下午 高小白从幼儿园回来 他坐着司机小梁的车去了湘西园 看了自己的爱犬果冻 因为高小霄怀孕 一家人都搬回了寒宅住 但是刘婶始终在湘西园 照顾果冻 所以钟余红打个电话 让刘婶准备晚饭便也就放心 让小家伙去了 小霄儿 晚上想吃点啥 钟余红放下电话便说道 高小霄刚要开口 不用了吗 晚上我们出去吃 韩真说道 等回到楼上卧房 高小霄见他换了一身西装 他便好奇地问 去哪儿吃饭啊 集会那天有些人没有过来 就想摆个招待宴 招待一下他们 本来我不想答应的 但是小浩子刚刚 又喜得亏子了 所以就由他做动吧 把大伙叫来聚一聚 韩真说着 从衣柜里面 拿出一条 色彩明艳的碎花长裙 穿这个 高小霄眨了眨眼睛 会不会太花了 不花 说吧 韩真便将衣服 在他身上比了比 嗯 很沉肤色的 高小霄婉儿 好吧 三十分钟之后 等两人到了约会号的私人会所 服务生一推开包房的门发现 齐承昊他们早已经到了 几个人正围着 他的手机里的照片看呢 哎哟喂 看这大胖小子 头真大 燕男生嘖了嘖嘴 清俊的眉眼满是新奇 头大聪明 齐承昊笑眯眯地说道 我怎么觉得这小子 长得像清澄姐姐呀 风尘安也说了一句 那当然 我媳妇比我长得好看 像她好 齐承昊顿时笑得更得意了 一抬眼 看到来人立马喊了一句 阿珍笑笑 你们来了 韩珍点点头 小心翼翼地 扶着高小霄过去 坐在沙发上 二哥 快来看看 小浩子 他儿子 风尘安喊道 韩珍闻声 挑了挑眉 来 我看看 待齐承昊 兴冲冲地 把手机递到他手里之后 韩珍看了眼照片 立马撇了撇脖唇 脱口而出 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现场一阵的安静 外加尴尬 高小霄一愣 忙说 哪里丑了 小孩子生出来 都是这个样子的 多可爱呀 等过几天 胎毛退干净了 却更漂亮了 韩珍勾了一侧的脖唇 双眼微微地眯起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比你有经验 高小霄想也没想就说道 韩珍没能亲眼看到 小白出生以及成长 简直就是他这辈子 最大的遗憾 齐承昊逼着自己笑了笑 然后将手机抢回来 就是 故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说我儿子生下来就很好看 以后啊 只会更好看 高小霄猛点头 表示赞同 她见过齐承昊的老婆 顾倾承 真是 清风一般的妙人 据说两个人 还是青梅竹马 谈了十几年的恋爱 真是想想都觉得 特别的浪漫和美好 韩叔叔 阿姨 小白哥哥没有来吗 突然 一声熟悉的清脆铜声 从门口传来 高小霄一抬头 居然是消遣 她穿着一件 迷彩图案的小外套 深色的牛仔裤 外加一双圆头小牛皮鞋 一手牵着燃羽 一手牵着陆子恒 走了进来 那幅亲密有美好的画面 一眼看上去 真像是一家三口 还是颜值很高的那一种 哟 三嫂带儿子出来玩了呀 燕南生又响亮地 吹了声口哨 燃羽 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这是我的小侄子 啊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 和你们明天见咯 那三嫂 你什么时候 也给三哥 生个小猴子呢 燕南生 立刻也 见嘻嘻地说道 陆子恒 则是咳了一声 姿态高冷 生什么生啊 我就喜欢二人世界 听到没有 不是我不想生 是我老公心疼我 不让我生 燃羽 立马要舞扬威地 冲燕南生 扬起了下巴 随即两眼发亮 松开手 冲着高小霄扑过来 小霄 慢点 陆子恒和韩真 两个人同时 叫出了声 尤其是韩真 立马伸手 抱住了高小霄 以背部挡着 好像生怕 燕羽会撞到她一样 高小霄脸一红 她忙伸手 推开她 我没事 她都听到了 有人发出了 扑哧一声嘲笑声 燃羽也及时 杀住了脚步 她双手插腰 站在那儿 看着韩真 翘脸上满是不悦 你真烦人 我就想 摸摸削削的肚子 燃燃喜气怎么了 至于跟防狼似的嘛 上次婚礼的时候 因为我发高伤了 所以没能过去参加 话没说完 风尘安就摇头晃脑地 说道 三嫂 你不是说不想要生孩子的吗 为什么还要沾喜气呀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站在那儿的消遣 立马扬起小脑袋 小嘴里面噼里啪啦地说道 小叔叔和小婶婶 刚才在车上说了 想要在今年 努力生个跟我一样 可爱的儿子呢 燃羽和陆自衡 一头的黑线 他们觉得 就不该带着熊孩子出来 虽然才四岁 可跟十四岁 二十四岁 有什么区别啊 什么话都能听懂 还什么话都喜欢往外蹦 因为有孩子在 所以骑程号 点了很多小零食 也因为现场 只有消遣一个小孩 消遣多少 显得有些无聊 不一会儿 他就从沙发上蹦下去 寂寂喳喳地喊着 要去楼下滑滑梯 这个会所呢 一楼设置了一个 非常大的儿童游乐区 刚才高晓晓上来的时候 的确注意到过 燃羽闻声 便站起身来说 好啊 那小婶婶陪你一起去 太好了 消遣刚拍拍小手 谁知立刻便传来了 陆自衡 力声呵斥的声音 玩什么玩 那东西不安全 消遣委屈地 抓起桌上的 一大袋乐视烤薯片 没有撕开 就被陆自衡又抢回去 毒舌般说道 来之前 你爸爸特意交代过我了 不能让你吃太多的垃圾食品 得控制一下你的体重 这玩意儿 热量太高了 不能吃 免得你越来越胖 最后啊 成了个小胖子了 消遣一双黑亮的大眼睛 努力地回瞪陆自衡 可能是因为太愤怒 小奶婴儿都有一点 结巴和颤抖 你 你就是 你就是公保私手啊 那就不吃薯片了 吃点开心果吧 燃羽把小家伙拉回来 抱在怀里 给他拨开开心果 只是吃了几颗 消遣拧巴着小眉头 再度开口 小神圣 我想要上洗手间 燃羽一听到这个 放下手中的开心果 好啊 那小省省陪你去吧 高小笑突然发现 燃羽好像很喜欢 这个小侄子 今晚的燃羽 好像比以前温柔了许多 对消遣几乎是有求必应 拨开心果啊 哄他玩啊 喂他喝水啊 消遣见陆自衡 这一下儿竟然没有阻拦 嘚瑟着扬着小下巴说道 小叔叔 我去的是女洗手间 你不准跟着我吗 真是个小臭不要脸的 上个女洗手间 还喊得那么大声 等燃羽牵着消遣 要出去的时候 她还是没忍住 多了句嘴 好 注意安全 燃羽没好气地 白了她一眼 上个洗手间而已 有什么好注意安全的 燃羽 你等一下 我跟你们一起去 高小霄突然站起来 韩真微微醋眉 她吩咐一声 小心点 到了外面走廊 消遣就和撒了欢的小狗一样 松开两个人的手就往外跑 消遣 你慢点走 别跑 燃羽担忧地喊着 你知道了 知道了 喂 消遣说着 却是还呼吱呼吱地 使劲往前跑 然后就听到 哎呦一声 果然 撞到了人 只是 高小霄定睛一看 没想到被撞的人 竟然是起木窑 她皱着两道 精心描绘的戴眉 将身上那件 昂贵的蕾丝纱裙 理了理 一抬头见是消遣 再往后一看 甜美微笑 便瞬间呈现在脸上 声音亲切地说道 小语 这么巧 燃羽快步走到跟前 一手摸着消遣的 小脑袋关 一手拖着她圆润的下巴 没有撞疼吧 消遣拿斜眼 看了看起木窑 她皱着鼻子说道 鼻子有点疼 哎呀 我以后不会变成 她鼻子吧 那样我就不帅了 说完 还眼巴巴地 看向高小霄 阿姨 以后你不会嫌弃我吧 这都哪跟哪啊 臭小子 燃羽也没当真 没好气地拍拍她小脑袋 便抬头说道 木窑 你也是来吃饭的吗 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 齐承浩好像没说 今天晚上她妹妹 也会一起来 对呀 你们呢 怎么没看到你姐啊 齐木窑笑容亲切 你大哥做东 请我们吃饭 就在芙蓉宫 我顺便带消遣过来的 火姐不在 燃羽解释道 啊 这样啊 齐木窑点点头 突然看向前方 就说道 不好意思 我得先走了 约我的人已经来了 待会儿如果有空的话 我再过去跟你们打招呼 好啊 燃羽随口应了一句 齐木窑又冲高小霄 礼貌地笑了笑 便抬脚越过他们离开了 高小霄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脸上的表情顿时更加惊讶了 从那边走廊走来的两人 居然是顾向北和时光谱 男的西装革履 女的也是一身偏正式的裙装 匆匆一眼之后 他便将脸转了回来 依稀能听到身后他们寒暄说话 然后渐渐消失 高小霄没想到时光谱 竟然和齐木窑关系这么好 竟然还带着顾向北 三个人一起吃饭吗 想到宋霄手在群里 发的那张照片 他只觉得怪异到不行 萧萧 萧萧 你怎么了 耳边传来燃羽关心的声音 哦 我没事 我们走吧 高小霄回过神来忙说 燃羽怕小家伙再横冲直撞的 就回手直接牵着他的小手 一边走一边说 刚才那女的是齐承浩的妹妹 也是我姐大学时的同学 你别看她长得纯凉无害的 其实啊 说到这儿她突然顿了一下 高小霄看她好奇 其实什么 其实啊 我姐姐都叫她交际花呢 燃羽捂着嘴 也不把高小霄当外人 我姐说她大学的时候 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个男朋友 等毕业以后 更不知道谈过多少人男朋友了 不过嘛 反正人家有钱嘛 却都玩玩而已 这么多年也没闹出什么大的丑闻 所以齐叔叔和阿姨 好像也不怎么管她 交际花 这种贬义词语用在齐木瑶的身上 她真是觉得不太贴切 因为齐木瑶虽然和时光谱的年岁 差不多一般大 但是她长了一张很甜美的娃娃脸 眼睛也是大大圆圆 笑起来还有酒窝 一眼看去人天真可爱 就像是二十出头的小女孩一样 怎么会和交际花这样的词汇 结合在一起呢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二十一集 小婶婶 你怎么又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呀 消遣突然开口 妈妈说了 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人 自己都不是什么好女人 消遣一遍说一遍挺着小肚子 表情一本正经的 下一秒 她的头上直接被敲了一个暴力子 看着她呲牙咧嘴的小模样 然语得意地说道 我说的是你妈妈告诉我的话 怎么能说是我在背后 说别人的坏话呢 要说啊 也是你妈妈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懂了没 消遣更是直接 被她绕口令一样的话给绕晕了 伸出小肉手 摸摸自己后脑勺 小脸上都是委屈 我今天晚上就不该过来吃饭的 我的小白哥哥不在 没有人玩 还受到了小叔叔和小婶婶的非人虐待 再度回到包厢里 大圆桌的旁边几个服务生正推着餐车 在那上菜 可能是担心小孩个头矮 够不着桌面就很体贴地提供了一张海绵宝宝图案的小儿童座椅 消遣缺着小嘴不太愿意坐呢 不过 陆自衡可不管他 大手一抓把小家伙放了上去 脱掉牛仔外套 消遣里边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袖T恤 胸前还印着个小黄仁的图案 小小一只坐在那里 看起来真是蒙到不行 齐成浩因为喜得贵子心情大悦 忙放手点了一整排的红酒和洋酒 摆在那儿了 除了韩真 其他几个人都喝得有一些肆无忌惮 至于在场的唯二两位女士 一个因为怀孕不能喝酒 一个则是要照顾小侄子 不能夫妻两个人都喝醉 所以都没人强求 喝到高兴之时 几个男人更是直接把西装外套脱掉 松开领带 扯开领口袖子 绿着胳膊 完全不顾个人形象 哪里还有外人面前那般 偏偏贵公子的气质呢 高小潇和然宇 一个人坐在消遣的一边 时不时给小家伙加点菜 这一顿饭吃得热闹又融洽 只是还没吃完 房门突然被人敲了几下 众人抬头 就看到齐沐瑶微笑着走进来 身后还跟着顾向背和时光谱 这么多人 齐沐瑶环顾一圈说道 大哥 我今晚上刚好跟光谱他们在隔壁吃饭 所以就过来和你们打个招呼 齐承昊这会儿已经喝了不少了 他脸上有些红 看着齐沐瑶便直接说道 既然吃完了你就赶紧回家 别在外面鬼混 让爸妈担心 齐沐瑶愣了一下 很快便笑着说 这是我的好朋友 光谱和向背 以前应该都见过面了吧 最近 我们公司刚刚也和顾氏达成了合作 以后见面的机会 也会更多的 一桌上的人 三三两两便有人抬眼看顾向背和时光谱 有客气的 礼貌性的点点头 不客气的 比如像韩真 他就 只是心无旁骛地 切着小羊排 然后递到高小小的面前 见众人都没怎么说话 齐沐瑶和时光谱脸上都有一些尴尬 至于顾向背 他微勾着脖唇 似笑非笑地站在那 脸上的表情却是很闲适 大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齐沐瑶开口说道 嗯 齐成浩敷衍衍一句 便端起酒杯 自顾自地喝一口 阿姨 我口渴了 肖浅歪着小脑袋喊 高小小愣愣了一下 忙傲了一声 拿过装满橙汁的杯子 递给肖浅 阿姨怀孕了 肖浅 自己动手 陆自衡在一旁开口 肖浅咕噜咕噜噜地 大口大口喝着 甜甜小舌头就说 阿姨漂亮 我就喜欢阿姨为我喝 其他人都没反应过来 时光谱却是狠狠地 攥紧了自己的双手 刚才来的时候 齐沐瑶说什么 他大哥在这请八大家族人吃饭 他原先还以为 玉玉婷会在这 想着可能过来 可以说说话 帮顾向北在八大家族内 勾点关系 可是谁知道 没看到玉玉婷的身影 却是看到了 高小霄坐在寒珍的旁边 一身碎花长裙 衬着他皮肤白皙细腻 一点都不像怀孕的样子 脸上更是洋溢着刺眼的笑 让他看得很不舒服 他觉得 他明明是一个乡下小地方来的野丫头 现在日子竟然过得比他还好 跟了韩珍 果然连朋友圈都一下子高大上起来 在座的燕南生 丰陈安 还有陆自衡这些人 哪一个不是家族里最出色的存在 这些人虽然他也都认识 可却从来都走不进他们的生活圈子 平时里更是连面都难得见到 他们这几个人和玉玉婷玩得最好 而当初他和顾向北结婚的时候 这群人也就来了两三个 还是看在郁家人的面子上才过来的 可这会儿 高小霄竟然能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尤其还有陆南城的儿子 那么喜欢他 启木瑶也倒是非常有眼力见 笑了笑低声说道 光蒲 向北 我们走吧 三人一转身 身后传来了消遣 没心没肺的一句 拜拜 等三个人的背影消失后 房门一关 包厢内立刻从安静恢复了欢声笑语 搞得高小小都以为 他们刚才是不是故意的 别人他不确定 倒是韩真 他觉得肯定是故意的 因为他刚想要插一块小羊排吃 他那修长雅致的大手 就将盘子整个端走 青羊排的自然粉撒得太多了 你不能吃 燕南生轻吃了一声 瞧二哥这小心眼儿 韩真言尾扫了他一下 好像在说你管得着吗 反正这几个人都知道 顾向北以前和高小霄有过一段 所以他也不遮遮掩掩的 他不想搭理 所以刚才抬头都懒得看 对了 玉婷今天怎么没有过来呀 陆自衡突然问道 他呀 齐承昊端起了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据说是今天晚上 要去跟女朋友见家长 哇去 真的假的 桌上这几个单身汪 立马受到了刺激 怎么这么快啊 不是才谈两个月吗 风尘安也是一脸不相信 现在都流行闪婚 两个月的确也够长了 陆自衡闲闲说道 哎不行 我咋就这么不相信呢 小乔妹妹那么可爱 可不能这么快就洋入虎口的呀 燕南生夸夸其词 风尘安看着他 突然说了一句 阿生 你该不会对小乔妹妹 有什么想法吧 滚你丫的 兄弟妻不可信 燕南生义正言辞地说道 如果玉婷也结婚的话 陆自衡说到一半 诡异地呵呵一笑 发面埋伏的名字 也可以改改了 啊 改成什么 风尘安忙不爹地追问 陆自衡晃了晃手中红酒杯 悠哉悠哉地吐出四肢 两个光棍啊 燕宇直接笑出了声 至于燕南生和风尘安两个人 脸直接黑成了煤炭 军区大院 御驾客厅 晚上十点多 门外终于传来了 汽车引擎的声音 杨夕先是一喜 随即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 往玄关处走 回来了 他看着一身白衬衫黑西装 身子挺拔的小儿子 只觉得越看越帅 越看越喜欢 玉玉婷则是懒洋洋地恩了一声 换号室内拖鞋 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杨夕站在门口又张望了半天 最后失望地走到他身边问 小乔怎么没跟你回来啊 玉玉婷拿过杯子 自顾自地喝杯水没有回答 这反常的态度 引起了杨夕的讶异 他慢慢地走到一边 小心翼翼开口 小三 晚上不是去见小乔的父母了吗 怎么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妈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不要再喊我小三 玉玉婷猛地开口打断他母亲 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 杨夕眨了眨眼睛 又惊又瞎地说道 怎么啦 我以前不都是喊你小三的吗 以前是以前 以后不要再喊了 玉玉婷一脸严肃 因为玉玉婷冰冷又强硬的态度 杨夕先是一愣 随即抽出纸巾 捂着鼻子装目作样地说道 哎呀 从小到大呀 我一直都叫你小三 我也叫习惯了 我还记得 你和你二哥小的时候 都刚刚学会走路 我每次啊 只要一喊小三 你就穿着开单裤 咧着小嘴 扭着小屁股朝我走过来 抱着我呀 一直不停地喊 妈妈妈妈的 哎呀 那时候的你多萌 多可爱呀 玉玉婷烦躁地伸出手捏捏额脚 就听到杨夕吸吸鼻子 又开口继续说道 哎呀 我叫小二的时候 你二哥就朝我跑过来 整个大院的都说 你们兄弟俩特别聪明 难道现在 就因为你们长大了 就连小名都不让我喊了吗 啊 小三啊 啪的一声 玉婷直接将被子搁在桌子上 豁然起身 拿着外套和车钥匙就往外走 我走了 哎 小三你去哪儿啊 都这么晚了 小三 小三呢 杨夕连锥带拽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玉婷 大不流行地离开 黑色卡燕向一道闪电 迅速地离开了郡区大院 然后朝着市中心的方向开去 三十分钟以后 卡燕停在了校区公司楼下 她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眼 上面好几个未接来电 都是那傻丫头打过来的 还附了几条未读的短信 老板 你干啥不接电话呀 老板你生气了吗 那我爸他也真不是故意的呀 我爸妈他们一直都误会 我和大师兄的关系了 但是我刚才已经跟他们讲明白了 你看到短信给我回个电话呗 玉玉婷无声地冷笑一声 将手机扔回了储格 然后掏出烟和打火机 在车上又凶又狠地抽起来 这辆新车还是他前几天刚从车行提的 虽然不是他喜欢的跑车类型 但是盛在空间宽阔 开起来挺舒服 而且车窗一关 私密性也好 以后也方便带尤小乔的父母出去兜风 可是没想到 今天晚上 为见尤小乔的父母 他特意推托了兄弟们的聚会邀请 买了一大堆的礼物和各式的银洋品 心想以他的家事和外貌 岳父岳母见了一定会非常喜欢他的 可是谁知道 他竟然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 那个五十多岁的老警察 瘸着腿拿着扫帚不停地打他 嘴里还说什么 他们认定的女婿只有唐宇文一个人 他玉婷这辈子 可曾受过这样的待遇 哪一次去亲朋好友的家里 那些长辈不是对他赞不绝口的 难得他这一次放低了姿态 亲自选了礼物 像个傻子一样的大包小包提着进去 满脸堆笑 一句话还没说 就被造主给打出来了 尤其正好还是晚上 街坊邻居都出来看热闹 一个一个对他指指点点 搞得他像地痞流氓无赖一样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觉得如果这事被他那帮兄弟知道 还说不定怎么笑话他呢 于是他也来了脾气 把东西一扔一言不发就走了 玉玉婷正眯着眼睛 想晚上这糟心事 突然车窗被人敲了几下 他转头一看 尤小乔正弯着腰颤在外边 脸贴在车窗上 小傻蛋一样地冲着他笑 玉玉婷嘴角抽动两下 将嘴里的那口烟吐出去 才将车窗给降下来 老板你怎么 尤小乔话还没说完呢 被车窗里喷波而出的烟雾 给呛得咳嗽起来 哎呦天呐 我真服了你了 抽烟就抽烟呗 连车窗也不开 这干啥呀 也不怕被闷死 玉婷双眼微眯看着他 将烟又塞进嘴里 狠狠抽了一口 然后尽数吐到他脸上 尤小乔这回呛得连眼泪都出来了 一边咳嗽一边说 老板 你要是生气你就骂我吧 千万不要用抽烟来惩罚自己啊 这吸烟有害健康 对身体不好 他黑着脸将那根烟抽完 随手掐灭了 然后他开口声音冰冷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因为被烟呛到尤小乔 此刻双眼通红 梨花带雨地看着他 老板 我知道晚上的事情让你不开心了 对不起嘛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我就想着你是不是来这儿了 我包上等你半天 还好开窗门往下看了一眼 认出这是你的新车 所以我就赶紧下来找你了 见玉宇婷不说话 博纯却是勾起了一抹 机窍的弧度 眼神看上去更是冷峻到不行 游小乔清了清嗓子 又黏又软地继续说道 老板 您叫错了吗 我当时 我当时也是被我妈 他们给吓到的呀 所以才没有把你拉住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跟我们爸妈解释过了 大师兄只是大师兄 你才是我男朋友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游小乔的声音 本来就是属于很小孩的那一种 清脆 悦耳 很是嫩 可这么一故意捏着嗓子 听起来就有一些软绵绵的 在配上他撒娇的语气 再铁实心肠的男人 听了都很容易心神荡漾 玉宇婷虽然依旧没有说话 但是他也觉得浑身酥麻 眸色瞬间暗了下来 作为过来人 他自然很直接地想到了 和游小乔的床帝之事 每次到激情的时候 他都是这么气若油丝地叫着 越想浑身血液越是很热 游小乔见他不为所动 心里头多少有些沮丧 但是他更知道 今晚事情对他打击肯定很大 那么得意又骄傲的男人 竟然被扫住给赶出去 捏捏手心 游小乔的心中默默吐了一小会儿 然后就将脸凑过去 继续厚着脸皮 嗲声嗲气地说道 老板 人家最喜欢你了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人家都喜欢你三点了吗 不然人家干嘛跟你好啊 老板 别生气了嘛 好不好嘛 老板 话还没有说完手突然伸过来 把他的头猛地往后一推 游小乔惊吓到不行 整个人更是被迫地后退一大步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23集 他只看到了车门从里边被推开 还来不及反应 受伤便是一紧 他便被拉着 身体失衡 就往车里栽进去 游小乔只发出一声惊呼小脸 便被抬了起来 熟悉有霸道的男性气息 封住了他的小嘴 一只大手从他背后往下 经过臀部 然后到他腿弯 把他整个人都抱起来 困在他的腿上 同时 再一拉车门 一降车窗 动作是行云流水 车内封闭的空间 顿时只剩下两个人 口舌交缠的声音 以及粗乱的呼吸声 游小乔经过最开始的惊讶 随即就闭上眼睛 柔顺地任由他吻着 玉玉亭的吻 一如既往 很是霸道 也很是紧急 他很快便勾起了他的小舌 温柔又用力地吸吻着 同时大手在他身上四处摇曳 直到解开他牛仔裤的拉链 然后往里面伸过去 老板 游小乔猛地将自己的嘴 从他的嘴里拔出来 两只手都饱受惊讶地 拉着他手腕脸红不已 不是 这 这是车上啊 车上 车上怎么了 玉亭说着 灵活的手指已经迫不及待 游小乔死命地压抑着自己 不能发出令人罪人的轻盈 他闭着眼睛羞愤不已 不要在这里嘛 外面人会看到的 这么晚 小区已经没人了 玉亭在他耳边吹口气 随即便张开嘴唇 喊住他的耳朵 不停地甜蚊挑逗 游小乔随即脑中 警钟长鸣 咬着牙 闭着眼睛 口中是念念有词 玉亦婷开始没有注意到 但他听到他嘴里 一直不停地在念叨着 他终于停下了动作 有点不悦 你嘴里在说什么 我 我在念经 念经 念什么经 念经做什么 玉亦婷更加不解了 难道他的魅力下降了 竟然能让他分开心去念经 念几次 手指忍不住又在他的身上乱摸起来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空空即是色 游小乔就像跟上了发条一耳的 立马又开始念 玉亭也终于听懂了他在念什么 原本玉豪难填的俊脸 瞬间黑了个彻底 你念这个做什么 脑子抽了 老板 游小乔睁开眼睛 一脸恳切求饶 我这是在为你好啊 这俗话说嘛 崽子头上一把刀 那种事情做太多不好 而且这里是小区 被人看到那多丢人呢 如果你实在要做的话 我们去楼上啊 不好 玉亭一口拒绝 再说了 实色性隐 为什么要压抑你的天性 玉亭亭一脸正经地胡说八道 游小乔看着她 她脱口而出 你是范甜甜的脑残粉吗 这为啥要压抑得你天性都出来了 范甜甜是谁 玉亭挑起了眉毛 说 范甜甜到底是谁 见她不说话 她大手又挪到她的屁股上掐了一下 本来是想要惩罚她的 谁知道 弹性太好 又柔又细嫩 忍不住 捏着就不肯松手 老板 疼 游小乔疼得呲牙咧嘴 盲说道 范甜甜就是 就是奇葩说的变了手 奇葩说又是什么鬼 玉亭一边捏一边心不在焉地问道 我的妈呀 老天爷呀 你赶紧派个人来收了这个妖怪吧 说不说 玉亭又使劲地掐了一下 我说 我说 你别掐了 真的疼 游小乔都快哭了 赶紧给她解释 奇葩说 是现在网上特别红的一档诺艺节目 范甜甜是个女的 她 停 玉亭不耐烦地打断 她伸手按了一下 车内的灯瞬间全部熄灭了 游小乔脸红心跳地听到一阵紧安全带的声音 座椅被放倒 随即 她就被抱着平放在副驾驶上 身上也被她紧紧压住 游小乔吓了一跳 伸出双手使劲地推着她只穿白衬衫的骑士胸膛 我说了不能在这儿会被人看到的 她觉得虽然已是深夜了 但是万一要是有人经过的话 仔细往车窗里面看 不就全看到了 看不到 我都关灯了 玉亭手上的动作没停 她一句废话也没有再说 直接再度压住了她的身体 结束之后 玉亭始终喘着粗气 她依然紧贴着她身上不愿意离开 原本愤懑的情绪终于得到了缓解 此时此刻 她整个人舒畅到不行 她连眉眼都是温柔又深情的 伯纯在游小乔汗式地鬓脚一边吻着 然后紧紧地搂着她 呼吸渐渐趋于平稳 原本还有一些嫌弃这辆车开起来的时候不够拉风 可是现在看来挺不错 最起码够宽敞 游小乔闭着眼睛 张着小嘴大口地喘着粗气 脑袋里面唯一的想法就是 老板 你真是个禽兽 每次都是想做就做 完全不估计场合个后果呀 另外一遍 石家别墅 郭向北洗完澡 穿着短裤从浴室里走出来 就看到石光浦正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笑 他用毛巾随意地擦拭着头发 一边说道 少看会儿手机 知道了 石光浦硬着 对着手机那头说道 我老公洗完澡出来了 他不让我玩手机 先不说了 再见 放下手机之后 他笑眯眯地抬起头来 向北 你猜我在跟谁语音呢 谁啊 顾向北一边擦头发 一边心不在焉地问 石光浦双眼发亮说道 是齐木瑶 顾向北则是傲了一声 反应依然不太热气 你怎么不问问我 跟他说了什么呢 石光浦绝了绝嘴 见顾向北始终自顾自地在那擦头发 索性合盘拖出 他竟然说 知道我爸爸的公司已经破产了 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呢 顾向北将毛巾扔在了架子上 声音依旧平淡 然后呢 我当然说不需要了 笑话 就算是真的需要 我也不能拿他的钱 石光浦说着 起身走到他身边 伸手搂着他继续说道 虽然他这人还不错 不像冉童那么的跋扈嚣张 不过 吃人嘴软 拿人手软 我可不想欠他的债 这样我心里也会不舒服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嗯啊 正是因此 他今天晚上才特意打电话 约启木瑶吃饭 作为感谢 在公司上 以及C氏对顾向北的照顾 顾向北抬手 在他腰上搂了搂恩了一声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向北 石光浦 却是搂住他不放 鲜柔的御手 也是抚摸他裸露的胸膛 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 暗示意味十足 顾向北微微醋眉 将他的手拉下去 今天我有点累 先休息吧 石光浦 闭闭嘴 还有一些不太死心 索性 点起脚 将唇贴向他 温柔地 细致地亲吻他 诱惑着他 房间里面很安静 只是不一会儿 石光浦就被他再度推开了 光浦 你现在怀孕了 那种事情不能多做 听话 快 石光浦低着头 半天后才不甘心地恩了一声 顾向北不想做 而他又已经主动两次 就算脸皮再厚 也说不出想要这种话 石光浦的心里不太愉快 但是一到床上 因为怀孕后比较适睡 居然还瞬间就睡着了 顾向北躺在他身侧 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 确实始终睁着眼睛 有些睡不着 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变暖 晚上睡觉的时候 落地窗 只隔着一层薄纱窗帘 外面的月光倾泻进来 将卧室照上了一层淡淡的光辉 温柔却很寂静 他的眼前不觉就出现了 在C市医院的场景 那天早上 他在病床里醒来的时候 一侧头他就看到了 趴在病床边上的那张小脸 他没有想到 齐沐瑶竟然会亲自 留在病房里照顾他 还那么趴在床边 守了一整夜 心里说不感动 那是假的 等在听到 他那一番真情告白之后 顾向北的心中 顿时更加触动 从小到大 他知道 自己长着一张 很吸引女人的脸 再加上在学校 总是风头很盛 家事良好 没少被女孩子表白 可是他却是毫不动心 他不记得那些女人的名字 更对谈恋爱没有兴趣 可能是因为 蒋梦怡从小到大的理念灌束 让他将全身心的注意力 都放在学习上 唯一的想法和目的 就是让父亲和母亲 要以他为荣 直到在大四那年 采风时遇到了萧萧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她虽然家境不好 但性格坚强开朗 特别喜欢笑 笑起来的时候很干净 美好的让他不忍亵渎 就算是在那个时候 他年纪还小 两个人又远距离的恋爱 只是每天打打电话 听到他清脆又开心的声音 他都会觉得特别的满足 也许人总是犯贱的 得不到才会在心中念念不忘 这么多年 他始终不能对任何其他女人 唱开心扉 哪怕现在和时光谱结了婚 如今也有了孩子 心却始终还安定不下来 他也清楚自己底线在哪里 他可以和任何一个陌生女人上床 但是齐木瑶不行 不仅因为他是时光谱的好朋友 更是因为他的身份 所以他那天很直白地拒绝了她 那个时候看着齐木瑶眼中流下的眼泪 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 继续维持脸上那面无表情 黑暗中 顾向北无声叹口气 然后将眼睛缓缓闭上 第二天是周五 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 顾向北一大早晨起床就去了公司 至于时光谱则是和玉璽园 一起去人民医院做产检 太儿现在已经成型了 发育的情况呢也很良好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只要保证好每天的营养吸收 定期地检测身体的各项指标 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都放心吧 做产检的医生笑眯眯地说道 谢谢医生 母女二人笑着道谢 拿着壁钞照片 离开了运箭时 往电梯走去 今天来做检查的人 似乎格外地多 走廊上人满为患 几乎都是摩肩接踵的地步 时光谱一边护着自己的肚子 一边皱眉埋怨 怎么这么多人呢 终于到了电梯口 叮的一声 门打开了 一大堆人呜呜呜呜呜地冲出来 玉璽园忙停住脚步 带着女儿往旁边闪 可是要是如此 身后还是被人撞了一下 有什么东西也掉在了地上 还被她踩了一脚 对不起对不起 玉璽园连声地道歉 低头将地上的纸捡了起来 好像是一张妇科的诊断书 上面写着 子宫碧薄 子宫穿口 正打算把东西还给对方的时候 却突然瞥见了最上面 印着蒋梦怡三个字 蒋梦怡则是一脸苍白 外加难堪地看着他们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她不过就是最近觉得下面总是流血 以为旌旗出了问题 所以才过来检查一下服科 没想到这会儿 在这儿也能碰到熟人 关键是还被她看到了检查结果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太不走运了 玉璽园的脸上也有些尴尬 仰起嘴角一副关心的语气 亲家母 您这身体也好好保证啊 可是这话在蒋梦怡的耳朵里面 就非常刺耳了 她觉得玉璽园一定是假慈悲 心里指不定还在那儿笑话她呢 毕竟之前玉老太太过生日的时候 她偷情的事情 被夜宵那死丫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爆了出来 虽然玉家人表面上 没说什么不好的话 可是表现出来的态度 确实很明显 比如早前找玉锦川帮忙的事 早都晃了 玉家大大小小聚会 不再让她知道 秀连石正林和玉西元 也几乎不到顾家走动 尤其是上次她过生日 身为儿媳妇的石光谱 都不来她家庆祝 种种的事情积压起来 真是让蒋梦怡心中憋阻了怨气 因此她挑了挑眉 呵呵笑了一声 也没有回答玉西元 看着石光谱就说道 光谱啊 这次是来做孕检的吧 怎么样 我孙子都还好吧 石光谱抿了些唇 虽然也不满意 蒋梦怡这副态度 但还是点点头回答 妈放心吧 孩子都挺好的 嗯 记得改天呢 和向北回家来吃饭 你现在呀 既然嫁进了我们顾家 就应该有点媳妇的样子 虽然向北他爸那身体不好 但我也从来没让你伺候啊 对不 石光谱一愣 还不带她反应过来 蒋梦怡又说道 今天周五 晚上没什么事吧 那就说定了啊 就今晚上吧 记得和向北回来吃饭 回头会给她打电话的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再见 说完她抬起手 拢了下发丝 转身离开了 蒋梦怡今天穿着一条 紧俏的黑色丝质长裙 走起路来时 唇白微微扬起 从背后看上去 根本就不像一个 已经年过四十的夫人 玉璽园则是嫌弃的 嘀咕一句 看她那狐媚样 这么大岁数了 还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 真是不自爱 子宫穿口 一定是流产手术做多了 行了妈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回去吧 嗯 玉璽园又白了蒋梦怡一眼 这才带着女儿走进电梯 检查室内 这位女士 你以前服用过太多的病药 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再加上 半年前你刚做过流产手术 现在已经可以确诊 你的子宫壁 在手术时就受到了损害 还有穿孔的现象 这样 我先帮你开一些药 定期口服 和过来复查 见蒋梦怡的脸色苍白 可能以为 她是想要怀二胎呢 医生便开口安慰 不过请放心 只要将身体养好 以后 还是有机会可以怀孕的 能不能怀孕 她一点都不在乎 毕竟她已经四十多岁了 但是她忍不下 对江朝的那股子怨恨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25集 从二十岁到现在 她就跟了江朝这么多年 不知道吃了多少次避孕药 流产更是做过很多次 现在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而她倒好 依然活得那么潇洒 她呢 却得每天吃药受罪 起身离开诊断室之后 蒋梦怡迅速地 走到了安全出口处 推开门 拨打了江朝的电话 电话响了几声 就被接通了 江朝流离流气的声音 也传了过来 老板 怎么突然想到 给我打电话了 想我了 蒋梦怡直接对着那头 破口大骂 想你妹 江朝 我去你八位祖宗 你大爷的 我这辈子 随时毁在你手里了 我告诉你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诅咒你这一辈子 都没有儿子送中 还好他现在在楼道里 这番话没人听见 但饶是如此 他尖锐高亢地骂声 在楼道里回荡不停 颇为甚人 听筒里面 先是一顿 随即江朝咬牙切齿的 声音响起 你他妈疯了是不是 无缘无故的 跟我这儿撒什么气 没事的话我挂啊 忙着呢 说完他就要挂电话 挂你挂呀 你挂了 我就去你单位闹 就说你是个 吃软饭的小白脸 这么多年吃我的喝我的 堂堂一个文化公司大主编 这外表风度翩翩 这私底下呀 竟然是一个小白脸 我马上让你丢工作 你信不信 蒋梦怡牙尖嘴利地说道 不是你到底怎么了 谁得罪你了 江朝在那边莫名其妙 谁 还不是你 蒋梦怡捏着诊断书的手 气得发抖 如果江朝站在他面前的话 他恨不得上去 来他几个耳光 江朝又叹了口气 突然说道 既然你打电话过来了 刚好 我这儿呢 也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是关于向北的 不准你提他 我已经警告过你 向北是顾家的儿子 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蒋梦怡怒不可涉地尖叫道 好好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跟你 传一张照片 你看一下 回头你自己再决定 给不给我打电话吧 说完 江朝就挂了电话 蒋梦怡深吸口气 也没把他的话当真 咬着牙拉门 出去了 坐电梯到了一层 蒋梦怡给司机打了电话 让他过来到门口接他 刚放下手机 手机就传来一阵 短信的提示音 他低头一看 点开那条短信 整个人顿住了 江朝发过来一则彩信 里面附带着一张照片 里面一身西装革履的顾向北 正和一个外形甜美的 陌生女人走在街上 蒋梦怡皱着眉头 想也没想就拨回了电话 你发这个照片 是什么意思 江朝的声音 听起来很是得意 感兴趣了 刚才不是说 少废话赶紧说 蒋梦怡打断他 这张照片本来是 叫做今天最新一期的 时尚街拍杂志方面 奈何拍照片的作者 突然跟我说不能用 因为顾向女的不同意 你猜 她为什么会不同意呢 为什么 蒋梦怡急忙追问 脸上的表情 也有一些担忧 你知道这张照片上的 女人是谁吗 蒋梦怡急到不行 你到底说不说 不说我挂了 自己去问向北 铁呀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的脾气还是很暴躁 沉不住气 江朝呢 埋怨完 笑完了一声才说道 这个女人呢 叫齐沐瑶 她是齐家的前进 齐家你知道吗 历史八大家族之一 而齐沐瑶现在 正是齐家家族企业的 副总裁 工作出色 豪门明远 长得又好看 最重要的是 她喜欢顾向北 蒋梦怡张张嘴 欲气迟疑 所以呢 孟怡 你是个聪明人 有些话呢 其实不用我说得 那么清楚和直白吧 蒋梦怡没有说话 但是微微发抖的双手 已经泄露了她的心思 难道向北 搞破外情了 对象还是背景 那么显赫的千金大小姐 江朝的声音 继续缓缓响起 你应该知道 石家的公司破产 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据我所知 石家这次好像是因为得罪了 某个大人物 所以才把这公司 被弄到破产的 而且那个大人物的背景很强大 所以连郁一家 都已经算出生相救 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那个大人物 一直不肯放手 石家的这个债务 就是个屋底洞 谁填谁倒霉 但是你知道吗 石家还想要挪用 故事的资产去还债 只不过 什么 挪用故事资产 他凭什么 那是我们顾家的公司 蒋梦怡立刻大叫 可不是吗 不过这件事 向北没跟你说过 江朝在那边 发出了疑问 没有 那看来向北 是想要帮忙了 也对 毕竟石光谱 终究是他的老婆 他现在要住在石家 总不能家里发生事情 他这个做女婿的 一点忙都不帮忙 江朝后面又说了些什么 蒋梦怡已经听不进去了 脑子里面来回的 都是想着石家 想要挪用 故家资产这事 好啊 这原先以为 向北跟石光谱结婚 起码能沾上点 郁家的关系 对顾氏发展 终归是有好处的 没想到现在 不但没能帮上一点忙 还要来托我顾家的后腿 想要挪用我顾家资产是吧 门都没有 顾氏起研 中午近两个小时的会议结束之后 顾向北从会议厅里出来 刚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助理刘伯就迅速地从一旁 助理势力迎了出来 顾总 刚才您母亲打来了好几通电话 让您开完会后 立刻给她回电呢 顾向北便皱起了眉头 有说是什么事吗 这他没说 顾向北点下头 推开办公室门走进去 过去拿起了桌上的黑色手机 果然屏幕上显示了好几个未接电话 全都是蒋梦仪打来的 他怂怂领带 坐在座椅的同时按下了回波键 电话迅速被接通 蒋梦仪劈头盖脸就是一句 顾向北 你老实告诉我 时光谱是不是让你 帮他们家公司还债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妈 这件事你听谁说的 顾向北皱着眉头 这件事情除了石家的人 也就只有他知道 至于调动资金的事 公司的财务部门虽然知道 但并不知道内情 这么说是真的 蒋梦仪说完 哇的一声 便直接在电话里嚎啕大哭起来 江北 你怎么这么单纯呀 他让你帮你就帮了 这是个无底洞呢 你知不知道 我都听人说了 石家这一次 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才被吓得痛啊 就算你给钱帮忙了 这后面还需要不停地给 爸爸奋斗了一辈子的公司 可不能就这么毁了呀 你知道吗 顾向北深吸口气 妈 这件事我有自己的打算 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怎么能不操心呀 向北 之前你跟光谱结婚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就不太同意 我觉得你们两个性格不合适 光谱他性子太娇动了 这么多年顺风顺水 习惯了在家里 被人当成大小姐伺候着 其实压根就没有吃过苦啊 当时间长了 你们两个之间肯定会出问题的 这果然 你爸一病倒 他就原形毕露了吧 这根本就不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啊 你爸中风了 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来看过 如果说 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他刚刚怀孕 还没过三个月的危险期 不去探望可以理解 可是后来呢 他有去看过吗 你爸从住院 再到出院 甚至是过年的时候 中间隔了那么长时间啊 他有来看过你爸爸吗 这唯一来的一次 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连你爸房门都没进去啊 妈 顾向北打断他 这阵子因为家里的公司 发生了意外 所以光普和爸妈他们 都没什么心情 你放心 明天就是周末 我会带他回家看爸的 蒋梦一顿了一会儿 欲气稍稍缓和 总之 我是不会答应你挪钱 帮忙他们家还债的 等他明天过来了 我也会当面跟他说清楚的 顾向北敷衍了一句 便开始转移话题 妈 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的话我就挂了 中午约了客户吃饭 你等一下 蒋梦一确实又喊住他 顾向北 有个事情我想问你 什么事 顾向北说完便安静地 等着母亲开口 谁知道半天后 蒋梦一确实说 没事啊 就这样吧 先挂了 放下电话 他伸手捏了捏额脚 突然一股子烦躁无端地 从心中升起 隐隐地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看了一眼 时间已经是中午 过了十二点了 和客户约定的时间 是下午一点 于是他起身 将领带带证 拿起了外套 离开了公司 中午的客户 是一个东北大汉 顾向北 被逼迫喝了不少酒 回到办公室 一下午都没缓过劲来 好不容易 熬到了下班的时候 他正打算骑车回家 办公室的门 便被人敲响几下 没顾得上顾向北开口 刘伯已经开门 一脸凝重地走进来 顾总不好了 您和齐小姐的照片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被发到微博上了 而且这转帖量 都已经破万了 现在还爬上热门 顾向北就是一愣 忙拿出手机 点进了微博 与此同时 远在瑞源 韩家的大宅 卧室里 电话铃突然大坐起来 高小小正躺在 沙发上看电视 一旁韩真 在看着财经杂志 听声音 他忙拿起手机 又是宋孝首打来的 这一阵子 因为顾向北和齐木瑶 的八卦宋孝首 有事没事 就会给他打电话 搞得韩真 一听到他的铃声 就会不悦皱眉 又是那娘娘枪打来的 没好气地 白了他一眼 高小小接起了电话 放在耳边 喂 小首 怎么了 小小出事了 宋小首一副急切 又凝重的语气 出什么事了 高小小有一些心不在焉 因为他看到 韩真突然起身 然后开始脱起衣服来 先是脱掉身上的T恤 然后是裤子 再然后四脚裤 高小小转过头去 在宋孝首愉悦 轻快的声音中脸红了 宋孝首已经在电话里 噼里啪啦地说起来 我跟你说啊 前几天的时候 我不是和你们开玩笑说 我要匿名发顾向北和 秦木瑶的照片吗 我发誓 我当时真的只是说说而已啊 虽然我保存了照片 但是我真的是 开玩笑的嘛 谁知道我刚才上微博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张照片 真的被人给发出来了 而且现在已经被转发了 一万多条 都上了微博的今日热门话题了 高小小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半天之后 她才反应迟钝地说道 上热门 是啊 标题就是什么 有妇之夫 背着怀孕的妻子 傍上了钻石 及白妇美 哎呀 这狗血的标题 我的天 一看就是行内人给起的 不然能有这么赚人引球的吗 哎 我不说了 你赶紧看看吧 我已经在群里发了链接了 你快看看 总之 事情我跟你说了 到时候啊 就算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也是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啊 你啊 要做我的证人 放下手机 她迅速点进了 我是少奶奶的微信群 果然宋销售已经发出了 一条微博分享链接 点进去一看 这一条微博的博主 叫做正义狗仔Q 还是今天下午 刚刚注册的新号 个人资料呈现出一片空白 不仅是微博标题 耸然听闻 而且还加上了它的分析 再加上那些清晰的照片 难怪能有那么高的 电击量和转发量 小小 看了没有 高小小皱眉 发过去两个字 看了 什么东西 常欢颜突然开口 哎呀 欢颜 你总算是来了 赶紧点上面的链接看看 最好啊 能赶紧制止出话题传播 别最后让时光谱知道了 再出什么乱呢 这也是高小小所担心的 以时光谱的眼睛里 揉不得沙子的性格 只要看到这张照片 还有那清晰的标题分析 少不了会大动干戈 可是她现在还怀着孕 高小小越想 越觉得事情会很严重 这样吧 我去跟奶奶他们说吧 看看该怎么做才好 常欢颜直接说道 高小小一愣 小小 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 你就当不知道就行 常欢颜好像知道 她是想什么 立刻又发了一跳 高小小抿抿了抿唇 嗯 我知道了 的确 这件事情她不方便 做出任何举动 不管是否出于好心提醒 万一时光谱真的知道了 只会对她产生什么误会 高小小太专心 致志于群里的对话 都没有注意到 韩真已经换了身衣服 并站在她的跟田半天了 直到 媳妇 腰上突然被一股力量给圈住 那宽阔温热的胸膛 便贴着她单薄的后背 温存便缠了上来 嗓音低沉又性感 看什么呢这么入身 嗯 没什么 高小小立刻将手机放下去 转过身去 搂住她的腰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27集 怎么了这是 突然变得这么黏人啊 韩真轻笑一声 搂着她的腰往自己身上贴 高小小被抱着 整个人窝在她怀里 双手也从后面 使劲地搂住她结实的腰 闻着她身上 干净又清新的气息 心安又满足地开口说道 没什么 就突然觉得 你特别好 不管以前怎么样 自从跟她正式在一起以后 韩真就再也没有 和任何别的女人 勾散打死过 哪怕是单独走在一起 可能是因为那张照片的关系 推挤及人 她突然就有一些感慨 她甚至在想 如果她是时光谱的话 知道丈夫在自己怀孕的时候 和别的女人一体逛街 估计她会直接崩溃的吧 虽然说人心是这世界上 最不值得保证的东西 但是高小小也不会 其人忧天 与其整天患得患失 庸人自扰 搞得心里不舒服 不如好好珍惜现在 至少目前 她对她始终如一 那就够了 因为她的话 韩真又笑起来 大手上下抚摸着她的背 温声说道 这么好的老公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知道吗 高小小抄抬起头来 皱了皱鼻子 我什么时候不珍惜你了 韩真轻硬一声 壮丝不经意地说道 我是提醒你 以后要懂得珍惜 除了我 别的男人都不要去看 也不要去管 高小小看着 眼前那张清俊 又棱角分明的脸 天色有点暗 她的表情温和 却又透着一丝 不是很明显地在意 你都知道了 高小小试探地问 最近她总是接到 送销售的电话 加上微信群里 经常会聊到 她觉得韩真又是 那种小心眼儿 刚才南宝已经看到 会不会以为 她是在关心顾向北的 是关心顾向北吗 高小小知道自己不是 她只是担心会出什么意外 不管怎么说 时光谱都是和自己 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尤其是 她现在又怀了身孕 韩真依然心不在焉的 尽管高小小已经知道 她有在意 于是高小小 踮起了脚尖 笑着在她的下巴上 亲了一下 柔声说道 我没有管 就是时光谱 她终究是半个郁家的人 和我没有亲戚的关系 我有点担心她而已 不用担心 那些都是别人的事 你不需要想他们 你只要想我 乖乖听话 好好安胎 把我们的女儿健康地 生下来就行了 此时 石家别墅 因为上午去了一趟医院 运检 时光谱今天午睡时间 持续地比较久 醒来以后 躺在床上 怎么都爬不起来 就觉得眼前昏昏沉沉的 身体也特别地乏 就这么半睡半醒 躺了一下午 看看时间快到五点钟了 想着顾向北 马上要回来 她才懒洋洋地 从床上爬起来 换了一身舒适的家居服 走去茶几旁边 拿起手机 一打开手机 就看到上面好几个 未接来电 微信上也显示了 好多条未读信息 未接来电 都是她一个朋友 打过来的 她觉得估计 不是请她吃饭 就是要聊聊八卦 自从怀孕之后 时光谱对这些事情 都没有太大兴趣 她直接忽略 转为 点开微信 炒浴室走去 好友微信群 几个人正在讨论 幸亏沐瑶不在这个群里 我早就看出来她不对劲了 得了吧你 现在马后跑有个乱用 还是先想想 该怎么办吧 男人真不是好东西 光谱现在好可怜呀 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我觉得吧 还是得先问问故乡呗 说不定就是走在一起 被偷拍的呢 就像那些明星 不也会经常被偷拍 然后乱行一头吗 可是那个博主说了 顾向北曾经恐吓过 拍照的主人 让他把照片删除 也就是说 他心虚 就是呀 这不是心虚是什么呀 行得正做的直 还怕照片被爆出来吗 时光谱忍不住 发出了一条消息出去 你们在说什么 哎呀 光谱来了 然后有人立刻发了一条网址连接 光谱 你赶紧看看吧 是不是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 时光谱点开了那条连接 很快便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文字 有父之夫背着怀孕妻子 绑上钻石级白富美 再接下来 就是顾向北和齐木瑶 一起逛街的照片 照片旁边分析长长的微博 他看了几行 他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无端升起 啪哒一声 手机便直接落在了浴室瓷砖上 他的手指僵硬又冰冷 仿佛有一只手伸进去 将他心口什么东西给挖走似的 空空荡荡冷嗖嗖的 齐木瑶 齐木瑶 石光谱猛地转身抓起了茶几上的车钥匙 就往外冲 楼下很是安静 只有庸人吴阿姨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听到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之后 他转过头去就看见了石光谱的身影在门口一晃 他先是一愣 随即快步地追了过去 小姐 小姐你晚上想吃什么 石光谱的脚步很快 好像连拖鞋都没有换 转眼就在玄关处消失了 吴阿姨皱起了眉头 只好回厨房继续开始干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客厅的挂钟想到六下 楼下卧室的房门被打开 玉璇员一手按着眉角缓缓走出来 他看了一眼客厅 走到厨房门口吩咐 吴阿姨 待会儿别忘了炖乌鸡汤 中午的时候 王谱说过想喝点汤的 好 对了太太 小姐刚才出门去了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饭已经差不多做好了 她出门了 去哪儿了 玉璇员奇怪 不知道 好像走得挺匆忙的 我没能叫住她 吴阿姨说道 玉璇员皱着眉头 转身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心里却是慢慢的 升起了一股不安 这个丫头 都怀孕了 还自个儿单独出去乱跑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她想了想 伸手过去要拿起电话 谁知 刚好一阵铃声 乍然响起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一位 西元是我 听筒里面传来了玉老太太的声音 玉璇员猛地睁大眼睛有些惊喜 妈 你打电话找我有事吗 因为前一阵子 时光谱偷拿身份证这事 玉璇川说到做到 竟然真的不让他们去了大院 而玉老太太也都好久没有主动照过她了 当然 这么乍然一听到老太太的声音 玉璇员都有些受宠若惊 光谱她在家吗 玉老太太开口说道 光谱 她不在啊 玉璇员眨着眼睛 想到刚才吴阿姨说的话盲问 妈怎么了 不会是光谱又闯了什么祸吧 这孩子 妈你放心 她光谱去哪了 玉老太太猛地打断她 她到底去哪了 你们怎么也不跟着她呀 我刚才睡觉呢 我不知道啊 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玉璇员一头雾睡 行了 既然你不知道 我们马上也到了 待会儿再跟你说吧 你先打个电话给光谱 让她不要冲动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都会帮她做主的 玉老太太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玉璇员放下听筒 心里头除了疑惑 还有满满的不安 一不做二不休 她迅速拨通了 时光谱的号码 那头的铃声 一声一声响起 始终没人接 没办法 她又改为 拨向顾向北的电话 谁知道 那头却传来的是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时光谱 独自驱车 来到故事企业 她想问问顾向北 她和齐木耀之间 到底是什么事 那个博主说的事 包括那张逛街的照片 都是不是真的 亏她之前 还把齐木耀当成恩人 为了感谢 齐力集团 对顾市的照顾 以及在C市 对顾向北的照顾 她竟然还亲自 带着顾向北 一起邀齐木耀吃晚饭 当面感谢她 她觉得自己真的好蠢 居然被齐木耀的 假面给骗了 他们两个人 现在肯定都在心底 笑话她吧 握着方向盘的双手 紧了右紧 如她的那颗心 纠结在一起 停好车之后 时光谱穿着拖鞋 就朝着大厦门口 冲进去 五月初的天气 傍晚时分 依然还有一些凉意 可她的额头 却已经出了 细细的一层汗 一楼前台小姐 正准备下班 看到眼前 这披头散发 目露雄光的女人 吓到了 一时间没能认出 这是总裁夫人 开口说道 小姐 请问您要找谁 时光谱狠狠地 瞪了她一眼 脚步没停 往电梯走去 刚好 有辆电梯 停在一楼 前台小姐追过去 却只是眼睁睁地 看着 电梯门闭上 到了顶楼 门一打开 时光谱便 大不留心地 朝着总裁 办公室走去 此时 正是下班时间 这一层的工位 却几乎还是满的 时光谱 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不顾身后 秘书小姐的阻拦 直接伸手将门推开 黑色办公桌后面 顾向北正面色沉郡地坐在那儿 手里还拿着手机 在讲着话 听到开门声 脸上的表情瞬间争住 助理刘伯也正站在桌边 见突然有人闯进来 也是大吓一跳 时光谱不等两人做出反应 猛地冲过去 把顾向北手里的手机抢过来 他速度太快 导致顾向北根本没留神 手上已经空了 时光谱低头 一看手机屏幕上 显示奇目摇散个字 整个人瞬间崩溃 在过来的途中 虽然他很愤怒 但是心底还存着一丝侥幸 他觉得说不定 这张照片真的是捕风捉影而已 只要他说跟奇目摇没有关系 他就愿意相信他 可是现在呢 他居然在和奇目摇讲话 显示时长有三十几分钟了 光谱 你怎么过来了 顾向北从座位上站起来 虽然他声音没有惊慌 却已经伸手要拿回手机了 时光谱咬着牙 猛地将手机丢了出去 办公室铺着厚厚的地毯 他力道很大 手机虽然没被摔破 但却发出了一声沉闷的闷响 顾向北微微地猝眉 对着刘伯示意了个眼神 后者苗董立刻转身离开 还将门带上 屋内顿时安静下来 时光谱缓缓地抬脚过去 看着眼前一身家居服的时光谱 他的眼眶心红 表情紧绷 两片脖唇更是紧紧地敏在一起 脖子处清紧爆气 双手紧钻 呼吸紊乱又急促 看得出来 他这会儿心情很是愤怒 公婆 顾向北刚开口 时光谱猛地上前扬起手来 一巴掌狠狠打在他左脸上 这个耳光响亮又刺耳 那巴掌的力道很大 顾向北只觉得 左脸瞬间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 顾向北的眼泪也瞬间刷刷流下来 顾向北 你他妈真不是东西 顾向北摸了摸自己的左脸 抬眼看着他声音低沉又无奈 你真的误会了 我误会 时光谱冷笑一声 是啊 我误会了 我误会齐木瑶已经对你没意思了 其实恰恰相反 他根本就没死心 现在他终于得偿所愿了 是我傻 是我蠢 说着他气不过 直接伸手拿起办公说上的文件 就砸向顾向北 被顾向北躲过 立刻又拿起鼻桶 本子 烟灰杆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往他身上砸 光谱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先听我把话说清楚 顾向北看他动作那么大 皱起了眉头劝道 你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不要动到太气 可是谁知道 时光谱听到这话便更气了 是 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可是你呢 可是你呢 竟然在这个时候 和我的好朋友搞爱你 顾向北刚往前走一步 时光谱竟然拿起平板电脑 朝他砸过来 没能躲过 他的眼前顿时被坚硬的棱角砸中 顾向北立刻闭眼 只觉得右眼球一阵的刺痛袭来 虽然没有流血 但他也知道 这一下伤得很重 他捂着眼睛 心底疏而闪过了一丝不耐烦 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搞在一起的 时光谱歇斯底里地大喊着 我说了 都是误会 顾向北深吸口气 缓缓地将手放下 如果你实在不相信的话 我也没办法 时间不早了 先回家再说 不要在这里吵 说完 他抬脚就要往外走 站住不准走 时光谱一见他要走 胸口更加的烦闷不醒 呼吸急促就呵知他 虽然肚子这会儿 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 但是极致的愤怒之下 他根本什么都顾不上 只见顾向北恍若未闻 他真的抬脚往门口走去 他几步追过去抓住他胳膊 我让你走了吗 你跟我说清楚 今天你不说清楚了 就别想走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你现在的情绪不适合谈话 等你冷静下来 我们再说 好吗 顾向北脸上已经露出了明显的不耐烦 刚才他只是在和齐木瑶通电话 商量着明天一早两个人一起去开新闻发布会 只要双方都能澄清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本来本来就是个误会而已 奈何时光谱现在这么冲动 不但动了手 我居然连结束的机会都不给他 他觉得他现在的表现和那大街上的泼妇没有区别 他已经疲于应付 顾向北一拉开办公室的门就看见外面走廊上站着不少人 估计都想看热闹 见门突然打开 吓得花容失色 一个一个迅速转身回到宫位 愣神的功夫 手已经再度被时光谱给抓住 他不耐烦地回头 声音低沉 暴寒韵露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时光谱看见眼前那张俊美的脸庞 此时此刻却全都是不耐烦和冷漠 他大口地喘着气冷笑一声 现在嫌我烦了是不是 对此换来的是顾向北的沉默 时光谱觉得肚子好疼 但是更疼的是他那颗心 他使劲地用指甲掐着他的手腕 他的肉仿佛这样才能发泄出他心中的不甘与痛苦 顾向北吃痛 终于没忍住伸手将他的手拨开 甩到一边 意外就在一瞬间发生了 等他回过神来 时光谱已经直接撞在后面的半拱桌桌角之上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时光谱捂着肚子 往回倒在地上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时光谱只觉得一阵钻心的肚子疼 随即就有个什么东西湿湿热热的 不停地往下流出来 时光谱促进了眉头 大口地喘着气 急切 却又虚弱地开口说道 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顾向北的脸刷一下子就白了 尤其是看到有鲜血 不停从他身下流出 在地毯上形成了一大滩 触目惊心的星红之后 他猛然上前抱起时光谱 发疯一样地往外跑 二十分钟之后 第一人民医院 十层楼手术室 担架之上 时光谱摸着肚子不停地哭着 送进手术室的时候 医生摇头说了一句 孩子很可能保不住了 你要有心理准备 顾向北浑身呆滞 站在那 看着手术室的门被关上 也看着手术室灯亮起来 耳边似乎 却还响彻着时光谱的哭声 他觉得 就算他真的不喜欢 时光谱蛮横和无礼 但是他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伤害他 更何况 那肚子里是自己的孩子 那可是他的亲骨肉啊 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 都已经五个月大了 就在不久之前 他还陪着时光谱来过这家医院的八楼做运检 B超的照片清晰显示 孩子已经成型 只要再过四个月就能生下来了 安静的走廊里面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顾向北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直着胳膊 被人拽了一下 随即响亮的耳光便摔在了他的脸上 他猛地将头歪向一侧 左脸便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 这一巴掌力道很大 再加上先前已经承受过的那一巴掌 那半边脸早已红肿不堪 玉锡园不解恨还想伸手再打 却被杨夕和御东辰给拦住了 诶 锡园 有话好好说吗 是啊 先不要冲动 先听向北解释一下吧 顾向北缓缓地抬起头来 看着眼前神色各异的玉家人 公布他为什么会突然摔倒 是不是被你刺激的 孩子怎么样了 你倒是说呀 玉锡园息死底里地叫着 先前他打两人的电话 怎么都打不通 等玉老太太他们到了之后 知道事情严重 更立刻拨打了助理刘伯的电话 确实没想到 得知了女儿在办公室摔倒的消息 还被送到医院抢救 顾向北没有解释 他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 玉老太太此时拄着拐杖就在跟前 他皱着花白的眉毛声音不怒自威 向北 光谱他到底怎么样了 还有 你和齐木瑶的事情 你怎么解释 顾向北张了张嘴 手术室的门却在这个时候突然打开 有护士从里面走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份手术同意书和笔 谁是病人的家属 我是 玉锡园也顾不得顾向北了 转身冲了过去 病人现在必须做银传手术 麻烦您签一下字 什么 玉锡园只觉得眼前就是一黑啊 整个人晃了一下 差点就摔倒在地 其他所有人的脸色猛然就变了 银传手术 护士 玉老太太还有一些不甘心 她着急着开口问 孩子救不下来了吗 孩子现在已经五个月了 虽然已经成型 但是在送过来的途中就已经窒息 所以现在必须做银传的手术 护士很是干脆地说道 银传手术 酷鸣死亿了 也就是将成型的婴儿从子宫里取出来 银传手术的时候 子宫被迫完全张开 稍不留神 很容易引起子宫碧薄而传恐 伤害远远比人流手术要严重得多 孕妇手术 孕妇手术时会有巨大的痛苦 手术后想要再怀孕都会很困难 简直就是活生生地受罪 玉西元瞬间就想到了上午的时候 同样在这家医院的八楼 当时她还笑话将梦一座人流 坐到子宫穿孔 现在竟然这么快就报复到 她自己女儿的身上 长长地走廊 玉西元悲弃地哭声 骤然响起 她看着站在那一脸颓废的顾向背 心中止不住的一股愤恨 便喷波而出 她攥着双手冲过去使劲地 将双手打在她身上 怪你都怪你 你为什么要跟别的女人鬼混 我们十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光谱 为什么 玉东辰这时拼命地将她拉开 皱着眉头看向顾向背 向背 你先回去吧 顾向背却是始终没动 终于 这时候她开口了 嗓音已经干哑到不行 我不走 你走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你让孩子已经没了 往后 你不再是我们十家的女婿 你爱跟谁好就跟谁好 光谱都给你没关系 玉西元发疯一耳地喊道 顾向背紧紧地攥着双手 任由她怎么叫 怎么骂 她就是像一座雕塑一般的 溃然不动 站在那儿 三十分钟之后 差不多是晚上快八点钟了 阴产手术终于结束 手术灯熄灭 这个时候时光谱 躺在推车上 被护士推出来 她闭着眼睛 脸色苍白 已经彻底昏迷过去了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玉西元忙上前问 医生抬了抬近矿 开口说道 手术很成功 只不过 迎缠手术 对子宫的危害很大 以后可能受孕的几率 会比较低 不过你们也不要太担心 当午之急 还是让病人先养好身子 住院期间 注意卧床休养 保持心情的愉悦 玉西元捂着嘴 还没听完 毕竟忍不住呜呜地痛哭起来 她是女人 她当然知道银铲手术 对女人的子宫伤害有多大 顾向北死死地攥着双拳 衬衫下手臂肌肉因此而凸起 下颚线条更是紧绷到不行 等将时光谱送进楼上的VIP病房 石正林才匆匆接到电话赶过来 问清事情的缘由之后 冲动地抡起拳头 又要奏向顾向北 行了行了 玉东辰这是用力地拉住妹夫 喝止住 能不能不要出了事情 就动手啊 孩子没了 你们难过我可以理解 但是向北 他是孩子的父亲 你们打他 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他现在只会比你们还要难过 他难过 玉西元冷笑一声 他打断了玉东辰 他现在巴不得光谱的孩子死了 他好去找那个不要脸的小三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离婚 马上就离婚 石正林也立刻喊道 都别吵了 要吵出去吵 玉老太太猛地一招拐杖 光谱现在都这样了 你们做父母的 难道就不能安分一点吗 妈 光谱是我的女儿 她孩子没了 就是因为这个顾向北啊 玉西元悲痛欲绝地指向顾向北 那眼神充满了怨恨和愤怒 要不是她跟那个狐狸精走在一起 被人拍到了照片 光谱至于受刺激 打着肚子就跑出去找他们 才 说不定光谱就是被她给推倒的 玉老太太眯着眼睛 看着顾向北 向北 你跟齐木耀到底怎么回事 现场有着瞬间的安静 顾向北开口 沙哑说道 我跟齐木耀没有关系 那张照片就是个误会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打电话 给她亲口问清楚 玉西元又哭又笑 打电话问 现在事情闹大了 你们当然可以失控否认了 玉老太太面色凝重地 看向顾向北 随即挥挥手 行 向北你先回去吧 其他的事情回头再说 顾向北这次没有再坚持 她看了一眼 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光谱 知道她已经平安地度过了 转身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待房门关上 玉老太太这才开口 西元 郑林 今天晚上 你们就在这里好好守着 等光谱醒来后 一定要跟她好好的沟通 千万别刺激到她 等把所有事情都问清楚了 再商量 接下来具体该怎么做 说完之后 可能是看夫妻两个人 满脸的悲痛 玉老太太心生不仁 开口承诺 总之 你们放心吧 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跟旗下丫头有关系的话 妈会替你们做主的 玉席源点头 整个人已经哭到 上气不接下气了 谢谢妈 玉老太太叹了口气 带着儿子儿媳妇 趁着夜色 离开了医院 军区大院 郁家 常欢言虽然没有跟去医院 但是她一直守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 期间她不时拿出手机来刷着微博 发现那条微博不但始终没有被删除 反而点击和评论还越来越多 转发量已经突破了好几万 她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自从玉老太太她们离开之后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快四个小时了 她心里说不担心 是假的 我是少奶奶微信群里 宋削手不停地发着消息 问着情况 生怕到时候把她给牵扯进去 又等了一会儿 眼看时间已经过了夜里九点半了 常欢言实在是有些熬不住了 困到不行 索性起身 准备上楼休息 可是谁知道门这时传来一阵响动 她心中一喜 回头却发现 玉存玉回来了 黑色的衬衫扎在同色系的休闲裤里 男人身材高大 双眼微眯 略微不悦地看着她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休息 常欢言往她身后看了一眼 我的奶奶他们呢 玉存玉换好室内拖鞋走过去 大手放在她腰上 深随看黑的双眸 近距离地看了她一会儿 突然低下头来 似乎要亲她 常欢言一下忙脸红地伸手把她推开 眉间流露出一股子羞难 不要 为什么不要 一天没亲了 往日稳重的男人此刻竟然开始调笑起来 微凉的手指不安分地 扶上了她的下巴 常欢言的脸顿时变得更红了 被她的手指碰到的地方灼躺发颤 只是不待她唇再度靠近 一阵说话声已经从门口再度传来 常欢言连忙推开她 看头一看大声地喊道 奶奶 爸妈 你们回来了 唉 玉老太太应了一声 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进来 并没有发现孙子孙媳妇之间有什么不对劲 她哀声叹气就说 真是家门不幸啊 常欢言呢 连忙抬脚走过去 也不管身后的男人黑下了脸 她扶着老太太坐到沙发边上 一边开口问 奶奶 光扑她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 玉老太太皱着眉头 她说话语气很重 玉中辰和杨夕 也赶紧跟了进来 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 常欢言心口不停地往下沉 待她听到时光谱独自去找顾向北 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竟然导致五个月大的孩子流产之后 她吓得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她和时光谱的运气差不多 作为一名孕妇 她几乎不敢想象时光谱心里会有多崩溃 东辰 回头你打个电话给齐梁树 我倒要看看 她到时候怎么训自己的女儿 这一天到晚的勾搭谁不好呀 去勾搭一个有妇之妇 玉老太太气呼呼的 又说了几句狠话之后 这才气愤难消地回屋休息去了 杨夕则是摇摇头 见儿媳妇一脸呆愣地坐在沙发上没反应 以为她是被吓到了 忙说 存玉 快来扶你媳妇上楼休息 现在怀了身孕不能累着呀 快呀 常欢颜手脚有些冰凉 被拉起来的时候整个人有点虚 脚都快迈不动了 好不容易被扶到了楼上 她这才换过神来 拿起手机在群里将消息发了出去 只不过可能时间太晚了 高晓晓好像已经睡着了 消息发出去便只有宋销售在那一惊一扎的 第二天的早上 东方泛起了余杜白 人民医院十九楼某VIP病房里 时光谱也终于悠悠地醒过来 屋子里面还有些暗 她只觉得下面疼得厉害 下意识地抬手往肚子上一放 浑身彻底就僵住了 眼前开始不断闪过事发之前的那些个画面 她看到那张照片 她去找顾向北 她被顾向北甩到桌角 流了好多血 她听到了医生说孩子抱不住 她眼底猛然泛起了一阵阵酸楚 她张开嘴巴 忍不住 失声痛哭起来 光谱你醒了吗 余杜源的声音几乎瞬间就响起 同时房间的灯也被打开 原本白色的病房因为白光而更加刺眼 时光谱转过头来 看着眼眶红肿的母亲 她的身边石正林也是脸色灰白地站在那儿 爸 妈 时光谱嗓子又干又哑 我的孩子呢 光谱 玉玺远喊了一声 终于也忍不住哭起来 伸手握住女儿的手她劝道 孩子没了 但是没关系 你还年轻啊 想要孩子的话 以后还可以生的 时光谱一个劲的摇头 她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妈 您说什么呀 我的孩子 他怎么会没了 那是她的孩子 她一直期待的孩子 虽然她很故想被恨起目咬 但是她真的很在乎这个孩子 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竟然 就这么没了 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医生还告诉她 孩子已经五个月了 在她肚子里都已经成形 一切情况良好 她什么都不用担心 孩子真的已经没了 石正林 沉痛开口 不过这样也好 以后顾向北 还有顾家 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时光谱听到熟悉的名字 突然发狂一般地叫着 妈 是顾向北 都是顾向北爱的我 妈 向北 向北她早就嫌弃我们家破产了 所以 就偷偷和秦木养好上了 她是故意的 就是她对的我 她害死我的孩子 她越说越是激动 越说越不甘心 咬牙撑起单薄的身子 揭开被子就要从床上 下到地上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三十一集 光谱 你要去哪儿啊 玉璽源使劲地拉着她 你刚刚才做过手术 身子还很虚弱 可不能再伤到了呀 我要去找秦木养 石光谱尖叫着 大颗大颗的眼泪 迅速地划过脸颊 疯了一般的 脸的女人 一定是她勾引向北的 是这对狗男女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要去找他算账 我要找他算账 说着 她又拼命地 不停开始挣扎 情绪激动到不行 玉璽源怕她伤到身体 没办法 只好让石正林 赶紧叫来了医生 打了一针镇定剂之后 石光谱这才 因为药效 安静了下来 病人才刚刚做过手术 情绪不能这么激动 你们做父母的 最好能好好地开解一下 毕竟还年轻嘛 如果真的想要生孩子的话 那也得先把身体养好啊 千万不能再冲动 扯到伤口了 否则 我们也不能保证 接下来的治疗效果 医生说完这番话 就离开了 玉璽源看着 病床上面色苍白 单薄地像纸片一样的女儿 气不成声地 倒在丈夫的怀里 顾向北的这一夜 并没有怎么好过 因为手机被丢在了办公室 倒是一直没有受到骚扰 就这么半梦半醒 浑浑沉沉地躺着 直到被一个噩梦惊醒 满头大汗醒过来才发现 窗外已经大亮 她起身下床走到梳妆镜前 看看镜子 镜子里的男人还穿着昨天那身浅蓝色的衬衫 只不过原本运贴笔顶的布料 这会儿已经皱皱巴巴 身上还沾满了血迹 她胡子拉叉 头发捧乱 双眼更是充满了血丝 尤其是右眼 经过了一夜 已经肿到了发紫 几乎蒸不开了 还好左脸的红肿已经消下去了 摸上去没什么感觉 顾向北对着镜子自嘲地勾了勾唇 走进浴室 简单地冲了个澡 再出来时 直接将换下的衣服随手扔进了洗衣栏 站在衣柜前 寄扣的时候 她双眼不自觉地再度看向洗衣来 上面那些已经干涸的血迹 都是从时光谱身体里流出来的 顾向北的手顿了一下 半天之后 她才深吸口气 打理好自己 一身尊贵 转身离开 到了一楼 玉西元和石正林都不在 她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医院里照顾时光谱 姑爷 您要吃早餐吗 我坐 吴阿姨刚开口 就被顾向北眼睛上的伤口给惊讶住了 哎呀 姑爷 您的眼睛怎么了 腫得这么厉害 顾向北并没回答 抿着薄唇走出大门 到院子里 拉开黑色缆生大门 一坐进驾驶室 她立刻闻到了一股血腥弥漫的味道 经过了一夜 那股味道依然没有消散 她回头看了一眼后座位 黑色针皮座椅上依稀可见暗红色的血迹 一晃时的功夫 仿佛时光谱正满脸痛苦地躺在上面 双手摸着肚子嘴里不停地哭喊着 孩子 我的孩子 顾向北闭了闭眼睛 发现自己的手都有些抖起来 不管她外表怎么镇定 但她否认不了的是 眼前这一切的一切 都无时无刻地不再提醒她一个残酷的事实 昨天那场意外 不是梦 是真的有发生过 时光谱是真的流产 而她 亲手杀死了他们的孩子 三十分钟之后 顾向北江车开到了车行 重新换了另外一辆车 来到故事企业 今天星期六 公司里面有一些人在加班 看到她的时候都会尊敬地喊一声 顾总好 顾向北从电梯出来 静止走到自己的办公室 刘伯动作很快 地毯已经被清洗干净 看不到一点的痕迹 他深吸口气 仿佛还能闻到那股血腥的味道 盯着办公室旁边的那块区域看了好久 顾向北这才抬脚越过 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 刚开机就收到无数的未接电话 有预袭员的 有齐梦瑶的 有蒋梦怡的 还有几个陌生号码 顾向北正低头看了看 手机灵忽然响起 是蒋梦怡打来的 正北 今天中午带光谱 过来吃午饭吧 你爸今天精神还不错 我刚好带光谱去看看他 就看到儿媳妇还有小孙子 说不定可以刺激一下恢复的会计 电话那头蒋梦怡要求道 妈 光谱今天不能回家吃饭了 顾向北淡淡地说道 他又怎么了 蒋梦怡立刻就不高兴了 声音尖锐地在那头说道 可真行啊 昨天我在医院的时候还跟他说嘛 他也都答应了 这怎么一转身又反悔了 真是气死我了 不行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的话 我来说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这一次 我绝不会再客气了 我要好好教一教他 怎么做人家儿媳妇 说完 他就要挂电话 妈 顾向北盲喊住他 醋没说道 光谱他现在在医院 所以今天不能回去了 改天吧 医院 他怎么了 哎呦 这不会是孩子出什么问题了吧 蒋梦怡一惊一乍地说道 顾向北就是一顿 随即N了一声 语气依然很淡 孩子没有了 什么 蒋梦怡猛地抬高了音量 怎么会这样啊 这好端端的孩子 怎么会没有了 昨天我看他还好好的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向北 向北 你倒是说呀 顾向北没办法 只好将昨天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下 电话里面先是一阵的沉默 随即将孟怡哭天喊地地叫起来 顾向北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那可是你亲儿子 光谱他怀了身孕 你就不能让一让他嘛 妈知道他是脾气不好 但是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孕妇啊 遇到事情 你们就不能冷静一点 好好坐下来谈嘛 冷静 自己认为自己昨天已经够冷静的了 要不是时光谱的态度如此蛮横霸道 本来就是一场小小的误会 解释清楚 他不至于失手 顾向北叹口气 妈 你别难过了 回头 我会跟光谱解释清楚的 你一定要和他好好解释清楚呀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蒋梦怡哀声叹气的 这个向北 你现在在医院吗 去哪个医院 并防号什么的你都告诉我 我现在过去看看他 不用了 顾向北拒绝了 他现在的情绪很激动 你去了 只能让他更受刺激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那怎么办呀 他流产了 我这个做婆婆的 我过去探望一下 这亲家母一定会有意见的 蒋梦怡说道 等下午吧 顾向北眯了眯眼睛 我上午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好 那我现在就上厨房炖点补汤 这女人小产后啊 必须得好好补一补 蒋梦怒哩啪啪嗦地说完 终于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之后 蒋梦怡先是吩咐佣人炖了补汤 回到客厅之后 想到刚才儿子说的那番话 终究还是有一点不放心 他打开手机微博 开始搜索顾向北和齐木瑶的名字 奈何找了半天 也是两家公司合作的消息 没办法 他只好给江潮打电话 想要问问他那张照片 究竟是被谁发出去的 电话很快接通 江潮 蒋梦怡刚喊了一句 江潮就在那头急切地问 孟爷 是项目给你打电话了吗 蒋梦怡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昨天就已经 把他和齐木瑶的照片 发上微博了 我还奇怪呢 怎么都发了一整天了 我们亲家 怎么还没反应呢 向北也没找什么 公关要求我删掉 原来是给你打电话的 他怎么说的 蒋梦一直觉得 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了 脸色惨白 你 你说那个照片 是你发的 没错 昨天和你打完电话之后 我思考了一下 既然石家不是想要得到 故事的资产吧 是吧 那我就发出这张照片 让所有人都知道 故乡没有的外遇 再怎么说 玉家也是在地势 有头有脸的 大户人家 自己的外孙女婿 发生了婚晚情 肯定会要去 离婚的 只要两个人离婚了 石家就没有理由 再让向北帮忙还债了吧 你他妈是猪吗 蒋梦怡最不可赦地 冲着电话那头吼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那个微博 刺激到了我儿媳妇 她流产了 现在孩子都没了 向北没儿子了 我没孙子了 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 虽然他对石光谱 这个儿媳妇并不满意 尤其是随着石家的公司 破产之后 他更是对石家 有着各种的埋怨 但是再怎么说 石光谱肚子里怀着的 是他的亲孙子呀 他就算是再怎么 不想让顾向北去帮助石家 可是他也没想过 要让两人离婚 更没想过 因为这个害得石光谱流传 江朝却是仍然一副 不在乎的语气 他语气轻松愉悦 哎呀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结实短呢 孙子没了就没了 等向北和齐木谣结婚后 你害怕没有人给你生孙子呀 一个只不过是家里破产的小律师 一个却是八大家族的账上千金 你觉得哪个做你的儿媳妇 会更有面子 故事起研 顾向北挂断电话之后 就立刻拨打了齐木谣的电话 昨天和他通话的时候 到一半就被石光谱打断了 未接来电里显示他后来还给他打过两次 都是在昨天晚上打过来的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听筒里面传来的却是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sorry 顾向北掐断电话 眉头微微地倾簇起来 昨天在电话里面 他明明已经和齐木谣说好 今天上午要一起开新闻发布会的 主要事宜由他负责安排接洽 现在时间都已经到中午十一点钟了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齐木谣的电话始终提示关机 顾向北的眉头就越皱越紧了 直到下午快两点钟 电话铃突然响起 他拿过来一看 却是刘伯打来的 喂 顾向北开口 顾头 顾头不好了 刘伯的声音急促又充满了慌乱 您 您看的齐家 在新闻大厦 开 开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了吗 顾向北皱眉 什么意思 就在刚才 齐梁树带了齐成浩和齐木谣 一起召开了一个发布会 把那张照片的事情 都解释清楚了 而且 而且他们还宣布了一个事情 刘伯喘口气才说道 这齐梁树宣布 要将故事从项目组里踢出去 以后齐力将永不和故事合作 还有 顾向北握着手机 办公室的百叶窗关着 他的脸掩在大片的阴影里 静静地等着刘伯将事情说完 可是谁知道 唉 刘伯叹口气 顾总 我还是把视频发给您看吧 放下手机之后 不等他细想 手机微信里已经迅速传来了一条信息连接 题目是 齐木谣发布会否认恋情 顾向北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一边看 握着手机的双手越钻越紧 手指关节泛白泛青 小臂肌肉更是继续地凸起 好像是拼命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等将视频终于全部看完之后 顾向北再也忍不住 扬起手大力地将手机砸到了对面墙上 啪的一声巨响之后 手机反弹落在地毯上四分五裂 他摊坐在真皮沙发上 真的像是被抽空了全部的力气一半 脸上满是仓皇和迷茫 高架桥上 一辆家常劳斯莱斯里 齐梁树 齐程号 以及齐木谣 坐在里面 三个人都是一身症状 气氛安静到有些诡异 直到 齐总 郁家人的电话来了 助理看了一眼手机说道 齐梁树右手接过手机 放在耳边 原本阴沉韵怒的脸 瞬间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满面笑容说道 玉阿姨 刚才传过去的视频都看过了是吧 玉阿姨 你说得对 这件事情 不管怎么说 都是沐瑶的不对 明知道顾向北 对他有那方面的意思 还不必闲地一起出差 被有心人拍到了在一起的照片 不过 现在都解释清楚就好了嘛 希望玉阿姨 你也不要太生气 改天 我一定带齐木谣 登门拜访 亲自向光谱 还有郑林 西元 表示道歉的 是啊 我们都是受害者 不过小女 的确是道德品行这方面有问题 耳根子也比较浅 玉阿姨 请放心吧 回头 我一定会好好教导她的 齐梁树笑眯眯地说了许多 态度可谓诚恳 语气 更是尊敬到不行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三十三集 直到那头玉老太太发泄够了 她才挂断了手机 将手机递还给助理 爸 玉奶奶怎么说的 齐承昊这时开口说道 还能怎么说 一个都已经成型的虫外孙 就这么突然没有了 搁谁的头上不着急啊 说完 齐梁树冷着脸 眼神犀利看向齐木瑶 这一阵子 你就给我待在家里 哪里也不许去 至于那个顾向本人 我也将让公司着手撤资了 不过就是个私生子而已 竟然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 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以后 你不许再跟她见面 不管玉家那边 是不是要让他们俩离婚 这都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齐木瑶的脸上微微苍白 红润的小嘴抖了抖 开口乖巧地说道 我知道 一切都由爸爸做主 齐梁树很满意 女儿知错就改的态度 说完就微微地合起了双眼养身 爸爸 齐木瑶突然又喊道 在齐梁树睁开眼睛之后 他抿了抿唇就说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去调查向北的身世吗 齐梁树看了一眼齐成浩 缓缓地开口 你是不是以为 你做的那些事情都会满天过海 其实啊 我和你妈都知道 只是没有说而已 以前不管你 是因为谈恋爱是你的自由 只要你们男未婚 女未嫁 随你高兴 我们做父母的 不会怎么插手 但是顾向北不行 一来 他是个有夫之妇 二来 他的老婆 还是玉家的外孙女 你觉得我们 还会任由你胡来吗 所以 你就调查向北了 齐木瑶盯着父亲 语气里面 满是不相信 他觉得顾向北 长相俊美 气质高贵 谈吐更是得体自如 怎么看都是一个名门之后 真正好家庭里 教育出来的人 如果不是调查资料 清晰摆在面前 打死他 他都不敢相信 顾向北竟然有一个 风流成性的母亲 而他 就是母亲和外面的男人 所生的私生子 顾老爷子更是知道真相后 就让律师迅速改了遗嘱 虽然没能查出遗嘱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但不用猜都知道 顾向北现在肯定是身无分文的 他在顾市就连基本的财政大权都没有 所做的每一项决定 都必须由财政总监审核并通过 对于这个问题 齐梁树没有回答 闭上眼睛 默默地养神 车厢里再度恢复了安静 齐梦瑶看着父亲冷漠的脸 缓缓地将视线移开 他看着车外不断后退的景物 目光显得有些呆滞 可惜呀 他心里惆怅地想到 高晓潇是早上起床之后 看到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的 这才知道时光谱流产的消息 当下他脸都白起来 手脚都有一些不听使唤 虽然他不喜欢时光谱的性格 但是事到如今 同为孕妇的他 他感同身受 几乎可以想见时光谱 现在必定是崩溃和痛苦的 高晓潇深深地吸了口气 缓缓地伸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常欢言还说呢 大三今天下午的时候 跟郁老太太一起到医院去探望一下 高晓潇当然没提出自己要去 这个时候他去了 只会刺激到时光谱而已 只让常欢言看过之后 给他来个消息 谁知吃过午饭之后 他没有收到常欢言的信息 却是收到了送销售发来的 齐家发布的视频 视频里 齐沐瑶穿着一身白衬衫 配蓝色的修身西装 脸上化了个裸妆 虽然不是那么光彩照人 但是气色很不错 显得态度诚恳 他表示自己和时光谱 大学同班同学 两个人还是一个宿舍上下铺 从小到大经常在一起玩 是真正的好朋友兼好闺蜜 至于顾向北 因为故事企业最近发展不好 所以经常会私下约他去吃饭 看在好友的面子上 他也不太好意思拒绝 至于去C市逛街被投拍这事 齐沐瑶表示 那件事情他毫不知情 可能就是顾向北自导自演 设计好了的 因为他已经调查出 发那条微博照片的人 叫江潮 也就是他母亲 蒋梦怡的外遇对象 高小潮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情 居然反转成这个样子 虽然他知道蒋梦怡搞外遇 事情的确也是他发现的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连顾向北都是蒋梦怡和别的男人生的 常欢言也很快打来了电话 我告诉你啊 奶奶她特别生气 我刚才坐在旁边 听到她对着电话那头 骂那个体量数呢 哎 我想北真可怜 不但孩子没了 都会连老婆也要没了 而且还背报了私生子的身份 高小潮没有说话 哎小潮 你说他们俩到底是谁勾引的谁啊 常欢言在那头不停地八卦 可能是听高小潮一直不说话 干脆自己又在那说起来 我觉得吧 这件事肯定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现在只看到齐木瑶在开发布会 什么都只是一面之词而已 说不定马上顾向北也要开个发布会 脏水就全部泼出去了 高小潮就皱起了眉头 会吗 他只知道顾向北现在真的 应该算是乌漏偏逢连夜雨了 本来孩子就在他和时光谱的推仓之间留掉 以时光谱那性格 就算是和齐木瑶之间真的没什么 心伤之下估计他也不会再相信 更何况发生这种事情 石家和玉家的长辈们 更是不可能同意他们两个人再在一起了 而齐木瑶却是有着齐家坐后盾 不管是论财力还是论人脉 在帝市顾家肯定是斗不过齐家的 他几乎可以预感 就算顾向北真的开了新闻发布会 挽回一些面子 可是舆论也只会很快被齐家所控制 而顾向北势必会背负着私生子这个名号度过余生了 虽然看起来很残酷 但这是弱肉强食的道理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注定就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些话他并没有说出口 只是让长欢炎去医院过后给他回个消息 挂掉电话之后 高小小切开被子准备下床 本来要午睡的 想了想 他不放心 掏出手机来刷下微博 却发现了那条转载了好几万的热门微博 已被删除了 看来齐家人果然已经开始行动了 先是知道了真相后 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让齐木瑶撇清了和顾向北的关系 发布会上 单方面宣告和顾氏合作关系从此终止 撤资了项目 现在再将微博删除 估计过不了多久 这件事情就会随着时间被世人逐渐淡忘 房门突然被人轻轻推开 韩真穿着一身家具服进来 手里捧着一顶文件 可能是看到高小霄拿着手机靠在床头 但神情略显不悦 两点了 怎么还不睡觉 高小霄的午觉时间一般是下午一点钟 也就是吃完饭后的一小时 高小霄看了她一眼 立马乖乖地放下手机 往被子里一趟 见她表现尚算听话 韩真满意地勾起了薄纯 关上门之后 抬脚走到一旁的小客厅 坐下办公 房间内安静如丝 只是偶然有翻阅纸张的沙沙声 高小霄闭着眼睛 却怎么也睡不着 最后在被子里转了个身 面朝外看着坐在沙发上翻阅文件的男人 落地窗的窗帘被拉上 室内昏暗 只有小客厅 沙发一角亮着一盏橘黄色的灯 颜色非常温暖 投注在韩真的身上 愈发衬得她眉眼清秀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已经年过三十的男人了 视线往下落在她骨气分明的右手上 拇指跟食指撵着文件的一角翻阅时 不急不缓 透出一股子沉稳 阿珍 高小霄突然开口 声音在室内显得分外轻柔 你知道吗 时光谱她的孩子没有了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韩真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她转过头来看着她 眉眼深邃 看不出什么情绪 你看新闻了吗 高小霄又问 韩真放下了文件 起身走过来 拉开她搁在被子上的小手一握 你刚才 就在想这些事情 所以 连午觉都不睡了 高小霄不否认 但是一脸坦诚又担忧地看着她 我真的没有想到 物相北会是个私生子 当初讲梦怡的外遇 也是我说出来的 会不会 就是因为这个 奶奶他们才找人调查的 韩真挑了挑眉 所以呢 高小霄也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了 总之感觉怪怪的 她甚至想 如果不是当初她说出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让现场那么多人都听到了 那顾向北私生子的身份是不是不会被暴露了 你啊 别胡思乱想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是她父母造的孽 就算你不说 别人也会查出来的 韩真淡淡说完揭开被子 将她的手放进去 高小霄轻轻地点下头 尽管她知道她这番话是在安慰自己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的心中真的舒坦了许多 韩真抬起了拇指 在她细嫩白皙的脸上轻轻地刮蹭着 其实 之前我就有注意过 顾向北和齐木瑶的关系 所以我曾经提醒过小耗子 高小霄这一下彻底愣住了 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开口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韩真勾起了脖唇 俊眉心目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要不是我提醒过小耗子 估计她也应该不会去着手 调查顾向北的绅士问题 见高小霄瞠目结舌地看着自己 半天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她眼底的笑意顿时更浓了 抬起手来 在她细腻的脸颊上轻轻一捏 现在想通了吧 行了 快睡午觉吧 你再不睡的话天都黑了 高小霄这会儿一头的黑线 才下午两点钟而已 地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 虽然 常欢颜跟高小霄说了 要来医院里探望时光谱 但是内心深处 她最初的时候是拒绝的 毕竟 她现在也是身怀有孕 肚子的月份 还和时光谱差不多 虽然不至于 像高小霄那样容易 刺激到她吧 但万一时光谱 看到她肚子 在胡思乱想怎么办 常欢颜默默地捏捏手心 此时此刻她真的好羡慕寒命下 郁成眼说不让她过来 就不过来 而她作为郁家的长孙媳妇 似乎不来显得不好 而且郁存玉还不在家 就这么思来想去 盯的一声 电梯到了十九楼 开门之后 众人抬脚走出电梯 到了1901号病房门口 杨夕小声地对儿媳妇说道 欢颜 待会儿进去了以后啊 你就坐在我的身边 如果光谱 她的情绪太激动的话 你就先到外面的座椅上 坐着等我们 免得吓到肚子里的孩子 好的 妈 常欢颜感动点头 本来她也打算进去看一眼 确保时光谱 没什么大事就行 郁东辰抬手 敲了敲门 很快门被打开了 石正林愁眉苦脸地 抬起头来 一看到玉老太太和身后一大帮子人 立马开口激动说道 妈 大哥大嫂 你们来了 忘扑她怎么样了 玉老太太一脸地关切 她早晨醒来了 知道孩子没了 特别激动 所以先前让医生 打了针镇定剂 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 老太太点头 带领着众人进了病房 银产手术之后 孕妇必须握床一整个月 杨夕将特意炖好的汤 放在桌上 引得玉锡园又流下泪了 又感动又窝心 大嫂 谢谢你们 杨夕拍拍她肩头 给予无声的安慰 玉老太太则是说道 行了 事已至此 就不要哭哭啼啼啼 浪费时间了 这里也没什么外人 西元 郑林啊 我只问你们一句话 先前我也把发布会的视频 都给你们看过了 对于这件事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吧 玉锡园擦擦眼泪 哭着说道 离婚 我一定要让光谱离婚 不但要离 我还要顾向北 她净身出户 石正林更是毫不客气地说 常欢颜从进屋之后 就和杨夕坐在一旁沙发上 她没有怎么关注到 他们说话的内容 倒是仔细观察了一下 病床上的时光谱 这会儿她闭着眼睛躺在那儿 脸上苍白到不行 浅蓝色的病号俯下 清晰可见脖子上凸起的锁骨 古寿林寻像个纸片人 不自觉地 常欢颜便想到了 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 那天是玉东辰过生日 也是她第一次跟着玉存玉 见到玉家的其他亲戚 当时时光谱 优雅美丽 一头风情万种的长卷发 笑容是那么的意气风发 脸上更是散发出 天之娇女才有的那种居傲感 彼时 她挽着顾向北的胳膊 款款亮相 俊男美女 端是金童玉女一般 天生一对 那个时候 谁又曾想过 这桩婚姻会走到 今天这步天地呢 正想着 电话铃声突然从包里响起 常欢颜就是一愣 忙拿着手包起身 轻声说道 妈 我出去接个电话 去吧 小心一点啊 杨夕在身后吩咐道 常欢颜便走到外边去 从包里掏出电话 电梯门又打开 顾向北从里面走出来 她穿着一身西装革履 表情沉静 目不歇视 好似并没有发现 常欢颜的存在 竟只走到了1902号病房的门口 敲了两下门 抬脚走进去 喂 欢颜 哎 欢颜 你有没有在听啊 耳边传来了宋萧首 火急火燎的声音 常欢颜回过神来 在 在怎么了 我问你啊 顾向北和时光谱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快把第一手的情报资料 告诉我 宋萧首在那头八卦地问道 常欢颜一脸的黑线 还没等他开口呢 刚刚闭上的病房房门 突然又被打开 石正林 瞪着星红的双目 将顾向北 推推扫扫地 从病房里赶了出来 歇斯底里一般地叫道 等着收律师信吧你 滚 赶紧给我滚 以后 不许你再来这里 见光谱 常欢颜被吓的话 都说不出来 他靠在墙边 听到房门 啪的一声被关上 而顾向北 睁愣愣地站在病房门口 像个木头人一样 一动也不动 七百三十五集 片刻过后 他突然转过头去 看向常欢颜 常欢颜 眨了下眼睛 鬼使神差的 竟然对他点了一下头 在他窘迫的尴尬当中 顾向北 移开了视线 面无表情地走进了电梯 顾向北 没有回石家 而是 被一通电话 叫回了顾家 一进别墅大门 蒋梦怡就一脸愧疚地迎上来 向北 这七家发布会 我都看过了 对不起啊 妈 妈真不是故意的 这发照片的事 都是江朝搞的鬼 妈事情一点都不知道 不然 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他这么做呀 不要在我面前 提这个人的名字 顾向北的声音很冷 也很淡 他低头揭着手腕上的袖扣 动作慢条丝底 尽现优雅 蒋梦怡皱着眉头 这才发现儿子脸上受伤了 尤其是右眼 他心疼地伸出手来 想要摸摸他脸颊 向北 你眼睛怎么了 顾向北 顾向北 头一偏 躲过了他的触碰 蒋梦怡的脸颊顿时白了个彻底 沉默也在母子之间持续弥漫着 顾向北脱下了西装 抬脚上楼 向北 蒋梦怡忍不住伸手拉他胳膊 向北 你一定要相信妈 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一切都是江朝搞的鬼 他太笨了 所以才会被查出来 还有你放心啊 我是不会让他认你的 你姓顾 你是顾家的儿子 顾向北嘲弄地笑了一声 谋底满是冰冷 无所谓 马上 我会和光谱离婚 而且我还会被净身出户 赔偿十家的财产 怎么会这样 蒋梦怡花容失色 这凭什么让你净身出户啊 这孩子又不是你故意弄霉的 光谱 光谱他也有责任啊 你跟齐母妖 既然都是误会 你就和光谱解释清楚啊 他那么爱你 一定不会跟你离婚的 随便吧 顾向北的脸上似笑非笑 离婚也好 这样你担心的事情 我就不会发生了吗 说完 他抬脚朝楼上走去 蒋梦怡一脸尴尬和难堪 看着儿子孤单寂寥的背影 他的眼圈也渐渐红起来 心里更是痛苦不已 他不希望石家来占顾家的财产 可是那也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嘛 蒋梦怡攥紧了手指 身后却突然想起了一道机窍的女声 呦 原来今天齐家发布会上说的都是真的呀 蒋梦怡一抬头 看到顾立青跨着包 嘴角微笑地站在身后 也不知站了多久 又听到了多少 真行啊 一个私生子而已 情人瞒天过海这么多年 不但骗了我爷爷 还骗了我爸 以及顾家的所有人 蒋梦怡 你可真够厉害的呀 不过还好 我早就在爷爷中风之前 怀疑这件事了 所以爷爷才让张律师将遗嘱给改了 顾立青冷笑一声又说道 对了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顾氏的财政大权 都不在顾向北手里 也就是说 他就是挂着法人的名号 帮忙经营公司而已 我劝你啊 还是早点带着他离开顾家吧 趁着你现在还年轻 说不定 还能再找个厉害的男人 带着你儿子 重新闯出一片天地呢 蒋梦怡瞬间沉下了脸 发狠一般地说道 就算向北是个私生子 又怎么样呢 老头子他现在神志不清 顾以诚又在坐牢 顾家就是向北在做主 要走是吗 你走 总之我们是不会走的 你 顾力清咬牙切齿地 指着蒋梦怡 扭曲的脸上 满是愤怒和不甘 简直就是厚颜无耻 我厚颜无耻 告诉你 我没把你赶出去 就不错了 都二十八岁的老女人了 一天到晚的 还不准备嫁人 还想和向北抢家产 我呸 告诉你 顾家家产 只能是向北的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蒋梦怡说完 过去客厅 茶几上抓起了手机 朝着书房走去 听着书房门啪的一声撞上 顾力清怒不可涉 气得直接将包扔在地上 顾家的人都在医院里探望时光谱的时候 顾玉婷开着自己那辆新提的黑色卡燕 载着尤小乔来到市中心的商场 上一次去尤家的时候搞得不太愉快 带去的礼物被他随手扔掉了 尽管尤小乔说不需要再买 但是顾玉婷还是坚持 一定要重新再买上一份礼物带上 好不容易将礼物挑选完毕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 他将车开到尤小乔家的单元楼下 停车的时候突然发现 自己的手有些颤抖 这里是D是一个很老式的小低层住宅小区 因为建得早 所以很是简陋 甚至也没有电梯 可能也是为了方便父亲的腿伤 尤小乔家住在底楼的一楼 一个两居室的小房子 老板 我们到了 由小乔解开安全态 笑眯眯地看向他 这种带自己高大帅气的男朋友 回家见父母的感觉 真是让他很难去控制嘴角上的笑容 虽然上一次搞得不太愉快吧 可一点也不影响他今天的心情 玉玉婷转头悠悠的视线 落在他白皙小脸上 小丫头今天穿着一件明黄色的棒球衫 扎了一个高高的半花包 头上顶着一个可爱的小啾啾 剩下一半的黑发都散在肩膀上 怎么看怎么粉嫩 还透着一丝青涩 看着看着他就突然觉得 自己这身西装革履 显得太过正式了 难怪刚才一进店里 选礼物的时候 店员会以为他带着 读高中的妹妹出来逛街呢 思极此他心情有些不爽 敷衍地恩了一声便伸手解开了安全带 老板 游小乔眨巴眨巴眼睛 声音清脆又甜美 你是不是在紧张啊 问谁紧张了 玉玉婷立马开口反驳 伸手将他贼兮兮的小脸 猛地往回一推 推开车门下车 游小乔揉着自己的小脸 这么用力 还说自己不紧张 他打开车门下去后 发现玉玉婷已经在车后 卫箱里面往外拿东西了 老板老板 我来 游小乔小跑过去 再度被玉玉婷嫌弃 老是站着 也自个儿拿 于是玉玉婷难得一身正式的西装 身上提着大包小包 这么颇为接地气地 和他一起朝楼道走去 游小乔家是101号房 进去楼道后 左拐最后一件就是 到了家门口 游小乔一边往外掏钥匙 一边偷偷地观察自己的男朋友 小样吗 太说不紧张了 这手被青筋都快要突如起来了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 他的嘴角不住地上扬 心底更是甜滋滋的 不过 原来老板这么在乎我呀 生怕我爸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又紧张成这样什么 他心情大好将钥匙插进去 转了两下将门推开 爸妈 我带男朋友回来看你们 接下来的话便直接 噎在了嗓子里 自家那简陋又狭窄的客厅里 唐宇文正驱腿坐在那 他的父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 两人中间隔着个茶几 上面放着牌象棋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至于妈妈刘惠丽 手里正端着一盘刚切好的水果 表情蒸愣地看着他们 玉婷双眼疏地就眯起来 唐宇文这个大行星 虽然也在 小师妹 唐宇文已经站了起来 俊朗的脸上满是斯文的笑 你回来了 呃 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我男朋友要过来吃饭 游堪山冷横一声 哼 那又怎么了 我想找个人下棋上 还得通过你同意啊 唐宇文看到玉婷一身昂贵的西装 以及手里大包小包的礼品 还有那五官紧绷的神色 于是他笑了笑客套地开口告辞 伯父 现在这时间也不早了是吧 要不我就先回去吧 等下次有空了我再 不能走 游堪山虽然长得很瘦 可是因为做警察很久了 说话低沉有力 说好了留下来吃饭了 吃晚饭 玉婷皱眉眯眼 嫌弃地看着唐宇文 现在才下午三点多周 你确定要厚着脸皮 留到晚上六七点钟 吃晚饭 唐宇文也皱起了眉头 他自然也是查明了玉玉婷的不满 但是看看游堪山 坚持的表情 他只好说道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玉玉婷仿佛听到了自己的拳头 咯吱咯吱作响的声音 刘慧莉已经过来迎接玉玉婷了 笑容此乡客套 哎哟 小月 你人来就行了 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玉婷压抑下不满 对刘慧莉露出了英俊灿烂的笑容 今天是我初次登门拜访伯父和伯母 这些都是应该的 游堪山头都没抬 明明都来过一次 刘慧莉尴尬地看了一眼游堪山 忙又笑着对玉玉婷说 哎哟小月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 韩山他误会了 知不上次你送来的东西我们都收好了 给他放着呢 说着指了指客厅的一角 果然上次他买的那些个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在那儿 拆都没拆 那些都是你捡的啊 我可没动手 游堪山再度开口 待会儿走的时候接着都带回去 玉玉婷就不明白了 自己长得也挺帅的 也不比韩真差到哪儿去 想当初自家叔叔对韩真是那样完全不挑剔啊 为什么小乔的父亲这么嫌弃自己呢 难道帅也是一种罪吗 他真是罪大恶极了吧 玉玉婷伤春悲秋的心 感叹一番 刚要开口 游堪山的声音再度响起 喂 立友 记得晚上把那个 宇文送的那个甲鱼给蹲了 待会儿走的时候接着都带回去 甲鱼 玉婷再次风中凌乱 一个登门拜访送甲鱼的男人 比我好在哪儿啊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提着的 这些哪一样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哎 好 刘慧丽一开口答应 哎 还有啊 那个 宇文啊 下次来的时候就 别再送这么多乱七八糟 没用的东西了啊 只要你人来 哇 我们就已经很乐呵了 游堪山笑着说完 拿起桌上的棋子啪的一声 哎 跳干嘛 唐宇文有些尴尬地看了一眼游小桥 游堪山的态度太过明显 如果现在他还看不出来那也太笨了 但没办法 作为一个外人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好低头专心下棋 啊 啊 小月 来来来来 把东西都搞这儿吧 刘慧丽忙打着圆茬 待玉婷僵着脸 放下礼物之后又殷勤说道 姑娘啊 带小玉去沙发上坐呀 我去给你们倒茶去 玉婷虽然心里不满 但她还是努力克制着自己 在客厅那唯一的长沙发上坐下的时候 也不忘说一句 谢谢伯母 嘿 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 刘慧丽说着笑呵呵地 从茶几下面掏出了一个 一次性的纸杯 过去接水 游小乔走到玉婷身边坐下 立刻伸出小手握在玉婷的手上 温柔的指头 在她手心一下一下地揉着 因为她讨好的态度 玉婷的心里不舒服 稍微缓和了些 刚要抬起另外一只手 要握回去 咳咳咳咳咳咳嗽声音 猛烈响起 臭小子 想占我闺女便宜 小乔啊 去帮我刷下杯子 她拿起了自己的不锈钢茶杯 试一道 游小乔只好松开手 起身过去拿着杯子走进厨房 玉婷皱了皱眉头 倒也没在意 谁知接下来 游小乔就不停地 被游看山指示着做事 一会儿去洗个草莓 一会儿去切个橙子 一会儿又让她过去 站在她旁边 看她怎么下棋 玉婷抿着薄唇 很想要冷笑 先是明知 今天自己要登门拜访 还叫来了唐宇文 过来下棋 现在又不停地指示小乔 怕自家闺女跟她接触 只可惜她私下里 不知道吃干 抹镜有小乔多少次了 所以就先忍一下吧 等回去了 游看山哪里知道 玉婷这会儿心里正一吟 正这么龌龊又猥琐的事 她喜上眉梢地看着下棋 心里得意得很 刘慧丽见丈夫 这么明显的表现 脸上多少有些尴尬 她虽然也很喜欢唐宇文 但是她更尊重自己女儿的意见 对于丈夫说什么家庭背景问题 她觉得反正现在两个人 还没有谈婚论嫁 只是谈朋友 所以那些担忧都是虚的 太遥远 还是先让孩子们交往试试吧 说不定以后就不合适分手了呢 再说女儿今年二十五岁了 说实话她也着急 所以能谈先谈着呗 真正合适了 两个人交往过程中 慢慢体会和感觉去吧 她打开电视机笑咪咪地说 小玉啊 你喜欢看什么台 自个调啊 刚把遥控器递过去 又有一些不好意思地补了一句 你说这 这家里面也没有无限 就几个台 啊 没关系 伯母 我看报纸就行了 说着玉婷拿起了桌上的 今日快报看起来 看刘惠丽的眼里 干净整洁的白衬衫 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俊秀的眼眉 高贵的气质 还喜欢看报纸 嗯 不错 是个文化人 加分 刘惠丽满意的点头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其实玉玉婷哪儿是喜欢看报纸啊 她纯粹就是不爱看电视 所以无聊找点事做 她觉得总不能闷头刷手机吧 这样显得太不礼貌 终于到了晚上 刘惠丽准备去厨房开始做晚饭 唐宇文健壮便从沙发站起来 哎 哎 伯母 我帮您吧 哎 不用不用不用 晚饭我来整就行 你快去坐啊 跟笑笑他爸落会儿磕去 他整天念叨着你呢 刘惠丽挥舞着铲子 把他赶了出来 唐宇文却还是笑着走了进去 于是厨房里一会儿传来 他的一句 阿姨 你这饭菜做的啊 真没谁了 好吃 香 一会儿又传来一句 哇 阿姨 您这刀工 真没得说呀 搭配上刘惠丽 开心爽朗的笑声 于宇婷真的是越听越别急 可能是看她黑着脸 有小乔捂着嘴 只是用他们两个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老板 你放心啊 我就喜欢你不会做饭 这样 我可以给你做饭吃 于宇婷则是倾客一声 面容俱傲 心中得意 就是吗 大男人就当远袍厨 这大猩猩细着围裙拿着个铲子 像话吗 哼 没出息 为了给未来的岳父岳母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玉玉婷从进门到晚饭期间 可谓是彬彬有礼 斯文有雅 虽然心里屡有不爽 但是也不会表现在脸上 最多也就是表情比较僵硬 于是时间很顺利地来到了晚饭后 唐宇文再度开口提出告辞 尤堪山虽然很不舍 但也知道唐宇文家住得比较远 没办法只能放走了人 等唐宇文离开 玉玉婷这会儿开心了 总算可以和未来岳父岳母单独相处了 电灯泡再也不会再打扰他 可是谁知道 哎 这 这时间果然不早了 尤堪山看着墙上的挂钟 这都八点多钟了 怪不得小唐要走呢 见玉玉婷依然厚着脸皮 坐那儿不为所动 尤堪山干脆直接开口 哎 玉先生 你这打算什么时候走呢 看着时间的确 他从下午三点多钟待到现在 整整五个小时了 比上次五分钟已经进步了 于是 忍 反正他有的是耐心 也不奢求一一步登天 这次能待五个小时 下次就能待五十个小时 玉玉婷很洒脱地站起身来 拿过西装外套 风度翩翩地穿在身上 声音温润有礼 伯父 伯母 既然时间已经不早了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哎 什么叫你们呢 尤堪山大叫 今天是星期五啊 明天公司不是补上班是吗 小乔 今天晚上你睡家里头 明天早上陪我去鸟舍逛逛 游小乔一愣 爸 我 我啥东西都没带过来呀 我得回公司睡 带什么东西啊 这不你家吗 还是旅馆呢 住这儿还需要你准备东西啊 游堪山补月说道 游小乔一脸的黑线 爸 你说法了吧 真的是旅馆就不需要准备东西了 但是见游堪山一脸不悦 只好明明小嘴说道 那好吧 我 我送送老板 说着 过去拉起玉婷的胳膊就往外走 游堪山死命地咳嗽 游小乔就当没听见 反正家里的地方不大 几步就到了门口 拉开门便立刻闪了出去 这他妈的丫头骗了 真的吗 是女生向外 游堪山气到不行 他起身就想要追过去 哎呀 行了 行了 刘慧丽一把把他拉住 今天是人家小玉 头一回来家里做客 能不能别这么冲动 这回头再跟上次似的 整得极头白脸的 反正我把话料着啊 我是不答应他们俩谈恋爱 要谈也是跟小唐谈 又看善掷地有声 不是 其实小唐这孩子 我也挺稀罕的 而且两家人都知根知底了嘛 但是你也得看小乔的意见对不对 刚才吃饭的时候没看着吗 你家这闺女啊 一直不停地给小玉夹菜 简直就是当成老板 给那伺候着 他不就是咱们家闺女老板吗 游堪山立刻打断他 呃 是 刘慧丽尴尬了 一摆手就说道 哎呀 我的意思是 小乔对小玉特别好 你见过他对小唐这样吗 那有什么用啊 人家小唐踏实 而且性格好 长得也行 那将来肯定是个 会疼老婆的人 这个玉夹亭 不打地 双眼露鞋的 匹性难尽 姑娘要跟了他 只有天天被欺负的份啊 刘慧丽心想 哪有那么严重啊 她觉得玉夹亭 长得一表人才 刚要再开口反驳 又看善变直接打断她 哎 不要再说了啊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啊 就这么定了 外面门一关上 玉夹亭就伸手握住了 尤小乔的手 另外一只手搂着 她的小蛮腰 低下头在她脸上 巴巴亲两下 声音还很大 尤小乔脸红 再被人看到 那就去车里 玉夹亭低头 望着她声音低沉 门外的楼道 设有感应灯 似是亮着 晕黄色的灯光 照在尤小乔的脸上 显得她那张小脸 粉嫩朦胧 又圆又大的 一双眼睛 水亮亮的 看着特别的朦 低下头 伯唇就凑到了 她焦红的脸颊上 亲吻着 然后慢慢地 贴在她的小嘴上 深入浅泉 尤小乔脸红心跳地 任由她吻着 不敢发出声音 毕竟隔壁 还住着好几家住户呢 而且自家搬过来几年 街坊邻居 互相都认识 玉婷意犹未尽地 填吻完毕 两只大手 后面捏着她 柔软的翘臀 贴近自己 跟我回去吧 不行 尤小乔把头往后躲 她靠得太近 说话的时候 两人嘴都快贴到一起了 我现在阳气很重 干活很旺 需要阴阳调和 玉玉婷一本正经地说着 事实上 尤小乔也明显感觉到 她脸红到不幸 伸手捂着她的嘴说道 你小声点 你小声点 这么大声 是想把所有人都吵醒吗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那你跟不跟我回去 玉玉婷顺势问着 直接把整个人抱在怀里 双脚都离了地 尤小乔听到她霸道的语气为难了 从小到大 她几乎都没有反抗过父亲的意见 可能是因为尤看山做了一辈子警察 尽管现在因公受伤 从职位上退下来 可说话的时候 依然还是那股子气势 再加上 她又很崇拜自己的父亲 所以几乎对她言听计从 就连当初考大学的时候 也因为她一句话就立刻改了志愿 玉玉婷见她脸上纠结索性 直接放下她 拉着她就往外走 动作至迅速 等尤小乔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放进车里坐着了 等玉玉婷坐上来之后 尤小乔拉着她的手劝道 老板 今天晚上我就搁家里睡好不好 刚才你不是都答应爸爸了吗 眼儿无心不太好 我爸他会生气的 那你就不怕我生气 玉玉婷说着 眯着眼睛看着她 紧迫意味十足 而尤小乔呢 怯怯地看着她 搭着商量 老板 说实话 我也挺久没有 没有 没有在家睡的了 要不 今天晚上就当 放我一天假呗 行不 她这副可怜兮兮的语气 加上怯怯的表情 玉玉婷突然觉得 自己像个大野狼 要吃小红帽 事实上 她也真的很想要吃了 她低咳一声 玉婷邪恶地压低声音 那怎么办 我现在都这样 说着 一挺凶 尤小乔 随着她的指示 视线往下 便立刻发现了 她指的 这样 是哪样 老板 空既是色 色既是空 尤小乔无奈了 人却已经被她捞着 放在腿上坐着 别说了 她圈着她的腰 丧音 沙哑厉害 你必须得帮我 不然 路上万一出事了 怎么办 尤小乔将滚烫的小脸 埋在她身上 硬着头皮 手指切身上往下 触到了她的金属腰带 一个小时之后 黑色卡焰 闪电般地 开进了 军区大院 将车 停在车库停好 玉婷吸了吸鼻子 将天窗打开 散散里面 星丑的空气 这才神采飞扬地下了车 走进客厅 杨夕还坐在客厅 看到玉婷 她眼神冷淡 说了一句 回来了 转过头去 继续看着电视 玉婷挑着挑眉 走过去 紧挨母亲身边坐下 顺手搂住她肩膀 妈 怎么了 不开心啊 谁又惹你生气了 杨夕没好气地 看了她一眼 还能是谁啊 你呗 我 玉婷一脸无辜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 杨夕看着她 是谁 连小三都不让我叫来着 额 玉婷尴尬了 那天 因为在小乔家受了气 回来的时候 就冲自己母亲发了火 她现在觉得 真的不应该 她 忙舔着脸 笑着转移话题 对了妈 我刚刚啊 去见过小乔的父母了 上次不就见过了吗 杨夕皱眉 对啊 玉婷点头 今天是第二次见吗 这么说 小乔的父母 对你挺满意的 杨夕终于笑了 她觉得短短时间 自家的儿子和小乔父母 见面两次 看来家里 这最后一个光棍 也快要脱单咯 她就知道 自己的儿子 都是好样的 三个儿子婚姻 一个比一个 还要顺利 那可不 今天我吃过晚饭 又坐了一会儿 才回来的 丈母娘特别地喜欢我 玉玉婷不要脸地说道 太好了 杨夕呵呵笑着 最近家里 有些不顺心的事 你如果和小乔 发展得好了 改天 我们就和亲家 坐一起吃顿饭 让你们把亲事 先定下来 嗯 玉婷松开了手 拿过桌上的杯子 倒水 一边喝一边问 妈 家里最近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哎呀 杨夕便将顾向北 和时光谱的事情 说了一遍 最后说 光谱得在医院里住几天 好好调理身子 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都很难过 改天你有空的话 就带小乔过去探望一下 知道吗 好 玉婷点头 心里想的却是 这个顾向北 还好当初没跟萧萧 或者是夏夏结婚 笑不然 彼时 高小乔正靠在床头 拿着一本 笑死人不偿命看 韩真 并排坐在她的身边 也拿着一本书 看得津津有味 只不过 她看的是 四十周运期 全程手册 高小乔看到一个笑话 忍不住自己先笑起来 老公老公 我跟你说个脑筋急转弯 看你能不能答出来 什么 你参加赛跑比赛 追过了第二名 那你是第几名啊 韩真有一些心不在焉 高小乔一边读一边恶作剧 看着韩真 韩真抬眸看了她一眼 淡淡地开口回答 第二名 高小乔瞪大了眼睛 你居然答对了 韩真无奈看着她语气轻嘲 媳妇 你老公可是智力过人 这种白痴问题 你只能去忽悠忽悠小白 虽然某人臭屁又自恋得很 但是高小小也不得不承认 她确实聪明 而且 迄今为止 她好像没有发现 有什么事情她不会做的 就连做饭都上手特别快 自家儿子的智商 多半也是遗传自她吧 尤其是上次举办婚礼的时候 她竟然连唱歌都唱得那么好听 真是让她大感意外 想到这件事情 高小小不尽眼前一亮 上次你好像 歌也唱得挺好听的 韩真听到这话 便将书放回到床头柜 然后转过身来 眯起眼睛望着她 明明表情里带着一丝散漫 却是因为她嘴角微微勾起 表情似笑非笑 倒是有一种很玩味的感觉 高小小被她盯得头皮发麻 每当她拿这副表情看她的时候 她就觉得 她好像能把她所有的想法 都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 韩真抬起手臂 自然而然地 就把她圈在怀里 薄软的双唇 在她额头上亲又亲 边蹭边低声说道 媳妇 你觉得我唱歌好听吗 她和她一样 因为刚洗过澡 身上穿着薄薄的棉制睡衣 还是情侣同款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她的是深蓝色 而她的是粉红色 高小小靠在她肩膀上 嗅着她呼吸之间 散发出来的清新沐浴露的香气 老师点头 好听 想不想再听我给你唱一首 韩真又开口声音低沉好听 挠得她心都跟着酥酥痒痒 高小小本来想着就是提议一下 没有让她现在就唱歌的意思 但是既然她自己都这么说了 她要说不想听 那未免太不解风情了 于是继续点头恩了一声 嗯 想听 可是家里没话筒也没有音响设备 明天我再唱给你听吧 说着韩真将她手里的那本笑话书 抽了出来核掉 时间太晚了 得睡觉了 诶 我还没有看完呢 高小霄 话还没有说完 整个人便被她压倒在床上 随即身上便多了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在她领口不停地蹭啊 寻找目标 因为刚洗过澡 她的睡衣里面并没有穿什么内衣 韩真将脸贴在那事骨醉人的柔软上 呼吸便渐渐急促起来 扯开身下那半折半眼的博背 嘴唇对准 便直接隔着薄薄的布料吻了上去 高小霄就是猛地倒出口凉气 就说嘛 她怎么那么好心 还要唱歌给自己听 原来都是故意的 韩真一只手仍小心地护着她的肚子 说话的声音因为动作有一些寒昏不清 媳妇 你现在怀孕快十六周了吧 高小霄有一些难以集中思想 手抓着她的黑发 想了半天才轻声说道 嗯 好像是快乐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三十九集 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 嗯 韩真那只手掀开睡裙下摆 直接伸入进去 往上柔柔地包袱住她 高小霄被她双重攻击 更难招架 闹子昏昏沉沉地说道 好像有点胖了 胡说 韩真终于将头抬了起来 薄烫的嘴唇贴在她嘴唇上慢慢地磨蹭 一边磨一边说道 我呢 刚才看了那本书 书上说 孕妇在怀孕十六周的时候 胸部会明显地变大 你感觉到没有 反正我感觉到了 韩真说完 好像印证她所言非虚 特意地张开手掌贴合上去 高小霄被她弄得脸红心跳 刚伸手拉住她手腕 又听到男人低沉的声音问 书上说 还有一些变化 你能感觉到吗 高小霄摇头 一方面是她弄得她实在没办法思考 另外一方面也是真的不知道 书上说 怀孕的孕妇十六周的时候 那方面的需求会比较旺盛 不知道是她胡说八道的 还是确实书上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在她这么刻意地 爱抚和挑逗之下 她承认 她自己真的挺喜欢 甚至还有一些享受的感觉 韩真见她不说话 脸颊上却是慢慢地 呈现出了一层淡淡的粉色 蕴贴得鲜薄白嫩肌肤上 漂亮到不行 恶作剧似的 她忍不住又开口 书上还说最好采用错过的姿势 媳妇儿 来 要不要我们现在试一试啊 高小霄轻咬着嘴唇 她感觉到自己的衣服渐渐被她解开 紧接着 她也很快退去的衣服 露出了精壮结实的男性躯体 她的身材奇长结实的肌肉 虽然没有瞧她去健身房锻炼 但仍然是一丝坠肉都没有 看起来挺拔紧实 又性感 进入主题之前 韩真将头靠在高小霄的小腹上 大手轻柔地摸着 轻声续语地说道 宝贝 爸爸要和妈妈交流一些事情 你乖啊 闭上眼睛睡觉 不要听 好不好 高小霄以为某人只是为了达到目的 随便找个借口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睡过午觉后 韩真真的开车载着她和小白 去了市中心的商场 要买话筒和音响设备 刚好是周六 商场里顾客还挺多 高小霄怀孕四个月 却依然还没怎么显怀 一身淡蓝色的丝纸长裙 配米色的针织衫对筋 再扎一个清爽的花苞头 看起来年轻又美好 一点都不像已经怀孕的准妈妈 那这家店的音响设备都挺不错的 顺便再买点胎教的音乐 以后也方便给女儿做个胎教 站在CD架子前 韩真一边挑选一边镇静地说道 她穿着和她同色系的蓝色衬衫 她身姿挺拔 光是站在那儿 就有一种出类拔萃 让人以不开眼 高小霄也帮着挑了几张CD 然后就回到高小白的身边坐下 韩真则是过去继续 向店员了解其他设备 店中心 已有一个围成一圈的休息处 高小白从进门后就被放在这儿 此刻正乖巧地 端着一盒巧克力味的 哈根达斯冰淇淋 小手捏着小勺一下一下地吃着 高小霄看看韩真 见她专心地和店员沟通 低声对小白说 小白 为妈妈吃一口 高小白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果断摇头 你不能吃 妹妹会冷的 这个时候旁边突然传来 陌生女人的声音 小姐你好 这是您的弟弟对吗 他长得好可爱啊 高小霄一愣 抬头看向坐在高小白那边的女人 年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白色的套装裙 披肩直发 五官清秀 眼里却明显透露出一丝精明 笑笑之后高小霄便说道 她是我的儿子 她不知道是 这个女人已经坐着老半天了 一直在和高小白说话 奈何小家伙始终态度高冷 别说回答她的问题 就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是吗 女人惊讶又略感意外 上下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高小霄 便迅速地低下头 拉开包的拉链 掏出一张精致的名片 你好太太 这是我的名片 我觉得您的儿子长得非常可爱 特别适合做同乡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呢 高小霄眉头微醋 还不带她开口 有一道熟悉冷吃的男生传来 想都别想 我儿子怎么可能抛头露面呢 爸爸 高小白 闻声立刻扬起小脑袋 小脸上笑咪咪的 一番刚才淡定和高冷 萌到不行 声音便更是又脆又嫩 带着孩童的天真 这个阿姨说 她会让我成为大明星哦 去给同庄做代言 还要拍广告 拍电视剧呢 会占很多很多的钱哦 那个女人便是一头的黑线 刚才这孩子明明理都没理过她 搞得她都以为这孩子 是不是有自闭症 没想到居然 是把她忽悠的话 全都记下来了 韩真迈着大长腿走过来 单手将儿子抱在怀里 一本正经地说道 小白 这个社会上呢 有种坑蒙拐骗的事情 多了去了 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 要直接打电话 报警 好 高小白点头 小勺子 咬了一口冰淇淋递给爸爸 韩真皱了皱眉 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还是张开口喊下去 高小潇看到他们吃酱 非常的纠结 内心也同样纠结 因为她也好想吃啊 走吧 东西都买好了 回去 他们会送到家里 韩真说着 腾出一只手握着高小潇 拉起她就往外走 从头到尾 除了说那一句话 对那个女人 连正眼都没有瞧过 到了店外 高小白便要从爸爸怀里下来 要自己走 于是一下三口 就这么牵着手 慢吞吞地边走边逛 这一层都是家电音响之类的品牌店 路过一家国产知名品牌店的时候 高小潇打算进去 帮儿子挑选个平板电脑 突然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老板 不用买这个牌子太贵了 不贵 一分钱一分货嘛 给咱爸咱妈的 就应该是最好的东西 是啊 店员热情帮腔 先生您真有眼光 这个液晶电视呢 是我们家的品牌产品 放着洋气 看着高档 而且啊 还不伤眼睛的 特别适合老人家使用 玉玉婷挑着眉头 嗯 那就要这个了 游小桥还想开口 胳膊便被人轻轻一拉 他一回头 立马睁大眼睛 啊 潇潇 韩大哥 你们怎么也改这儿呢 高潇潇笑眼弯弯地看着他们 眼神簇瞎 这是 准备要结婚了 游小桥 游小桥脸立刻就红了 秀大大的说 没有 是老板要给我爸妈他们 买点家用电器 他也不知道他抽的什么疯 就昨天去待了五个小时而已 结果今天下午两个人一碰面 就带他到这儿来 说自己送的礼物太不实际了 他得挑一点实际的 还说经过观察 发现家里那些个全都坏了不好用 于是就买完了洗碗机买洗衣机 买完了洗衣机买空调 买完了空调 现在又要买电视 玉婷尴尬地轻咳了几声 我说 潇潇妹妹 怀孕了 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韩真挑了挑眉 黑毛促暇地看着他 怎么 这么快搞定岳父母了 他怎么就这么不相信呢 玉婷闪了一下眼 忙说道 那是当然 小爷我手到擒来 你们就等着喝我们的洗酒吧 游小乔眨眨眼睛 脸都红到不行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游小乔眨眨眨眼睛 脸已红到不行 是吗 那什么时候打算办洗酒 玉玉婷硬着头皮继续圆晃 快了快了 保证在你女儿出身之前办 呦 那可得快点了 这样 我女儿满月酒的时候 就能收两份红包了 玉玉婷嘴角一阵地抽搐 我去 八大家族这么多人 也没见过你这样见了面 就要红包的呀 你女儿还没出生好不了 我去 潇潇 你现在怀孕几个月了 已经查出来是女儿了吗 游小乔还在一旁 没心没肺地问 高小乔眨眨眼睛说道 刚刚满四个月 现在还看不出性别 但是我们都想要生个女孩 这样啊 游小乔快速地看了一眼 韩真立马嘴甜说道 哎呀 人家说嘛 如果怀的是女孩的话 皮肤会变好 小乔 我觉得这胎 一定是个女孩 高小乔笑了笑 还没开口 韩真就急急地问 说话当真 游小乔拼命点头 当然了 我有个同学 就是生了女儿 她怀孕的时候 皮肤特别地好 还喜欢吃辣呢 韩真这一下 眉眼彻底舒展 一双桃花眼 温柔 弯翘 得意到不行 嗯 我媳妇的皮肤 确实很好 话还没说完呢 她就被高小乔 在后腰上 闹羞地掐了一下 韩真便只好改口 而且 她最近特别喜欢吃辣的 是吧 你们下次什么时候 去运检呢 一般四五月份的时候吧 就可以看出性别了 因为胎儿性别的问题 游小乔就这么和 韩真你一言我一语的 热络攀谈起来 天知道 在不久前的时候 她帮韩真跑腿 调查资料 还有点怕她呢 她觉得 那么大一上市公司的老总 就像个 网游里的大神 天上的神仙般的人物 可远观 而不可泄完烟 没想到现在居然这么平易近人 而且真的很疼老婆 简直就是个好好先生 说话也那么温柔 真是一点距离感都没有 下周二我们去运检了 到那时候查出结果 我会告诉你的 韩真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俨然已经把游小乔 当成朋友在对待 高小乔倒没觉得什么 某人却站在一旁满是不悦 脸上越来越黑 终于在游小乔又说 什么可以通过肚子圆肚子尖 来看出孩子性别的时候 她直接开口打断了二人 喂喂喂 行了行了 你们一家三口啊 哪凉快哪待着去 别打扰我们俩买东西行不行 韩真扬了一边眉毛 好正以暇地望着她 我们也在买东西呢 玉婷才不信呢 她觉得像他们这样的家庭 哪里需要做购买家电 这么接地气的举动啊 哼 给我儿子买个平板电脑呢 说着 韩真突然伸手 从兜里掏出手机 对了小乔 我帮你拉群里吧 什么群啊 有小乔笑咪咪的 监控群 韩真说完 眼尾坏兮兮地 拟了玉玉婷一眼 我靠 玉玉婷便是一笑 忙过来 伸手就想要架住韩真的脖子 阿真 你别闹 韩真动作利索地躲开 哎 大庭广众的别动手动脚啊 有小乔只觉得自己手里的手机 便是一响 随后韩真便淡笑着说道 OK 这下就方便了 下周二查出性别 我便直接在群里宣告 说完 一家三口 潇洒离去 有小乔挥了挥手 刚从包里掏出自己手机 就被玉玉婷给抢走 老板 干嘛 玉玉婷不说话 但发现有小乔的微信界面提示 是韩真邀请你加入八面埋伏讨论群之后 她的脸上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 算了 她将手机递还给她 这个群里面都是和我处得比较好的朋友 大多数你也都见过了 有小乔看着她 心里像是突然被注入了一道暖流 激动 感动 兴奋 说话都有一些颤抖 那我 那我应该 怎么表现呢 进群后 要发红包吗 可能是以为她没听懂 有小乔赶紧解释 现在进入新的微信群 都要发红包的 新人发三遍一百块的红包 这是行规 说完 她立马愁眉苦怜起来 可这三百块钱 可心痛啊 玉婷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不用 发什么红包呀 再说了 群里面那些人 又不在意什么红包 更何况是三百块的红包 真的吗 不用发红包 有小乔激动的 一把抱住了她的胳膊 小脑袋靠上去蹭啊蹭的 太好了 我又省了三百块钱 可以吃的好吃的了 真没出息 听到手机不断又响起 游小乔立刻松开她低头 看到群里好几个人都在刷屏 燕南生说道 有新人报三围报果照啊 风尘案说道 不对 这个群哪来的新人呢 不都是认识的才会拉进来吗 燕南生又说 小乔流水 是个妹子 到底谁啊 陆自衡说道 小三的朋友 燕南生说道 我去 真的是小乔妹妹吗 风尘案说道 小乔妹妹 快出来支一声啊 燕南生说道 小乔妹妹 快出来支一声 其成号说道 小乔妹妹快出来支一声啊 后来在玉亭傻眼中 有小乔真的发了一个支出去 燕南生说道 小乔妹妹还是那么逗啊 风尘案说道 小乔妹妹 什么时候再出来和哥哥一起喝酒呀 上官燕说道 对你们说的 我都想见见传说中的小乔妹妹了 我 也没见过你这么实心眼的呀 让你知你就知啊 你咋不上天啊 车里 高小乔已经看到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了 乐到不行 她发现 小乔和韩敏夏 真不愧是好朋友 两个人不但年纪 相仿性格也挺像 天真可爱 活泼又开朗 难怪郁家那对双胞胎 能够分别喜欢上他们这一对呢 想到了韩敏夏 高小乔就意识到了 自己有一周都没有去郁家探望了 加上这几天 时光谱和顾向北游 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好端端的外虫孙子 就这么突然没了 想必 月老太太这会儿 心里头肯定特别的在意吧 七百四十一集 韩真对她的想法表示赞同 行 那明天我去探望一下吧 刚好明天是星期天 嗯 高小乔同意 她忙征求儿子的意见 小白 明天跟我们去看太姥姥 好不好啊 她觉得玉老太太这么喜欢小白 带儿子去 也是排解一下老人的心结 高小白就点了点脑袋 一副兴趣缺缺的语气 行吧 高小乔回头看了她一眼 怎么了 明天你有事吗 没有 高小白凝着小眉头 本来是可以有的 奈何某个叔叔不答应啊 我也只能跟你们去看太姥姥了 韩家人也相继都知道了时光谱流产的事情 吃过晚饭之后 客厅里面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韩老太太叹了口气就说道 唉 其实啊 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不看好这桩婚姻 你想啊 那个顾向北 当初跟我们家夏夏 断得那么干净 转眼没几天 就跟光谱好上了 这事能靠谱吗 这时间间隔的也太短了吧 哪有这样闪婚的呀 你们说对不 众人点头负义 对啊对啊 婚姻的事还是要慎重 那可不 你看阿珍和萧萧 结婚三年多了 这才慢慢地培养出感情来 韩老太太开始举例 就连夏夏和成衍 那也是有着从小到大 快二十年的交情 这才能顺利在一起的 对不 对对对 钟于红点了点头 韩老太太爱声叹气地 一边搂着怀里的虫孙子 一边说道 哎呀 这所谓百年修德同传度 千年修德共振年哪 我觉得 这找媳妇的事情啊 还是得从小就抓起 高小白便立刻接了回去 小奶音又萌又脆 却是把众人给吓得够呛 尤其是韩老太太 猛地一个白眼翻给了韩真 教孩子什么东西不好 这都说的什么话呀 韩真挑了下眉 就当没看见老太太的白眼 她赞赏地 插起了一块哈密瓜 递到了儿子的嘴边 小白说得对 媳妇嘛 就得从娃娃抓起 高小白笑咪咪地 一口咬下哈密瓜 吃得嘎嘣脆 高小小刹则是 无奈到不行 对自家的闺女护得那么厉害 她都没生出来呢 就杜绝了好几个所谓娃娃亲的请求 可对于别人家的 那还真的是吓得去狠手啊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 吃完早饭之后 一家三口稍事准备 就开车来到了军区大院 除了玉存玉上班 玉存衍带着韩敏夏去做运检 家里其他人都在 玉老太太抱着许久未见的外宠孙子 不停地往她手里塞着零食 昨天我还跟景川说了 说你们今天要过来 结果她说要带知秋去医院 做什么副检 所以可能就过不来了 下次你们直接去她那儿吧 好 高晓晓笑了笑 见老太太心情还可以 便问了一句 奶奶 表姐她现在怎么样了 提到了时光谱 玉老太太不免叹了口气 唉 这还能怎么样呢 先好好养着呗 五个月大的孩子突然就没了 心里肯定不好受 聊了没多久 客厅电话便响起来 杨夕接起 应了几声便说道 妈 齐家的人现在在大院门口 说是要来道歉的 高晓晓一愣 没想到今天 过来居然碰到这种事 玉老太太点点头 让他们进来吧 好 小白 去楼上找你大舅妈玩好不好 玉老太太将高晓白放了下去 小家伙点点头 听话地上楼 去找常欢言了 很快 玄关处便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五嫂带着齐家人已经进来了 为首的是齐梁树 现在齐家的家主 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 表情严肃 和她并排走着的是儿子齐成浩 齐木瑶则是跟在最后边 齐又只没有过来 齐木瑶今天穿得比较简单 一件白色的衬衫加牛仔裤和平日里相比 这样的她多少显得有一些不修边幅 除了衣服比较低调之外 她也没有化妆 往日灵动俏丽的大眼睛有着淡淡的青色 看起来有些憔悴 坐吧 玉老太太不冷不热地直指沙发 齐梁树 没想到家里面还有客人 而且还是韩真和高小霄 虽然家丑不可外扬吧 但毕竟他们只是客人 今天又是过来登门道歉的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对众人点下头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 就在沙发上坐下 齐成浩也过去坐下 唯有齐木瑶仍然站在那 抿了抿唇 开口一脸诚恳地说道 玉奶奶 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 都是因为我考虑不周 犹如寡断 才导致被有心人利用的 造成了光谱的误会 光谱的孩子没有了 我觉得很愧疚 也很不安 虽然我不是有心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 我都有很大的责任 以后 我一定会努力管住自己的言行 不做出类似这样的事情 请玉奶奶 您原谅 玉老太太冷着脸 还没开口 齐梁树已经渴了一声 玉阿姨 今天是我带着我这个不孝女儿 专程过来道歉的 这些年 我为了齐家的里里外外 上下操劳 却忽略了对子女们的教育 这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把她教育好 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不但让光谱产生误会 失去孩子 还让玉阿姨您 总之 对不起 都是我们的错 说完 她起身 对着玉老太太 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身西装的长子齐成浩 也起身 对着玉老太太 深深鞠躬 玉奶奶 对不起 客厅里面 瞬间就安静下来 玉老太太深吸口气 这才开口 你们的道歉 我可以接受 但是 她看了一眼齐木瑶 木瑶 你说是别人利用了 这句话 我可不太赞成 男女之间的事情 一个巴掌拍不响 顾向北虽然有错 但你作为光谱的好朋友 作为八大家族的子女 难道不应该 更加地洁身自爱吗 主动远离一些 有争议的人和事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嫌疑 这些最基本的 瓜田里下的道理 总该懂吧 齐木瑶看着玉老太太 脸上红白交替 双眼微微触动 玉老太太这话 是说她不自爱吗 想了想 齐木瑶认不住开口 玉奶奶 你真的误会了 住嘴 齐梁树突然怒吓一声 从沙发上站起来 看着齐木瑶说道 木瑶 你玉奶奶说的话 都听进去了没有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七百四十二集 齐木瑶的脸上就是一愣 她只好咬着牙 硬了一声 玉奶奶 您教训得对 我以后会更加小心的 对不起 回头 我也会跟光谱谈清楚的 玉阿姨 是我没有把女儿交好 齐梁树声音沉重 光谱是她的同学 更是她的好朋友 这天地下的男人那么多 明知道顾向北 是光谱的丈夫 他为什么不避嫌 还要一起合作 出差 逛街 齐梁树越说越气愤 脸部的线条 崩得特别严厉 木瑶 从小到大 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基本的礼仪廉耻 你到底懂不懂啊 齐木瑶 色缩了一下 脸上委屈 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到了 低着头声音 都有一些哽咽起来 对不起 玉奶奶 爸爸 都是我的错 是我糊涂 我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对不起光谱 可对不起你们 我错了 齐梁树没有再说话 其他人也没再开口 客厅里面 一时安静地 只能听到 齐木瑶的哭声 过了一会儿 玉老太太 按了一按 太阳穴 她终于开口 行了行了 事情都说清楚就好了 你们回去吧 重要的不是跟我道歉 而是跟光谱道歉 但是她现在情绪不好 你们去了 容易影响到她的恢复 说完 她有一些烦躁地挥了挥手 听到齐木瑶的哭声 她只觉得自己头疼到不行 而且把今天家里原本轻松的氛围 都给破坏了 还好之前 已经让小白上了楼 齐梁树看到 玉老太太脸上的不耐烦 忙开口说道 打扰玉阿姨了 打扰各位了 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说完 看着还在那低头哭泣的齐木瑶 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又窜了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走了 丢人现眼 等齐家人终于都走了之后 客厅里面的气氛 也稍稍地缓和了一些 楼上的卧室 常欢颜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看着电视 身旁 高小白穿着一身奶白色的小卫衣 萌萌地并排和她坐在一起 电视机上播放的是 喜羊羊和灰太狼 虽然高小白觉得 这动画片是拉低了自己的智商 但是她还是不吵不闹地乖乖看着 直到房门被敲下 高小潇走了进来 我下客人都走了吗 常欢颜伸手指指下面问道 嗯 高小潇点头 抬脚进去的同时也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常欢颜 五月的天气中午已经有些热 常欢颜坐在沙发上 怀里抱着一个粉红珠珠的靠枕 身上穿着一条春意盎然的碎花长裙 因为坐着完全看不到小腹微凸 四肢也依然很鲜瘦 皮肤又白又干净 鹅蛋脸稍稍有一些圆润 脸颊上透着健康红润 气色看起来极好 高小潇挑了挑眉便说 欢颜 大哥最近是不是不怎么忙啊 常欢颜就是一愣 你怎么知道的 高小潇了然笑了笑 因为我看你 气色不以前好啊 常欢颜的脸色瞬间就红了 声音又低又埋怨 小潇 你跟韩真在一起久了都学坏了 高小潇顿时更加无辜了 我说什么了 怎么就学坏了 碍于旁边的小包子在 就算是他平日里语言再大胆 接下来的话他也不好意思说 高小潇却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看着常欢颜 哑口无言 又满脸通红的迥样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作弄别人 是这么好玩的一件事情 怪不得韩真以前 总是这么喜欢作弄他 午饭之后 一家三口回到了瑞园 先前在商场订的那套 整套音响已经送了回来 让人将东西搬到了楼上的卧室 关上门 韩真便撸起袖子 亲自动手在那忙活起来 将音响都装置完毕之后 他先是将买来的 胎教方面的唱片放进去 听了一会儿 胎教音乐 舒缓 平淡 高小潇听了 浑浑欲睡 他忍不住开口问 不是说要给我唱歌的吗 韩真脸上就透出了一丝尴尬 他微微挑眉看着他 真想听啊 虽然他自认为唱歌很好 但是真的很久没有正儿八经地唱过一首歌了 除了前阵子在婚礼上迫于无奈 才唱了那么一首接地气的 当然了 快唱 听完了 我就睡午觉了 高小潇听着 忍不住 又伸手打了个哈欠 行吧 韩真 韩真点下头 答应了 韩真选购的这一套音响设备堪称KTV水准 里面还自带N多曲目 一眼看去颇为专业 考虑到高小潇怀孕 她将音调调到最理想的高度 选了首歌 拿起话筒开始唱 高小潇真的没想到她竟然唱了一首《当你老了》 先前在春晚舞台上 高小潇曾经听莫文卫唱过这首歌 当时她觉得感动不已 这一次还是她第一次听到男生唱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睡意 很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路火旁大顿 回忆青春 韩真 嗓音属于那种低沉雌性的 几乎一开口 就立刻将这首歌 带入到一种深沉柔美的境界 不同于女生的空灵和婉转 她将这首歌演绎出了 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风格 她拿着话筒 看着大屏幕一字一字的唱着很认真 很是专注 完全没有平日里情跳的感觉 但也不像是工作时的严肃 天温和谐 终于听到最后 高小潇鼻子酸到不行 眼圈也发红发刺 感觉眼泪都要掉下来 不知道是因为想起了鼻子的经历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总之光听着这首歌的歌词就特别感动 更何况是听到 他在那深情宽宽地唱着 他甚至眼前都出现了一幅场景 他和他都已经六七十岁 头发花白牙齿掉光 脸上全都是褶子 那时候两个人还会这样一起坐在沙发上 回忆青春吗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 幻肠的时针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全心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忠能 当你老了 眼眉的吹 灯火 奔红 不定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七百四十三集 韩真唱完最后一句歌词之后 将话筒放下一转头 却看到了高笑笑 居然眼含热泪 怎么了这是 反正屋里也没有外人 韩真便伸手将高小笑抱在腿上坐着 摸着她的脸 媳妇 怎么哭了 高小笑才不会说出自己心里的那点多愁善感呢 看着她的眼睛便说道 歌词写得太感人了 韩真忍不住笑了 难道不是我唱的感人 高小笑点头 唱的也感人 特别好听 韩真扬了扬眉 有些得意 高小笑觉得她一定是魔障了 不然为什么听她唱歌 为什么会觉得那么感人呢 韩真抬起了右边的胳膊 圈住了她的腰 高小笑闭上眼睛 午后的阳光从落地窗外照了进来 印在两人身上 只觉得心里暖到不行 眼底唇角都有止不住的温柔情意 一整个下午 就这样 小夫妻两个人在温馨中结束 周二的这一天 韩真带着高小笑到医院进行孕检 上一次检查的时候 医生就已经说过 这一次基本是可以测出胎儿的性别了 虽然准确率只有60% 但是韩真已然迫不及待 而因为常欢颜怀的好像是一对双胞胎儿子 韩敏夏也在前不久检测出怀的是儿子 韩真的心里除了急切又带着些紧张 为此还特意提前准备好了N个女孩的名字 仿佛要用意念去坚定这一胎肯定是个女儿 至于女儿的名字都取得比较类似 什么韩墨雨呀 韩墨雪呀 韩墨铜啊 韩墨烟呀 等等等等 本来韩墨白这个名字就是小白自己取的 韩墨说什么兄妹两个人最好名字里面有一个字相同 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两兄妹 高小霄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但既然她高兴就让她取得了 升高小白的时候她就没有参与到 总不能现在第二次了也要剥夺她作为孩子爸爸取名的特权吧 检查室里 韩先生 现在韩夫人的孕期已经过了十六周了 孩子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基本成型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医生拿着笔指着屏幕上的一块阴影处点了点 这里就是孩子的生殖器 可以看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 韩夫人肚子里怀的是一个小公主 恭喜二位 高小霄张着小嘴惊讶地看着屏幕 有一点不敢相信 真的吗医生 我 我肚子里 真的怀的是个女孩吗 韩真激动到不行 她兴奋地连声开始道谢 谢谢小医生 谢谢谢谢 太好了 我就想要个女儿 太谢谢你了 谢谢 医生笑呵呵地看着她 虽然说现在提倡男女平等 但她还第一次看到生女儿 兴高采烈成这样的 取了毕钞照片之后 到了外边走廊上 韩真便直接拉着高小霄坐在了座椅上 她从文件袋里抽出那张毕钞照片 让她伸手拿在手里 两个人一手捏着一边 用手机对准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她迅速地发到了八面埋伏微信群里 燕男生说道 哟 什么东西啊这是 上官燕说道 这是嫂子的毕钞照片吧 风尘安说道 哎呦 不愧是要当奶爸的人了呀 就是有经验 陆自衡呵呵笑了一下 嘿嘿嘿 燕男生说道 哎呀三哥 你呵呵什么呵呵 再呵呵你也没孩子呀 高小霄忍不住笑了 这个燕男生啊 他将头靠在韩真的肩上 看着他准备打字 结果屏幕上却突然出现了一行灰色的小字 陆自衡已退出本群 玉玉婷便说道 嗨呦 某人怎么退群了呀 风尘安说道 喂 阿生你死定了 不知道三哥他最在乎孩子问题吗 上官燕说道 真是哪壶不堪你提哪壶啊 燕男生说道 哎我去 我不过就是开个玩笑至于吗 以前是谁说退群幼稚来着 燕羽说道 谁欺负我老公了 韩真叹了口气 似乎很无奈 真是一群二货呀 然后他就点了邀请 再次把陆自衡拉回到群里 高小霄一脸黑线地看着 这一帮大男人之前不认识的时候 他只觉得个个都是地势的 钻石级别男神人物 神秘高贵又不可捉摸 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怎么觉得这些人那么接地气呢 有的时候还特别幼稚 陆自衡进群之后 韩真立刻发了一条消息 今天是确定我女儿性别的日子啊 你们一个个的别给我闹不愉快啊 燕男生才不管的 他立马说道 陆自衡又笑了 燕男生接着说 靠 还是那么讨厌 除了呵呵就不能说点别的 韩真懒得理他们 便直接点了退出 把手机放回到包里 然后他抬起胳膊 从后面圈住高小小的腰 另外一只手隔着衣服直接贴上了小腹 他低下头 侧着脸靠在上面 好像在听什么 五月的阳光从窗外温暖地照射进来 隐衬着他的脸 棱角分明 安静美好 韩真的睫毛比一般男人来得浓密 这么侧面一看 又黑又翘 配着尾端向上的桃花眼 真的是眉眼如画 高小小的心里甜甜的 刚抬起手来 想要摸摸他的脸 就听到韩真开口说道 我听说生儿生女 都取决于老公这边 高小小尧尴尬了 他愣神功夫 他已经抬起头来 漂亮漆黑的双眸含笑 只用两个人可以听见的音量低声说道 所以每次跟你 我都是在心里默念着女儿 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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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话 高小小便直接伸手给他捂住了 果真是斯文不过三秒 就知道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这话听着就像一个变态猥琐大叔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韩真被捂住嘴唇 却是笑得得意 他呼吸灼热 气息全部喷洒在他手心上 又麻又痒 轰得高小小脸都红了 不好意思再去看他那揶揄的表情 刚想把手缩回来 又被韩真给抓住 他低下头 湿热的薄唇 便贴到他柔软的掌心上 我说的都是真的 要不然你以为你怎么能那么顺利怀上女儿呢 哦 高小小明白了 感情能怀上女儿还都是人家的功劳了 他撇撇嘴就说 你的意思是 换成别的女人 你也能有女儿是不是啊 高小小本来是句开玩笑的话 可想那幅画面 看到他那愣住的表情样子 他心里又突然不舒服起来 特别的堵得慌 你胡说什么呢 韩真立刻紧紧地搂着他的腰 两个人并排坐在那 因为私人医院隐秘性非常好 顾客也不多 走廊上倒也没什么人 他骨节分明地长指 挑起他下巴 见他闷闷不乐 干脆食指戳出他粉嫩的脸 看着你 脸都气成包子样了 你老公开个玩笑不行啊 嗯 现在我女儿在我肚子里 我是她的妈妈 你说 到底是谁的功劳大 你 当然是你功劳最大 媳妇功劳最大嘛 韩真一点身段都没有 哄着他 见他嘟着嘴 好像还不解气 干脆低下头凑过去 在他柔软的唇瓣上 不停地磨青 高小潇吓得忙推开他 大听广众之下 这下他怎么也矫情不起来了 扫着脸迅速说道 我肚子饿了 赶紧回家吃饭吧 回到家之后 知道高小潇 这一台真的是女儿 三位老人都非常开心 尤其是韩老太太 最终念念有声 呀 这上次带潇潇去庙里的时候 我就让菩萨保佑 生个重孙女呢 看来给菩萨素了金身 果真很灵啊 感谢菩萨 感谢菩萨 韩真心中冷吃 感谢菩萨 让得媳妇怀孕的可是她呀 韩老太太越说越开心 一拍手就说道 哎呀 这马上天也热了 这样吧 趁着现在气温还行 过几天 我再带潇潇去还个院 这次呀 下下也叫上 好 高小小小不顾韩真面色不悦 一口就答应 接下来几天 高小小除了每天吃好的喝好的 就还一直留心着电视报纸的新闻呢 没想到却始终没有发现 顾向北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私下讨论的时候 常欢言下了定论 看来这个婚内出国的哑巴亏 顾向北是打算吞下去了 什么叫吃哑巴亏啊 宋销手提出不同意见 我告诉你 这种事情啊 我见多了 总之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 只不过顾向北呢 现在被报是私生子 估计顾家 现在都已经是人养马翻了 再加上石家要让他离婚 齐家还终止了生意上的合作 他现在自然就分身乏术了 哪儿还有精力去开什么新闻发布会啊 再说了 就算他真的开发布会澄清自己 你觉得他能斗得过齐家 斗得过巴大家族吗 保持揭末 什么都不说 让这件事情慢慢过去 才是最好的办法 小兽这话说的有道理 说不定过几天就爆出一个什么 娱乐圈的八卦新闻 这破事就会过去了 长欢言 一语成谶 第二天 一个已婚男艺人 背着怀孕老婆出轨 当红小花女艺人的消息 迅速地爬上了各大报刊杂志的热门头条 微博论坛一时人人议论纷纷 颇有当年轰轰烈烈的 燕照门的趋势 于是很快地 关于顾向北和齐家的那场纠纷 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5月20号这一天 顾向北坐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的包厢里 对面坐的正是石正林寝来的私人律师 两个人中间桌子上放着一份离婚协议书 豪门家族的离婚这件事情的处理一定甚重 更何况自家的女儿还因为这个男人深受了重创 于是这份离婚协议书可谓是苛刻 里面每条条款都对时光谱有利 对顾向北堪称是剥削 比如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 离婚之后 顾向北将从石家净身出户 结婚期间所有的财产归时光谱所有 另外一次性地赔偿时光谱五千万的离婚赡养费 私人律师起初还有些忐忑 以为顾向北会针对此条款提出异议 谁知道他只看了一眼 便直接拿过笔来签上自己的名字 正按喜却听到顾向北说道 你先走吧 这份协议书我会亲自带去给他 这不太好吧 私人律师有些为难 有什么不好的 字我已经签了 还是你想让我把它撕掉 顾向北看着他做事要撕 别 顾总 咱有话好好说嘛 律师立马激出了一额头的汗 十分钟后 律师幸幸然离去 顾向北坐在那 慢条丝里地将面前那杯苦涩的黑咖啡喝完 这才起身离开 三十分钟以后 黑色轿车停在了十家别墅的外边 距离上一次来这里 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了 半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足以让这些伤口愈合 让有一些事情被淡忘 顾向北没开车进去 而是推门下车 自己拿出钥匙开门走进去 进了别墅 客厅只有庸人 看到他的时候一脸惊讶 姑爷 您 您怎么来了 光谱在家吗 顾向北问 哦 在 小姐在楼上休息呢 庸人眨眨眼睛 呃 太太在屋里休息 要不我 虽然作为下人 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幸福的小两口 突然要闹离婚 小姐还流了船 但是石正林和玉西元都吩咐过 没有他们的允许 不可以让任何人来家里探望小姐 原因很简单 一周之前 齐家人来拜访的时候 时光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激动 突然拿出一把剪刀 把齐木摇下的花容失色 差点酿成惨案 虽然最后没有伤到人 但是从那天起 每天都有心理咨询师 来家里陪小姐聊上一个小时 所以他不得不谨慎 顾向北看了他一眼 眯了下眼说道 不用 我上去看一眼 说几句话就下来 说完 他不顾庸人的阻拦 便抬脚 朝楼上奏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45集 到了二楼 站在熟悉的卧室门口 顾向北没有迟疑 便立刻伸手推开了门 房间里面光显昏暗 落地窗上 遮着一层厚重的床帘 没有开灯 依稀看到大床上起伏的身影 房间里飘散着一股薰衣草的味道 他按下了按钮 打开了一盏白纸灯 他抬脚走过去 在他过去站在床边时 原本眼睛闭着的时光谱 突然睁开看向他 他脸色很是苍白 原先因怀孕而减去的短发 也已经尝到了皮肩的位置 因为表情有一些呆滞 整个人显得特别憔悴 没有什么精神 顾向北看看他 表情却没有什么变化 声音也是很淡 身体都好些了没有 时光谱眼角猛跳 他抓着被子猛地从床上挫起来 声音尖锐 你来做什么 我不想看到你 和他的激动相比 顾向北淡定地近乎冷血 我来看看你 顺便 把这个东西给你 说着 他将手里的文件带放在了床头 时光谱看了文件 双目死死地顶着他说道 秦穆瑶说 他跟你什么都没发生 那一张照片 也是无意中被人拍的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也好 假的也罢 有关系吗 反正你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不是吗 顾向北双手缓缓地插进了裤带 白色的衬衣搭配深灰色的细裤 光洁净亮的黑色皮鞋 整个人挺拔高贵又风度翩翩 顾向北 时光谱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我的孩子没了 他已经五个月了 我生生地被你杀死了 你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还能这么冷戏 要不是因为你和齐沐瑶 我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死掉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顾向北扯了这唇 冷血地近乎残酷 我是个私生子 我还外遇出轨 孩子没有了 刚好 也要离婚了 以后你也不至于 再被孩子所拖来 对了 顾向北看了一眼 床头柜上的文件带 这个是你父亲让人起草的离婚协议书 自我已经签好了 回头你签下就可以了 时光谱的脸瞪时 垫得刷白一片 随即 他神情渐渐地变得有些猙獰 胸口不停地起伏 终于忍不住 拿起身后的枕头 砸在了他的身上 顾向北动都没动站在那 任由他的枕头狠狠砸在身上 紧接着 时光谱又开始拿别的东西 一样一样地砸在他身上 失声尖锐 滚 你给我滚 身后房门一响 玉璽远迅速地退门进来 光谱 到面前 他扬起手了一巴掌 打在顾向北的脸上 然后使劲地把他往外推 谁让你上来的 你跟光谱马上就离婚了 这里不是你的家 给我滚 滚 顾向北黑眸深沉 他一瞬不瞬地看着病床上 情绪接近崩溃的女人 没有再说话 就这样被玉璽远推出来了 房门啪的一声关上 他还听到女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 顾向北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走出别墅 时间已经到了正午 五月底的天气已经很热了 顾向北在路边站了一会儿 后背出了一层薄薄的汗 太阳火辣 他抬头看了看 忽然觉得眼前阵阵悬晕架晃神 最终他过去拉开车门 迅速扬长而去 卧室里顾向北离开之后 时光谱就呆呆地坐在床上 双眼发直 浑身紧呼冰冷 连玉璽远喊了他好几声 他都没听到 他不敢相信 刚才发生过的事情都是真的 顾向北来了 但是他只是来送离婚协议书 对于他和齐木瑶的事 这一次他不但不否认 反而说那么无所谓 这么一个冷血又无情的男人 真的是他吗 他以前明明不是这样 光谱 答应嘛 别难过了 玉璽远坐在床头 心疼地拍着女儿的肩膀 顾向北这个男人 不值得你这样 他根本就不爱你呀 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时光谱看着母亲 眼神几近呆滞 向北不爱我 光谱 玉璽远索性也不瞒着了 反正两个人都要离婚了 于是他叹了口气便说 其实 在两个月前的时候 向北就已经和外面的女人纠缠不清了 还被人拍到了开房的照片 寄到了家里 你当时才刚刚怀孕 没过三个月的危险期 妈怕你知道真相后接受不了 所以就和你爸爸私下找了他谈 结果 他当时说得特别好听 什么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你 那些照片 都是被人捕风捉影所拍到 不能代表什么 他也什么事情都没做过 可是现在呢 在时光谱震惊的表情当中 玉璽远继续说道 说个不好听的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顾向北如果自身真的行得正做得直 又怎么可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人抓到了把柄呢 如果是一次 两次 还可以说是偶然 可加上齐木瑶 这都分不清是第几次了 总不能每次都是他不小心吧 都是他被冤枉的吧 这说出去 谁信 尤其是那个齐木瑶还是你的好朋友 也是八大家族里面的女人 大家都彼此认识 抬头不见低头见 他明知道这样 还尚赶着去勾搭 分明就是狗改不了知识 他根本就管不住自己的身体 时光谱的表情 从最初的震惊到慢慢了然 再到最后的绝望 他欺然地笑了一声恍然大悟 是啊 顾向北根本就不爱他 从头到尾在他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他的位置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努力付出 可是他呢 结婚后 他和他同床一梦 在外面和不同的女人勾三打四 甚至可以在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 把他甩开 亲手杀了他们的孩子 就连现在要离婚了 他也是最先放手最洒脱的那一个 光谱 听妈的话 把她忘了吧 玉璽园又开口劝道 妈早就说过了 一段婚姻 只有你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你跟她根本就不合适 这一段婚姻给你带来的 也只有痛苦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看开一点走出来 妈相信 只要你好好调长 养好身子 以后一定会有更适合你的男人出现的 更适合我的男人 时光谱摇了摇头 突然觉得迷茫起来 他自从进入大学到毕业 再到几年后和顾向北重逢 这么多年来 他心中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个男人 他也一直坚定地以为他爱顾向北 所以他必须要和顾向北在一起 他们是彼此最合适的 可是现在呢 时光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像是苦笑又像是嘲笑 笑声越笑越大 越来越尖锐 玉璽园听得背脊一阵发凉 忙担忧拉住女儿 光谱 光谱你没事吧 时光谱终于停住了笑声 他痴痴地看着玉璽园 然后突然又失声痛哭起来 看着女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玉璽园的心里也很不好受 但是作为母亲 她能做的只有陪着她安慰她 有一些心坎 必须得自己想清楚 大彻大悟才能真正迈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时光谱哭累了 倒在床上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本期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玉璽园伸手将被子 噎了噎又叹口气 这才起身离开卧室 到了楼下 她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来了庸人 严厉地逼问 吴阿姨 刚才顾向北是怎么进来的 太太 顾也是自己开门进来的 我没能拦住 所以就立刻跟您说了 吴阿姨则是一脸地害怕说道 玉璽园皱着眉头 好 你尽快去找个锁架 把家里的锁和钥匙全都换一下 好的太太 还有 玉璽园再次警告 下次 不管是谁要来找光谱 都不准她进来 你听到没有 再放人进来的话 你就不用在这里坐了 听到了太太 我知道了 吴阿姨低着头 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行了 你忙去吧 玉璽园摆摆手 等庸人离开之后 伸手揉着额脚 头疼不已 黑洞侦探社 游小乔坐在办公区 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对着电脑不停地忙活 虽说是办公区域 但是屋内只有两排长桌 上面摆了几台笔记本电脑 因为许久都没有人用 空空荡荡地 显得有些萧条 外面客厅的门突然打开 玉璽一身休闲打扮 从外边遛猫回来 等猫跑进屋后 她将门一关 冲到客厅喊 喂 小乔 老板 我给这儿呢 游小乔忙挥挥手 透过玻璃窗 玉璽看到了一只 不停挥舞的小手 勾勾唇 便抬脚走过去 忙什么呢 我在交物业费 顺便把网费 水电费傻的 都给交一下 游小乔点点鼠标 搞定 她起身 打算和猫玩一会儿 谁知半路 腰上被玉璽伸手 一只手给圈住 紧接着整个人就被她抱着 放在了办公桌上 外边艳阳高照 阳光透过整面落地窗 洒进来 使得办公室里有些闷热 游小乔身上只穿了一件 深蓝色的短袖圆领T恤 头发扎成了松松垮垮的花苞头 露出了娇巧标致的脸蛋 和细白的脖颈 一眼看去青涩 却又可口到不行 玉婷大手将她两条腿分开 站过去 低声说 都十二点多钟了 我肚子饿了 话音刚落 她就搂着她的腰 把她压在自己身上 游小乔小脸微红芒说 我现在已经忙完了 老板想吃啥呀 我去厨房给你做 想吃 玉婷凑近她的脸 满足地醋下挑逗 你 游小乔还没有反应过来 小嘴已经被封住 她的嘴唇柔软香甜 像极了放在冰箱冷藏过的果冻 玉婷吻着吻着 就不愿松开了 低着头 在她口中狠狠地缩了一番 将这一道放松 盖维贴着她唇瓣不停地磨蹭 不知不觉 游小乔都没有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她推得往后 在办公桌上紧紧地压在她上面 烫人的手掌 贴着她T恤的下摆 滑了进去 顺着那滑嫩的肌肤不停往上 摸得她浑身不停地发颤 发麻 不要老板 这里是办公室 游小乔忍不住发出抗议 虽然说两个人谈恋爱后 这种事情做得很频繁 但是她还是习惯在卧室 或者在床上 最多沙发上 上次在车里 就让她很不能接受了 腰酸背痛了好几天 反正又没有外人 怕什么 郁郁婷则是哑声说道 说话的时候 滚烫的气息 在她耳边不停地盘旋 游小乔脸已经烫到不行 她本来在这里做正事的 现在却被她老板压着做这种事 正想着呢 就感觉她的手 从T恤中抽了出来 改为往下 老板 不要 游小乔抓着她的手腕 本来要抗议 奈何因为浑身无力 她发出的声音 也特别地娇柔水媚 再加上那句老板 让郁郁婷听得浑身一热 感觉自己都快酥了 低头 看着她小脸上的红韵 一双平日里 亮晶晶的大眼睛 此刻水蒙蒙的 像是被人欺负的小狗 可怜兮兮 都翘着小嘴也微微起着 这种模样 真是娇媚勾人 知不知道 你每次一喊我老板的时候 我就觉得像是在前女下属 玉婷便低声轻笑 同时她的嘴里还不停说道 所以我们现在 就在这体验一下吧 这样 才刺激 游小乔可真是服了她了 我本来就是你女朋友 还需要钱吗 再也说了 真的要钱 也不需要在办公桌上吧 别走神 玉婷的声音不悦地响起 同时 游小乔也觉得自己的屁股 被捏了一下 低头这才发现 裤子已被脱掉 剑在弦上 已不得不发 她只好闭着眼睛 听着玉婷解皮带的声音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突然在 后面的桌子上响起 老板 我手机响了 游小乔立刻睁开眼睛 跳下桌子 上身衣就完好 下身却齿齿 穿着一个白色的小奶奶 就这么跑过去 把手机拿过来 玉婷也不阻止 满条丝里地 将自己的皮带松开 反正等她接完电话 再继续也是一样 可是谁知道 小乔啊 你现在是不是 跟那个凑小子 给一块呢 是吧 电话里传来了 游看山 中气十足的 愤怒声音 爸 又咋的了 游小乔弱弱地问 说 说你俩 现在是不是 搁一块呢 游看山再次问道 游小乔看了一眼 那卖弄风情的玉婷 硬着头皮撒谎 我现在在公司上班呢 老板在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不该一起 听完这番话 玉婷脸立刻黑下来 不在一起 她撇了撇唇 也不管她手里是否还拿着手机 迈着长腿过来 把她露在了怀里 游小乔刚要推开她 就听到游看山又在电话里说 那你把电话给她 我跟她俩闹闹 游小乔眨眨眼睛 因为玉婷的手太不安分 一直在她身上不停地骚扰 她脸红到不行 说话都有一些哆嗦 爸 你要找老板 跟啥呀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四十七集 你管我 我赶紧的 把电话给她 游看山愤怒地说道 好 那你等会儿啊 我现在过去 游小乔只好放下手机 看着玉婷 捂着话筒轻声说 我爸打过来的 说要跟你说话 玉婷瞇了瞇眼睛 距离上次在商场 买家电器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她觉得难道东西都已经送过去了 所以岳父看到很满意 急着要向她表示感谢 于是她勾了勾伯唇便说 好啊 对了 我爸他好像有点生气 老板 你悠着点 听众呗 游小乔提前地打了预防针 没关系 给我吧 让我跟咱爸好好聊聊 玉玉婷满不在乎 直接伸手把电话躲过去 那句咱爸喊得特别顺嘴 游小乔心里也是甜滋滋的 她害羞地看着她拿起的手机 干脆走过去 贴在她身边想要听一听 玉玉婷搂着她的小蛮腰 扬眉吐气地开口 喂 伯父 是我呀 你叫我伯父 谁叫你伯父 游看山立马山西气概式的声音 立刻从话筒那边传了出来 声音很大 让两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臭小子我告诉你 你让人送人一些都是什么乱 乱七八糟玩呀 赶紧给我帮他 不帮的话啊 我马上就愣了 听着没有 去给你半天时间 锐园 韩宅 二楼卧室 韩真正打算陪媳妇睡个午觉 突然一阵扰人的手机铃声响起 再一看 便是郁郁婷打来的 脸上的表情可谓是嫌弃 语气更是很不耐烦 什么事啊 阿正 哥们儿 问你个事 我现在要去岳父家里 你赶紧给我出个主意 让我今晚可以留在那 韩真揭开薄贝 躺了下去 一边搂着高小小 一边发出痴笑 不是说马上就要和小乔 办喜酒了吗 怎么现在还不能留在 你岳父家睡觉啊 呃 是要办喜酒 可是岳父岳母他们为人比较传统 还以为我们现在只是在单纯地谈恋爱呢 所以 你懂的 韩真挑了挑眉 原来如此 不过 这种被他人需要以及仰望智商的感觉 还挺不赖的 于是他倾咳几声 略带居傲地说道 那你为什么问我 不去问别人 靠 谁不知道我们这一大帮兄弟里面 就数你肚子里的坏水最多呀 哪一次做坏事 不是你给出的主意 赶紧的 快帮我想个法子 韩真心里无奈 明明每次做坏事都是大哥浅的头 他不过就是出出主意 三十分钟之后 黑色缆胜停在了小区单元楼的外边 玉婷刚推开车门 就听到尤小乔正气凛然地说道 老板 你放心吧 这一次事情就交给我 我肯定能搞定 玉玉婷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一边待着去 爷自己来 他已经决定了 与其这么拖拖拉拉的 不如今天就一次性地将事情全部搞定 而且今天晚上 他还要留在这里住宿 尤小乔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板 你 你想到办法了 那你打算咋做呀 连他都还没有想到办法怎么对付他的父亲 他怎么就能想到呢 虽然说从小到大 他知道他的父亲性格古板又固执 可是他也没想到这次竟然会严重到这个地步 他都表态了好几次了 他就是喜欢老板 就是想要和他老板在一起 可是他父亲就是不同意 难道非得告诉他自己现在已经是老板的人了 他已经私定终身了吗 尤小乔想着这个可能性 突然浑身哆嗦了一下 不行 他觉得如果真的这话说出来 恐怕小命不保 还愣着干什么 走了 玉玉婷已经下了车催促道 见他一脸的自信满满 尤小乔捏了捏手心 只好也推门进来 一进家门尤小乔就看到了眼前场景 他吓了一跳 这房子本来旧小 客厅更是狭窄到不行 此刻再堆着这几个装着家电的大箱子 硬生生地把空间都给占满 一眼看去几乎没有可以走路的地方 难怪父亲着急了 小乔 你回来了 刘慧丽立刻迎上来 小玉也来了 快快快 进来坐吧 尤堪山冷哼一声 来了正好 赶紧 把你那些破烂碗碗给我带走 葛家放着我都瞅着了 哎呀 堪山 说啥呢 刘慧丽扬怒地看了一眼丈夫 便笑着对玉玉婷说道 小玉啊 谢谢你买这么多东西啊 但这些玩意都太贵重了 而且这家里面真用不着 那你看 咱们家这什么洗衣机电视机啥的 都好好的呢 都能用 真用不着 伯母 玉玉婷一脸真诚地打断她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小乔给二老买的 我只是帮忙挑选和填写了家里的地址 而且小乔都已经把钱给付清了 这家商场是不允许退货的 啊 小乔买的 刘慧丽立马相信了 一脸惊讶又心疼地看着尤小乔说道 不是 小乔你这孩子怎么乱花钱呢 家里这些东西都还能用呢 用不着你买 尤堪山也皱眉看向尤小乔 小乔买个东西怎么也不提前和我们商量一下子呀 尤小乔错愕又尴尬 看了一眼玉玉婷后者快速地对他眨下眼睛 原来老板所谓的办法就这样 尤小乔皱了皱眉 只好后着脸皮说 爸 妈 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三年多了 是时候孝敬孝敬家里面了 说完这句话 他就忍不住在心里小小地呕吐了一下 你太肉麻了这也 刘慧丽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夫人 一听到女儿这番话竟然感动得眼眶都红了 吸了吸鼻子 哎呀 傻孩子 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这赚了钱 自个儿买点吃的穿的 家里边不需要你花钱 我和你爸呀 也不用你操心 妈 有小乔撒娇地笑笑转移话题 哎 家里还有吃的吗 刚才接到我爸电话 我们就立马赶回来了 还没吃午饭呢 啥 还没吃午饭呢 刘慧丽看了一眼时间 这都下午一点多了忙说 那行 那我去厨房 给你俩做点吃的去啊 很快就好 那个什么小玉啊 你们先搁这坐会儿 好的 谢谢伯母 玉玉婷笑得斯文又得体 刘慧丽迅速地做了三菜一汤 家常小炒 虽然不像上一次那么丰富 玉玉婷也吃得赞不绝口 刘慧丽眨眨眼睛心想 难道是因为唐宇文不在的关系 总觉得今天小玉特别能说会道 吃完午饭 她便开口 伯父 伯母 今天刚好我在这儿 要不我就帮您把这些家电 都给拆了庄上吧 就这么放在客厅里 太占地儿了 早些庄上 您和伯母也可以早点用上 行吗 在她的事宜下 游小乔也开口帮腔 是啊 爸 妈 刚好老板今天在这儿 你就让她帮帮装嘛 这样很快就可以用了 刘慧丽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刚要客套地拒绝 就听丈夫冷横一声说道 我轻拿轻奉 别碰坏了 好的好的 不负您放心吧 我一定都给您 完好无损地装上 玉玉婷一点身段都没有 笑着说完 便起身撸起衬衣的袖子 其长深情在不大的客厅里面 很快忙活起来 几乎不用由看扇动手 一个人便将诺大的机器都提出来 因为用力 衬衫下面鼓起了结实的肌肉 尤其是露出小臂的部分 看起来特别有男人的魅力 啊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小乔弯起了小嘴 心底又甜又感动 至于游看山嘛 拿起报纸坐在沙发上悠哉悠哉看起来 玉玉婷将电视放过去 先看了说明书 然后再按照说明装好插上电源 若说以前他还真没干过这些活儿 不管是公司的还是家里的都是下属和庸人去负责的 还好他聪明 很快就明白 安装好了再设置一下 耐心地教着刘慧莉怎么用 等游看山上厕所的一小会儿功夫 游小乔拿着纸巾凑到了玉玉婷的身边 一边擦着汗一边说 老板 今天真是委屈你了 他说东西是他买的 又帮忙组装 额头上都是汗 玉玉婷则是闲闲地看了他一眼 晚上补偿就好了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终于把厨房还有客厅的电器全部换新 游看山坐在沙发上 手拿着遥控器一脸满意地看着夜镜电视 玉婷心中才松口气 刚想要接过游小乔手里的毛巾擦擦汗 突然耳边传来游看山的声音 师父不走了 玉先生 我们就不留你了啊 玉婷嘴角猛得一抽 这岳父真是太实际了 需要他的时候让他干苦力活 忙完了就开始赶人了 这还是一点都不带掩饰的 爸 游小乔也有点不满 笑声嘀咕着 不但你这样的 老板他刚忙完 休息一会儿再走呗 游看山则是冷哼一声 休息一会儿 那得多少时间呢 游小乔看看时间 窃窃说道 起码 你得吃过晚饭再走啊 游看山刚要开口 哎呀 这 这外头咋还下雨了呢 刘慧莉看着窗外说道 游小乔忙转过头去一看 好去 雨下这么大 这么大的雨 开车很危险 郁郁婷也说道 是啊 那先别走了 等吃完饭 雨小了再走 于是 郁郁婷又顺利地 留下来吃晚饭 除了游看山 一直都是冷着脸 这顿饭吃得还算融洽 晚饭过后 郁郁婷立刻起身去了洗手间 游看山看着窗外大雨 有些不放心地走到窗口看看 皱眉能夹死只苍蝇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天气预报明明说 今天是大晴天没有雨 怎么会突然下雨呢 而且还下着这么大 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节奏 洗手间里 郁郁婷拿出了手机 发了一个胜利的表情给韩真 韩真出的搜主意 果然揍了笑 找气象局刘局 来了场人工降雨 而且还是最大的那种 韩真秒回 刘苏了 郁婷挑了眉头 想了一下回答 嗯 她觉得虽然现在游看山还没有答应 但是雨下的这么大 而且现在已经快晚上八点钟了 留宿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韩真发了两个呵呵 你打算怎么谢我 而郁婷呢 果断地点出了退出 然后吹着口哨 按下了马桶抬脚出门 另外一遍 韩真看着手机半天都没等到回复 这一遇小子儿真是过河拆桥 不念恩情 她必将不得好报 老公 高小霄的声音在她怀里响起 明天奶奶要带我和夏夏去庙里 你去吗 啊 我当然得过去 你现在怀了孕 我不放心吗 高小霄也没有矫情 伸出手来 放在她结实的腰上 笑着说道 你都快把我宠坏了 她穿着丝质的睡裙 布料很薄 紧贴着身子 睡裙下的身体 娇嫩白皙 韩真则是看了她一眼 你是我女儿的妈 我不疼你 谁疼你啊 高小霄脸就是一红 把她不安分地手拉了下来 那你说 是疼女儿还是疼我啊 女儿重要 还是我重要啊 当然是你啊 你才是最重要的 高小霄撇撇唇 瞬间就舒心了 乖乖地将脸 在她胸口蹭蹭 小猫一样地窝在她怀里 韩真笑着搂紧了她 薄烫双唇 在她额头上亲了又亲 暗自庆幸 刚才她没有说都重要 怀孕中的女人啊 情绪不稳定 缺乏安全感 有的时候一句无心的话 会让她产生好多联想 这是韩真 在一本有关于怀孕的书上看到的 媳妇儿 下周有一个市领导的女儿要订婚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 你要带我去 高小霄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腰 可我现在身材都臃肿了 能不能不去啊 怀孕三个月后 她小腹慢慢凸起 虽然现在看着还不太明显 但是只要穿些紧身一些的衣服 就能看到 有的时候别人那线条婀娜 她也是挺拔帅气 唯独她 那我一个人去 你能放心 韩真直接把问题抛给她 高小霄承认吧 让韩真一个人去 类似这种场合 她确实不太放心 尽管她对她已经很信任了 真是矛盾呢 那就这么定了啊 韩真不给她思考的时间 说完这话 伸手打开床头柜的抽屉 掏出了一本全英文版的 安徒生童话 好了 现在是抬教时间了 从那一天查出 高小霄怀孕的是女孩之后 她就在网上 选购了很多童话书 说是要晚上 睡觉前给女儿讲童话故事 而且得是英文版的 这样女儿在妈妈肚子里面 就会耳濡目染 将来生下之后不仅聪明 还会天生富有语言天赋 今天晚上她要读的是 白雪公主 高小霄舒服地 躺在柔软的被窝里 一边听着她纯正 又低沉温柔的朗读声 一边半眯着眼睛看着她 橘黄色的床头灯 从侧面打过来 硬在她棱角分明的脸上 显得那么的清俊柔和 她弯起了唇角 等韩真终于读完 忍不住抬头 在她的下巴上亲了下 韩真将书放下 双眸渐渐转黑 大手伸进被窝 在她身上 不安分地摸了个遍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四十九集 高晓晓脸红 没有啊 我就是亲你一下 韩真笑了笑 身子往下 在脖位中 贴在她身后 滚烫大手 很快便滑到了她的下面 高晓晓 高晓晓感觉自己 瞬间彻底 瘫软下来 但是 医生的交代 你忘了 韩真 当然没有忘记 医生的话 上一次 孕检完成的时候 医生特意 交代她们 就算现在已经 到了怀孕中期 夫期间 可以进行 亲密的行为 但是考虑到 孕妇和胎儿的 心理健康 这种事情 还是不能做得 太过频繁 甚至很直白地 跟他们说了 不能天天做 而他们 昨天晚上 就已经 亲热过一次了 韩真的手 顿了顿 然后收了回来 因为不甘心 抱着她亲了又亲 揉了又揉 最后才 纷纷不平地说道 明天再收拾你 外面的雨 越来越大 地上 几乎成了一片 汪洋大海 偶有车经过时 车速开得极慢 溅起大片 汹涌的水关 一眼看去 黑沉沉的 欲目弥漫 为时有些吓人 游看山站在了窗口 一筹莫展地 皱起了眉头 转过身 就看到了 沙发上的郁郁亭 她窥然不动地 坐在那 伸着长腿 脸上满是 轻松和自在 仿佛待在自己家一样 还一点也不着急 臭小子 游看山的嘴角 抽了抽 双眼 舒儿 有一道金光掠过 眼看晚上十点钟了 刘慧丽 已经忍不住 大大的打了个和弦 欲气埋怨 我 爱 爱满 这雨子还不停呢 玉玉亭不说话 心底 却是满意的很 是啊 都下了好几个小时了吧 游小乔也是一脸的困惑 那么大的雨 开车出去 真的太危险了 而且要回市里 起码要开好几个小时 到那时 都凌晨了 爸 妈 她忍不住 弱弱地开口 这雨下得实在太大了 开车很危险的 要不我们今晚上 就不走了 明天再走吧 不行 游看山一口就拒绝 刘慧丽也惊讶地说道 就是啊 家里也没地方给小玉住啊 游小乔也不好意思的 就说让玉玉亭和她在一起睡 但是 这样吧 伯父 伯母 玉玉亭适时开口 这附近哪儿 有什么宾馆没有 游小乔惊讶地看着她 老板 刘慧丽一脸尴尬 有 是有 但是这 得走 半辣多点啊 哦 这样啊 玉玉亭装模作样地 皱着眉头 唉 那 怎么办呢 雨太大 开车很不安全的 是啊 爸妈 要不 游小乔的脑子里迅速在转 要不 我睡沙发吧 行吗 玉玉亭 接过话茬 虽然这个沙发有些窄 也有些硬 估计睡上一夜会很不舒服 但她已经计划好了 等半夜的时候就 啊 这 这不太好吧 这咋能让客人 撕沙发呢 刘慧丽更加尴尬 但是 总不能说让自家的闺女 和她一起睡吧 啊 没关系 我很能吃苦的 玉亭谦逊地笑了笑 游看山一直眯着眼睛 看着她 在众人议论不定的时候 突然 开口说道 雨太大了 你今晚就睡着沙发吗 竟然 答应了 等玉亭 简单地洗漱完毕 一走进浴室 雀跃的心情 顿时荡到了谷底 游看山竟然不知从哪里 搬了个垫子出来 还放在了游小桥卧室的门前 上面放着一床被子枕头 俨然是要打地铺的节奏 至于游小桥 她穿着一身保守的长裤长袖睡衣 撅着小嘴委屈地看着她 刘慧丽也是一脸的尴尬加无奈 不是 你还愣够好呀 赶紧回屋睡觉去 游看山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爸 你到底要干啥呀 游小桥气得快要跺脚了 你这 这简直就是在防狼 至于吗 玉亭忍不住翻起白眼 她好心开口劝道 伯父 现在虽然天气已经很暖和了 但是夜里的温差会比较大 您这样挨着地面睡会着凉的 而且这地面很硬 睡起来也会不舒服的 你管我 扫废话 都睡觉去 游看山呢 往地上一躺 扯过被子 往身上一盖 就闭上了眼睛 半夜 玉亭躺在客厅里 简陋狭狭窄又硬邦邦的沙发上 感觉自己纯粹是一个 没事来找罪受的人 搞什么人工降雨呀 提什么睡沙发呀 现在行了吧 明明有一块鲜嫩可口的小鲜肉 就是一墙之隔躺在床上 她却只能靠脑子去想想 不能亲自去品尝 这种滋味真是不好受 和她相比 游看山却因为睡在门口 卸下了防备之心 没多久很快睡着了 发出了肆意又酣畅的大酣声 黑暗中 玉云亭也听到了 窗外的雨已经慢慢停了 不用看都知道 时间已经到了夜里十二点 人工气象 办事收工 可是 她依然没有睡着 身上的棉被 是刘慧莉特意从柜子里面 找了出来的 稍微闻起来 有一些带着霉味 且还没有多余的枕头 只能枕着自己的胳膊 她的身上还穿着白天 那件衬衫和西裤 两条腿还憋屈地支起来 否则会放不下 就在玉亭 伤春悲秋 自哀自愿的时候 突然一道柔和的亮光 从后面倾泻过来 她眨了眨眼睛 随即从沙发上抬起头来 游小乔站在卧室门口 正一边扶着门框 一边轻巧地抬起脚 想要从地上的人影 身上跨过去 玉亭揭开被子 轻手轻脚地迅速过去 两只手在她腰上一用力 将她娇小的身子抱过来 地上游看山毫无知觉 依然张着嘴巴 打着酣睡的香甜 玉亭抱着游小乔回沙发 让她坐在自己腿上 这才发现 她抱在怀里的 有一个枕头 老板 游小乔眨巴眨巴眼睛 小脸上满是心疼和愧疚 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今天晚上 竟然会下这么大的雨 这沙发一定睡得很不舒服吧 我给你送个枕头 你这样可以舒服一些 玉亭开始挺感动的 心想她总算知道心疼自己 可听到后面 就有一些郁闷了 皱着眉头说 你来就是为了给我送枕头 哎 游小乔怯怯怯地看着她 那你还需要啥呀 我需要温暖 玉亭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被子太薄了吗 游小乔立刻就问 但是很担心她明天会感冒 嗯 那咋整个 游小乔立刻急了起来 要不 咕噜咕噜地眨了下眼睛 她继续轻声说道 你去我屋里 把我床上那床被子搬出来吧 我们换被子呗 我在屋里不冷 盖薄被就行 慢慢冷一些 盖我的 好啊 玉亭婷一口就答应了 这还真是不客气呢 就不知道体谅一下女生吗 游小乔撇撇小嘴 虽心底有些埋怨 但只是一小会 毕竟她更舍不得她受罪 于是她轻巧地 从她腿上站了起来 说道 走吧 玉亭婷跟着她 两个人捏手捏脚地走到门口 照样把她抱了起来 然后抬着长腿 瞬间便跨过去 嗯 腿长就是好 不但迅速 而且没有发出一点的声音 进到屋里 玉亭婷便立刻将门给关上 对门里的环境摆设 看都不看 直接抱着游小乔去了床上 放下去 同时自己也钻进了温暖的被窝里 啊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小乔傻眼了 看着她伸手 将床头开关给按下 房间里面瞬间漆黑一片 啊 还是女人窝里舒服 好香啊 玉亭婷深深地吸口气 然后抱着游小乔放在自己身上 双手也开始去解她的睡衣扭扣 老板 你 你不能这样使的 万一被我爸发现怎么办呢 游小乔 简直被她吓得半死 不由分说地抓着她的手说道 这一个晚上的时间 你就忍耐一下行不 不行 玉亭拉开她的手 算了 也不解什么扭扣了 麻烦 她双手往下 直接将她的睡裤 连同小内内都退去 老板 游小乔紧紧地夹着自己的双腿 避免发出可耻的声音 不要这样 要 不要哪样啊 玉亭婷竟然还有心思开玩笑 虽然屋里没有开灯 看不到她的表情 但不用猜也知道 她现在满脸都是那种流气 游小乔硬着头皮 脸上烧到不行声音怯懦 真不行老板 我爸他就睡在门外边 万一被他听到 那就玩毒的了 不会的宝贝 你叫得小声点就行了 听不到 玉亭婷则是一手握着她的腰 游小乔咬着嘴唇 就不松口 也不松腿 不行 不行 你要是这样事的话 我早知道就不让你进来了 不能每次都是你想做就做 你得尊重一下我的意见 游小乔又说道 下一秒 玉亭婷的手立刻就顿住了 然后握着她的腰 把她抱到一旁 自己转过身去拿背对着的 游小乔惊讶又呆住了 她现在在干啥呢 生气了 跟我发脾气 游小乔伸出食指 小心翼翼地戳戳的硬邦邦的背 揉绳问道 老板 你生气了 玉云婷傲娇地不转身 过了一会儿 游小乔抿了抿唇 算了 为了今天自己在夜里安省 她侧过身子 也学她 拿背对着她 这还是两个人 自谈恋爱以来 第一次因为床上这种事情 闹别扭 但是 她更不想在父母 还没有接受她的时候 做这种事情 家里是老房子 隔音非常差 而且 她的床 还是那种木枝床 玉亭 有那么大的块头 她刚才 一听到那 吱呀吱呀的声音 就觉得脸红不已 万一真的 要是被游看山给听到 以她的个性 真是可以 什么也不管 就冲进来 到那时该多丢人呢 游小乔咬着小嘴 自顾自地郁闷起来 突然 床板又是吱呀一声 她觉得 被子动了一下 随即 就被一只大手 捞进了熟悉的怀抱里 老板 游小乔惊呼 她怎么又 哎 我不做 玉亭应声应气地开口 我就摸摸 摸摸总行了吧 不摸着她 我睡不着 玉亭的声音 饱含怨念 说完 两只咸猪手 已经伸进了 她的睡衣 游小乔 欲哭无泪 这都是给她 养成的什么破习惯 每天晚上 必须得抱着睡 不然 就说睡不着 真是自作 你也不可活呀 由小乔开始 还有一些 担惊受怕 睡不太着 脑子里面 想了很多的事 要订闹钟 要早点起 要让她戒掉 这些个坏习惯 可是后来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折腾了一天 太累了 一闭眼睛 竟然神不知 鬼不觉 便已睡着 第二天早上 金色的阳光 透过窗户 照进客厅 缓缓地 随着时间移动 最终 落在了 游看闪的脸上 她眯眯眼睛 大了个哈线 把眼睛睁开 随即 脑子里 就想到了一件 重要的事情 她一下 揭开被子 转头 看了一眼沙发 人呢 游看山脑子里 就是一蒙 赶紧起身 先去了洗手间 然后去了厕所 都没有人 她瞪着双眼 直愣愣地 望着游小乔 紧闭的房门 双拳搁吱搁吱坐下 下一秒 便直接抡拳头 对着门开始砸 臭小子 你给我除了 臭小子除了 听到没有 没有人应声 游看山急了 她一手养大 如花似玉的姑娘呀 她回到主卧门口 从兜里掏出钥匙 就开门进去 寒醒了老婆 游离啊 快点 把那个小乔 他们屋上的 备用钥匙给我找出来 咋的了 看山 刘慧丽突然被她叫醒 还有一些迷迷糊糊的 那个臭小子 趁我半夜不注意的时候 跑到我闺女屋里去了 游看山大吼 刘慧丽惊讶地坐起身来 刚要起床去找钥匙 转念意想 又不去了 不行啊 三闺女屋里不能进去 万一她俩要是 没穿衣服的话 不说还好 这一说游看山的 眼睛都红了 也不等她找什么钥匙了 直接转身冲出去 随即便传来了 房门被踹开的声音 刘慧丽愁到不行 赶紧起身 过去想要拉她 不不 就是 看山看山 你先别激动啊 别把门给踹坏了 游看山不理她 一边踹 一边骂 臭小子给我除了 听到没有臭小子给我除了 屋里游小乔已经被那个踹门声音吓到不行了 完蛋了 昨天晚上她明明想好了要订好闹钟早起的 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可是谁知道这一觉居然睡到了现在 还被爸爸给发现了 而且两人身上的衣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脱光 就是被捉奸在床的节奏啊 老板快 你快点把衣服穿上 游小乔一边系扣一边催她 和她的慌乱相比 郁郁亭显得淡定许多 她揭开被子 先是将裤子漫条丝里地穿上 然后又披上衬衣 系上钮扣 别说 游小乔的卧室门还挺严实 终于等到两个人都打理妥当 她便过去将门给打开 臭小子 你个娃娃毒子 门一开 游看山一拳便胡了上来 郁郁亭反应机敏 几乎下意识就将身子往旁边一侧 游看山收手不及 直接就栽进了门里 哎呦 爸 爸你没事吧 游小乔被那声惨叫给吓到了 忙冲过去 把跌倒的游看山给扶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五十一集 哎呀呀 哎呀 可山 可山你没事吧 刘惠丽也吓到不行 她赶紧过去扶她的胳膊 顺便也拉着她 不让她再动手吧 游看山 竟然半夜什么抽门给我溜进来了 说 你俩现在是什么地步了 你俩 游小乔心虚眨眨眼睛 胳膊上却猛然传来了一股囚禁的力道 随即整个人便被玉玉婷拉到了怀里 伯父 伯母 玉婷不想再这么磨磨蹭蹭下去了 她紧紧搂住游小乔的肩膀沉声说道 我喜欢小乔 小乔也喜欢我 我们两人是真心相爱的 请伯父还有伯母成全我们 房间里面有着瞬间的安静 然后 不行 游看山激动地吼道 你跟小乔的事我不同意 伯父为什么不同意 玉婷不卑不亢地提问 为啥 很简单 游看山没有控制的那条胳膊 拿食指点着玉婷说道 你双眼露邪力气太重 吊儿郎当的 作风什么 随着游看山一字一句标出贬义词 玉婷一张俊脸也越来越黑了 手上的力道也不自觉地加重 掐得游小乔都疼 我们游家小门小户子 装不下你这顿大佛 我也不想让小乔架你什么豪门 我宁愿他找个差不多的 门当户对就行了 所以啊 你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游看山最后表明了自己的意思 门当户对 玉婷一笑 伯父 您说的是唐宇文吗 没错 游看山也不否认 宇文这孩子吧 我几年前就认识 他为人踏实 性格沉稳最重要的 是他对小乔一往情深 他喜欢小乔整整七年了 这样的感情啊 游小乔瞬间张大了嘴巴 啥玩意儿 大师哥喜欢我七年了 我 我作为当事人咋一点也不知道呢 玉玉婷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伯父 你确定 一个喜欢了七年 都没敢告白的男人 就是你心中了理想女婿 臭小子 人家宇文是老实 你以为都跟你死掉 跟那臭流氓似的啊 啊 游看山说着 又想要冲过去 啊 看山看山 行行 看山 刘惠丽死死地拉着他 有话 我们好好说呀 你别冲动了是不是 游看山 深起口气说道 行 那我就好好说道说道 我们游家 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啥背景都没有 这些年呢 我和惠丽 靠着一点退休金活着 存款也有限 就算将来小乔三世要嫁人了 我们能给的嫁送也有限 肯定入不了你们这些 什么大户人家的眼 小乔是我闺女 我宁愿她找个普通爷们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本本纷纷地赚点钱 也不想让她在你家里 受到憋屈 被人轻视和侮辱 怎么知道 游小乔听完这番话 顿时鼻子一酸 眼圈也一阵阵发红发胀 难受到不行 刚想要开口 肩上却被玉玉婷给按了一下 她抬起头来 就看到玉玉婷下额线条紧绷 往日里有些散漫轻跳的眼神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坚定不移的神情 伯父 其实小乔早就跟我的父母 还有奶奶都见过面了 他们都特别地喜欢小乔 也说过好几次 想要和你们一起坐下来吃顿饭 聊聊我和小乔的事情 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家人都不会有意见的 而且我也不瞒伯父了 其实 她低着头 看了一眼游小乔 嘴角微微一勾 便说道 其实我和小乔 早就发生过关系了 所以就算你们不答应 我们也还是会在一起的 游小乔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 整个人都被炸焦了 脸上又烧又热 话都说得不利索了 老板 你 哎呦我去 你咋把这事给说出来了 刘慧丽也立刻捂住了嘴 被吓到了 至于尤堪山 先是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半天之后才有一些 不敢相信的制止玉玉婷 你 你说干啥 你再跟我说一遍 爸 爸 老板他是开玩笑的 你千万别当真 玉玉婷拟了游小乔一眼 有一点不悦 索性再次说道 你没听错 我说了 我和小乔早就发生过关系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所以就算你们不答应 我们也已经在一起了 臭小子 你 你 你竟敢欺负我闺女 我 我打死你啊我 游堪山这下挺明白了 只觉得浑身血液 都朝着脑门冲过去 怒到不行 自个儿养了二十五年的女儿 就这么被只猪给拱了 暴怒之下 他一下子甩开刘慧丽 冲回主卧 然后拿出了一只黑色的紧棍 玉婷满脸黑线 是 这玩真格的 爸 你干嘛呀 游小乔惊慌失色地跑了过去 刘慧丽也过去帮忙一起拦着掌握 都别拦着我 我怎么斗死他 臭小子 你竟敢熟我闺女 今天我非打断你腿不可 游堪山歇死地里地叫道 游小乔死命地拉着游堪山的胳膊 冲着郁郁听汗 老板 你快出去 快走啊 我不走 要走也一起走 玉玉婷也有点来气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固执的老人 简直能和家里那老太太相比了 想她玉玉婷哪儿不好 论世家论外貌论财力 她哪里比不上那只大猩猩 老板 大丈夫能去能生 你快走吧你 你要是个老爷们你就别跑 小玉啊 看上她太激动了 你先回去吧行不行 老板你快走啊 我要打断你那狗腿 看山哪 冲动是魔鬼啊 三个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响起 场面混乱到不行 玉玉婷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最后无奈地叹口气 行吧 那我先走了 但是我把话撂在这儿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小乔 我取定了 说完 她抬脚走到客厅 拿起车钥匙和手机就大步 往外走去了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刚才她说啥 她说 小乔 我取定了 由小乔眨眨眼睛 只觉得心里面有一道暖流 轰然侵入 随即就甜地想要笑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由堪山趁她不注意 猛地挣脱 拿着警棍 往外冲去 刘慧丽一个人根本拦不住 吓得 忙叫道 哎呀 堪山 哎呀 你别冲动啊 哎 堪山 由堪山追出单元楼 就看到玉玉婷 正站在一辆黑色缆上的旁边 貌似正要上车 臭小子 你站那儿 由堪山大喊一声 就朝她冲过去 她 脚原本有些薄 再加上刚才摔了一跤 跑了一小段路 就亮呛了一下 好似要摔倒 玉玉婷眼角猛地一跳 忙一个箭步过去 伸手扶住尤堪山 伯父小心 尤堪山稳住身子之后 抡起棍子 就往她身上砸 我打死你个臭子 我打死你 老人家力气毕竟有限 自己呢 又是个练家子 皮操肉厚的 所以打起来 并不是很疼 但是这么一下 接着一下地不停地打 玉玉婷后面 也有一些受不了了 只好不停地往后退 嘴里还好声好气地说道 伯父 您不要这么激动啊 小心您的腿啊 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一棍子 直接朝他脸上飞了过来 我让你兜兜 我让你说 玉玉婷抬起胳膊一挡 只觉得脚底一滑意外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因为昨天夜里 刚刚下过一场暴雨 老小桥又全是泥地 很滑 玉玉婷整个人 往后面倒下去 老板 爷爷爷妈呀 游小桥和刘慧莉 尖叫着冲过来 游看山拿着警棍 喘着粗气 哈哈大笑 臭小子 让你跑 你 你在跑吗你 爸 游小桥已经冲过去 猛地把游看山推到一旁 老板都流血了 你太过分了 游看山就是一愣 他放下警棍仔细一看 果然 玉玉婷刺牙咧嘴地 躺在地上 脸上的表情 好像很痛苦 头后面的泥水里 有红色的血迹 缓缓流出来 妈 快打电话 叫救护车 一看到那红色 游小桥便直接吓哭了 这话几乎是喊着说出来的 好好 刘惠丽一阵地结巴 话说完忙转身 跑回屋去打电话 老板 老板 老板你没事吧 老板 老板 游小桥则是抱着玉玉婷 死命着 按着她的后脑勺的伤口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一个小时之后 附近的某公立医院里 游小桥坐在手术室 外面的座椅上 她的手上 还有睡衣上 有很明显的血迹 头发乱糟糟的 两只眼睛 泪汪汪的 鼻子眼睛都哭得红肿 整个人看起来 憔悴落魄到不行 小桥啊 你也别太担心了 小玉她 一定会没事的 刘慧立剑女儿如此落魄 她便扶着她的肩膀劝说 游看山坐在一旁 脸上满是尴尬和无奈 她也没想到事会变成这种样子 这臭小子怎么这么不经摔啊 你就卡了一下子脑袋就卡破血了 真够呛 游小桥哭声打断了她 妈 是我老板的死了 我 我也就不活了 我 小桥 瞎说什么胡话呢 刘慧立心疼到不行 搂着女儿哄了半天也不见笑 只好抬头看看游看山 看山 你能不能说几句啊 这要不是你 事情能整成现在这样吗 游看山脸黑沉到不行 抿着嘴唇半天后 才嘴硬地说道 我咋知道会这样啊 我就是笑不吓不她 谁让她这样啊 都怪你 游小桥猛地抬起头来宠她吼道 小桥不信你 老板会这样吗 游看山非常惊讶 又满脸受伤地看着女儿 小桥 你 你竟然怪我 对 就怪你 我告诉你 如果老板有个三腔两短 我也不活 游小桥说完 就仰着头继续嚎啕大哭起来 游看山没有再说话 只是膝盖上 两只手已经死死地攥在一起 她的女儿 她寒心如苦 养了二十五年 如今竟然在她面前说 要为了另外一个男人去死 小桥啊 别哭了啊 你放心 其人自有天相 小鱼她一定没事的 刘慧力见女儿不停地哭 心里也难受到不行 但是她能做的 就是陪在身边不停安抚 游小桥看着亮着灯的手术室 一边哭 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愿 老板 一定要好好的 不能有事 终于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术室的灯灭了 游小桥立刻起身 冲了过去 医生医生 我老板她没事吧 医生看看眼前头发蓬乱 泪眼纵横 还穿着一身粉红色睡衣的小姑娘 皱皱眉头说 你是伤者的下属是吧 哦 是这样 伤者的后脑呢 撞到了一个玻璃茶 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我们已经帮忙伤口做了处理 也将玻璃碎片都取了出来 目前发现的都还是一些皮外伤 应该没什么大碍 等患者清醒之后 最好再做个脑部CT 看看有没有脑震荡 游小桥猛然地松口气 啊 好的 谢谢医生 谢谢 嗯 不客气 医生说完 便抬脚离开了 游看山也立刻松下了一颗心 哎 就说嘛 那就摔了一下子 能有多严重 这个时候玉璃亭已经被推出来了 游小桥吸吸鼻子 立刻扑过去 老板 游看山还想要过去 却被刘慧丽给拉住 你拉我干嘛呀 游看山不悦 哎呦 行了行了 你没看在闺女多关心小玉啊 她都伤成这样了 你还想咋破坏啊 刘慧丽难得严厉地说道 游看山鸣鸣嘴唇 没好气地说 闺女傻 你也跟着傻 你才傻呢 刘慧丽气地直接松开了手 你自个儿回家吧 我跟闺女隔着这儿照顾小玉 不管你了 说完 她抬脚就追了过去 游看山瞠目结舌地 看着刘慧丽的背影 半天后 才木讷地吐出一句话 你会饿得做魔杖是不是 本集播讲完毕 请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753集 连姨特意提了一个大包 里面放着高小小怀孕时 喝的燕窝粥 老太太爱喝的洋参茶 还有一些吃的喝的 总之分量不轻 至于钟余红和韩正明 两个人难得悠闲 去市里逛商场去了 说是要给小孙女 买点婴儿衣服和玩具什么的 之前因为不知道性别 不敢大肆购买 老太太倒是没勉强他们 毕竟他们今天主要的目的 就是带孙媳妇去还院 到了玉家 韩真先推门下车 然后过去打开了后车门 伸出手来说 媳妇把手给我 韩老太太本来 手都已经伸出去了 听到这话 硬生生把手又缩回来 高小小看到了 便有一些脸红 先扶奶奶下去吧 韩真看了一眼韩老太太 我先扶你 待会儿再扶奶奶 韩老太太暗自催了一句 臭小子 倒挺会疼媳妇的 高小小忙说 奶奶 你别生气啊 阿珍她 韩老太太忙笑着说道 哎呦 我开玩笑的 生什么气啊 赶紧地下去吧 高小小见韩老太太眉目舒展 不像是生了气的样子 便伸手放在韩真的手里 被她带着从车里下来 韩真松开手 刚要去接韩老太太 便被她直接啪地打了一下 不用你 我自个儿下去 最后还是连移扶着老太太下来 一行四人 这才朝着别墅里走去 一进屋里 玉老太太的声音 就洪亮地响起 哎呀 老太婆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呀 韩老太太挑着眉 吓下不会 还没有起床吧 杨夕听到这话 便有一些尴尬 韩阿姨 您别急啊 我这就上去催她 我就知道 韩老太太 一副料事如神的样子 不然 她也不至于 特地赶早上门 杨夕去楼上 喊韩敏夏的功夫 其他人便在沙发上 坐着稍事休息 玉老太太 先是关心了高小小的肚子 然后才笑着说道 小小 你觉得六月一号 这个日子怎么样呀 六月一号 高小小眨眨了眨眼睛 那天不是儿童节吗 怎么了奶奶 玉老太太笑了笑 一脸喜气地说道 我打算呀 在这一天 让锦川和知秋 去民政局领证 你觉得怎么样呀 高小小瞬间就愣住了 想了想开口说道 爸妈他们 已经答应结婚了吗 没有 所以我这不问你的意见吗 只要你答应了 他们俩肯定听你的话 玉老太太笑呵呵地说着 如果说在之前 不知道冷世君是 维维安的父亲的时候 她可能还会撮合自己的父母 但是现在她觉得 还是要尊重人家 自己的意见吧 到底结不结婚 毕竟还是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作为女儿 也不能多说些什么 于是到了最后 高小小也没答应 只说会问问两人的意思 玉老太太虽然 有一些不太满意 但是也只能遗憾答应了 说话期间 韩敏夏终于下了楼 她穿了一身粉色的孕妇装裙 玉成眼扶着她的手和腰 就像是清宫戏里的太监 伺候娘娘一般的殷勤 谨慎 韩敏夏现在已经是怀孕五个月了 小腹微秃 小脸圆润 站在一身西装革履 又尽瘦挺拔的玉成眼身旁 倒也不至于不般配 反而有一种很奇妙的协调感 尤其是小妮子脸上 带着自然又红韵的光泽 看着就特别健康 走到跟前她先伸出小手 捂着小嘴打着哈仙 才埋怨说道 奶奶 大哥 小嫂子 昨天晚上我不都跟你们说了吗 不想去寺庙 不行 你必须得过去 韩老太太坚持 刚要起身又问 没吃早饭吧 韩敏夏就摇摇头 没有 韩老太太没好气地看着她 头一次在心里庆幸 自己这孙女 还算是嫁累了靠谱的人家 不然以她这性格 估计去谁家都得受罪 为啥 嗨 还不是因为太懒了吗 郁成衍对众人点点头 就继续小心翼翼地扶着她去了餐厅 庸人也立刻端上了营阳早餐 其他人只能继续坐在客厅里等 等这对小夫妻终于吃完饭 时间已经是早上九点了 反正劳斯莱斯空间大 座位多 于是 郁成衍便也没有开车 打算和韩敏夏一起陪着 韩老太太坐车同去 可是谁知道 到了外边 韩敏突然伸出手来 不小心打了个哈欠 呀 阿珍怎么了 困了 郁老太太问 韩敏点点头 啊 对 最近有点累 哎呦 那可不行 去庙里还得一个小时呢 这疲劳驾驶太危险了 车上还都是孕妇呢 韩老太太说完 看向郁成衍 成衍 要不你来开车 郁成衍就是一愣 那就麻烦成衍了 韩敏说着 将车钥匙送到他手上 又不留神地打了个哈欠 呃 郁成衍瞬间脸黑 这个阿珍呢 但是当着众人的面 拒绝开车这种事情 也未免太险着小家子气了 只好接过钥匙说 那就麻烦奶奶 帮忙照顾好我老婆了 放心吧 放心吧 韩老太太说完 匆忙抬脚上车 郁成衍扯着唇 只好面色沉俊地绕过车头 拉开驾驶座的门走进去 劳斯莱斯缓缓开出了 军区大院的门 韩真坐在高小霄的身边 搂着她的腰 嘘寒问暖 媳妇 累不累 累你就靠我身上休息一会儿 高小霄还没开口就听到 对面韩敏夏的声音响起来 大哥 你刚才不是说困了吗 韩真对她咧下嘴 哦 我突然又不困了 不行啊 韩敏夏更是气得 绞紧了手指 大哥 你一定是想报复我在婚礼上 拦门的事情 你太坏了 等到了寺庙 下车之后 韩真一身 白衬衫黑西裤 又是一副高贵冷艳的 尊贵模样 哪里还有在车里 那幼稚小气的模样 两个男人各自扶着自己的老婆 陪着韩老太太进去 拜完菩萨 捐完香油 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出了寺庙 正准备上车的时候 韩真的手机突然响 玉成眼交钥匙的 手在半空中顿住 然后 得 还是她来开吧 看着某人充满怨念的背影 韩真笑了笑 先扶着高小小上车 自己也坐上去 才慢吞吞地接了电话 又怎么了 电话是 电话是玉丽婷打来的 所以她才不紧不慢 之后才接了电话 想必是要感谢自己昨天晚上的出谋划策吧 让她终于可以顺利地在岳父家过夜 可是谁知道 我靠阿珍 你知不知道 我快要被你给害死了呀 玉玉婷在那头大声地叫嚷 啊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真皱着眉 将手机拿远了一些 过了好一会儿 听不到声音了 她这才重新放回到耳边 你都发现完了 OK 现在废话少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靠 你刚才没有听到吗 玉婷无语 凝噎了 感情这抱怨了半天 她都是白抱怨了 你刚才声音太过躁了 你万一吵到我媳妇和我闺女 怎么办 韩真伸出手来 搂着高小小的腰 一边勾唇戏谑地说道 当然 如果你要是感谢我的话 那就不必说了 回头 感谢你妹呀 玉婷竟然直接抱了粗口 韩真看了对面一眼 韩敏夏正低着头 偷偷从包里 拿出一小包薯片 她皱了下眉 也有一些嫌恶地说道 你确定你要感谢我妹 韩敏夏听到自己的名字 立刻抬起头来 警惕地望着她 双手则是死死地 护着手里的薯片 一副生怕被人抢走的模样 简直了 行了行了 我跟你说 我这次真的要被你给害死了 你说说 你出了什么扫主意 什么人工降雨 搞得雨下得那么大 地上全他们都是水 我他们一大早就在家门口摔了一脚 头摔破了不说 还缝了十几针 到现在我的头还晕着呢 以后还得顶着个大光头 过整整一个月 问完了医院和病房号之后 韩真挂断了电话 心无旁骛地 打开了连衣带过来的包 将里面的粉色保温壶拿了出来 开始为高小小喝烟窝粥了 韩敏夏一边嚼着薯片 一边壮丝不经意地问 大哥 是谁要感谢我呀 韩真没好气地拟了他一眼 吃你的薯片 哼 算了 不说就不说 他一片接着一片地吃着 吃得特别开心 没人管就是好啊 想吃啥吃啥 正得意呢 原本紧闭的车门 突然被人从外边推开了 玉成眼皱着眉头站在那 讨债似的语气 老婆哪儿来的薯片啊 韩敏夏就是一愣 不等他开口 玉成眼便长臂一疏 将他的薯片抢走 韩敏夏则是气得 哇哇大叫 啊 不 我的薯片 我要吃薯片 乖老婆 你现在肚子里怀了宝宝 不能吃这么高热量 又没有营养的东西 对宝宝不好 知道吗 玉成眼语重心长地说道 直接转身迅速地 走到路边的垃圾桶 将薯片全部扔进去 韩敏夏看着高小霄 坐在那儿 被伺候着喝燕窝粥 心里那个不平衡啊 他咳咳小嘴 等到玉成眼回来之后 他开口说道 奶奶怎么还不出来 我都饿了 再等会儿吧 估计快了 玉成眼说完 抬起左腕看时间 刚才捐完钱出来的时候 韩老太太突然说 忘记求什么平安福了 担心高小霄和韩敏夏 两个孕妇 等久了会身子累 便让他们先出来 坐在车上等他 这会儿估计还在求福呢吧 韩老太太这会儿 在大殿之内 求完了平安福 这才由连移扶着往外走 再加上 已经是五月底的天气了 时间又是正午 太阳火辣辣地靠着地面 香火缭绕 熏得地表温度 直接升高了好几度 热得不行 也因为求千领验 宝塔寺这几年 更是名声远播 每天从大老远跑来 拜神求佛的数不胜数 虽然今天不是周末 前来的香客 也是魔剑接踵 人满为患 这不 刚走到外边 就有个孩子 横冲直撞的 一下子 撞在了老太太的腿上 哎呦 老太太 哎呦一声 身形亮翘一下 还好有涟漪在一旁扶着 才不至于跌倒 涟漪也是下了个不轻 老夫人 您没事吧 韩老太太摆摆手 看向那孩子 小朋友 没撞到吧 那男孩看着 有十岁左右的年纪 穿着一身 红色的短袖T恤 加牛仔裤 小肚子胖咕咕的 捂着头 哭着喊着 好疼啊 妈妈 妈妈 静言 一道熟悉的女生 便传了过来 高真宁手上 提着大包小包 过来就抱着儿子 上上下下地摸着问着 还不赶紧走 摸摸蹭蹭地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 一身贵妇打扮的蒋梦怡 也出现在了视野里 她草草地看了一眼 那两个衣着朴素的老太太 眼光嫌弃 立刻转身抬脚离开了 高真宁 确定儿子没有事 也就放心了 抬起头要走的时候 却没注意和韩老太太 对视了一眼 她张张嘴 表情惊讶 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匆匆点了下头后 拉着顾锦炎便走了 老远的还能听到 蒋梦怡的埋怨声 就你一天到晚的破事多 不能把孩子看好吗 这么大的寺庙跑什么跑 哪天非得被人拐走了 才上心是不是 高真宁一句都不反抗 像个小媳妇一样 牵着儿子 一步一去地跟着 老夫人 这不是顾家人吗 涟漪小声地问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见到您都不打招呼的 老太太叹了口气说 唉 可能没认出我吧 今天因为要出来拜菩萨 她特意选了一件 去年旧衣服穿着 看着比较菩萨 再加上年前不久 又把一头白发给染成了绿色 蒋梦怡站得远 不认识很正常 不过 就算是认识 韩老太太也懒得和他们寒暄 来到了外边车旁边 就见到四个小辈都坐在车里休息 奶奶 都完事了 韩真伸手 将老太太扶上车 嗯 韩老太太应了一声 都累了吧 现在回家去吧 奶奶 玉婷受伤住院了 所以我刚才和成衍说了 打算顺路过去看一下 完事了咱们再回家 您看行吗 玉婷受伤了 哎呦 怎么回事啊 老太太一脸的惊讶 公立医院 某普通病房 玉婷醒来之后 立刻被安排拍了脑部CT 确定没有什么震荡 因为后面剃了一大块头发 太丑了 她索性把头发便全部剃掉 结果一照镜子 气得冲到洗手间 拿起手机对着韩真 就严重讨伐一番 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她皱着眉头 俊脸苍白 形容憔悴 一番打电话时候的生龙活虎 反倒颇有一些 西子捧心的虚弱模样 老板 是不是伤口很疼啊 游小乔见她这样 真是心疼死了 扶着她小心翼翼地 往病床边走 好让她去休息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七百五十五集 唉 脑袋缝了十几针 能不疼吗 玉玉婷说完 看了一眼 一直坐在隔壁床上 闷不吭声地又看山 又改口说道 但是啊 只要伯父能消气 这些疼也算不了什么 游看山的嘴角抽了一下 她尴尬地轻咳一声 刘慧丽忙拉了拉她的袖子 好像生怕她在说出什么 不好听的话来 游小乔也埋怨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等扶着玉玉婷在床上坐下之后 于是她说道 老板 现在都十二点多了 早饭就没有吃 一定饿坏了吧 玉玉婷 虚弱地点下头 这么折腾了一上午 加上流血过多 她的确是有点饿了 那我除去给你们俩吃的吧 你想吃啥 游小乔一脸地贤惠她问 玉玉婷抬起头来看着她 小丫头的眼睛和鼻子 还红肿到不行 一看就是刚刚哭得很惨 再加上头发乱糟糟地 身上还穿着脏兮兮的睡衣 她这心头一软便说道 不用买了 你留在这陪我就行了 说着 她抬起手抓着她的小手 在手心里揉了揉 这间普通病房 一共设有两张病床 虽然隔壁的病床 现在是空着的 但是游看山和刘慧丽 这会儿都在啊 游小乔的脸 立刻红了 她只好低头 小声说道 那也不能不吃饭呀 游看山一阵地猛烈咳嗽 她开口说道 行 我去买吧 等等 刘慧丽也站了起来 既然小玉已经醒了 人也没啥事了 那我回家做个饭 再送过来吧 外头东西吃了不健康 不利于身体恢复 那就谢谢伯母了 您对我真好 玉婷不客气地笑道 刘慧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哎呀 应该的应该的 要不是因为看山呢 你也不会受伤 说完她起身 拉着丈夫就离开了 到了外边的走廊上 游看山猛地 甩开妻子的胳膊 就是摔坏脑瓜子吧 有那么娇贵吗 那外面东西 咋就不能吃了 还得赶回家 给她做完再送过来 你也不嫌那么累的活 刘慧丽愣了愣 便说道 我这不是为了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 人家小玉 能把脑袋摔破吗 我又不是故意的 游看山忍不住回嘴 再说了 谁让她半夜偷摸 跑我闺女屋里去了 我说你咋还 看不清形势呢 刘慧丽 无奈地看着丈夫 那他们现在都已经 那啥了 得还不同意 这能行吗 游看山攥紧了双手 脸红脖子粗 瞪着气子 明明气到不行 却不知道 该怎么反驳才好 麻烦二位让一下 身后突然有人 客气地说道 哎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啊 刘慧丽吓了一跳 忙拉着丈夫 靠边站着 让那个人行过去 经过眼前的时候 他忍不住又多看了一眼 实在是 那几个年轻人都长得太过出色了 尤其是那两个男人 模样都好看到不像画 再加上高大挺拔的身材 出类拔萃的气质 一看就知道是上流社会家里的孩子 尊贵到没边了 至于那两个女人 其中一个孕妇模样的 五官精致漂亮 像个洋娃娃 另外一个 清纯秀美 看着就特别舒服 等进了电梯之后 刘慧丽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刚才那几个人长得真好看 小玉一样一样的 游看山双臂往后一背 冷哼一声 好看什么好看 能当饭吃啊 死老头子真不见风景 另外一边 一行六人在走廊里找了半天 总算是找到了 那个不太明显的病房 连一敲了敲门 便听到里面熟悉的声音传来 来了来了 房门打开之后 游小乔看见了 这眼前的一大帮人 惊讶得都结巴了 翠花 萧萧 韩大哥 还有韩奶奶 你们 你们 你们咋都过来了 玉玉婷原本还想要弄虚作假 一听游小乔这话 她立刻从床边坐了起来 中气十足 快让他们进来 进到病房之后 韩真 先是将玉玉婷打量了一番 下定论 看来你伤得不重 玉玉婷扯了扯唇 还算你有点良心 知道来探望下我 韩真笑了笑 又扫了一眼 设施简单的病房 语气疑惑 你确定 你要在这儿住院啊 韩老太太也是在那边打量着 一边皱着眉头 这家医院有VIP的房间吧 玉婷啊 如果真需要住院的话 要不要我让连姨去帮你转个VIP病房 哎呀 不用不用不用 玉玉婷连声拒绝 这间病房啊 是我岳父大人给特意安排的 我就住这儿 岳父大人 韩敏夏眨眨眼睛 小乔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三又是怎么受伤的 有小乔才不好意思说出事情真相呢 支支吾吾的半天也说不出个合理的理由 还好玉玉婷很快把话茬接过来 哎 倒霉啊 早晨在小区的时候 我没注意摔了一跤 磕到了脑袋 我岳父特别地紧张 立刻就把我送到这家医院 还拍了脑部CT 让我必须要留院观察一周 才可以出院呢 怎么听着就那么不真实呢 韩真也是瞇了瞇眼睛 行了 算了吧 就让他保留一点男人的尊严吧 最单纯的就属韩敏夏 他哇的一声 一双惺惺眼佩服地看向游小乔 哇 小乔 你爸爸真的好好啊 这么疼女婿啊 哼 那是 玉玉婷扬眉微笑语气得意到不行 也不看看我这条件有多好 这么好的女婿 我岳父当然得珍惜了 哼 玉成眼目的发出了一声轻笑 磕破脑袋 都快三十岁的大男人了 路都不会走吗 你管我 玉婷嫌弃得撇撇嘴 想着 待会儿游看山和刘慧丽就要过来 忙开始赶人 哎呀 好了好了 现在你们啊 看也看过了 话也说过了 可以走了吧 啊 对了 他慎重地补了一句 记住了 千万不要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奶奶和爸妈 他觉得家里那三个老人一个比一个闹腾 尤其是杨夕 万一要是知道他被摔破了脑袋 肯定会特别担心的 韩真挑了挑眉 从众人转身之际 突然掏出手机 对着玉玉婷比了一下 随后就扶着高小小的胳膊 往外走 好了 我们走吧 玉玉婷也没多想 他挥了挥手 看着闲杂人等总算走了 病房也清静了 心里无比的舒畅 尤小乔送完客人之后 刚回到病房 就听到有手机的声音响起 玉玉婷抬脚过去 从自己换下来的衣服里找出手机 只见他手指滑了几下 马上脸色就沉了下去 咋的了老板 尤小乔不解 走过去一看 原来韩真把刚才拍的照片 已经发到了八面埋伏微信群里 照片上面 玉玉婷正坐在一张简陋的病床上 虽然翘着二郎腿 姿态优雅 表情也还算轻松 但是那一身蓝色的病号服 再加上那颗光头 包裹着白色的纱布 一看上去 还是挺触目惊心的 燕南生说道 哎呦喂 玉婷这是怎么了呀 齐承昊说道 萧发为丧 封尘安说道 顿入空门 上官燕说道 这是住院了吗 陆自衡说道 不会又被尘眼开嫖了吧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欲成眼之所以加入八面MF微信群 那纯粹是为了当初寻找韩敏夏的下落 自从韩敏夏回到帝市之后 他就把那个群给屏蔽了 从来都不点进去看 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成为了众人所有人心中的偶像 毕竟两度把学过泰拳的私家侦探玉小三打得头破血流嘛 至于 韩敏夏本身就不在那群里 自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高小霄倒是后来看到了聊天记录 不过也是一笑置之 车先开去军区大院 等司机欲成眼带着韩敏夏下车之后 由韩真接着继续赶往瑞源 在车里 韩老太太把一个金色的平安符交给了高小霄 说是能保佑她平平安安 把肚子里的虫孙女生下来 高小霄虽然对这些事情不禁相信 但是为了让老太太安心 便接过了平安符 放在了跨包最里层的袋子里 韩老太太看着便放了心 回到家以后 韩正明终于红还没回来 估计是够悟够上眼了吧 韩老太太也不催 和孙子孙媳妇吃过午饭之后 便回屋休息去了 韩真带着高小霄回到楼上卧室 关好门之后 就伸手帮她借衬衫的纽扣 要让她午睡 高小霄见她这么积极 不禁狐疑地看向她说道 刚才在车上的时候 你就为我喝了一大碗燕窝粥 回来又一个劲地让我多吃午饭 现在我这肚子里还撑着呢 就让我睡午觉 你是要把我养成猪吗 高小霄要低下头 手指捏捏自己软软的腰 你看 我现在都胖了 还说要过几天去参加什么订婚宴 她想想就觉得虐心 韩真没说话 迅速又利落地 将她身上的衬衫脱掉 然后搂着她长指一捏 将她的胸衣排扣解开 胡说什么呢 哪儿胖了 那是我闺女 真的不胖 高小霄怀疑地看着她 真不胖 韩真说完一本正经的 用手在她的肚子和腰上摸了摸 你看 这小蛮腰 真喜 尽管她语气夸张 知道可能说的是假话 但不得不说 女人的心呢 就是爱慕虚荣的 听完这恭维的话之后 心里面还挺舒坦的 于是高小霄也笑了 搂着她 双手贴着她的腰 将她抱紧 不胖就好 不然我怕过几天 裙子都穿不上了 该没办法 去参加订婚宴了 本来她的身上衣服已被脱光 还这么紧贴在她胸前 小猫似的在她怀里蹭啊蹭的 再加上她身上只有一件白色衬衫 韩真只觉得温香软郁在怀 胸口吐气如蓝 几乎一下子身体就绷紧了 高小霄自然也立刻感觉到了她的变化 眨眨眼睛便松开手 想要从她怀里退出来 可是腰上却被她猛地攥进 接着湿热的吻就落在她额头上 脸上 然后不断地往下 很快便到了唇边 高小霄只来得及发出这么一声污 口中便被她侵入 纠缠了起来 滚烫的气息翻搅着 吸着她的唇舌 惹得高小霄不禁微微颤抖起来 直到她呼吸快困难了 韩真这才放开她 有声黑幕当中 闪着两道悠悠的光 有点怨念 又带着难以自控的欲念 你是不是又在聊我呢 高小霄没说话 脸上却一点一点地红韵起来 尤其是耳朵 韩真知道她很容易脸红 只不过若是以前也就罢了 可现在两人都做过很多次 而且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也因为离得太近 此刻她清楚地看到 她红红的耳根 娇艳欲低 像是要滴出血来 漂亮到不行 于是抬起手来 骨节雅致地长指恶作剧地 在她耳朵上捏了捏 只觉得软乎乎的 又热乎乎的 手感可是好到不行 高小霄被她捏得浑身色色发抖 随即便在她的怀里将头埋得更深了 只听到她低沉的嗓音细血地说道 你自己说吧 现在怎么办 韩真问完前她始终不说话 她也不着急 玩够了她的耳垂就往下 在她白皙的脖像细细地揉捏起来 高小霄只觉得她手指经过之处 好似有电流一般 勾得她心里也痒到不行 终于忍不住 伸手把她手抓下来 低声警告 你别闹 现在是白天 白天怎么了 韩真不以为意 低下头 在她脖子上秀了秀 只觉得身体崩得更快了 对她来说 做那种事情 没有什么必要 规定好时间和地点 只有想和不想 以及气氛倒霉到 我困了 高小霄给出了一个理由 宝宝要睡午觉了 等了半天 也没等到韩真的反应 高小霄疑惑地抬起头来 见她也不说话 微抿着嘴 黑眸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好似在声讨 每当她看到她这副表情 高小霄就觉得压力山大 好像自己做了 多么对不起她的事一样 这个时候 在医院里 下午一点多 大约隔了一个小时 由堪山和刘惠丽 终于再度回到了病房 来 小月 你现在脑瓜子受伤了 医生说 饮食啊 必须以清淡为主 不能吃刺激性的 所以我特意啊 给你做了 青炒虾仁 豌豆烧牛肉 柿子炒鸡蛋 还有冬瓜排骨汤 刘惠丽将带回来的饭菜 一一放在一栋桌板上 伸手招呼尤小乔 小乔 小乔 来来来来 你来喂小玉吧 我做的饭够多 你俩正好啊 可以一顿吃 谢谢伯母 玉玉婷感动地说道 客气啥呀 你真是的 刘惠丽说完 又开始指使起了丈夫 堪山 你却把我刚才买的水果 都洗洗 苹果削了皮 切成小块 再端过来 让小玉翻后吃 游堪山板着老脸 拎着袋子离开了 病房条件一般 他在里面的水龙头 一边洗着水果 一边不停地 在心中 泛起了嘀咕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757集 游堪山的这个老婆 平日里 真的是省吃俭用到不行 不然的话 也不至于 家里的电气坏了 这么多年 都舍不得换新的 可是呢 刚才 不但去菜市场 买了一大堆的菜 来的路上 路过水果摊 又买了一堆 高价的水果 那车离子 八十几块钱一斤 居然眼睛都不眨 买了两斤 不行 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真的担心 他老婆 马上就要倒戈相向了 他得想点办法 游堪山皱着眉头 就在那 冥思苦想了起来 二十分钟之后 再度回到病房 游堪山便看到了 玉玉婷 大爷一般地 躺在床头 一栋桌板 堆在他面前 而游小乔 则是坐在边上 拿着勺子 一口一口地 喂他喝汤 游堪山忍不住 择了一声 开口说道 不是脑瓜子受伤了吗 咋的 这手脚也不挺使用了 游小乔抿了下嘴 假装没听到 好了好了 在游堪山 要上前阻止的时候 刘慧丽忙拉住他 我问你 这苹果怎么没削皮啊 也没切呀 这么大一个 你让小玉他咋吃啊 游堪山没好气地 瞪着他 他又不是个小孩丫子 非得切成小块 才吃得叫呀 刘慧丽则是 白了自己丈夫一眼 他笑着冲玉玉婷 说道 小玉啊 那就待会儿 先吃点车里子吧 想吃苹果的话 让小乔帮你削 谢谢伯母 玉玉婷勾唇浅笑 刘慧丽继续笑着说道 哎呀 你客气啥呀 你现在受了伤 我们就应该 好好照顾你 他不像丈夫那么固执 既然玉玉婷和自家女儿 目已成舟了 小乔又那么喜欢她 她便只能 坦然接受了 对了 这几天你都要住院 那让小乔给这陪你吧 有啥需要的东西 跟我说 回头啊 我帮你俩准备好 送过来 刘慧丽又热情地说道 真是太谢谢伯母了 玉玉婷继续表示感谢 游小乔也开心地说道 谢谢妈 哎呀 不谢不谢 谢啥呀 别客气啊 刘慧丽笑呵呵的 病房里的气氛一时 竟好到不行 游看山急了 猛地大喊 不行 小乔跟我俩回家 这儿找个护士照顾他就行了 游看山掷地有声地表态道 游小乔淡淡地看了一眼父亲 语气硬邦邦的 我不回去 我要照顾老板 你 游看山气得脸红脖子粗 伸手 指着他就好道 你说什么啊 你再给我说一遍 游小乔深吸口气 他放下勺子小脸严肃又坚定地重复 我说我不回去 我要照顾老板 好啊 你长大了赤板印了 连你亲爹的话都不听了 是不是 游看山气得双肩发抖 这番话 说的时候表情可谓是失望透顶 游小乔看着父亲的模样 心里头也不好受 但是 对 我长大了 我有自己的思想 你不要再以为 我还会像以前似的听你的话 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也有选择谈恋爱的权利 就算我以后失恋了 被人甩了 我也不会找你哭的 游看山下恶线条紧绷 双拳也是紧紧攥到一起 内心所受的冲击太过强大 让他有些接受不了 房间里有着瞬间的安静 最终他点了下头 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就离开了 刘慧丽被吓到半天没话说 直到看到游看山真的推门走出去 忙起身追出去 不是 看山 看山 那你上哪去啊 游小乔咬了咬下唇重新坐回去 木然地拿起了勺子 咬了一勺汤 刚咬地过去 纤细的手腕却被一只大手给握住 他抬起头来 就看到玉婷表情认真又严肃地看着他 小乔 不要这样和你父亲说话 他心里会难过的 虽然他也很苦恼 岳父始终不肯接受自己 但是 却也不想因为这个 导致游小乔和游看山之间 产生什么不愉快 不管怎么说 他们夫妻两个人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 游小乔的眼眶渐渐发红 他低下头 嬉戏鼻子说道 可是他太固执了 从小到大 我什么事都听他的 但是这一次 我真不想听了 玉玉婷内心叹口气 将一栋桌板往后一推 抱着游小乔涌入怀里 傻瓜 他大手一下一下地 抚摸着他蓬乱的头发 声音低沉 却又透着前所未有的温柔 你放心 这些事情都交给我就行了 可是你现在都受伤了 他还这样对你 游小乔边说边缺着小嘴 嗓音细细柔柔 还透着一丝哭腔 他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他的父亲 那么不喜欢老板呢 甚至现在他老板都受伤了 他还是那么挑剔嫌弃 玉婷搂着他 微微地粗眉思考 半天之后 他才突然开口说道 伯父这么不喜欢我 是不是和三年前的事情有关 三年前 游小乔的注意力瞬间集中 对 你是说 游小乔眨着眼睛 三年前的时候 他和父亲被黑道一帮人绑架 差点连命都没了 那帮黑道人的年轻人 实则是地势有家世背景的 却不学武术游手好险的富二代 就是因为先前 被身为警察的游看山抓过一次 吃了牢饭 就回来寻思报复 还好当时郁郁亭路过 救下了差点被侮辱的游小乔 又把受伤昏迷不堪的游看山送进医院 后来还找了上级的人这才 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 难道就因为那件事 所以父亲的有钱人身无痛绝 那怎么办呀 游小乔知道真相之后反而更加愁了 因为他去过军区大院郁家 简直不仅仅能用有钱来概括 还有势力 尤其是全家都有政治背景 完了完了 哼 没事 郁郁亭却是笑了起来 黑毛放着光 摩拳擦掌 撤下就不用担心了 我怎么能不担心啊 我爸的性格你也看到了 他今天都拿警棍打你了 那警棍可是 他藏在家里用来防身用的 话没说完 他的嘴就被郁郁亭给封住 半天之后 松开 游小乔 小脸红润 喘息不定 脑子里面一片的混乱 玉婷满意地笑了笑 却听到了他 柔声细语 嗓音再度怯怯地说道 老板 我今天还没刷牙 从早晨起来 发生意外 到医院 他刚刚还吃了饭的 嗯 啊 本期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 和你们明天见咯 抽了抽 抽了抽 没事 我也没刷 所以 无所谓了 说完 玉婷又抱着他 缠统匪测亲吻起来 第二天的上午七点多钟 天色已经大亮 玉家二楼某卧室房里 粉色大床上 博背下面 玉存玉 玉存玉单手撑头 看着妻子闭目睡着的模样 窗外微微透露进来的光 打在他白皙细嫩的小脸上 低垂架来的假睫毛 黑浓 卷翘 尤其是两片墨色的蝶翼 甜静 而又美好 还不行 玉存玉 微醋下眉头 低头 薄瑞的双唇 磨蹭着他温柔的唇瓣 缓缓深入 常欢言因为呼吸不了 终于醒过来 一双小手无力地推着他问道 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吗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他每天早晨七点钟 就会起床下楼了 哪儿还会在这儿赖床呢 是 男人声音很是低沉 但是 上午得先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常欢言有点不敢相信 他的眼睛 因为两个人都在被子里 他还搂着自己的腰 他的衣服又没穿 结实的胸膛紧贴着他 温热的气息 鼻子交缠 诱惑力实在太大 他感受自己 都快hold不住了 郁存玉笑了一声 去医院 哦 常欢言垂下了眼睫 刚要开口 你跟我一起去 郁存玉说完 转过身去揭开被子 起床 常欢言惊讶地看着他结实的背影 可是 今天我好像不需要运检吧 不是运检 郁存玉转过头去 幽静无波的黑眸 透着一字难得的笑意 是去医院 经见郁存玉婷 未来的岳父 常欢言 邓时更是惊讶了 梳洗打扮完毕 吃完早饭 直到坐在 郁存玉的那辆车上 被他载着赶往医院 常欢言的心里 还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需要他 去看郁郁婷的 未来岳父呢 虽然说长嫂如母 可是 说句实话 他好像还没有和郁郁婷 单独私下里 说过什么话 也就是说他们关系很淡 很淡的 难道这是让郁存玉 这个兄长 代替郁东辰 过去看看 而他只是因为顺带 嗯 只有这个可能了 想明白之后 常欢言又开始 在心中偷偷感慨 真没想到 郁存玉竟然会答应 这么小儿科 又加床里短的琐事 倒真是让他 有点刮目相看 等到了医院 下车之后 郁存玉扶着他的手 就往住院部大楼走去 坐电梯来到三楼 找到308号病房之后 郁存玉 敲了敲门 里面便传来了 郁郁婷的声音 进来 推门进入 常欢言 一眼就看到了 郁郁婷穿着一身病号服 盘腿坐在床上 头发全部被剃光 头上还抱着厚厚的纱布 大哥 大嫂 你们来了 郁郁婷眼睛一亮 立刻下床来迎接 啊 大嫂 你现在怀孕了 坐这儿吧 常欢言听话地坐在椅子上 听到郁存郁问 人呢 现在才八点半 我岳父可能九点钟会过来 郁婷说完 走到桌子边上 照了一次性的被子问 大嫂 你要喝水吗 还是想吃水果 不用了 我刚刚吃过早饭过来的 常欢言看了他头上受伤的样子 也不好意思他来招待 郁婷呵呵地笑了一下 啊 那你有需要了 就跟我说 嗯 好 这里就你一个人 郁存郁再度开口 他看了一眼这病房的条件 多少显得有些简朴 而且还有两张床 上面都放着被褥 一间房间两人睡 这个从小到大养尊处优的弟弟 竟然能忍受 没有啊 小乔去帮我买粥了 哎 跟他说了我不饿 不用买不用买 就是不听 郁玉婷一副无奈的语气 他隐隐地透着一丝炫耀 下楼 有小乔正在去买早餐 却在走出医院门口的时候 刚好跟前来的父母碰到 小乔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刘慧丽问 哦 我要去给老板买早餐 游小乔低着头 还是看都不看游看山 一来他有点怕 二来他也觉得 有点不太好意思 毕竟昨天刚吵过假 早餐 不用买啊 我都给你俩带过来了 刘慧丽忙说道 游小乔偷偷偷地抬眼看了一下 结果游看山和刘慧丽的手里 正一人提一个保温壶 那 这是我昨个晚上 跟看山特业去超市 给你买的保温壶 这里头啊 装着我早晨熬的小米粥 还有些小菜 都热乎着呢 刘慧丽解释道 游小乔说不出话了 他还以为昨天 下午争吵之后 父母不会再到医院来探望了 可是没想到 游看山接受到 女儿感动的眼神 脸上也是有一抹尴尬掠过 低咳一声 便一言不发地抬脚走了 刘慧丽笑了笑 一手掺着女儿的胳膊 低声说道 你爸他呀 就是典型的刀子嘴 豆腐心 虽然他现在 还不能接受小玉 他也是担心 你照顾小玉 会不会太辛苦 所以这一大早啊 就催我赶紧把早饭做好了 再送过来 总之 你也别太着急 你和小玉的事情啊 还是得慢慢来 给他多一点时间 去适应和接受 我相信啊 最后 他一定会同意 你俩隔一块的 嗯 游小乔点了下头 看向前方 游看山一瘸一拐的背影 鼻子已经酸涩到不行 三个人沉默 进了电梯 等到三楼之后 来到308号病房门前 游看山终于开口 我已经想好了 游小乔和刘慧丽均是一乐 游看山深吸口气 一股作气地说道 这臭小子吧 一确是因为我的关系 才受伤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留在这 负责照顾他 直到他健康出院 这是他昨天晚上 想了一夜后 做出的决定 不管怎么说 玉婷都是因为自己 而摔破的脑袋 而他不愿意亏欠任何人的情宅 他更不愿意自家的闺女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 和一个男人共出一室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 他怎么可能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游小乔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 瞬间就不好了 捏着小拳头发出抗议 不行 我不答应 为啥呀 游看山 粗声粗气地问 你自己明知故问 游小乔叫道 游看山瞬间怒目远瞪 什么玩意叫我明知故问呢 你把你爹当啥了 游小乔气鼓鼓地看着他 总之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只会伤害到我老板 你这丫头 你是不是喝了他迷魂汤了 你磨蹭了是不是 看着眼前这个没出息的女儿 游看山真的是浑身气都不大一出来 还想着再说点什么 却被刘慧丽打断 行了行了 你们父女俩到底咋回事啊 一天天的抄着个没完了是不是 刘慧丽翻了个白眼 过去一把夺下丈夫手上的保温壶 没好气地说道 你们俩要是真的想吵 去外面去 给我好好吵 我进去送饭 别打扰我 说完 就伸手过去握住门把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却是巴搭一声 被另外一个漂亮的男人 用大手打开 同时一个陌生男人 出现在他事业里 他的年纪大约三十四五岁左右 足足有一米九的身高 黑色衬衫 黑褐色休闲裤 袖子很随意地挽着 露出半截精壮小臂 以及左腕上的明表 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 五官线条略现严肃正气 深随着黑某平静无波 虽看不出来 有什么情绪的波动 但是却是隐隐透露出一股 说不出的威严和气势 光是被他这么静静地看着 刘慧丽就觉得有一阵压迫感 猛地袭来 张着嘴巴愣没说出话来 倒是游小乔惊讶地 看着本不应该站在这里的 郁存玉 乖乖地喊了一声 郁大哥好 郁存玉先是对他点下头 深随眼波 缓缓扫向了游看山 和刘慧丽 乘声开口 二位就是小乔的父母对吧 我是郁存玉 也是玉婷的大哥 你们好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59集 刘慧丽依然是直愣愣地 看着眼前身材挺拔 气场过于强大的男人 他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至于游看山嘛 一听到郁存玉三个字 双眼瞪得特别地大 侯杰更是上下快速地动着 不知道是因为激动 还是别的什么 整个人都有一些魔症似的 看着他 郁存玉的眼底 迅速地划过了一丝深意 抬起右手 握向游看山 很是随意地问道 伯父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这句话一出口 游看山的眼圈直接就红了 将右手在衣服上搓了搓 才颤悠悠地伸出手来握住 郁存玉的手 郁队长 他的声音又干又哑 带着显而易见的激动情绪 我游看山哪 你还记着我不呢 郁存玉定定地看了一会儿 这个眼前的激动老人 随即脸上划过了一丝顿悟 他点点头 原来是游警官 真是不好意思 王辈很久都没有 我真的呀 郁队长啊 你还记着我呢 游看山兴奋地打断他 那张瘦巴巴的老脸 几乎都放了光 眼睛更亮到不行 我当然记得了 游警官当年突然从警队退休 真是我们地势警务人员 和广大群众的重大损失啊 郁存玉夸张地说道 因为这句话 游看山的表情也变得不好意思起来 他搓着自己的双手 笑得老实芭蕉的 我当年突然受伤了 警察在一行呢 肯定是干不下去了 就是 就是当时预队长 你突然被派出国了 所以呢 我才没来得及 跟你报备一下了 哦 原来如此 郁存玉说完 便关心了一下 他腿伤复原的情况 以我看山回答的 自然是轻描淡写 虽然当年 突然因伤被迫退休 心里头很是不舒服 但是不管怎么说 时间都过去了三年多了 他年纪也大了些 当初耿耿于怀的事情 如今 也算是早已云淡风轻 不再那么耿耿于怀了 不管做哪一行 人总是会要退休的嘛 而他 只不过是 提前几年而已 对了 郁存玉突然说道 郁婷是我三弟 听说他受伤了 所以我今天 才特地过来看看 没想到有警官 居然是小乔的父亲 我们两家人呢 真的是太有缘了 郁婷山的笑容 立刻僵在了他的脸上 什么玩意啊 这个吊儿郎当的凑小子 竟然是玉队长 你的亲弟弟 这也太巧了吧 这难怪俩人都姓玉 还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可是这 郁婷山内心陷入到 深深的纠结当中 因为这两个人的性格 差别太大了吧 他觉得当年 郁存玉虽然是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警队的队长 可是他为人稳重 做事雷厉风行 不管是个人素质 还是品格 都是让他们这些老警察 刮目相看 由衷地佩服的 可是 郁存玉呢 都快三十了 还那么没正形 明明是亲兄弟 为什么呢 大哥 怎么还不进来啊 这时候 身后传来了 玉与婷的声音 他装模作样地 坐在床上 心里却是急到不行 我去大哥 我让你假装一下 毫不知情而已 你居然 也可以啰里巴缩的 讲这么半天啊 如果不是他自己 亲眼所见 又亲耳所闻 他都怀疑 眼前这个谈笑风生的男人 是他那个 沉默寡言的大哥吗 郁存玉 则是挑了下眉 知道某人已经等不及了 于是侧过身子 让众人先进屋 不忘了给他们 介绍常欢言 这位是我的妻子 你们叫她欢言 就可以了 刘慧丽看了一眼 眼前这漂亮 又散发着 知性气质的大美人 脸上也有一些 窘迫的笑了笑 欢言小姐 你好 阿姨好 叔叔好 常欢言 礼貌地说完 便起身 想要让座 不用不用 刘慧丽自然看出了 他微图的小腹 忙推让道 您做您的 我们站着就行了 郁存玉便点了下头 坐好 别动 接下来的时间 游小乔为玉玉婷吃早饭 玉存玉则是继续和 尤堪山聊起了天 常欢言 现在总算明白了 玉婷为什么会让 郁存玉 专程来一趟 原来 游堪山以前 也是做过警察的 算是 郁存玉的下属 只不过 因为一致意外 腿受伤了 才被迫 不得不提前退休 这几年 郁存玉经历 升职和调动 再加上 经常出国办案 今天 居然 时隔三年后 第一次 和游堪山 再度见面 他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游堪山的样子 真的很激动 双手始终 不停地颤抖着 说话的时候 双眼炯炯有神 头也一直 微微地 前倾 很是专注 从心理学的 某种角度上来讲 他现在的表现 很明显是代表着 重视 尊敬 甚至是 崇拜 最后 郁存玉 一脸 歉意地说道 那我这个弟弟 就拜托游警官 您多多照顾了 他还年轻 性格也比较矮 如果有给你们 带来麻烦的地方 我这个做哥哥的 先替他 说声抱歉 游堪山一愣 赶紧说 哪里 哪里 小玉他人挺好 挺好 挺好 那我就放心了 郁存玉满意地点点头 看了一眼时间 他起声告辞了 今天局里 还有事情要忙 我必须得先走了 改天有空的话 我和家父家母 说一声 大家坐下来 一起吃顿饭 把玉婷和小乔的事情 赶紧给定下来 游警官 您觉得 意下如何 游堪山 有苦难言呢 但是 好 他一口答应下来 始终坐在病床上 没说话的玉婷 眼前一亮 双手 就不自觉地紧握 他就知道 果然这次请大哥 是请对了 三年前那件事情 他也算是半个参与者 所以多多少少 知道一些当时的情况 于是晚上的时候 他给郁存玉打了个电话 把当年的事情 彻底问清楚了 便请他今天 来帮个小忙 没想到 他这个大哥 平日里沉默寡言 没什么存在感 关键的时候 还挺上道的 也挺好用 在自己面前 像老虎一样的游堪山 在他大哥面前 竟然就像一个小粉丝 游角桥也是惊讶地 张大了小嘴 半天都没有回过事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以为需要很长时间 才可以解决的大问题 竟然就这么顺利地解决了 看着郁存玉 稳重又淡定的脸 他眨着眼睛 突然觉得 非常崇拜他郁大哥 将郁存玉和长欢颜 送进电梯门之后 门一关 游堪山脸上的笑容就没了 同时 刘慧莉的声音 在身边响起 堪山哪 你这是答应 小鱼跟小乔的事了 游堪山板了一张脸 好似不愿意答应 转过头去朝病房走去 刘慧莉也无所谓 笑了笑就赶紧跟上 一推开病房门 病房的床上 原本正凑在一起 说悄悄话的两个人 立刻就分开了 游堪山脸上 迅速便划过了一丝不悦 他眉头紧皱 半天才开口说道 臭小子 等你丧好了以后 找个时候 安排我们父母双方见面吧 游小乔呆呆地 看着父亲 然后猛地伸手捂住嘴 又把手松开 放在玉与婷的面前 老板 老板你快快快 咬我一下子 我不会是 还在做梦的吧 他将眼前那只小手 拉过去握在手心 一脸至诚地 看着游堪山说道 谢谢伯父成全 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对小乔的 我只是说 要见一下你父母 我又没说成全你们 游堪山没好气地说 玉与婷也不恼 他点头称是 嗯 我知道 总之 谢谢伯父了 毕竟 既然要见双方父母 这事儿 还不就是 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吗 尤其是他家 那三位长辈 都巴不得 他早点结婚生子呢 玉丁美美地想到 谢谢爸 游小乔也反应过来 心里头又激动又感动 他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 游堪山则是摇摇头 心中感叹 哎呀 哎呀 女大不中流啊 于是便转身离开了 啊 本集播讲完了 嗯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呃 李将桌上的保温壶 饭碗什么的都收拾好 笑着说道 小乔啊 那我也先回去了啊 啊 对了小玉 中午想吃啥 我回去给你准备一下子 游小乔一听这话 立马眼巴巴的看向玉丁 刘慧丽看了一眼女儿 便听到玉丁说道 啊 伯母 随便坐下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的 游小乔听她说完 于是便点了点头 看向母亲 刘慧丽心中感叹 脸上却还保持着笑容说道 哎 那可不行 你现在受伤了 那营养必须得跟得上 这样才能让伤口 恢复得快啊 游小乔抿了下嘴 便说道 妈 那你就做点家常的 小炒菜啥的吧 我老板乐意吃 不过别放辣椒啊 哎 这孩子 那行 刘慧丽将东西都装好之后 壮丝不经意地说道 哎 这水果好像没剩多少了 哎 小乔 跟妈阿姨等下去 我买点水果 你带回来跟小玉吃 好啊 有小乔 不宜有她 起身跟着刘慧丽就离开了 到了外边 一进电梯 刘慧丽就开口 小乔 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小玉隔一块 多长时间了 呃 刘慧丽更不接了 那是因为以前 所以才这么反对 你俩在一块的 这个 你一定要理解她 知道不 知道 有小乔 有小乔 咳了咳嘴 刘慧丽摇摇头 又说道 你对小玉的感情 妈也看在眼里 但是小玉 她对你怎么样 你 老板她对我 当然也是一样的呀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妈你就放心吧 有小乔 想也没想就说道 刘慧丽 皱眉 她也知道自己 现在说啥 都已经没有用了 自己这个女儿 真的是 爱惨了玉婷的 总之我话 你记心里啊 对男人 千万不能太惯着 不能对她太好 要注意 把我好分寸 这样男人 才会珍惜你 知道不 刘慧丽 最后只能这么提醒到 有小乔看着母亲 歪了歪脸 这啥道理啊 我喜欢老板 当然想对她好了 为什么要不能太好 刘慧丽 看着女儿 不以为然的表情 她的心中无奈 哎呀 算了 还是下次 找机会找小玉聊聊吧 买完水果之后 游小乔挥了挥手 就蹦蹦跳跳地 往回走去 推开308号病房的门 她发现 玉玉婷正坐在床头 翘着二郎腿 低头划着手机 听到声音之后 玉玉婷抬头 便直接张开了双臂 把门关好 快过来 让我抱抱 游小乔小脸顿时就红了 却还是听话地 把门繁锁好 然后提着水果过去 先放到一旁的桌子上 随后 乖巧地走到病床前 依偎进了她的怀里 她用力地抱紧玉婷的腰 贴着她的胸口 闻到了那股消毒水的味道 不知怎么回事 鼻子就是一酸 老板 头还疼吗 玉婷笑了一声 疼啊 游小乔眨了眨眼睛 心里愧疚更深了 小手在她背后拍了拍就说 还好 爸爸她终于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玉玉婷听到这话 眼底的笑容顿时更浓了 哎 宝贝啊 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啊 当然 游小乔抬起头来 望着她流光一彩的脸问道 老板 难道你不开心吗 玉玉婷挑了挑眉 恩了一声 见游小乔立刻笑眯了眼 她勾了下唇便说 嗯 看来 你真的很想嫁给我 游小乔则是立刻缺起小嘴 那你娶不娶我 在心底 她早已肯定了自己 肯定要嫁给玉玉婷 从跟她关系确定之后的那一天开始 她就抱着这份心思去和她相处的 不然的话也不会对她那么好 而在昨天发生意外之前 玉婷也放过话说要娶她 所以刚才她才会对母亲那么信誓旦旦 但是没想到 嗯 我考虑一下吧 玉婷竟然说到 老板 你 游小乔惊讶了 同时又有点伤心 难道她 还不待她想个明白 玉婷的那张脸突然猛地在她眼前放大 随即嘴就被她的脖唇封住 舌头一下就钻进来 她的吻铺天盖地的 力量很大 压得游小乔都往后咬 双腿下意识地圈住她的腰 然后两个人就这么倒在了床上 衣服下面她大手不安分地顺着下摆伸进去 不停地摸索着 空气中只剩下男女急促的呼吸声 这时突然传来了病房敲门的声音 游小乔吓到不行 手忙脚乱地推开身上男人 将两个人凌乱不堪的衣服整理好 又把床单拉了拉 游小乔洋装胆定开口 来了来了 玉婷笑了笑 双手悠闲地枕在脑后 看看她装模作样地去开门 进来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女护士 要给病人做例行检查 检查的时候 玉婷她也挺配合 躺那一动不动 任由她解开病号符 露出结实 又密色的胸膛 可能是因为玉婷长得太好看 又被一双黑幽幽的漂亮眼睛看着 小护士脸都红了 手指有一些颤抖地解开第二颗口子 第三颗 然后又去解第四颗 有小乔子是忍不住 狮子一般地冲过去 双手死死地拉住玉婷的衣领 凶巴巴地问 你要干啥呀 小护士脸上就是一白 盲解释说道 是这样的 我需要给病人量个体温 再清一下心跳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就听呗 干啥脱衣服啊 有小乔一双大眼睛气呼呼地瞪着她 昨天来的是个男护士 人家怎么不需要脱衣服呢 小护士脸上由白变到红 再由红变到白 最后仓促又尴尬地检查完之后 立马转身就跑了 现在医院里都招的什么护士 静着那些没用呢 游小乔下了个定语 这才将门再度关上 你转过头 玉婷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 眼神细血地看着她 宝贝啊 本来呢 我还想让她给我擦个澡的 你怎么把人给赶走了 游小乔一听 我帮你擦 说完 她就卷起衣服袖子 去拿毛巾和盆 进去接水了 玉婷先是一愣 随即忍不住笑了 外边阳光正好 听到洗手间里 刷刷的水流声 她懒洋洋地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往八面埋伏微信群里 发了一条消息 今天天气不错 我想结婚了 今天刚好是周末 这条消息一出来 立刻炸了群 燕男生说道 我去 真的假的 风尘安说道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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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燕说道 真的吗 恭喜恭喜啊 齐承昊说道 恭喜啊 日子定了没有啊 风尘安说道 请客呀 燕男生又说道 哎对对对 请客呀 风尘安说 必须得请客 陆自衡说道 请楼上的这两个单身狗 就行了 我们已婚人士啊 都没空 谢谢啊 燕男生说道 哎呀我去 这全没法呆了啊 风尘安说道 太欺负人了 燕男生又说道 哎不行 我得去把陆哥拉下来 他现在还单身是吧 陆自衡呵呵一笑 高小小此时正坐在车里 闲得无聊 拿出手机来刷一会儿 便看到了八面埋伏 微信群里的消息 他惊讶地转过头去问 三哥要结婚了 韩真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他跟你说的 不是啊 他在微信群里说的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所以才问你啊 高小小说完就笑了 太好了 家里又要有喜事了 韩真挑了下眉 认真地开着车 没回话 这么说 我又要有个嫂子了 高小小又说道 虽然尤小乔比她大两岁 可是高小小觉得 她实在长得太裸利了 而且性格也天真活泼 怎么也没办法将 嫂子这个词 搁在她的身上 韩真则是点下头赞同 怎么女儿又多一个舅妈疼了 高小潇立马说道 小白也多了一个舅妈疼了 后车座上的儿童座椅上 高小白高冷地抬起小眉毛 不知可否 到了商场 一家三口来到某品牌店里 便开始选衣服了 今天出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给高小潇 选购订婚宴上要穿的礼服 不一会儿 韩真就拿着一件淡粉色的洋装走了过来 这件吧 高小潇有一点不太想穿这个 她现在怀孕了 这种贴身带弹性的洋装 一上身就容易露出她的小肚子 怎么不喜欢这个颜色啊 韩真挑了挑眉 我喜欢这一件 高小潇则是拿着自己先前看中的一条黑色长裙 说道 这条裙子的腰部有一些隔层皱褶的设计 可以很好地掩饰住她的小肚子 行 那就试试吧 韩真直接说道 高小潇看了一眼 发现店里的客人并不多 于是便点头 嗯 好 拿着两条裙子进了十一间 拉上了帘子 刚把身上的衬衫脱掉 布脸刷的一下就被扯开了 哎 高小潇吓了一跳 但发现原来进来的人居然是韩真时 顿时无语 你进来做什么呀 韩真将布脸勾上 眼睛直勾勾地落在她的胸口 白皙的肌肤 勒在黑色的胸衣里 显得格外诱惑 她靠近了一点 双手放在她的腰上便说 风云儿说这礼服不太好穿 所以我进来帮帮你 十一间原本就狭小 尤其是她还是个大男人 人高马大 低下头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胸口 一点遮掩也没有 高小潇脸红心跳 忙拿起衣服挡在前面 谁知道韩真却是一声闷笑 媳妇儿 你身上有什么地方我没有看过 你挡什么呀 高小潇一气便直接拿脚把她踹出去了 自从怀孕之后 高小潇就不再穿高跟鞋了 今天穿的是一双舒适的休闲运动鞋 踢在腿上并不疼 但是韩真也怕她动作太大有危险 只好离开 高小潇不放心地踮起脚 把帘子左右都拉好 还有一点怕她再近了 真是的 为什么这家店的十一间居然还是布帘子的设计 太不安全了 外面便传来了小孩子稚嫩的声音 爸爸 你的裤子脏了 哦 没事 韩真答应了一声 高小潇捂着嘴忍笑 是一间外面 韩真胆了胆裤脚 那并不太明显的灰尘 道貌黯然地往那里坐 他双手插在西装裤口袋里 长身玉力 身边还站着一个同样黑色西装打扮的小男孩 一高一矮一大一小 相似的面孔引得店员不住侧目 然后笑声地议论 诶 韩总 突然有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声音里面还带着一些惊喜 韩真寻声望去 轻皱眉头 你是 韩总 是我呀 我是王伟 婷婷的爸爸 你还记得吗 男人有些胖 一身黑色的西装 纸上还夹着一根抽了一半的烟 一副真巧的样子 韩真点了下头 虽然并没有想起来他到底是谁 眼尾瞄到他手上的烟 立刻说道 呃 我说你能把烟掐了吗 王伟先是一愣 随即立刻点点头 哦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啊 我这就去掐了 他匆匆到店外 将烟掐在走廊上的垃圾桶里 店面都是纯玻璃设计的 从里面的视野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一直站在电梯旁边等着 可能是看到王伟出来 兴奋地想要上前 刚走两步却突然又停住 握住包 表情委屈 王伟再度回到店里 就笑着对高小白打起了招呼 哎哟 小白还记得王叔叔吗 记得 高小白点下头突然伸手 指了指窗外那个女人 王叔叔 外面的那个姐姐好像在看你哦 小孩子的声音清脆又带着铜针 王伟脸色一遍盲说 嗯 小白 你看错了 我不认识她 她应该是在看别人 高小白不知可否地挑了一下小眉毛 你是说她在看我的爸爸吗 现在室一间外面除了两个男人 一个小孩 剩下的都是店员 王伟表情尴尬 支支吾吾不说话 还好这个时候 室一间的门开了 有人从里面走出来 高小小穿着自己挑选好的 那条黑色的裙装 因为扎了一个花包头 露出白皙的小脸和纤细的薄像 没有化妆 青色干净的样子 倒像是刚出大学校园的小女生 哪里有孕妇的痕迹 哎哟 原来韩总夫人也在啊 王总立刻笑着说道 同时她也化解了尴尬 高小小愣了愣 一时没认出来 眼前这男人到底是谁 只好对她礼貌笑了笑 一旁的导购小姐 立刻迎上去 嘴甜地夸道 太太 这一件礼服真的很适合你 你们的皮肤白 身材又好 简直就是个天生的衣架子啊 虽然自认身材不错 不过衣架子这样的词 她可不敢当 韩真的表情也非常满意 勾着薄唇 走到高小霄面前 直接把王伟给忽略 嗯 很漂亮 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高小霄 脸红红地看着她 见她眼神认真 不像是在说谎 高高兴兴地转身 对着镜子开始照 韩真这个时候 才看到她的背面 只笑一眼 她的双眼就不悦地眯起来 脖唇也抿成了一条直线 这件礼服 前面瞧着挺端状大方的 可是另有乾坤 从脖子往下 居然是一个 镂空的V字灵设计 虽然灵口开得不算太大 但是清晰地可以看到 她的背脊纤细柔眉的曲线 随着手抬起来的动作 大片白皙细嫩的肌肤就露了出来 竟显得格外的性感 她抬起手来果然 一下子就摸到了她 滑腻的后背肌肤 本集播讲完了 那小白和你们明天见咯 Muah 我边看 他就会变得很明显 顺从小白皙细柔眉的肌肤 做得有什么 我把你的肌肤好看